昆仑山脉 狂风暴雨 雷电交加 身处昆仑山脉身处的夏丰 睁开了双眼 他在结界中闭关五十年 里面五十年等于外界五年 五年前 他凭一己之力 拯救了人类生存的星球 在大家认为 人类可能要就此灭绝的时候 夏丰挺身而出 挡下了陨石 从而体内的原因 被巨大的冲击力给击散了 夏丰以为自己要生死盗销的时候 昆仑山脉顿线一道吸引力 把他吸了过去 就是这件事情 让世界各大强国认知了华夏国的神秘 从此 昆仑山脉成了华夏国的境地 一直都有驻军把守 因为他在那里 如此壮举 鲜少有人知道 只是一些国家的首脑知晓 毕竟太过惊世骇俗 不宜传播 最后 各国官方发表声明 说 这次陨石被华夏国的导弹给击碎了 昆仑山脉上 一道人影冲天起 雨滴和闪电 好像害怕他的样子 纷纷避让 只见人影如一道闪电般的 消失在昆仑山 快快禀告上面 他出山了 昆仑山的驻军焦急地说道 荆多 一座巨大的四合院中 坐着四位威严的老者 分别是黄老 周老 李老 和冯老 他们得知消息后 立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刚刚得到消息 他出山了 黄老一脸威严地说道 他的话一落音 大家都知道这个 他是谁了 他的存在 已经不能用常人来定性了 此次出山 不管他干什么 我们应当全力支持 李老沉吟了一声说道 如果他违法乱计 我们当如何 冯老担忧地问道 夏丰已经到了国家机器 无法剿灭的地步 如果他真的违法乱计 国家真的拿他没办法呀 老四 我觉得 你在启人忧天 如果他真的这样做 五年前 就不会舍身就全人累了 李老听后笑了笑 别说了 不管如何 他是我们华夏国的骄傲 也是华夏国的人 如果他有需要 华夏国全力协助 黄老最后一锤定音 决定先不去打扰夏丰 如果夏丰有需要 用到他们的地方 他们必当鼎力相助 摩都 华夏国最大的都市 这里有着人间天堂的称号 也有着魔鬼城市的称号 能在这里买房安家 那就是人群中的佼佼者 夏丰从昆仑山纵身一跃 便到了魔都的上空 他自己的亲妹妹 就在这座城市 夏丰的父母 也是修道之人 而夏丰的妹妹 比他小八岁 没有修道的天赋 便被父母留在了城市 自从夏丰的父母 得到失败陨落后 夏丰就跟夏琳 彻底的失去了联系 没人知道 他还有一个亲妹妹 夏丰来到了警局的大门处 此刻已经是晚上九点 当值的人比较熟 先生 你找谁 门卫老警察 看向夏丰问道 你好 我来请你们帮个忙 我跟我妹妹走散多年 我想通过你们 帮我找找她具体位置在哪里 夏丰俊俏的脸蛋上 露出阳光般的微笑 那老警察看后 心里暗叹了一声 有礼貌的年轻人 不过一头长发 和一身长袍 这种怪异的打扮 让她有些惊奇 年轻人 文职部门现在已经下班了 你明天来吧 老警察见夏丰 客客气气 她耐心地劝慰道 那你帮我禀告上面吧 就说我来自昆仑山 上面知道了 会帮我的 夏丰继续笑着说道 不知为何 那老警察 仿佛对夏丰的话 有种魔力一般 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老警察的权力有限 只能联系到当值的副局 副局听后 还骂了一句 老警察便挂断了电话 正当副局 没当一回事的时候 上头领导打电话来了 王厅 你好 你好 上面有文件下来 如果有一个30左右的年轻人 自称是昆仑山来的 他有任何要求 必当全力满足 王厅长自己大晚上 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 有些莫名其妙 只能一个个电话通知魔都的 所有警局 不光是他 全国各地 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 那副局一听 瞬间一愣 巧了 他刚刚接到门卫的电话 说的就是此人 王厅 我还真遇见了 他现在就在警局外 这副局听后连忙说道 任何要求 一定要全力满足 有什么困难立即上报 不得拖延 王厅一听沉声命令道 王厅说完挂断了电话 马上把这个消息上报 这副局听后 哪里敢怠慢 连忙跑出去 把夏丰接了进来 亲自陪同着夏丰 查询夏林的住处 筛选了几千个同名的人 最后确定 五个比较符合要求的人 副局亲自开车 陪同夏丰过去寻找 最终在魔都六环以外的 一个单身公寓 找到了夏林 夏林通过猫眼 看见警察敲门 他犹豫了一会 才打开了门 入眼的 便是一位长发飘飘 身穿长袍的男人 而那个警察 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你们有什么事吗 夏林好奇地问道 李儿 夏丰一脸温柔地 看向夏林 他长大了 长高了 样貌变化得很大 夏林仔细一看 这不是自己哥哥夏丰吗 兄妹两人有 七八年没见面了 加上他一身的长发和长袍 夏林刚刚一时间 还没反应过来 现在夏丰这么一喊才发现 哥 夏丰顿时哭了出来 走过来抱着夏丰 眼泪打湿了夏丰的长袍 我回来了 夏丰拍了拍夏丰的肩膀安慰道 内副局间自己的任务完成 告别了夏丰 夏丰把夏丰领进自己的房间 他是一名主播 每天靠直播赚钱 刚刚去开门 忘记关了直播 而一头长发飘飘 一身长袍的夏丰 突然出现在夏丰的直播间 关键那俊朗无比的面孔 配上他独有的气质 显得特别的鲜 夏丰的直播间 因为夏丰的出现 突然变得火爆了起来 话题越来越多 夏丰原本是一个 18线的游戏小主播 粉丝也就20多万 每天直播的时候 就几百人观看 但这也能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 大家都是冲着夏丰的颜值来的 他玩游戏的技术 跟颜值不成正比 啊 我忘记关直播了 夏丰突然大喊了一声 你们怎么回事吗 先声明一下 那是我亲哥 可别乱说话 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 今天先不播了 夏丰拿上麦说了一句 准备关播 原本夏丰的直播间 只有600多人观看 由于送火箭的人过多 便在全平台一直推送着 凌尔直播间收获火箭加20 加10 加20 很多好奇的人慕名而来 刚进来 就被镜头里的下风给吸引住了 男的羡慕 女的崇拜 直播间人数蹭蹭的上涨 夏丰金的小嘴微张 他发誓 这是他直播以来 人数最多的时候 由于夏丰的直播间人数突然暴涨 而且礼物不断 官方直接给推上了热门主播排行榜 直播间的弹幕像雪花一样飘过 夏丰根本都来不及看 只看见一条条喊着 要看自己哥哥的弹幕 哥哥 我在直播 我的朋友们说 很喜欢你 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夏丰终于被打败了 这群人忘记了 他才是主播好吗 什么是直播 夏丰听后一愣 他一直在昆仑山修炼 而且闭关五年 这五年 直播行业才正式兴起 他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直播 再者说他之前几乎很少玩网络 哪里知道 什么是直播 哎呀 哥 你对着手机打声招呼 我的朋友们会看得见 也听得到 夏丰拉着夏丰催促道 原来你在视频啊 夏丰好奇地看了看手机问道 国民老公赠送火箭加一百 傅言 弱弱地问一句 这是干啥呢 这么火爆 一个网名为国民老公的网友 突然刷了一百个火箭 直播间瞬间火爆了 而这时夏丰 被夏丰拉着 给直播间打招呼呢 大家好 我是夏丰的哥哥夏丰 很高兴认识大家 夏丰惜字如今 说完面露微笑 不再说话 他这一笑 不知道偷走了多少少女的心 如沐春风 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 国民老公 啥情况 怎么是个男的 我是来看美女的 溜了溜了 啥玩意啊 男不男 女不女 而同在魔都 汤城八品豪宅中 国民小王 退出了夏丰的直播间 他原本看一个主播 突然被官方推了上去 还以为是个漂亮妹子 在直播呢 他是看见女主播的头像进去的 进去就刷了一百个火箭 表示一下存在感 刷完才发现 是一个大男人 留着长长的头发 关键比自己帅气一万倍 他心中不爽 骂骂咧咧的退出了直播间 国民小王 躺在自家的大阳台 看着外滩的风景 准备再找一个同城主播 约出来去泡巴 正是此刻 他手机响了起来 国民小王 一看来电是自己父亲老王打过来的 爸 国民小王拿起手机 接起了电话 你刚刚是不是在一个直播间 刷了一百个火箭 电话那边的老王问道 国民小王听后 一阵莫名其妙 什么时候刷一百个火箭 这样的小事情 也要管了 是啊 怎么了 国民小王承认道 是不是还骂了一个年轻小伙 老王听后 声音变得严厉了起来 是啊 爸 你到底想说啥 国民小王被老王说得摸不着头脑 李老亲自问到我的电话 给我打电话了 那个男子 我们都惹不起 赶紧想办法去道歉 如果对方不原谅你 我们家真的要完蛋了 老王说完 挂断了电话 国民小王拿着手机愣住了 这两年 他们家的一达集团 确实资金紧张 为了还贷款 已经卖掉了很多产业 要不是上头有人罩着 他们早就撑不起这么大的集团了 现在老王告诉他 李老亲自给他打了电话 就是因为 自己说了一句 不男不女 国民小王想到这里 遍体深寒 国民小王放下手机后 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此刻已经没有再去网上 约个主播出来泡巴的心思了 到底是什么人 让李老亲自打电话给他吧 国民小王一阵后悔 只好无奈认怂 自己老爸都认怂了 他还有什么资格骄傲 国民小王再次进入了夏林的直播间 此刻的直播间 比原来更加火爆了 而镜头里的夏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虽然没有看着镜头 但一身的仙气和儒雅之气 让一群小迷妹为之倾倒 就算男粉丝也不得不感叹 不得不羡慕 夏林的直播间 国民老公赠送火箭加100 国民老公赠送火箭加100 国民老公赠送火箭加300 傅言 不好意思啊 林儿 刚刚嘴欠说了你哥哥 我道歉 我本人也在魔都 为了表示歉意 我明天请你们吃饭怎么样 网友25 国民老公这是本尊 网友15261 同问 网友26 谢儿 国民老公 本尊无疑 林儿在吗 看到回复下私信 因为弹幕上面太多的人说话 他刚刚的留言一发出去 就被淹没了 在雪花般的留言中 于是他给夏琳发了一个私信 夏琳原来没有看手机 这时 一下收到500枚火箭 他惊喜地关注了一下直播间 正好看到国民小王的那句留言 夏琳点开国民小王的私信 国民小王先是表明了歉意 而后希望明日能邀请他和夏丰一起吃个饭 跟夏丰当面的道个歉 夏琳拿不定主意 夏琳是玩直播的 这个国民老公是谁他自然清楚 出手又这么大方 肯定是本尊无疑了 哥 明天有个粉丝 说请你吃饭 他之前在直播间 说了你的坏话 刚刚特地来道歉了 还说明天当面赔罪 要去吗 夏琳坐到夏丰的身旁问道 看你吧 你想去就去 你不想去 没人敢逼你去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 没人能够叫动我了 你开心就好 夏丰满脸柔情地看着自己妹妹说道 他妹妹从小缺少父爱和母爱 现在这世间唯一的亲人是自己了 夏丰一定要让夏琳好好地享受生活 夏琳听后抱着夏丰的手臂撒了一个娇 轻声道 哥 谢谢你 夏丰刚刚的那句话 又引燃了直播间的火爆 网友964 霸气 帅气 牛逼 网友5826 老铁66666 网友7456 我怎么没有这样的哥哥 好羡慕林 网友4987 真是羡慕死我了 感动中 安 国民小王也在直播间 自然也听见了夏丰说的这句话 他很好奇 夏丰为何会说出如此牛逼的话 虽然他无处求证 但是直觉告诉他夏丰并没有吹牛 不为别的 就为李老亲自打电话给他爸 难道是哪位的私生子 这也不对啊 夏琳是他的亲妹妹 如果是私生子 那么夏琳就是私生女了 有着身份 夏琳还搞什么直播 好好享受生活的乐趣 她不香吗 具体情况 国民小王就算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夏琳随后又直播了一回 跟大家打了一个招呼 就下了直播 登陆后台一看 有几十万的礼物收入 今天一天的直播收入 足足能抵他一年的直播收入了 夏琳兴奋的大叫 哥哥回来了 真是自己的福星 哥 你猜我今天赚了多少钱 夏琳兴奋的朝夏丰说道 多少啊 看你兴奋的样子应该不少吧 以后哥养你 不用你赚钱了 夏丰笑着问道 哥 直播是我的兴趣爱好 跟赚钱无关 哥哥养我就更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没压力的直播了 嘻嘻 夏琳听后 打了一个地铺 夏琳准备这两天 去租一套大典的房子 夏丰一直在昆仑山修行 手头也没钱 但是他自己知道 只要自己需要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要多少就能有多少 所以才说出了 以后养夏琳的那句话 夏琳拿起手机 才看见有人添加他的微信 一个网名叫王少爷的人 应该是约哥哥吃饭的 那个国民老公小王 夏琳点了一个通过 没一会 国民小王发来一个表情 还发来一个定位 邀约明日在这个地方见 第二天 夏丰跟夏琳去了一个叫 酒店之一 平常人根本消费不起 国民小王早早地 就到了假日王朝 因为夏丰的神秘性 他需要好生对待 今天请他吃饭 主要是赔罪 再者就是想看看 夏丰到底是何许人 王少 国民小王 坐在酒店的大堂等夏丰的时候 他背后突然有人喊道 秦少 你也过来这边吃饭 国民小王转过头 看向喊他的秦斗说道 秦斗 是魔都四少之一 他们家在魔都名声响当当的 他老爸是一个大集团的董事 二叔又是魔都的正鸟 自己也有一个投资公司 还弄了一个汽车俱乐部 说起来 秦斗的家境 比现在的国民小王更胜一筹 对啊 要不一起 秦斗问道 大家都是顶级圈的公子哥 早就相熟了 秦斗开始邀请国民小王 不了 今天我请一个重要客人吃饭 国民小王笑了拒绝了秦斗的提议 如果换成平常时候 国民小王肯定会同意秦斗的邀请 但今天不一样 夏丰到底是什么人 他还没弄清楚 不打算掺和秦斗的饭局了 好 那有空在约 秦斗说完准备离去 刚走两步 便看见夏丰和夏琳走了进来 夏丰一身长袍 一头长发 很是惹人注目 秦斗也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这时才发现 夏丰身边的夏琳长得极其漂亮 并且 那单纯的眼神 令他有些心动 秦斗是公子哥 见过的美女 比吃过的饭还多 夏琳的出现 确实让他心中掀起了一丝涟漪 秦斗正要过去打招呼的时候 这时 国民小王站了起来 走向夏丰和夏琳说道 林儿 这里 因为夏琳的主播名就叫林儿 所以 国民小王直接喊道 原来你真是国民老公啊 我还以为有人冒充呢 夏琳走过来笑着说道 夏丰看了一眼国民小王没有说话 夏先生对不起 昨天在林儿的直播间冒犯了你 今天请你吃饭 特地赔罪 国民小王把自己的身份摆得很低 而一旁的秦斗疑惑了 从国民小王和夏琳的话中 他可以断定双方也是第一次见面 而且 国民小王提到了直播间的字眼 言语中有些讨好夏丰的意思 王少 这两位是谁啊 秦斗最终忍不住好奇 向前问道 两位朋友 国民小王道 王少品位可以啊 这么漂亮的主播也被你约出来了 不介绍介绍 秦斗用一种男人都懂的眼神 看向国民小王问道 滚 夏丰听出了秦斗那言语之中的一丝不尽 瞪了一眼秦斗 呵斥他滚蛋 秦斗听后 勃然大怒 他是什么身份 在国内还没有人敢这么明目张胆 直接在大庭广众之下 让他滚蛋的 你他妈叫谁滚呢 秦斗脾气上来了 原本打算给国民小王的面子 现在此人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国民小王的面子 他也顾不上了 他们这些人 哪个不好面子 说人不能输气势 在这魔都他不惧怕任何人 准确的说 在整个国内 他也是顶级公子哥 秦少 消消气 消消气 都是朋友 国民小王见状 连忙把秦斗拉到一旁 谁他妈是他朋友 王少 今天这事 要不是看你的面子上 老子现在就给他开调了 秦斗甩开了国民小王的手 气哄哄的说道 国民小王也有些无语 这下风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也不知道 但是刚刚这个做法 他有些看不顺眼 大家都在圈里昏饭吃的 抬头不见低头见 没必要刚见面就搞得如此难堪吧 秦少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他 他是什么身份 我也不知道 不过从我父亲口中得知 我们家惹不起 国民小王怕秦斗一会让冲突升级 他把自己所知的 给秦斗透露了一些 秦斗听后一愣 国民小王他爸亲自说 他们家也惹不起 这一下秦斗犯难了 秦斗虽然有些自视清高 为人处事也比较高调 现在国民小王当着他的面说 自己家里都惹不起 岂不是也代表他们秦家也惹不起了 此话当真 秦斗再次向国民小王确认道 千真万确 不然我还请他来这里吃饭吗 我昨天就是在他妹妹的直播间 说了一句不男不女 被我爸骂的狗血淋头 今日特地请他们吃饭道歉来了 国民小王心里也有些郁闷 夏丰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不得而知 这种感觉真的让人极其的不爽 王少 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不与这小子计较了 下次可没有这么简单了 秦斗眼珠子一转 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 说完直接转身离开了 国民小王这个人 他了解 不会自降身份 笑脸相迎 替人家冷屁股 能让国民小王做到如此 肯定有他忌惮的地方 秦斗气归气 但是头脑也不傻 在没有彻底搞清楚人家身份之前 他不会胡来 这些大少 能在顶级圈子 混得风生水起 他们的脑子岂会简单 夏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刚刚一个朋友喝多了 出言不逊 我替他向你道歉 秦斗走后 国民小王跑到夏丰的身边 略带歉意的说道 算了 看在你今天客气的份上 就饶过他这一回 回去警告下你这朋友 或从口出 夏丰说完 带着夏琳向酒店内部走去 国民小王听后 露出了一丝勉强的笑容 这不勉强不行啊 从夏丰说话的态度来看 太高傲了 根本不把秦斗放在眼里 国民小王生平 第一次觉得自己当了回小弟 这小弟好难当啊 欠人说人话 欠鬼说鬼话 国民小王在假日 王朝酒店订了一个豪华的包间 三人到包间后 国民小王向两人推荐了酒店的招牌菜 整个过程夏丰没说一句话 倒是夏丰和国民小王交谈了起来 还问国民小王哪些菜比较合口味 国民小王一一解释 就像个服务员似的 菜刚刚点完没多久 国民小王口袋的手机响了起来 夏公子 我接个电话 国民小王打个招呼 爸 什么事 国民小王接通自家老爸的电话后 开口问道 你是不是跟夏公子在一起 电话那头传来老王的声音 对啊 你昨天不是让我赔礼道歉吗 国民小王点头道 位置发过来 李老亲自来了 一会要跟夏公子见面 老王的语气略带深沉 国民小王听后 握着手中的电话呆滞了 李老亲自来了 喂 老子问你话呢 哑巴啦 老王见国民小王不说话 连续问了几声 呃 爸 我在 我在 我请夏公子 在假日王朝吃饭 你们要过来 那我在楼下等你们 国民小王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现在害怕了 他现连进去包厢的勇气都没有了 打算在楼下 等着老王他们过来 夏丰到底是何方神圣 昨夜 李老亲自打电话 跟他父亲说过 今天便从京都赶了过来 难道都是为了夏丰而来的 在华夏国 除了那两位 还有什么人能够让李老出马 国民小王不知道是怎么挂断的电话 脑袋嗡嗡响 拖着沉重的步子 向楼下走去 幸好啊 幸好自己没有得罪夏少 原本在国民小王心里面 夏先生的这称呼 直接变成了夏少 假日王朝酒店 是魔都最豪华的酒店之一 经常有很多明星来此聚餐 也有些网红来这里打卡 换做平常 国民小王必会上去打招呼 认识认识 而此时的国民小王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没了丝毫的兴趣 哪怕几个美艳动人的网红 在他不远处扭着胯 绣着小蛮腰在拍照 他看都不想看一眼 秦少 这边 刚刚在秀小蛮腰的 其中一个网红 朝二楼下来的秦斗喊道 几人见秦斗下来 便停止了拍照 故意露出一副惊喜的样子 就像那久别三日的初恋 不怕他乱来 包厢我已经订好了 跟我上去吧 秦斗接到人了 站在楼梯处 没有继续走下来 朝几人招了招手 秦少 过来一下 国民小王跟秦斗的关系还挺好 大家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有必要提醒下他 秦斗见国民小王 一个人坐在大堂 他有些好奇地走了过去 此刻国民小王 不应该在包厢陪那小子吗 怎么一个人面露苦相地坐在这里 什么事 秦斗走下来后 看向国民小王问道 王少 那几个网红剑 这人是国民小王 纷纷打了个招呼 国民小王没有理会这几个网红 看向秦斗说道 你闯祸了 我闯祸了 闯什么祸 自己天天闯祸呀 王少 你就别拐弯抹脚了 有事说是 秦斗有些不悦 今天的国民小王 怎么跟个二愣子似的 为了挥手 示意他们走开 带几个网红走远后 国民小王一脸严肃地说道 刚刚你得罪了夏少没有道歉 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 你全家都惹不起 什么意思 秦斗闻言脸色有些不对 更多的是心里不爽 李老从京都赶过来了 特地过来见夏少 现在应该快到了吧 国民小王语不惊人死不休 秦斗听后 瞬间愣在当场 脚底深寒 李老亲自来了 特地从京都过来见他 国民小王的话 像一颗炸弹般 在秦斗心底炸开了 王王哨 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 秦斗说话的牙齿 都有些打颤了 你觉得我会开这种玩笑来逗你 国民小王冷笑了一声 再次得到确认后 秦斗脸色瞬间垮了下来 一副胆寒的样子 麻烦了 麻烦了 这一下可如何是后 秦斗没有说话 一屁股坐在国民小王的旁边 从怀里掏出一根烟点上 家烟的手指有些颤抖 两人默默地坐在大堂的沙发上 谁都不愿再开口 秦斗 是哪个包奸 我们先上去 其中一个网红走了过来喊道 今天散了吧 没心情吃饭了 秦斗有些厌烦地挥了挥手 那网红见秦斗的脸色不对 他也不敢再去问 只是嗡了一声便走开了 秦斗心中满是苦涩 今天是哪根筋搭错了 魔都这么多饭店 为何要到假日王朝来 这种热了狗的心情 没人能懂 秦斗深深地感觉到了 随着酒店门口 一大批保镖进来 打断了两人的思绪 这些人一看就是那位 专门保护大佬的 秦斗看到这情况 心如死灰 原本还抱着一丝希望 现在彻底磨灭了 保镖进来后 并没有疏散人群 而是每个人找好自己的位置 全神贯注地盯着各个角落 接着便是李老被众人拥带着走了进来 其中还有秦斗认识的魔都书记和市长 他叔叔秦副市长也在其中 老王跟在大家的后面 进入酒店后 第一时间开始寻找国民小王 爸 我在这 国民小王站起来 朝老王挥手示意 李老 犬子在那边 老王见后 小跑到李老面前恭敬道 嗯 好 李老点了点头 哪个包厢 见国民小王过来后 老王看向国民小王问道 李老好 各位叔叔好 夏少在天字六号包间 国民小王极其恭敬地向几位问好 嗯 小王啊 麻烦你再跑一趟 跟他说 我来了 想见他一面 李老此话一出 全场皆惊 到底是什么人 李老亲自来了 见面还需要先通报 好 好 国民小王听后 机械般地点头应道 国民小王看着眼前的阶梯 仿佛泰山一般 步步皆中 青斗在远处看着 心底已经凉透 他在只能在一旁看着 不敢走过来 没有得到李老的同意 他哪里敢上前 纵然他叔叔在其中 也不敢上前去打招呼 他现在一心只想着 该如何取得下风的原谅 国民小王拖着沉重的步子 来到了天字六号包间门外 抬手轻轻地敲了敲门 才从包间里面出来的国民小王 此刻的心情已经判若两人 直到包箱里面传出夏琳一声请进 国民小王才轻轻地推门走了进去 夏少 打扰你了 上面来了一个重要人物 说想要见见你 国民小王小心翼翼地 看向夏丰说道 夏丰听后一点也不意外 他出事后肯定会有人来见他的 灵儿你先出去吧 我要见到老朋友 夏丰听后看向夏琳说道 一些事情能不让夏琳知道 就不让他知道 还不到时候 嗯 好 夏丰听后跟着国民小王 一同走出了包箱 李老在得到夏丰的确认后 独自一人走进了包箱 夏丰几年未见 你还是老样子 我们姥姥 李老进入包箱后 率先打了个招呼 两人仿佛多年的老朋友般 嘿嘿 李老您怎么亲自来了呢 夏丰笑着问道 你这个大救星出来了 我们这些老家伙 不来看看 你怎么行 李老说完 坐到了夏丰的对面 李老 这是我们这群人的义务 大救星谈不上 夏丰很随意地摆了摆手 当着李老的面 夏丰不吭不悲 气势从容不迫 黄老这次让我来问问 你有什么需要我们提供帮助的 你是华夏的大功臣 我们竭尽所能地来帮你 李老讲明了来意 再者 也想试探一下夏丰心中的想法 这样的人 夏丰很快明白了上面的想法 笑着说道 李老 我夏丰生是华夏人 死是华夏鬼 这次出事 只想照顾我妹妹夏丰 我没有任何的要求 好 你有这份心我很高兴 今日难得高兴 陪我喝两杯如何 李老在得到夏丰的肯定后 一脸高兴 好 陪李老是应该的 夏丰硬道 两人在包厢里面谈笑风声 喝得快意 而外面的人心中忐忑 特别是秦斗 秦斗见国民小王 带着夏丰下来后 快步走了上去 脸上露出一副讨好的笑容 低声道 林儿 你真漂亮 比直播间看到的 要漂亮多了 其实秦斗从未看过夏丰的直播 在这之前 听国民小王说过 想要取得夏丰的谅解 必须先要讨好夏丰的妹妹 国民小王也不傻 知道秦斗的心思 拉着秦斗向夏丰介绍道 林儿 刚刚之前 你们见过面点 这是我的一位好哥们 秦斗 秦斗听后 感激地看了一眼国民小王 秦大少 我听过你 你在魔都的名气很大 秦大少也看我直播吗 夏丰看着面前 露出一副笑脸的秦斗问道 此刻他已经猜到了 哥哥有些不凡 但得知到秦斗的名字后 还是有些心虚 那是自然了 林儿这么漂亮 我肯定看了 秦斗拍了拍胸脯确认道 希希 那多谢秦大少支持了 夏丰见秦斗如此好说话 便放开了心思 先前跟你哥说话有些冲 在这里 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秦斗见时机差不多了 先向夏丰道了歉 没事 我哥哥不会在意的 夏丰安慰道 那就好 那就好 改天有空 我请你们吃饭 算是赔罪了 秦斗在得到夏丰的回答后 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 只要夏丰不追究 什么都好说 现在请夏丰吃饭 是真心实意的 他如果现在还看不出形势 那只能说他脑子有问题了 像他们这样的人 有结交的机会 自然不会错过 在三人谈话之际 秦国民副市长走了过来 小斗 你们怎么在这里 秦国民询问道 二叔 秦叔 秦斗和国民小王教道 林儿 给你介绍下 这是二叔 你管他叫秦叔叔就行了 秦斗指着秦国民说道 秦国民诧异地看了一眼秦斗 他玩归玩 闹归闹 不会随便开玩笑 现在如此重视 向一个女子介绍自己 肯定有秦斗的原因 他能走到魔都这座城市的副市长 岂会是一般人物 秦叔叔您好 夏临朝秦国民喊了一声 你好 你在跟我家秦斗处朋友吗 秦国民看向夏临问道 这女孩子面容不错 看起来很亲切 就是不知道家事如何 没 秦叔叔别误会 夏临听后小脸微红解释道 秦斗听后心里大惊 朝秦国民使了实眼色 秦国民有些不明白意思 说道 小斗 你过来一下 叔叔问你一些事情 秦国民特意把秦斗叫到一旁 想问问情况 小斗 你刚刚给我实眼色是什么意思 因为那个女孩子 秦国民问道 二叔 她是什么身份 我不知道 但是刚刚李老金去见的 就是他亲哥 秦斗凑到秦国民身旁 小声地说道 四 秦国民听后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此刻心情难免有些异动 李老来魔都 为了见一个人 这个他是知道的 但是具体见什么人 他就不知道了 单从李老的表现来看 这个人极为重要 而且属于那种 他只能仰望的人了 而现在秦斗说 李老见的就是这个女孩子的亲哥哥 这不得不让人惊讶了 难怪秦斗连连给自己实眼色 原来如此 我知道了 好好跟他打好关系 秦国民说完 拍了拍秦斗的肩膀 转身离开了 秦国民难得用这么严肃的语气 给秦斗说话 秦斗知道 这是二叔很看重夏琳这层关系 秦斗在心中输了一口气 整理好状态 继续回到了夏琳身旁 从这一刻开始 他要做夏琳的护花使者 小弟 跟班 舔狗都行 趁着现在国民小王 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要把舔狗一号给抢了 林儿 王少 你们两个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秦斗过来后见 两人相谈甚欢便问道 王少在跟我说直播间的事情呢 夏琳笑道 哈哈林儿 晚上直播吗 我今天要给你刷礼物 秦斗直言不会 别别别 一丝一丝就行了 刷多了 被平台抽走一半 太亏了 夏琳摆了摆手拒绝道 要是在这之前 大家还没见过面 你想刷多少刷多少 现在大家都认识了 夏琳觉得 这样做太亏了 好 听联的 一丝一丝 秦斗对夏琳的好感 又增加了一个高度 要是换做其他女主播 秦斗说给她刷礼物 她巴不得你家产 多给冲进去 帮她打榜 果然大人物的亲属眼界都不一样 夏丰在包厢里 跟李老吃吃喝喝 下面的人等着鸡肠鹿鹿 也没人提议去吃饭 不敢 随着李老走了出来 众人依次围了上来 走吧 回京都 李老说了这一句 便乘车离开了 李老离开后 国民小王跟夏琳上去 又重新点了一份菜 两人开始吃了起来 秦斗可不敢上去 刚刚跟夏琳出好关系 可这不代表跟夏丰 可以同桌吃饭了 路慢慢骑修远兮 有些事情必须慢慢来 急也没用 至少现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晚上 夏琳又开始了自己的直播 夏琳的直播间 网友86954 林儿 终于等到你了 网友856 林儿 你哥呢 网友21587 快叫我的梦中情人出来 网友25 对 你揍开 网友698 一天不见 哲仙浑身难受 网友9876 我老公呢 我老公呢 网友65 楼上卯残 网友987 楼上卯残 网友6984 加1 你们想要造反呀 我哥在看书呢 夏琳看着直播间 都是一群要看下风的 笑骂道 现在直播间的粉丝 已经超过10万人观看 夏琳彻底在鲨鱼直播间火了 他原本就是一个小小游戏主播 不靠技术 靠颜值吃饭的 现在这个直播间 10万粉丝 都是为了下风而来 林儿的守护者 加入了直播间 林儿的守护者 赠送火箭加1000 林儿的守护者 赠送火箭加1000 林儿的守护者 赠送火箭加1000 这个林儿的守护者 刚刚一进直播间 猛的刷礼物 一波接过一波 根本没有停下来 这是要抢王校长的风头啊 昨天王校长 还没有刷这么多呢 这又是哪位大佬 看名字 这是冲着林儿来的 网友658 哇 只有在林儿的直播间 才能看见爸爸了 网友98621 滚 别乱认清 那是我爸爸 网友967 一群不要脸的 那是我爷爷 网友 国民老公赠送林儿火箭加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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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他来了 国民老公坐着火箭来了 网友3669 我就说嘛 王校长怎么可能会差 网友8 王校长 弄死他 随着国民小王都入场 林儿直播间的屏幕 被火箭给罢评了 鲨鱼总部 经理 直播间 突然有人充值了大数额的鲨鱼翅 而且同时再刷给一个主播 鲨鱼平台的技术员 跑到部门经理办公室 震惊地说道 充了多少 鲨鱼平台的部门经理问道 每人都冲了一亿 那技术员如实说 多少 一亿 部门经理文言一愣 哪个大佬如此大手扁 都是谁啊 出于好奇 部门经理问道 一个是王校长 还有一个是魔独秦少 两人同时在刷礼物 给一个叫鲨的主播 林儿 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主播啊 平台的大主播 都是跟他们签约了 难道是其他平台刚刚跳过来的 这鲨是其他平台 跳过来的大主播吗 部门经理问道 就算是大主播 也不至于让两位顶级公子哥 如此大手笔啊 百思不得其解 只能认为两位大少抽风了 李爽作为鲨鱼平台签约部门的经理 他对公司的签约主播都熟悉 确实没有听说过 有链这么一个主播 经理 这个林儿 不是其他平台跳过来的 他在鲨鱼平台快两年了 是个小小的游戏主播 技术员解释道 一个小小的主播 能让两位大少上亿的充值 李爽说话的音量 都提高了几分倍 简直不可思议 确实如此 两位大少的鲨鱼赤 全部刷给了林儿 很明显 就是冲着林儿来的 技术员继续说道 好 我知道 你下去吧 李爽朝技术员摆了白手 林儿从昨天晚上 突然火爆了起来 他还没来得及关注 等他进入林儿直播间的时候 简直震惊了 已经十万人在线 林儿现在还没签约 如果自己低价 把他签到鲨鱼平台 那自己可是立大功啊 想到这里 李爽一阵开心 开始以管理员的身份 给林儿发私信 李爽发完私信后 翘着二郎腿点了一根烟 他非常有自信的 等着林儿回复 一般主播想出名 想赚大钱 必须要跟平台签约 从而获得平台流量的扶持 你才能真正的走出来 不签约平台也可以 可以选择加入一个工会 工会也会花钱 给你买流量扶持你 毕竟单打独斗的年代过去了 一个人很难自己发展起来 虽然说 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也有个别的特列 自己发展起来了 别看那些主播人前光鲜亮丽 一套又一套的 他们的背后都是有团队的 摄影的摄影 做文案的做文案 剪辑的剪辑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 从你口袋中掏更多的钱出来 魔独最豪华的小区之一 汤城八品豪宅中 国民小王一手拿着手机 一手咬着国外进口回来的水果 骂骂咧咧道 舔狗 擒你这个舔狗 佩国民小王吐了一嘴果皮 吞咽了一口 继续说道 那么的 把老子的位置给抢了 今天晚上 林儿直播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一个网名叫做林儿守护者的人 频频刷火箭 用屁股想就知道是擒斗了 国民小王打开了微信聊天 找到了魔独四少的群 编辑了一条消息发了出去 擒斗 你这个舔狗 你还要点脸吗 竟然闷不作声的 把我位置给抢了 死舔狗 蒋星 那你 王大少晚上喝多了吧 蒋星也是魔独四少之一 是华夏国稀土大亨蒋泉水的儿子 鱼尾 哈哈 吃瓜 好像是个大瓜 擒斗 哈哈 气死你 小老弟 你只能做舔狗二号了 蒋星 鱼尾 蒋星 什么情况 竟然是真的 鱼尾 秦少 你别逗我们玩 还有谁能让你做舔狗 秦斗 你们段位太低 不懂 蒋星 鱼尾 鱼尾 王少 说说看 这个是个什么挂 国民小王 挂个屁 老子要做舔狗去了 不跟你们扯淡了 国民小王说完后 又进了夏琳的直播间 开始了他的疯狂操作 刷火箭 现在谁是一号舔狗 还不一定呢 说不定能抢到一号的位置 蒋星 人呢 真走了呀 秦少 你说说怎么回事 鱼尾 对啊 这他娘的勾起了我们的兴趣 你们两个搞消失干什么 不管蒋星和鱼尾两人 在群里发什么消息 国民小王和秦斗 没都没空搭理他们两个 这两人在夏琳的直播间 拼手速呢 秦斗正刷得起劲 被来电打断了 蒋星 你他们的打电话来干什么 老子正在和国民小王 那货刷火箭比赛呢 秦斗接起电话就开骂 呃秦少 什么情况 刷火箭 你们在争一个主播吗 没这个必要吧 蒋星被秦斗骂得一脸猛逼 你们好歹也是魔都四少之一 能不能要点脸了 这要是传出去 不是让京都圈子里面的公子爷 看笑话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主播 能让国民小王和秦斗 两人同时如此痴迷 蒋星充满了好奇感 你懂个屁 说了你的段位不够 没事就挂了 不要打扰我办正事 秦斗继续骂骂咧咧的 等等 在哪个平台 哪个直播间 说道鲨鱼平台 铃儿直播间 秦斗说完这句话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蒋星拿着手机一脸无语 很快就进入鲨鱼平台 看看这个铃儿 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惹得两位大少如此着迷 蒋星刚刚进入铃儿的直播间 入眼的便是一个男子 在打坐 双目紧闭 飘逸的长发 配合他那独特的气质 确实看起来很鲜 第一感觉很好 但这他们的是男的呀 国民小王和秦斗 再为一个男的争风吃醋 铃儿直播间弹幕 蒋公子 我他们吐了 你们两个捞货 在为一个男人争风吃醋 铃儿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太多 十几万人 蒋星的这条消息 发出去石沉大海 沧海一溯 国民小王和秦斗 正在刷火箭 肯定是看不见了 直播间的火箭一直在飞天 从夏琳开始直播 就没有停止过 蒋星见 两人刷得真是起劲 他顺手截了的图 发到了魔都四少群 蒋星 于少 你看 这两位大少 正在为一个男人争风吃醋 还要做舔狗 真是恶心到我了 鱼尾 卧曹 什么玩意 真是个男的 怎么看起来阴阳怪气 好好的男人 学着女人留长发干什么 鱼尾见后 也是一阵恶心 国民小王和秦斗 到底被这男的 为了什么迷魂要 还要争做舔狗 一号二号 简直是无语至极 休语为伍 蒋星 那不是呢 我已经退了出来了 怕一会被恶心到 鱼尾 这确实是个大瓜啊 两位大少 传到网上 那名声都臭了 直到夏琳的直播间结束后 国民小王和秦斗两人 终于结束了舔狗战争 手指都刷得发麻了 两人打开威胁消息一看 都是鱼尾和蒋星两人的消息 国民小王 闭嘴 小星祸从口出 秦斗 老子虽然看不惯 王少跟我抢位置 但是这句话 我顶他 小星祸从口出 他今天不就是吃了这个上面的亏吗 白天的时候就是嘴贱 差点把自己给害死 想想都觉得一股妙意 幸好自己机智 好险 蒋星和鱼尾两个人猛逼了 两人虽然不在同一处 但是拿着手机震惊的样子 却出奇的一致 蒋星 京都圈的 蒋星在魔都四少群里 发了一条消息问道 鱼尾 求告知 及时避雷 两人的心中都很疑惑 就算是京都圈的 也不至于把国民小王和秦斗 吓成这样吧 国民小王 算了 不给你们两个扯了 老子准备洗洗睡 明天还约了林儿喝早茶 秦斗 卧槽 你他娘的什么时候偷偷摸摸约的 国民小王 就今天吃饭的时候 秦斗 在哪 国民小王 不告诉你 秦斗 无语的表情 随后国民小王扔下手机 直接去浴缸泡澡了 秦斗 人呢 搞什么 秦斗 说话啊 在哪里 蒋星 第二天一大早 国民小王穿戴整齐 开着车裤的劳斯莱斯 直奔夏琳的住处而去 到楼下的时候 给夏琳打了一个电话 没多久 夏丰和夏琳 便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国民小王立马下车 给夏丰打开车门 完全一副司机的模样 王少 你知道 哪里有两室一厅的房子卖啊 现在这个公寓住着不方便 我哥天天打坐都不睡觉了 在车上 夏琳看着国民小王问道 昨天国民小王和秦斗 打赏了自己那么多火箭 到时候把钱提出来 可以买套房子了 原本打算租房的夏琳 毅然决定先买套房 毕竟现在也有钱了吗 可以先去看看房 了解一下 摩都这座城市 房价压的普通人喘不过气 现在夏琳感觉自己 即将很有钱了 但是这钱还得省着点花 房子不要买太好 他打算 今天跟国民小王和秦斗说 让他们不要再打赏了 这纯粹是浪费钱 林儿 你要买房子吗 国民小王握着方向盘问道 对啊 不然 我哥都没地方甩 夏琳黑黑笑道 别管我 我随意就行 夏丰拍了拍夏琳的小脑袋说道 这怎么能随意呢 夏少 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 我保证给你们安排 妥妥当当 国民小王向两人保证道 那就麻烦你了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夏丰听后 问起了国民小王的名字 这小才算不错 国民小王听后 简直受宠若惊 大佬问起了自己的名字 他能不兴奋吗 夏少 我叫国民小王 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国民小王 连忙把自己的名字 告诉了夏丰 好 小王啊 那就麻烦你了 夏丰感谢了一句 不麻烦 不麻烦 为夏少服务 是我的荣幸 国民小王听后嘴 都快笑到耳根了 从后世竟瞄了一眼夏丰 心里倍感激动 国民小王带着两人 吃完早茶后 便直接朝恒泰地产去了 恒泰地产 刚刚开发了一个别墅小区 买房这种小事 怎么可能 让夏少自己出钱 国民小王 很有做小弟的觉悟 准备打个电话 跟他老爸要点钱 买套房子送给夏丰 刚到恒泰地产 夏丰有些疑惑地问道 王少 你给我们带这里来干什么 我可买不起这里的房子 鲨鱼平台只有几千万 这里的别墅 起码上亿了吧 自己哪里有这个经济实力 没事 这个地产 是我一个叔叔开发的 到时可以用内部价 便宜买下一套 来都来了 就算不买看看也没事 国民小王摆了摆手说道 那好吧 夏临应道 夏少 林儿 你们在这里等会 我打个电话 给我书问问 国民小王笑了笑说道 好 夏临点头道 国民小王走到一边 开始拨通了他爸的电话 爸 快给我转两页 老王电话刚刚一接通 国民小王直奔主题 没有 公司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从哪里给你弄两亿来 老王想也没想的 直接拒绝了 这几年 一达集团便卖了不少产业 目的就是帮助公司脱困 前几年 步子卖得太大 现在一达集团正在回笼资金 两亿对王家来说 那确实是个小数目 但是突然拿出两亿流动资金 老王还是有些压力的 国民小王听后 一点也不意外 他早就知道 会是这结果了 爸 我有正事 没跟你开玩笑呢 国民小王朝电话里继续说道 老子也没跟你开玩笑 要钱没有 老王说完 准备挂电话 爸 我拿钱 是准备送一套房子给下哨 国民小王慢悠悠地说道 仿佛知道自己 说出这句话后 电话那头的老王 会如何打自己的脸 你刚刚说要多少钱来账 老王丝毫没有考虑地问道 两亿 国民小王到 五亿 马上到账 老王说完 便挂了电话 国民小王听后 嘴角一笑 一副得意的表情 抱着大腿 装逼的感觉 真爽啊 在自己老爸面前 都可以毫无忌惮地装闭 国民小王憋着笑意 一股爽意 勇满全身 定 国民小王刚 没走两步 便收到了五亿到账的信息 夏少 林儿 我们进去吧 国民小王走过来说道 好 那就去看看 夏林点头道 三人开始朝着销售部走去 刚刚进销售部 便有个销售跑了上来 对着国民小王恭敬道 王少 你来看房吗 国民小王没戴口罩 他这个网络红人 很多人都认识 特别是魔都做销售这块的 谁人不识王大少 没 陪我朋友来看看 你们有什么合适的房源 国民小王 看着眼前的销售问道 那美女销售 看了一眼夏丰和夏林 见夏丰一身长袍 和一头飘逸的长发 有些怪异 但是能跟王少在一起的 岂是平常人 那美女销售很热情地 向夏林介绍各种房源 王少 要不算了吧 我们两人也住不了这么大的房子 这里房子好贵 夏林 看向国民小王说道 林儿 你只管选 有内部价 比你买个两十一厅的房子 还要便宜 国民小王 可不会让夏林真的不买 那岂不是自己的计划落空了 那好吧 夏林见国民小王这样说 便开始询问销售 等夏林选好一套房子后 那销售便带着夏林和夏丰去看房子 哎呀 肚子有些痛 你们先去看 我上个厕所 一会就来 国民小王捂着肚子 一副不自在的样子 倒是夏丰看了一眼国民小王 并没有说话 好拙劣的表演 国民小王装肚子疼 国民小王直接找到了售楼部的经理 并且表明了来意 销售部的经理自然同意 他知道这些有钱的大少 就喜欢玩这样的调调 夏林看中的那套别墅属于中夏 可能是考虑自身的原因 不敢看太贵的 那套别墅成交价是16亿 国民小王直接付了全款 剩下34亿 他自然不会交给老王 这可是跟夏丰打好关系的经费 夏林看完别墅回来后 满意还是挺满意的 任谁都喜欢大别墅 奈何囊中羞涩 有些不好意思 再看下去了 夏小姐请跟我到这边来签合同 售楼部的经理见夏林回来后 笑容满面的迎了上去 签合同 我没有说要买啊 夏林一脸莫名其妙 夏小姐 是这样的 王少已经替你付款了 接下来合同一签 房子就是你的了 那经理解释道 啊这可不行 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要 王少他人呢 夏林没看见国民小王便问道 王少肚子有些不舒服 还没过来 王少特地吩咐了 他让夏小姐不要有心理压力 这别墅就当送给你们兄妹 这样他以后就不用刷礼物了 销售部经理 按国民小王的吩咐 如实说道 同时这经理在心中暗暗心惊 这年头做主播 能绑上国民小王 那真的是一飞冲天 为了找个主播玩 别墅都送得出手 当然 这只是经理心中的想法 他并不知道 国民小王送别墅的目的 收下吧 到时候 我会还他一个人情 夏丰笑着说道 在看别墅的时候 夏丰看得出来 夏林挺喜欢这个别墅的 而且他也知道 国民小王名义上 送别墅给夏林 其实就是送给自己 为了不让夏林有心理负担 夏丰这才说 这个人情他会还 夏丰现在虽然没钱 但是他想要钱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 任何国家的富豪 都会想方设法地给他送钱 不过 夏丰对钱不感兴趣 这次下山 主要是陪着夏林 慢慢地 让夏丰过上好的生活 但是不能操之过急 不然夏丰一时半会接受不了 必须循序渐进 夏丰见自己哥这样说 犹豫了一会 便点头同意 第一是夏丰说了 这份人情 夏丰到时候会还 他也看得出来 自己哥哥有些不凡 具体怎么不凡 他也说不上来 但是哥哥说了这话 肯定会还上人情的 再者 就是因为国民小王那句话 收了别墅后 以后就不刷礼物了 这意思就是说 你不收下 我就刷礼物给你 到时候 一套别墅前 被国民小王刷出 两套别墅前 那得多亏啊 白让平台抽一半走 夏小姐请跟我来 销售经理见夏丰同意后 便领着夏丰去签合同了 国民小王在远处 看着夏丰同意后 松了一口气 这下舔狗一号 该是老子的了吧 想到此处 国民小王 飞快地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在魔都四少群里 发了条消息 国民小王 秦斗 你只能做舔狗二号了 一号已经被老子占了 哈哈 得意的表情 秦斗 卧槽 你们不是去喝早茶了吗 其中发生了什么事 国民小王 叫大哥 我就告诉你 秦斗 大哥 国民小王 二弟 秦斗 赶紧说 国民小王 我在恒泰地产 买了一套别墅 送给林儿 并且 今天大佬问了我的名字 哈哈 国民小王拿着手机 别提多得意了 脸上堆满了笑容 这个舔狗一号 他做的倍感荣幸 而这时夏丰走了过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国民小王转过头去 看见是夏丰 吓了一大跳 夏少 国民小王 连忙收起了手机 恭敬道 不用太拘束 我也是年轻人 你都快把我看成长辈了 夏丰说道 国民小王 听后笑了笑说道 夏少说的是 以后叫我名字吧 别下哨哨哨的 听着别扭 夏丰建议道 那我叫你夏大哥吧 这样显得亲切 国民小王脑子一转 叫夏大哥多拉近关系 其实国民小王比夏丰 还要大几岁 但是这并不影响 国民小王叫他夏大哥 愣者为尊 随你吧 这个给你 你家里如果有病患 或者老人会用得上 夏丰扔了一个小盒子 给国民小王 国民小王连忙接过手 有些好奇的问道 夏大哥 这个是什么 神药 夏丰说完 转身离开了 其实 夏丰扔给国民小王的是单药 怕国民小王听不懂 特意说是神药 神药 国民小王拿着手中的盒子 满是疑问 这世界上还有神药吗 国民小王不去想其他的 不管是神药还是什么 总之 夏丰送了东西给他 代表对他已经认可了 国民小王连忙拿出手机 想要炫耀一番 秦斗 卧槽 竟然走这样的阴招 被你抢先了一步 老子佛 秦斗 人呢 秦斗 你他们死哪里去了 你现在做大哥了 不照顾下老弟吗 秦斗 曹 在老子面前装了个壁酒消失了 秦斗 TMD 太不厚道了吧 说走就走 做个人吧 于伟 你们两个大哨 又在玩什么套路了 国民小王打开手机 便看见秦斗发了十几条消息 国民小王 哈哈 二弟 大哥现在没空搭理你 刚刚大佬 让我叫他夏大哥 拜拜了 大哥还有要事要处理 秦斗 秦斗 别啊 大哥 代代我 代代我呀 秦斗 你妈 又来这一出 夏琳签好合同后 别墅就属于他的了 王大哨 让你破费了 走出寿楼部后 夏琳向国民小王说道 林儿 说这话就见外了 大家都是自己人 国民小王摆了摆手道 国民小王把夏丰和夏琳 送回了公寓 并约定明天来帮夏琳搬家 告别夏丰后 国民小王迫不及待地 拨通了老王的电话 爸 事情办成了 夏大哥很好相处 他还送了我一个盒子 说里面装的是神药 国民小王没有忘记 在自己老爸面前炫耀一番 什么神药 电话那头的老王问道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问问你 国民小王一脸疑惑 夏公子身份 我们尚且不知 但是他绝对不是我们能惹的 能跟他交好 百利无一害 我托关系问问李老 这神药到底是何物 老王说完挂断了电话 直到晚上的时候 李老给他来了一个电话 老王把国民小王跟他说的话 如实地反映给了李老 老王啊 我只能说 恭喜你了 他说的神药 可以就任何人一命 说其死回生也不为过 李老感叹了一句 心中还有一丝羡慕的味道 而电话这边的老王 已经震惊的双手颤抖了 因为他从李老的口中 能听出 这神药 可是真的神药 可以起死回生的神药 自己的岳父 现在不正需要这样一份神药吗 老王点了一根烟 冷静了一回 虽然不会抽烟 但是这个时候 需要这样的一种感觉 夏丰是什么人 他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 绝对是牛逼上天的了 幸好儿子机智 早早地抱住了这条大腿 老王挂断李老的电话后 一向讨厌抽烟的他 此时觉得抽烟的感觉 非常的好 为自己点了一根 来安慰此刻的心情 老王把烟灭掉后 迅速拨通了国民小王的电话 爸 怎么样 国民小王接通电话后 急忙地问道 我现在过来拿药 明天回京都 老王收完电话 就挂断了 什么情况 老王就说 现在过来拿药 也没说这条到底如何 但是国民小王 能从自己老爸的语气中 听出来 这要极为重要 想到这里 国民小王看了一眼 摆放在茶几上的盒子 突然觉得 这么高大上的神药 岂能摆放在这里 国民小王走过去 把盒子紧紧拿在手中 生怕他坏了似的 老王说来就来 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他正好也在魔都 所以急忙地赶了过来 爸 这到底是什么神药 国民小王 看着急冲冲的老王问道 要呢 老王没有回答儿子的话 而是直接问他要在哪里 在这里 国民小王说完 把药递给了老王 我现在安排飞机回京都 这要给你外公用 老王接过盒子 认真地说道 外公能用吗 国民小王也激动了 国民小王的外公灵 老是退任后的大佬 因为年纪大的原因 又有病魔缠身 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老王从李老口中得知 这要如此神奇后 便准备把药 拿给自己的岳父服用 老王自然相信 李老不会骗他 可以 老王点头道 都能起死回生的药 治疗好病症 这不是跟娃儿似的吗 那太好了 国民小王兴奋地大喊了一声 随后继续说道 爸 我不能跟你一同去京都看外公了 我明天答应了夏大哥 帮他搬家 夏大哥 老王这才听出了 国民小王口中的称呼 有些惊喜地问道 嘿嘿 爸 今天我的表现得到了他的认可 以后我叫他夏大哥 国民小王极为得意地 在自己老爸面前炫耀了起来 不错不错 总算做了一回人事了 老王丝毫不吝啬地赞赏道 能跟夏丰搭上关系 这对老王来说 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 嘿嘿 国民小王听后 舔着脸笑得很欢快 终于得到老爸的赞赏了 小王还是挺兴奋的 至少自己现在做的事情 他爸也是万分支持的 又不要费脑力活 做好舔狗的本分就行了 这样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在行 舔狗妈 只要舔得圆润 不留丝滑就足够了 汉城 华夏中部省最大的城市 也有着樱花之城的称呼 鲨鱼的平台坐落于此 李爽看着自己的管理员账号 一脸猛逼 自己给主播铃发了几次消息 他竟然一条都不回复 这是什么意思 看不起鲨鱼平台 你要是看不起鲨鱼平台 还在这里直播两年 李爽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打击 一个小小主播而已 不就被两个大哨看上了吗 还真以为是流量大佬了 虽然鲨儿这两天的直播很火爆 也有十万粉丝在线观看 这能代表什么 真正的流量主播 都是百万人在线观看的 李爽在后台 点开了鲨儿的直播打赏收益 李爽瞪大了眼睛 六千八百六十三万 李爽羡慕了 眼红了 这些钱 估计有六千八百万 都是两个大哨刷的吧 上次两个大哨一人充值了一亿 这是快要刷完的节奏啊 李爽见过无数个高收益的主播 但是一天有这么打赏的 还是第一次见 李爽承认他眼红了 哼 你不是高冷吗 不是对我发的消息视而不见吗 过些天你申请兑换的时候 老子给你驳回去 李爽一脸音效 一个小主播还装毙了 你还真以为自己棒上了 两个大哨了 鲨鱼平台每个月四档八号 申请兑换打赏金额 一般十五个工作日内 收益到账 李爽就是看上了这点 才准备从后台控制一下 李爽只是想恶心一下鲨儿 让他知道 谁才是决定你命运的人 当然 让他利用职权潜规则一下 他也不敢 毕竟这个鲨儿 是被两个大哨同时看上的女主播 如果这些大哨们玩腻了 他可以考虑穿个破鞋 虽然说他这么做有些风险 毕竟这个鲨儿 是被两个大哨同时看上的女人 他只要一不小心就会出事 富贵险中求 只要自己把这个事情做好了 升职加薪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再说 他也不是真的要把夏琳的资金冻结了 只是冻结几天 吓唬吓唬他而已 不会真的太过分 而给自己惹上麻烦 李爽能坐上现在的这个职位 脑子里面也不是屎 知道分寸 他在赌 赌两个大哨只是玩玩而已 不会真的当真 第二天 国民小王起来的大早 整装好 准备前去鲨儿那里帮忙搬家 魔都四哨群 国民小王 二弟 起来没有 大哥赐予你一个巴结鲨儿的机会 国民小王现在这二弟喊起来特别的顺口 秦斗也无法反驳 想想都觉得好笑 秦斗 什么机会 秦斗自从昨天错失良机后 把群疗的消息给置顶了 还设置了一个提醒 生怕再错过机会 国民小王的消息一发出来 秦斗马上回复了 国民小王 呦 能起来这么早 秦斗 大哥你就直言吧 国民小王 今天鲨儿搬家 缺少干体力活的 地址一会私发给你 我现在准备出发 别迟到了 秦斗 大哥仗义 秦斗看完消息后 一个鲤鱼翻身 胡乱地洗了一把脸 快速地穿上衣服 直奔车裤 国民小王今天开了 一辆奔驰商务车 过来帮忙搬家 国民小王前脚一道 秦斗也跟了过来 秦斗开的是一辆保姆车 空间大 能装得多 国民小王见后笑道 二弟 你这觉悟可以 王少 别取消我了 秦斗文言摇了摇头 你刚刚叫我什么 我没听清楚 国民小王故意掏了掏耳朵 凑近秦斗问道 大哥秦斗 咬牙切齿道 听话 跟着大哥吃香的喝辣的 哈哈 国民小王得意的大笑 一旁的秦斗无语 一步慢 步步慢 一时足成千古恨啊 原本舔狗一号的位置 正向自己招手 奈何被国民小王 这个因祸抢了先 国民小王得意的掏出电话 打给铃儿 铃儿 我倒到楼下了 你们在哪一栋 房间号多少 我上来搬东西 国民小王给铃儿 打电话的时候 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秦斗看了一眼国民小王 暗道 恶心 在得到铃儿的回复后 国民小王笑眯眯的挂断了电话 拍了拍秦斗的肩膀说道 走吧 一会机灵点 两人都是亲自来干体力活 不敢花钱雇人 不然就没意义了 谁还出不起这个钱 他们要的效果 就是得到夏丰的认可 花钱雇人搬家算什么事 两人来到夏林的家中时 夏林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 衣物之类的 已经用纸箱子打包好 夏少 铃儿 我也过来打把手 秦斗进门后 主动打招呼道 秦少 你也来了呀 麻烦你了 夏林感谢道 不麻烦 不麻烦 闲着也是闲着 秦斗急忙摆了摆手 两位没有劳动过的大少班的气喘吁吁 手都雷红了 愣是坚持了下来 直到把所有的东西搬完后 坐到车上 已经不想动了 特别是秦斗 国民小王把一些重物 全部交给了他 休息了片刻 两辆车直接朝恒泰地产过去 到达别墅的时候 两人又搬上搬下的 完了还帮夏林打扫别墅 可谓是称心称意 一丝不苟 王少 秦少 辛苦你们了 中午请你们吃饭 夏林很是感谢道 不用了 不用了 一点体力活就当锻炼了 国民小王摆了摆手 表现得很随意 这他娘的都要累趴了 哪里还有心情吃饭 赶紧回家洗洗睡吧 国民小王表示自己这一辈子 都没有这么累过 这体力活干起来 比某些混合双打的活还累人 一起吃个饭吧 夏丰说了一句 夏少 这样吧 中午我请你们吃饭 还请给我一个请客的机会 秦斗见缝插针 夏丰刚刚一开口 秦斗就麻溜的接过话 都行 夏丰硬道 好 那我现在就订个包厢 秦斗文言大喜 今天这套没有白来啊 虽然累成了狗 但结果大出所料 秦斗迅速的掏出电话 订了一个包厢 接下来的时间里 秦斗别提多卖力了 把夏林家里擦拭得干干净净 就连马桶的每一个角落 他都不放过 这别墅在出售前 地产公司已经请人打扫干净了 但是现在要住进来了 都会再仔细打扫一遍 在国民小王和秦斗两人的努力下 别墅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两人坐下喝了一口水 休息了一会 便准备出门吃午饭了 四人一同坐着秦斗的保姆车出去吃饭 秦斗开车 国民小王坐在副驾驶 这是第一次给夏丰当司机 秦斗双手紧握方向盘 丝毫不敢大意 油门都不敢踩中了 习惯了单手开法拉利的他 此时觉得开车原来如此的讲究 车辆在秦斗的驾驶下 稳稳地开往摩都假日王朝酒店 上次就是在这里惹得夏丰生气 今天又请夏丰过来吃饭 真是够打脸的 但秦斗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夏丰这样的人物能同意自己请吃饭 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了 车辆停稳后 国民小王和秦斗纷纷下车帮忙扶着门 虽然是电动门 但不妨碍两人献殷勤 哥 你怎么在这里 秦斗的背后想了一个女生 秦斗转身看向自己的堂妹秦文说道 我请下大哨吃饭 你也来这里吃饭 秦文是秦斗的堂妹 他爸就是魔都的副市长秦国民 秦文满眼好奇 自己堂哥是什么性格 他最清楚了 此刻却像个保镖似的给人开车门 看着情况好像是他亲自开的车 还兼职了司机的职位 这还不算 连国民小王也是如此 如果说秦斗脑子嗅痘了 国民小王总不能也跟着被传染吧 放眼整个华夏 同辈中也没有人让秦斗做到如此地步吧 秦文看着下车的夏丰和夏琳 他满脑子问号 特别是那个男的 穿着怪异 就像刚刚从戏场赶过来似的 嗯 约了几个闺蜜 还有小雅呀 哥 你要不要来凑凑热闹 秦文笑着说道 秦文口中的小雅 是秦斗以前想追的对象 后来碍于自己妹妹的关系 他就放弃了 不了 我今天很忙 就这样吧 秦斗说完 头也不回的领着夏丰进了酒店 秦文一脸猛逼 若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他都不信 这是自己堂哥 小雅 在秦文发呆至极 后面有人喊道 小雅 就你一个人啊 他们几个呢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堵在路上了 你怎么站在门口 还不进去 小雅问道 我刚刚看见我哥了 他在当一个司机 秦文一脸郁闷的说道 不会吧 秦大少会给人当司机 这是哪位传说中的大佬 小雅一脸的不信 说出来 你可能还不信 他看起来比我还年轻 这才是秦文郁闷的地方 就算金圈的太子爷 来了 也不至于如此 看着小雅惊讶的神情 秦文继续说道 不行 我得把这个事情 给我爸说说 秦文拿着手中的电话 拨通了秦国明的电话 秦国明刚刚下班 看着私人手机女儿 打来的电话 秦生说道 玩儿 怎么想起打爸爸电话了 爸 我今天发现 我哥去给别人当司机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 秦文一脸郁闷的说道 小斗到底怎么回事 这不是丢秦家的脸面吗 秦国明听后 最终最看好的年轻人 以后秦家还需要他来继承 吃钱吃喝玩乐 到处飙车 玩网红也算了 毕竟这是年轻人的私生活 现在无聊到 给别人当司机了 这能不让秦国明生气吗 这还不算 连国明小王 也跟着他一起胡闹 秦文碎了一句嘴 国明小王也在 你哥给谁当司机 有没有看清楚人 秦国明下意识的疑问 脑海中想起了一个年轻人 看清楚了 是个年轻人 头发留得很长 还穿一件长袍 好像听我哥喊他下哨 爸 这个下哨 你认识吗 秦文把下风的样貌 描述了一番 问向秦国明道 秦国明听完秦文的描述后 心中一惊 这不就是那位年轻人吗 玩 千万不要去打扰你哥 不要问 更不要打听 什么都不要做 爸全力支持你哥 秦国明说话的语气都变了 无比认真 爸 他到底是谁啊 秦文心中大惊 能让自己老爸说出这话的人 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玩 刚刚爸怎么说的 不要打听 不要问 此事你就放在心里 不要去打扰你哥 秦国明听后告诫道 好 知道了 秦文直到挂断电话 心情都没有平复下来 妈呀 太吓人了 哇 没人看吗 都不见有人说话的 难道你们看书都不喜欢说话吗 评论也没有 催更也没有 礼物也没有 三无产品啊 各位小哥哥行行好 送个礼物 免费礼物都行 让你们的小可爱南南 在吃泡面的时候 能加上一根火腿 么么哒 行号三 几人在假日王朝酒店吃完饭 就会别墅了 由于今天搬了家 夏琳决定好好地直播一次 夏琳的直播间 嗨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来了 我今天搬家了 刚刚进入直播间 夏琳跟大家打着招呼问候道 网友6523 沃曹琳儿 你竟然住别墅 你隐形富豪的身份 被曝光了 网友65874 琳儿说 我就是豪门 我不需要攀附任何豪门 网友698 琳儿 你哥呢 网友98745 对 桂球先掌位 琳儿直播间 指导铃直播 网友 加一 网友 加一 夏琳对于这样的要求 已经见怪不怪了 只要自己一直播 都是吵着喊着 要见夏丰的 我给你们悄悄地偷拍一下我哥 夏琳说完 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随后夏琳上楼 装作如无其事的样子 路过夏丰的房间 夏琳悄悄地用撑杆 把手机高高地举起 透过窗户 偷拍夏丰 而此时 夏丰正在打坐修炼 一头长发披在背后 长袍把这个脚 全部掩盖了起来 网友 卧槽 真的是大仙 你们看清楚没有 他好像腾飞在空中 网友8746 你不说 我还没注意 真的是这样啊 网友874 妈呀 真的假的 这是特效吧 网友98749 特效你马币 你没看见 这是直播吗 网友874 我要拜师 网友987 我之前就说了 铃儿的歌 就是传说中的修仙大佬 现在实锤了吧 网友658 66666 网友8746 6666666 此时的夏丰 正在闭目养神在打坐 铃儿路过的时候 他感知到了 夏丰在用手机偷偷地拍夏丰 至于夏丰 在干什么他一无所知 只是用手举起撑杆 在悄悄偷拍 而此时夏丰的直播 已经震惊地不可开交了 夏丰浑然不知 月色琉璃 赠送火箭加10 青色的蓝屏 赠送火箭加20 刘富阳赠送火箭加5 由于夏丰 展现出来的凌空打坐 让夏丰 收获了一大批火箭 网友87441 大仙 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123 我老公真是太帅了 网友77 爱你 么么哒 网友98774 现在就买飞机票去魔都 看不能有机会 得到大佬的真传 网友748 同去 网友562 一群杀笔 要相信科学 这很明显是特效作的 人还能飞天不成 网友6987 你他妈的 全家都是杀笔 网友98741 不看滚 别在这里捣乱 网友321 有本事报地址 你看老子不消死你 网友562 说你们是一群杀笔还不信 如果不是效果 老子倒立吃屎 以此例证 夏丰打坐刚刚完成 双手一划 眼前出现一个黑洞 突然凭空消失在房间 网友987 网友65211 网友98741 什么情况 凭空消失了 网友8741 妈呀 吓得我手机都扔了 网友8 刚刚谁说倒立吃屎的 给老子滚出来 网友9811 这世界上真的有神仙吗 我震惊了 网友633 眼见为实 这手机里的东西都是骗人的 网友6512 这是直播啊 难道不是眼见为实 夏丰这么一手操作 已经震掉了所有人的眼球 整个直播间分为两派 开始互骂了起来 一边是相信 夏丰就是修仙者 一边认定 这就是特效 夏临举了一会 手都快举妈了 随后 他悄悄地把称单放了下来 猫着腰下了楼 哎呀 累死我了 你们看见什么了 夏临下楼后 在直播间问道 网友587 林儿 明天魔独偶遇 我已经买好了机票 我要拜你个为师 网友9632 林儿 我已经在高速了 下午就能到魔独 能不能给个位置 我要跪拜你个 网友 加1 网友 加11111 网友2255 林儿 你们这是搞的什么特效 网友3214 林儿 你这噱头也弄得太大了吧 网友963 林儿 你哥是修仙者 你知不知道 夏临看着直播的弹幕 一脸猛逼 自己哥是修仙者 不可能啊 这些什么神啊 仙啊 都是神话故事而已 但不得真 夏临不是不信 而是没有看见过 虽然他哥的打扮有些怪异 这是爱好也说不定呢 看着一个个 说要过来的魔独找他哥的 他一脸无语 夏临直播了一会 便关闭了直播间 他需要整理衣物了 而刚刚直播的时候 有很多人录屏了 特别是夏丰凭空消失的那一段 被人放在网上 发在朋友圈 不知道为何 这些作品和朋友圈 刚发出去没一会 就被系统全部删除了 再次发表的时候 怎么发都显示 发表失败 京都 国家疗养院 老王带着神药 匆匆地弹到了这里 经过层层的检查 老王才带着妻子林欣 来到了疗养院内部 一间豪华的病房内 林老伴躺在病床上看书 老首长 老王和林欣来看您了 警卫员轻轻地推开门进来 小声说道 让他们进来吧 林老头也没胎地吩咐道 爸 身子好点没有 老王刚走进病房 便关心地问道 姥姥 多活一天赚一天 好不好也就这个样了 林老放下书 取下老花镜 朝两人说道 爸 你不会有事的 你还没抱虫外孙呢 林欣走到病床前 握着林老的手说道 小王这小子 就是不让人省心 三十多岁的人 还不成婚 这要搁我们那个年代 小孩子都上初中了 这是怪你们两个 不早点给他成家 弄得我现在还抱不到虫外孙 林老看着两人有些责备 爸 怪我怪我 你别生气 林欣连忙认错 生怕他父亲生气 引起身体的不适 爸 我给你带来了神药 肯定能治好你的病情 老王说完 从怀中拿了出盒子 老王啊 你有这份心爸知道 该用的药都用过了 就不再受这个罪了 林老摆了摆手拒绝道 爸 你相信我一次 这要是李老亲自说的 绝对能治好你的病 老王听后急了 怕他父亲不信 把李老抬了出来 哦 李老也这样说 林老听后来了兴趣 千真万确 老王点头道 林老见老王这样说 不宜有他 对老王说道 那就试试吧 老王听后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 拿出了神药 林欣及时地端了一杯水过来 让林老服下神药 随着林老服下了 下风给的神药 林老突然感觉 身体一片火热 有种全身血液被带动了一般 林老的脸色 开始突然变红 耳根都红了 老王和林欣 见状大吉 朝外面喊道 医生 快叫医生过来 老爷子突然的表现 把老王吓蒙了 随后 老爷子呼吸开始顺畅 并且用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变得年轻 斑白的头发慢慢发黑 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淡 大约几分钟过来 老爷子睁开眼睛 一双虎眼 极具威严地看向老王 在老王诧异的眼神下 老爷子自己从床下跳了下来 说道 真是神药啊 我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几岁 而此时的老王和林欣 已经傻眼了 确实年轻了十几岁 可能还不止 林欣指了指林老的头发 说道 爸 你的头发 我头发怎么了 林老还以为自己头发掉光了呢 下意识一摸 还在 林欣迅速地从包中 拿出随身携带的化妆镜 递给林老 哈哈 没想到我头发 还要变黑的一天 林老盯着镜子中的自己 看都不停 连连撑起 一大批医生 很快地赶了过来 生怕林老出什么事 当看见林老站在病床边的时候 众人傻眼了 什么情况 林老头发变黑了 人也变年轻了 还能自己下床了 林老的主治医师走过来 浑浑噩噩地问道 林老 你这是 小刘啊 我感觉我身体全部都好了 你看看 林老还像个小孩一样 在刘医生面前转了一圈 事宜自己真的没事了 老王随意地解释了一番 就说自己无意中 获得了一颗神药 老爷子之后 便是这样了 最后 刘医生给林老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各项指标都符合健康水平 这一下可给刘医生震惊的不行 其实他心里清楚 林老已经游进灯窟 跟医术没有多大关系了 现在林老返老还童一般 他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都不羡 刘医生满脸好奇 还是想询问一番 老王三肩七口 不愿多做解释 毕竟这要有关下风 他是不可能跟刘医生说的 老王找了一个空隙 给国民小王打了一个电话 爸 外公怎么样了 国民小王猜到了 他爸打这个电话的目的 直接问道 儿子 你外公没事了 还年轻了十几岁 爸给你打这个电话 是想告诉你 夏公子以后 是你的第一贵人 切记 国民小王听后 呼吸急促 瞳孔微缩 认真的回道 爸 我知道了 好 有什么需要跟爸说 关于夏公子的事情 爸全力去满足你 老王见儿子长大了 成熟了 知道孰亲孰众 他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两父子难得多聊了两句 便挂断了电话 远在魔多的国民小王 紧紧握住手机 心中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这天到了鲨鱼平台 夏琳终于等到了这天 怀着激动的心情 点开了鲨鱼后台 几千万啊 自己即将成为小富婆了 要说不激动 那是不可能的 夏琳进入后台 点击兑换礼物收益 系统却谈出来一个兑换失败 夏琳还以为自己操作失误了 又点了两次 还是提示失败 自己在鲨鱼平台快两年了 不可能会出现操作问题 那就是真的不能兑换了 夏琳着急了 这么多钱啊 第一次这么多钱 不让自己兑换 夏琳赶紧的联系了客服 久久的才得到回复 说夏琳礼物存在异常 被冻结了 存在异常 被冻结了 夏琳猛了 这礼物 基本都是国民小王和秦斗刷的 哪里会存在异常 不管夏琳怎么解释 客服那边给出的答应是 会向上级反应 这么官方的话 连夏琳这个小萌星都知道 是忽悠人的 礼物哪里是什么异常 而是被李爽给冻结了 目的就是想惩罚惩罚夏琳 可能李爽本身 也带着一些仇富心理 突然一个小主播 一天赚几千万 他有些接受不了 王大少 你和秦大少 给我刷的礼物 不能兑换 大哭的表情 夏琳给王思冲 发了一条微信吐槽 什么情况 国民小王回复道 不知道呀 问了鲨鱼的客服 说是礼物异常 需要向上级反应 郁闷的表情 夏琳回了一句 你等等 别着急 我来问问 国民小王给夏琳回了一句 安慰道 国民小王 此刻有些火大 那是老子刷的钱 你们鲨鱼平台想吞啊 狗日的 赚了一半走 剩下的一半也想吞 国民小王 先是给自己和夏琳的聊天记录 结了一个图 发给了秦斗 秦斗马上回复了一句 等着 国民小王直接拨通了他老爸的电话 在国民小王的眼里 此事已经上升到极为重要的层次 必须要向老王报告 其实他自己也可以处理 但是国民小王却不想 夏丰对夏琳的疼爱 国民小王是 看在眼里的 现在夏琳受了委屈 岂能把事情草草收场 爸 有个重要的事情 向你报告一下 国民小王说话的语气有些生硬 看来真的生气了 说 老王也听出了儿子的语气 跟着也紧张了起来 我和秦斗 在鲨鱼平台 打赏夏琳的礼物 全被鲨鱼平台扣下了 你找马叔叔说明下情况 若是此事被夏大哥知道了 可能会更严重 国民小王直接表明用意 好 我知道了 老王说完挂断了电话 随后马上找到企鹅马的电话 拨通了过去 电话响了一会才被接起 老王 找我何事 企鹅马好奇地问道 他们两个做的不是一个同行 私下虽然也有联系 但是没怎么深交 企鹅马突然接到了老王的电话 心中有些好奇 你可能要摊上大事了 老王沉声道 摊上大事了 企鹅马一脸猛逼 就算摊上大事了 也不是由你老王转告吧 王总说笑了 企鹅马有些不悦 连称呼都改了 自己吃嘛 妈瞎 最近集团收益又好 这老王吃饱饭 没事再咒自己吧 企鹅马听见老王这样说 心里自然有些不舒服 突然来个人跟你说 你出大事了 你心里会舒服吗 是个正常人都不会舒服 何况企鹅马这样的成功企业家 企鹅马沉声道 王总 你说这话 就有些过分了吧 企鹅马表现出来的不悦老王丝毫 没放在心上 一会有你求饶的 现在让你牛逼轰轰的 一会你知道自己得罪了什么样的人 你才会知道锅是铁打的 你旗下的鲨鱼平台 撕扣别人的打赏钱 这种事 你们是不是经常做我就不管了 而这次 你们扣的对象 是一个叫夏琳的女孩子 她只是一个小主播 没什么 但是她哥哥是李老亲自从京都 赶去魔都相见的人 要是此事被上面知道了 李老要亲自给你打电话问责了 好自为之吧 老王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老王觉得自己该说的都说了 该交代的也交代了 他现在需要装个币 直接挂断了企鹅马的电话 反正什么情况 已经警告过企鹅马了 他自己要找死 那就爱莫能助了 企鹅马一脸无语 这老王太不礼貌 你给我说话的机会了 至于老王说的 李老亲自问责 他有些不信 这种小事情 还能麻烦到李老 吹牛 并也不是这样吹的吧 老王爱吹牛并的毛病 果然还是没有改变 这几年都这么惨了 还不知道收敛 这时 企鹅马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来电视个陌生号码 号码归属地 显示魔都 能打通自己私人手机的 肯定知道他的电话 或者能要到他的电话 企鹅马没有耽误 直接接通了 喂 哪位 企鹅马问道 马总 你好 我是魔都秦国民 秦国民先是打了个招呼 随后自报家门 企鹅马一听 坐直了身子 这秦国民 他是知道的 他是魔都的副市长 魔都副市长 是神概念了 那可是直接跟京都对接的人 并且 秦国民还是秦家的人 企鹅马不得不正视了 秦副市长你好 有什么指示吗 企鹅马恭敬道 马总 只是不敢担 鲨鱼平台 是你们集团旗下的直播平台 今天 他们扣除了主播打赏的收益 而这个女孩子 是一位贵人的亲妹妹 你不处理好 上面会直接找你谈话了 严禁于此 马总自己看着办吧 那就先不打扰马总了 秦国民说完 挂断了电话 企鹅马拿着手机发呆 老王原来说的是真的 突然一股寒意 从企鹅马的脚底 升到了头颅 这特马 企鹅马来不及多想 马上拨通了老王的电话 马总 想通了 老王面带笑意地问道 老王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 我们谁跟谁啊 给老弟透个消息呗 企鹅马有些心慌 之前老王给他打电话 说了离牢 可能要亲自过问 企鹅马还不怎么相信 现在秦国民也打电话来了 这让企鹅马不得不信了 秦国民是谁 那可是正儿八经的高干 他不可能没事跟老王一样 打个电话 给自己扯犊子 再说 这些大佬 谁吃饱了 没事逗他玩 老马呀 最近资金周转有些困难 支援支援呗 老王厚着脸皮说道 多少 企鹅马问道 五亿 老王丝毫没觉得脸红 开口就是五亿 这五亿 是他拿给自家儿子 国民小王 去抱下风大腿的经费 现在把这五亿 转嫁到企鹅马身上来再说 企鹅马沉吟了半天没有说话 老王继续说道 以后你会觉得 这五亿花的超值 好 一会赚你 企鹅马终于下定了决心 最主要的原因是 不知道自己到底得罪谁了 关键已经涉及到上面了 这让企鹅马有些担忧 大家都在这个圈子里面混饭吃的 能花钱消灾 换谁都乐意 五亿对企鹅马来说无关紧要 他也相信 老王不是骗他五亿的人 马总还是大气 鲨鱼平台 冻结了一个叫链主播的礼物打赏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 不会牵扯到后面的人 切记 一定要上心 老王说完嘱咐了一句 毕竟拿人钱财 替人解忧 老王多谢了 改日请你喝酒 企鹅马说完给老王闲聊了两句 便挂断了电话 随后 让助理给老王赚了五亿 企鹅马握着手机一脸的气氛 这个鲨鱼平台的人是不是脑子有病 没事给自己找事 随后他马上拨通了鲨鱼平台的总裁陈大杰的电话 喂 马总 你好 陈大杰礼貌的喊道 陈大杰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不想干就说一句 关闭鲨鱼平台 少特么的丢惹事 企鹅马刚刚转了武艺出去 心里很不爽 马总 什么事情惹到你了 陈大杰一脸猛逼 怎么好好的挨大老板一顿骂呢 自己最近没干什么事 鲨鱼平台也很稳定 积极响应华夏的政策 没出什么问题 为何马总这么生气 陈大杰一连在心里想了好几个可能 都没有惹事 没惹事 那我就跟你说说 你们是不是冻结了一个鲨主播的打赏钱 这打赏还是魔独王少和秦少打的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冻结他的钱 所有打赏的一律返还 一分都不能少 如果此事得不到鲨的谅解 你就别干了 企鹅马说完 不给陈大杰解释的机会 便挂断了电话 陈大杰拿着手机冷了半天 随后喊来了自己的助理问道 去查查平台 有个叫鲨的主播 打赏的钱是不是被扣下来了 顺便查查是怎么回事 助理听后点了点头退了出去 没一会进来告诉他说 陈总 鲨儿的钱被李经理扣下了 原因是打赏异常 去把他丢叫来 陈大杰听后大气 原来这是李爽 这必给自己惹事 害得自己平白无故的 挨大老板一顿骂 李爽接到助理的通知后 连忙放下手头的工作 过来陈大杰的办公室 陈总 李爽进入陈大杰办公室后 礼貌的喊道 你设什么东西 谁给你的权利 私自扣下主播打赏的钱 陈大杰刚刚被企鹅马 无缘无故的骂了 本来心中有气 现在郑主来了 指着李爽的鼻子骂道 企鹅马骂自己 他没有办法 现在这个事情的始作俑者来了 陈大杰忍不住了 李爽刚刚走进来 就被陈大杰指着鼻子骂 他有些搞不懂状况 私扣主播打赏的钱 自己好像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难道说的是 那个叫铃的主播 自己确实暂时冻结了他的钱 但也不是私扣 只是找了个借口冻结而已 李爽猛了 自己冻结一个主播的礼物 老板也知道了 并且还看起来 还非常的气愤 李爽思绪了一下 在脑海中 组织语言 准备开始他的狡辩 李爽突然被陈大杰这么一骂 诚惶惶惶惶的说道 陈总 我只是想签下这个主播 我以管理的身份 给他发了很多消息 他一条都没有回复 所以我略施成绩而已 李爽觉得自己也很委屈 毕竟 这是在为公司做考虑 当然 他自己的私心 肯定不会说出来 李爽认为 此事肯定是铃儿 跟两位大少说了 这些大少找到了陈总 不然陈总 怎么可能这种小事还来过问 李爽还不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以为被骂几句 然后 把铃儿的礼物收一解锁 就完事了 少他妈 给老子找借口 我也懒得和你多说 你自己辞职吧 陈大杰懒得跟李爽 多做解释 心中一阵慌张 就这么一件小事 公司要辞退自己 自己在鲨鱼平台 好不容易混上 部门经理的位置 大于又好 这换谁也舍不得离开 多说无意 事情已经发生到 你无法想象的地步 马总亲自给我打的电话 你觉得你还有 跟我谈条件的资格 念在你在公司多年 给你留些情面 赶紧去打辞职报告 陈大杰朝李爽摆了摆手 示意他出去 李爽听后 心中一愣 马总亲自打的电话 想到这里 李爽心如死灰 颓废地走了出去 这种小人 一点也不值得可怜 陈大杰亲自为林儿 处理好收益冻结的事情 为了表示鲨鱼平台的歉意 这次礼物 全额返给李爽 平台不收取一分 以后 李爽在鲨鱼平台直播的收益 直接按一至九分 公司只拿一成 李爽拿九成 为了平息这件事 陈大杰也是下了血本 就怕处理不好这件事 夏琳收到消息的时候 简直有些不可置信 这次礼物全额返还 那意思是 自己平白无故的 把礼物收益全额返给我了 还多了几千万 感谢你的帮助 明天请你吃饭 表示感谢 夏琳知道 这是跟国民小王有关 编辑了一条微信 发了过去 表示感谢 林儿 处理好了就行了 秦少爷帮了忙 要不要请他一起 国民小王这个大哥 还是做得挺仗义 此时还不忘记自己的二弟 好呀 你把他微信推给我 我自己跟他说 夏琳回复道 随后国民小王 把秦斗的微信推了过来 夏琳点击添加 秦斗此时正在一个 高档的会所按摩 搬家运动过大的后 一正开始来了 全身酸痛 叮 突然手机响了一下 秦斗半睁眼的 打开微信看了一眼 发现是林儿夹他的微信 秦斗瞬间爬了起来 一副惊喜的样子 正在给他做按摩的女子 被秦斗突来起来的反应 吓了一跳 秦斗迅速地点了一个添加 编辑了一条信息 发了过去 说道 林儿 我是秦斗 秦少 谢谢你帮忙了 王少跟我说了 明天请你吃个饭 你有空吗 很快 林儿就回复了 有空 随时有空 秦斗编辑了一条消息 发了过去 夏琳邀请自己吃饭 绝不会没空 没空也得有空 两人随意聊了几句 夏琳便放下了手机 走向夏丰说道 哥 家里是不是需要布置点装饰品 感觉总少点什么 我来布置吧 我正好有些东西 夏丰听后 找了个借口 便出去了 夏丰哪里也没去 四处逛了一圈 便带着东西回来了 夏琳见出去没多久的夏丰 带了一大堆东西回来 也没有刻意去问 帮忙把夏丰带回来的东西 在家里各个地方摆放好 晚上的时候 夏琳依旧开始了她的直播 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好 现在开始直播了 夏琳在直播间 跟大家打了一个招呼说道 网友3261 林儿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网友887 林儿 你哥呢 网友6987 林儿 我已经到了魔都了 不知道能不能偶遇 网友9872 林儿姐姐好漂亮 很久没有跟大家主播游戏了 今天准备跟大家直播几场游戏 夏琳对着镜头说道 网友6844 别千万别 网友877 我们不是要看你打游戏 你要打游戏 我们取关了 网友974 对 打游戏就取关 网友631 我们要看你哥呀 你打什么游戏 谁看呀 夏琳 我哥在房间呢 难道还去偷拍呀 夏琳很是郁闷 以后自己的直播间 要成哥哥的直播间了 网友332 你干啥都行 就是别直播打游戏 不忍直视 网友698 你带我们看看你家吧 自从你搬了家 我们还没好好欣赏过呢 网友6698 加1 网友 同意 网友68744 顶楼上 那好吧 夏琳最后同意了大家的要求 开始晃动镜头 给大家欣赏自己家的别墅 网友6994 林儿 你家真大 网友662 你不是屁话吗 林儿是隐形小富婆 网友366 求保养 网友6987 楼上的鲜撒泡尿 照照自己 网友97441 哈哈笑 寻保斋 打赏铃火箭加20 并复言 林儿 镜头放慢一些 让我看看那幅字画 突然收到打赏火箭的提醒 夏琳看了一眼直播间 便注意到了寻保斋的那句话 夏琳对着墙上挂着字画问道 是这幅画吗 寻保斋 对对 对准一些 让我仔细看看 网友987 莫非这字画 有什么特殊之处 网友3311 你看这货的名字 就知道是专家了 网友32217 啥专家呀 现在网络上到处是专家 我也是专家呢 泡妞专家 寻保斋 林儿 这幅字画 你卖吗 这位网友 这字画 是我哥今天拿回来的 你们还说这个 夏琳好奇的问道 寻保斋 林儿 只要你哥愿意割爱 我愿意500万买下 网友9744 多少 500万 卧槽 真的假的 网友221 不会吧 家里随便挂一幅字画 就值500万 网友6698 这他们是斗铃玩的吧 网友320 加1 别说网友们不信 就连夏琳自己都不信 疑惑地问道 这位网友 这是什么字画 能值500万 再说 就算是真的值钱字画 你在镜头里面 也看不出真伪啊 寻保斋 我知道 这幅字画的 课本我看了太多了 这幅应该是真的 你看看字画的后方 有个印记 你用灯打开 便能看清楚 夏琳半信半疑地 打开手机手电筒 按照寻保斋的提示 找到字画的后方 用手电筒一照 果然有有印记 真有印记也 夏琳惊呼出声 网友 这是谁的字画 网友3368 真的值500万 网友3321 卧槽 什么字画值500万 网友一阵疑惑 莫非是古董不成 网友987 寻保斋 这字画是古董吗 网友6982 应该是古董吧 不然为何这么值钱 网友3210 你们懂个筋 古董价值 就不止这么点了 网友33078 网络圣人 你妞 逼你来说 寻保斋 各位别吵了 这不是古董 这是欧洲的一位大家之作 这位大家 已经不出手了 网友9665 不出手了 意思是 还没死的 还没死的 就这么值钱了吗 网友66155 卧槽 我要是有这个本事 一天写个十负八负的 拿出来卖 网友887 杀笔 物以细为贵 懂不懂 大家别吵了 这有什么好吵的吗 寻保斋你说 这字画真的值五百万 夏琳在直播间问了一句 夏琳也很好奇 值五百万的字画 为何哥哥给他挂在厨房门口 还是哥哥也不知道 寻保斋 林儿 千真万确 如果你哥愿意割爱 我现在可以马上付定金 还是不要了吧 这是我哥的 我不能做主 夏琳摇了摇头拒绝道 寻保斋 那真是遗憾了 遗憾的表情 网友321 林儿 快看看 还有其他什么宝贝 网友9874 对 这幅画挂在厨房门口 肯定是最不值钱的 网友36568 妈呀 这是什么样的家庭 500万的字画挂在厨房门口 这要是哥我家 我床铺都让出来给他睡 网友11325 切床铺让出来算个啥 我能看着不吃饭 网友6597 笑 随着网友们的提议 夏琳开始移动镜头 准备去书房看看 书房里面 今天摆了很多东西的 别说网友们好奇了 夏琳也跟着好奇 寻保斋 林儿 镜头放慢一些 这是紫龙湖沙宴 还有那只毛笔 是远古孔雀羽毛制作而成的 这两个可是宝贝啊 网友577 网友3568 网友201 求科普 网友3201 卧槽 我刚刚度娘了一下 那个紫龙湖沙宴是传说的中的厌台 无价之宝啊 网友220 真的假的 震惊的表情 网友3201 真的 不信你现在度娘一下 网友3987 我就想知道这个能卖多少钱 网友36878 同问 相比紫龙湖沙宴台 是多么贵重的宝贝 大家更有兴趣的是 了解它能值多少钱 毕竟这样才有冲击感 远在外省的寻宝斋东家 已经震惊的无以言表 这可是传说中的宴台 怎么可能存在一个普通家庭 这东西 他只是在古书上面看过 根本就没有看见正品 以他多年的老道眼神来看 这东西 一看就不是宴品 随着网友的一直提问 寻宝斋平复了一下心情 给林儿刷了100个火箭 寻宝斋 林儿 这个宴台是无价之宝 硬要换算价格 魔独随便可以换一栋别墅 你可以全方位的 多拍几张照片给我吗 网友6623 寻宝斋 这次怎么不说买下了 寻宝斋 说笑了 我还没资格拥有 网友6623 好 一会我私信你 下林见寻宝斋又刷火箭 还这么成心 便同意道 寻宝斋送上火箭加200 寻宝斋 非常感谢 随着今天曝光的两个真品 直播间一直争论不休 下林也没了心思再直播了 便早早地下了直播 随后 把子龙湖沙焰拍了几张照片 发给了寻宝斋 下林迫不及待地跑到了楼上 想问问下风知不知道 他拿回来的东西都是宝贝 哥 你今天拿回来的东西很值钱 你知不知道 下林 跑到下风的房间后 忍不住问道 很值钱吗 不懂 下风摇了摇头 他对钱没什么概念 这些东西 是很久以前 有人送给他的 他也没有当一回事 随手放在了一旁 这次出事的时候 他把东西全部放入了空间戒指带了出来 下林听后 一副果然的表情 哥哥真的不知情 哥 那其他东西呢 下林继续问道 应该也不差吧 下风想了想说道 西西 那发财了 下林像的小柴米一般 双眼冒着绿光 都是你的了 你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下风笑着说道 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不值得一提 像的随意丢弃的垃圾一般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下林一听 蹦得老高 当然是真的 你随意处置 下风点头道 西西哥你最好了 下林听后 抱着下风的手臂撒娇道 魔都四少群 秦斗 王少 明天我开车先来接你 你别开车了吧 国民小王 二弟 你这称呼 怎么老是要我纠正呢 秦斗 大哥 我明天来接你 国民小王 看你这么有诚心的份上 那你明天来接我吧 别太晚了 秦斗 放心吧 一定赶早 于伟 两位大少 有什么好的活动 带上哥们一起呗 讲心 加我一个 我们四人好久没有拒绝了 国民小王 滚蛋 明天没你们什么事 秦斗 明天还真不行 别说是你了 我爸都不行 于伟 蒋星 他们两个觉得 最近自己落伍了 已经跟不上秦斗和国民小王的脚步了 也不知道 他们最近在搞什么鬼 神神秘秘的 特别是 为了那个什么铃儿的主播 就跟得了神经病一样 这让两位大少很受伤 这要是哥以前 两人毫不犹豫的 会喊上自己 于伟 两位大少 我真的非常好奇 你们到底被铃儿灌了什么迷魂汤 让我也关关呗 蒋星 一 秦斗 以后有机会的 到时候 你们只能坐舔狗三号和四号了 三号舔狗的位置 你们自己抢吧 于伟 开什么玩笑 我会坐舔狗 蒋星 我要是跟你们一样坐舔狗 我特么不是人 老子脱了裤子 绕着魔都跑三圈 国民小王 年轻人 别嘴硬 生活会教你做人的 秦斗 坐等你脱裤子 绕魔都跑三圈 林老的病情被治好后 瞬间在金圈掀起了轩然大波 毕竟林老的病情 很多大佬都知道 现在林老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这不得不让人惊讶 很多人找着刘医生打听 刘医生自己也不知情 只透露出 林老年轻了十几岁 至于其他的他也不知情 有心的人 就找到了老王 老王可不敢透露 只是说 偶然获得了一枚神药 他岳父就是吃了这颗神药才好的 果然药如其名 真是神药啊 什么神药 能让一个大陷将至的老人 能变得生龙活虎 能年轻十几岁 这简直骇人听闻 老王最近可是在上层圈子里 露了一把脸 有些没什么联系的大佬 纷纷打电话给他问好 还问他 最近需不需要资金上的周转 明里暗里就想知道 老王的这个神药 从何而来 他们虽然有钱 但是买不了生老病死 前几天 金圈的一个地产大佬 还得了癌症过世了 身价也有几百亿 有钱又能如何 还不是拯救不了自己的生命 谁敢保证自己不得病啊 如果有了老王的 这个神药 简直是多了一份生命的保障 老王这两天接电话都接烦了 都是圈子里的人 不接又不好 只能耐心的解释 这时老王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他都有些害怕 电话响起了 前两年自己困难的时候 私人电话就跟死机了一样 除了1088 没一个电话进来 现在倒是好了 电话要被打得死机了 老王看着企鹅马打来的电话 接了起来问道 马总 有何吩咐 老王 说这话见外了 我们谁跟谁 我岂敢吩咐你 企鹅马在电话那头笑了笑 别 有事说事 老王打断道 还真有点事 上次你跟我说的林儿主播 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 企鹅马有些讨好的意味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老王反问道 就这 这种大事 你不应该做吗 企鹅马 应该的 应该的 企鹅马听后有些尴尬 没事啊 没事就挂了 老王说道 等等 听说你岳父出院了 林老身体还好吧 企鹅马最终问出了 自己此行的目的 来了 来了 果然这企鹅马也是如此 借着幌子来问自己神药的事情 你也想知道神要从何而来吧 老王问道 嘿嘿 老王透露点呗 企鹅马被老王点破 丝毫不掩饰的笑了笑 这个我不能说 你这么聪明的人 你自己多想想 好了 我还很忙 老王说完 准备挂断电话 老王 先别挂电话 我最近手头有些散钱 准备拿给你用用 企鹅马见老王准备挂电话 他有些急 多少 老王来了兴趣 这货比其他人可是有成心多了 二十亿 企鹅马一咬牙说道 转来吧 老王说道 那神要的是 企鹅马见老王同意 心里有些兴奋 什么神要 我不知道 我儿子小王给我的 赶紧打钱 老王说完 这次直接挂断了电话 不给企鹅马说话的机会 企鹅马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陷入了沉思 老王既然愿意收钱 肯定会透露消息的 他必须要在老王的话中 找到突破口 神要是小王给老王的 那么突破口便在小王这里 企鹅马很快登陆了鲨鱼后台 找到了铃儿主播 顺便查询了铃儿的打赏记录 礼物基本都是 一个叫国民老公 和铃儿守护者打赏的 这国民老公是谁企鹅马自然知道 再次联想 铃儿因为直播的礼物被冻结 老王和秦国民 亲自打电话来质问 那么问题来了 这铃儿为何会如此得到重视 在联合前后发生的事情 企鹅马可以断定 所有的事情跟铃儿有关 那么 神要的来历 等于浮出水面了 企鹅马有些兴奋 老王还算讲一气 虽然没有直接告诉他 还是给了他线索 企鹅马这次没有舍不得 直接给老王赚了二十亿过去 叮 随后老王发来了一条微信 我就知道 你这小子脑子不简单 企鹅马看到这里 他嘴角上扬 不经意地笑了 他开始在鲨鱼平台 注册了一个账号 冲了一亿进去 想等到铃儿直播的时候 去打赏一下 国民小王 估计就是这波操作 换来的好感吧 汉城 鲨鱼平台总部 陈总 好像有人到了 马总的身份信息 陈大杰的办公室 突然被推开 有人冒冒失失 闯进来说道 什么意思 陈大杰听到马总两字 心里有些慌 昨天还挨骂了 刚刚后台技术 检测到 有人用马总的身份信息 注册了一个账号 还充值了一亿软媚币 我怀疑马总的身份被盗用了 那人连忙说道 真的 嗯 真的 好 你先出去吧 我亲自问问马总 陈大杰朝来人摆了摆手 示意他先出去 其实陈大杰也怀疑 是马总的身份信息 被盗用了 马总是何人 他还会有心思来看直播 还会充值一亿软媚币 用来打赏 向来都是他忽悠别人充值 他自己一毛不拔 从不充值 陈大杰很有自信地 拨通了企鹅马的电话 什么事 企鹅马接通电话后问道 马总 你的身份信息被盗用了 还在平台注册了一个账号 充值了一亿软媚币 我想提醒下 马总你看看银行信息 免得有更大的损失 陈大杰把自己刚刚得知的消息 向企鹅马说道 企鹅马一听 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他妈是不是脑子有病 我注册一个账号怎么了 我就不能看直播了 是我自己注册充值的 你有问题吗 企鹅马语气有些质疑的成分 马总自己注册的 还充值了一亿软媚币 陈大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铁公鸡还能拔毛 他把电话拿开看了一眼 是马总 电话没打错啊 马总 你自己充值的 陈大杰听后 声音都变大了一些 你怎么处理的 企鹅马想起了 自己只是吩咐陈大杰 把铃儿的事情处理好 还没问他怎么处理的 我把上次打赏的金额 全部返还给了铃儿 一分钱没收 企鹅马听到这里 心里稍微舒服了一点 总算办了一回人事了 随后 陈大杰继续说道 我还给铃儿提升了等级 以后他的礼物打赏 跟公司九分之一分 铃儿拿九成 原本心里舒服一些的企鹅马 听后突然大怒 骂道 你特么的 连老子的钱都想赚 谁让你收一成的 以后 铃儿的所有礼物打赏 全部归他所有 陈大杰拿着电话猛了 我又做错了什么 怎么还是挨骂了 陈大杰被企鹅马 又莫名其妙地骂了一顿 他自讨没趣 说了两句 便挂断了电话 陈总 怎么样 之前出去的技术员 走了进来问道 没事了 你出去吧 这是马总自己 陈大杰相当郁闷 技术员又没犯错 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自己总不能将火 发在他身上吧 中午夏琳请国民小王和秦斗两人吃了饭就回来了 下午又开始了他的直播 小伙伴们 你们的小可爱上线了 夏琳打开了直播 在直播间 跟大家打了这个招呼 网友984 铃儿 今天还要寻宝吗 网友3320 昨天看了铃儿的直播后 我也在家里 开启了寻宝模式 最后发现一张 我爸小时候画的小鸡啄米图 不知道能值多少 网友369 哈哈 我出一毛 不能再多了 网友3302 一毛已经很多了 你要多少 我给你画多少 网友9874 自古弹幕出人才 网友3201 老铁66666 小马送上火箭加1000 小马送上火箭加1000 小马送上火箭 夏琳刚刚打开直播间 没有两分钟 一个叫小马的人 火箭刷刷的送了上来 网友987 哎呀 铃儿 你又俘获了一位大佬的心 网友632 校长又来了竞争对手 感谢小马送来的火箭 非常感谢 夏琳看着直播刷刷不停的火箭 他开心的感谢道 这时陈大杰处于好奇 也进入了直播间 想看看 这铃儿到底是和方神圣 能得到马总的青睐 刚刚一进直播间 便看见企鹅马火箭刷刷的上 小马送上火箭加1000 傅言 铃儿 初次见面 小小火箭不成敬意 网友3668 这个小马怎么说话方式跟个大叔似的 网友69987 我也觉得 网友9987 不要觉得 肯定是大叔 你看他的头像 就一个企鹅的图片 不是大叔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网友33210 大叔也来看直播吗 网友698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人家大叔有钱 这才好呢 小马 铃儿你真漂亮 小马 像个小天使一样 小马 你跟我女儿一样大 你们要是认识 肯定能成为最好的闺蜜 网友3668 看吧 我就说这是大叔了 网友9856 道友好眼光 陈大杰 陈大杰看着直播间的企鹅马 跟个舔狗似的 一直在向铃儿问好 还一个劲的夸 简直摧毁了他的三观 这还是那个文质彬彬 做事冷静 一丝不苟的马总 这他娘的 简直就是死舔狗一个 若不是今天打了电话给马总 他完全怀疑 这是被盗用了身份信息 而远在鱼城的企鹅马 压根不知道 陈大杰也跟着进来观看直播了 不然也不会舔得这么明显 谢谢你的夸奖 这位小马叔叔 不用刷了 够了 林儿非常感谢你 有机会跟你女儿交个朋友 夏琳看着 还在一只刷火箭的小马劝导 直播是夏琳的爱好 他虽然喜欢钱 但是这样一直给他刷火箭 他有些不好意思去接受 寻宝斋 林儿 谢谢你昨天的照片 今天还寻宝吗 我已经做好了 给你鉴定的准备 寻宝斋送上火箭加一百 寻宝斋 你昨天不是说 要买那幅字画吗 我昨天问了我哥 你想要我就卖给你 夏琳朝直播间说道 寻宝斋 好好好 感谢铃儿 寻宝斋送上火箭加五百 小马 什么字画 多少钱 网友6658 小马哥 一副值得收藏的字画 寻宝斋出价五百万 网友698 对 小马哥有兴趣吗 小马 我出一千万 铃儿卖给我 企鹅马看到这里 突然从沙发跳了起来 如果自己买下字画 那么就有机会见铃儿了 到时候 不是大家熟悉了吗 这是白送的借口啊 企鹅马怎么能不兴奋 寻宝斋 这位小马网友 仙道者得 你这样做 有些过分了吧 小马 什么仙道者得 我只听说过价高者得 网友6699 大佬 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36987 小马叔说 你们家还缺上门女婿吗 网友3665 小马叔说 你们家需要宠物吗 把我拴上当 宠物也行 我很好养的 网友330 奇葩 网友99874 有钱能使人变性 小马叔说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 昨天寻宝斋已经跟我说了 不是价格的问题 你出1000万 让我受之有愧 夏琳拒绝了企鹅马的竞价 夏琳这一说 获得了一致好评 难怪家里这么富裕 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一个人的品德问题 放着到手的1000万不要 而是选择了500万 这恐怕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吧 别说网友了 就连企鹅马对脸刮目相看 难怪能拿出神药来 人家根本不缺钱好吗 亏了陈大姐那杀笔 还冻结人家的收益 真是脑子有病 寻宝斋 感谢灵儿 非常感谢 灵儿你是见过最正直的主播 寻宝斋送上火 见家500 原本寻宝斋以为 这次要跟那幅字画失之交臂了 没想到柳暗花名又一村 只能说灵儿的人品太好了 这样的人实在没话说 小马 灵儿 你家里还有什么字画没有 我已经出价了 你总得让买点东西吧 啊 有室友 但是我不知道价格 我找一幅出来寻宝斋 你帮我看看 夏琳还没有见过 有如此要求的人 寻宝斋 去吧 保证不走眼 夏琳说完 拿着镜头走向厨房内部 厨房的门后 还挂着一幅字 寻宝斋 你就帮我看看这幅字吧 夏琳说完 把镜头对准了墙壁上的字 寻宝斋 不得了 不得了 这是柳世如的字体 这是真迹啊 这属于古董啊 上次拍卖会上 柳世如的一幅相同的字 拍卖了两千万 网友 啥玩意 网友三万六千六百八十七 灵儿 你家里还缺保姆吗 网友九万六千八百七十四 刚刚说做宠物的那位人兄 你的机会又来了 网友六千九百八十七 灵儿 你家里到底是干什么的 夏琳一脸惊讶 这幅挂在厨房角落的字画值两千万 你怕不是在逗我玩 寻宝斋 真的假的 夏琳咽了咽口水 充满震惊的问道 寻宝斋 灵儿 绝对是真的 小马 灵儿 我出三千万 我加你微信 小马 我太喜欢这幅字了 小马 这幅字 简直就是 我梦寐以求的 三千万你 一定不要减价 不然对不起我的热情 网友 陈大杰 陈大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 瞪大着眼睛 看着在直播间做舔狗的马总 他简直不可置信 马总变了 真的变了 变得动不动就骂人了 还学会了做舔狗 陈总 一会你有个会议要参加 陈大杰的秘书走进来 轻声说道 取消 今天没空 陈大杰摆手拒绝道 他在看直播 哪里有心思去开会 秘书诧异的 看了一眼陈大杰 悄悄地退了出去 夏琳被小马的话给逗笑了 真是什么样的网友都有 这小马一看就是爆发户 不把钱当钱 自己愿意卖两千万的字 他愣是抢着出三千万 还不准你减价 对于这样的奇葩要求 夏琳第一次见 这位叫小马的网友 你真的愿意出三千万买下 夏琳在直播间喊了一句道 小马 千真万确 比珍珠还真 小马 林儿 我私信你了 你加我微信 我好给你付款 夏琳这才点开私信 跟小马聊了起来 并把自己的微信发了过去 小马很快就添加了夏琳 两人聊了两句 小马便催促夏琳 赶紧把银行卡发给他 夏琳刚刚把银行卡发过去 立马就收到了三千万的转账 夏琳愣了一会 发了一条微信过去 小马说 你怎么直接把三千万转过来了 你还没有看到字呢 哪里有人私下单独买东西 直接付全款的 并且是三千万的巨款 起额马看后回复道 林儿 小马叔相信你 明天我飞魔都 过去找你拿 夏琳 要不我给你快递过去吧 小马 那怎么行 这么贵重的东西 快递不放心 我亲自去拿 夏琳想了想也是 这可是三千万的东西 快递不放心 夏琳 好的 小马叔 明天见 放下手机后 夏琳又直播了一会就下播了 原本大家提议 要看看夏丰的 最后被夏琳给拒绝了 魔都 一高档别墅呢 哥 你说说嘛 秦文拉着秦斗的手臂 一直摇晃不停 上次在假日王朝酒店外 碰见夏丰后 他就对夏丰充满了好奇 特别是秦国明对他的告诫 让他更加有兴趣了 我的姑奶奶啊 我不是你哥 你是我姑奶奶行了吧 真不能说 秦斗一脸苦逼 今天被秦文整整缠了一天 他还要求自己带他去见夏丰 我特么有这能力 有这能力 还说个屁啊 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看你就是不想 说了还会死不成 秦文不依不饶 今天反正跟秦斗耗上了 你不说也行 反正天天跟着你 看你怎么办 秦斗 秦斗听后 简直无语了 躺在沙发上 用枕头蒙住脸 不想再看到秦文 这个烦人的丫头 定 秦斗的手机响了起来 秦斗伸手 从裤兜里摸出手机 是一个叫林儿后援队的群消息 国民小王 特地建了一个微信群 把林儿和秦斗拉了进去 方便以后大家聊天 林儿 两位大少 明天帮我在假日王朝 订个包厢呗 我请人吃饭 秦斗看完消息后 瞬间坐直了身子 回复了一句 秦斗 林儿 此事交给我 多少人 林儿 我也不知道 订个中包肯定够用了 你们有没有时间 一起吗 国民小王 随时候命 秦斗 有的是时间 林儿 那好 明天见 国民小王 明天我去接你 秦斗还在编辑 我去接你的消息 没来得及发出去 就被国民小王抢先了 这狗日的小王 真的够简 秦斗扔下手机骂了一句 哥 咋了 秦斗听后好奇地问道 没事 没事 秦斗连忙摆手 秦斗听后不再作声 用皎洁的眼神 瞄了秦斗一眼 嘴角轻轻一笑 第二天一早 国民小王去接夏琳了 夏琳带上了小马买的字画 让国民小王 先去机场 接一个网友 国民小王听后 心中有点羡慕 啥网友啊 还让夏琳亲自去机场接人 当国民小王和夏琳 看到小马本尊的时候 瞪大了眼睛 小马 企鹅马 有没有搞错 马叔 怎么会是你 国民小王震撼地问道 小王啊 你也在啊 随后 企鹅马笑黑黑地 跟夏琳打招呼道 林儿 没想到你来接我 那我跟你们走吧 马总 我没想到是你 夏琳还处于震惊中 企鹅马 可是真正的大佬啊 为了一副字 亲自来了魔多 别马总马总的 叫得太监外了 你就跟小王一样 叫我马叔吧 企鹅马笑着说道 而一旁的国民小王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看着企鹅马的神情 这特娘的 跟自己以前没差别啊 马叔叔您好 夏琳有一些受宠若惊 唉 好好好 林儿你比镜头里面的 更漂亮 以后谁要是娶了你 那真是祖上积德了 企鹅马看着夏琳赞赏道 马叔叔 你过奖了 夏琳听后 脸色有些微红 有点不好意思 夏琳很少化妆 而且直播的时候 也不开美颜 她是铁打的颜值 所以 粉丝们都很喜欢她 能看见真正的美女 谁不喜欢呢 最近太多的女主播 都是靠化妆和美颜来忽悠人 别看镜头里面 一副窈窕淑女的样子 现实中 只不定34岁了 更有乔碧连事件 这让很多广大的网友 对他们死心了 原本以为自己 天天打赏的女神 每天亲爱的亲爱的 喊个不停 工资发5000 打赏4500 就为了乔帮主喊句 老铁666 在得知女神变大妈后 很多人都想直接死去 自己梦中的女神 秒变大妈 这个谁也受不了啊 一个直播间 都有着两大邪数了 化妆和美颜 太难了 真假难辨啊 几人上车后 直接朝酒店方向而去 而秦斗早就 到了假日王朝酒店门口 他在酒店外面 等着夏林过来 突然有人在背后 拍了自己一下 秦斗转身过去 便看见了秦文 你怎么来了 秦斗一脸无语 嘿嘿哥 昨天我就知道 你不对劲 是不是约了那个人 秦文一脸得逞的样子笑道 别捣乱 赶紧回去 不是他 他没来 秦斗呵斥道 我不 你不说我就要跟着你 秦文摇了摇头 态度很是坚定 我 秦斗刚想撵秦文走 国民小王的车子开了过来 秦斗跑过去 连忙拉开了车门 首先下来的是企鹅马 马叔 你怎么来了 秦斗惊讶地问道 小秦啊 我就不能来吗 企鹅马反问道 这时秦斗才反应过来 原来林儿说的 请人吃饭 主角是马总 随后 林儿也跟着下车 几人打了一个招呼 一旁的秦文看傻眼了 林儿他见过的 上次跟那男子一起 还是他的妹妹 这男子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连马总 这样的大人物 也特地跑过来 跟他妹妹一起吃饭 秦文走了过去 朝企鹅马喊道 马叔叔你好 企鹅马看了一眼秦文 刚想问他是谁 秦斗拉着秦文 向企鹅马介绍道 马叔叔 这是我二叔的女儿秦文 原来 你是秦副市长的女儿 长这么大了 你好 企鹅马笑道 林儿你真漂亮 难怪我哥天天念叨你 秦文很是自来熟地 跟夏琳打起了招呼 哼 你不介绍 秦姐姐你也很漂亮 秦姐姐一起去吃个饭吧 夏琳笑着邀请道 好呀 秦文立马点头同意 有了秦文的在场 夏琳仿佛找到了说话的人 两人开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仿佛多年的老友相见 秦斗在一旁看着吃味了 自己辛苦这么多天 还不及秦文一会的功夫 几人来到包厢后 才知道 企鹅马买了夏琳的一幅字 秦斗和国民小王 心里更明镜似的 买字是假 想见林儿是真的吧 两人看破不说破 大家目的一样 都是想跟林儿搞好关系 可能单纯的夏琳不知道而已 好在大家都没有坏心思 你们先吃着 我去趟卫生间 席间 夏琳不好意思说道 每个包厢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但是大家都在用餐 基本不会在包厢里的卫生间完事 这样是不礼貌的行为 夏琳也明白这个道理 这才起身去了外面的公厕 夏琳 夏琳刚刚从厕所出来 便碰见了一个熟人 准确地说是个仇人 说话的女子是夏琳同校学姐王丽 以前夏琳在学校的时候 王丽的男朋友 见到夏琳后就沦陷了 变着法的 让王丽约夏琳出来吃饭 一来二去的 王丽男朋友 移情别恋 直接跟王丽说分手 他要追求夏琳 夏琳自然不会理这种渣男 再说 他没想过谈恋爱 而王丽把被分手的这个仇恨 转嫁到夏琳身上 当初这是 在学校闹得风云风雨 还说夏琳勾引王丽的男朋友 直到王丽毕业这时 才被大家遗忘 夏琳看了一眼 王丽没有说话 夏琳 没想到你还在魔都 你在这里做服务员吗 王丽面带讥笑地问道 我过来吃饭 没事我就走了 夏琳不想跟王丽多说 别啊 大家都是校友 几年没见了 不一起聚聚吗 王丽喊住了正要离开的夏琳说道 我跟你没什么好聚的 夏琳说道 哟 曾经的乖乖女也有脾气了 还是傍上大款了 王丽一副冷嘲热讽的面孔 王丽 请你说话放尊重点 我们不熟 别以为我是你 夏琳说完 不给王丽反驳的机会 扭头便走 王丽看着离去的 夏琳气得牙痒痒 什么叫你不是我 老娘怎么了 老娘能傍上大款 那也是自己的本事 王丽其实也算有几分姿色 只是相对夏琳来说 还是差了一筹 现在出来社会 大家都会打扮了 王丽看上去有些妖艳 王丽一直看着夏琳进了包厢 才收回目光 转身向自己的包厢走去 心里却是对夏琳一阵暗骂 王大美女 上个厕所要这么久的吗 大伙都在等你喝酒呢 王丽刚刚一进包厢 一个由头粉面的年轻男子 朝王丽喊道 王丽看着那由头粉面的男子 心生一计 跌生跌气地说道 郑少 刚刚在外面碰见了一个校友 被他给欺负了 所以晚了一会 谁敢欺负我的王大美女 那位郑少听后 为王丽打抱不平 王丽是他最新的目标 两人认识不到两天 还没吃上肉 郑少很想显摆显摆自己的实力 哎呀 郑少 这都是小事 别扫了大家的心 来喝酒 王丽故作矜持道 你王大美女的小事 在我郑冰这里就是大事 快快说说看 郑冰忙着献殷勤 对 王丽 跟郑少说说 在这魔都 谁不给我们郑少几分薄面 大家能一桌吃饭 那都是朋友 岂能让你这个大美女受了委屈 包厢里的人 你一句我一句 说的郑冰有些飘 更加有了帮王丽出气的心思 王丽见大家都这么热情 面露委屈地说道 我一个校友 他叫夏琳 之前在学校 总是说我坏话 刚刚去卫生间又碰见了 还骂我是贱人 我有些气不过 跟他理论了两句 他就说 要让我好看 卧槽 太特么嚣张了吧 我看他才是贱人吧 肯定是极度 你长得漂亮 郑少 还喝什么酒 去帮王大美女找回厂子 包厢里的人听后 一个个的义愤填膺 是要帮王丽找回厂子 郑冰见自己的机会来了 如果今天帮王丽找回厂子 那晚上 岂不是可以包得美人睡了 王丽 你这校友 竟然如此嚣张 肯定有些后台吧 郑冰拐弯抹角的 向王丽问道 郑冰也不是傻子 泡妞归泡妞 若是对方是个硬茬子 那自己不是找死吗 要是没什么后台 那就活该自己装毙了 只要不惹到魔都四少头上 他郑冰 再魔都没怕过谁 而且 郑冰家里 是跟着鱼尾家做生意的 他还跟鱼尾吃过饭 大家也算认识 王丽当然知道郑冰的意思 笑道 他好像是一个锅儿 家里的具体情况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 没有任何后台 郑冰得到王丽的肯定后 笑道 兄弟们 走吧 走 一会回来再喝 干他呀的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个贱人在跟谁吃饭 众人七嘴八舌的 离开了包厢 朝外面走去 郑冰一马当先 王丽在一旁带路 嚣张的朝夏琳包厢处走去 郑少 就是这个包厢 来到包厢门外 王丽指着房门说道 嗯 郑冰很是装逼的沉吟了一声 然后用力推开了包厢的门 喊道 谁他妈的叫夏琳 给老子站出来 郑冰大力的推开门 很是嚣张的走了进来 那样子 颇有为我侍从的气势 此时 包厢内五双眼睛 纷纷望向他 特别是国民小王和秦斗废 都要气炸了 原本大家其乐融融的在用餐 突然有个沙笔 冒冒失失的闯进来 还大喊一声 谁他妈的是夏琳 给老子站出来 你特娘的 出门没吃药 脑袋被驴踢了 郑冰看清楚 里面坐着的几人后 瞳孔瞬间收缩 一股尿意涌上心头 马总 国民小王 秦大少 还有秦家的小辣椒秦文 郑冰简直不敢相信的 自己多眼睛 这他们的是马蜂窝啊 郑冰简直要哭了 而紧随其后的王力 这时从外面走了进来 都没来得及看清楚人 指着夏琳大声说道 夏琳 郑少叫你 还不赶紧滚过来 啪 一声悦耳的巴掌响起 王力重重的挨了郑冰一巴掌 卧槽你马的 你是什么东西 郑冰不由分说 对着王力就是挤巴掌下去 此时什么的君子之风 不打女人的事 已经被他统统的抛之脑后了 王力被突然发疯的郑冰给打猛了 抬头便看见了企鹅马和国民小王 秦斗和秦文他不认识 还没有那个资格 但是企鹅马这么出名的企业家 谁人不知 国民小王可是网络红人 王力自然也认识 王力吓傻了 难怪了 郑冰转身就给了自己挤巴掌 少他们演戏了 郑冰 你想死了是吧 秦斗沉声说道 马总 王少 秦少 秦姐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这个贱人怂恿的 我错了 当秦斗用灵力的眼光看向他的时候 郑冰下傻了 连忙将责任推到了王力身上 此时的王力哪里还能听进句话 他已经忘记了脸颊的疼痛 看着眼前的场景 两眼尽是惊恐之色 身子不受控制的瑟瑟发抖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夏琳有这样的背景 跟他一同吃饭的 哪个不是牛上天的人物 他只是一条可怜虫 一条人家都不想看一眼的可怜虫罢了 自作孽不可活 如果王力不是极度夏琳长得比自己漂亮 根本不会发生这么多连锁的效应 或许自己还能跟夏琳成为好朋友 好闺蜜 那么 今天坐在这里吃饭的人 就有自己一份了 真是悔不当初啊 对不起就完事了 林儿是你这种人能直呼其名的 跪下给林儿道歉 国民小王可不是好惹的主 别看他每天跟在林儿后头 像个跟班似的 国民小王狠起来 连自己都怕 他就不怕得罪人 只要自己认定的是石头牛都拉不回 看谁不爽 他就敢对 郑冰在魔都也算有点实力 但是在国民小王和秦斗面前不够看 若是换成其他人 两人或许能给两分薄面 但是现在夏琳受到了辱骂 这可比骂自己还要可怕 王力 你走吧 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夏琳还是心心太软 不想做得太过分 毕竟大家同笑一场 王力听后连连点头 朝着夏琳鞠了一躬夺门跑 王少 秦少 算了吧 别让这些人打扰了大家吃饭 随后夏琳看向秦斗和国民小王说道 夏琳终究是女孩子 心地善良 不想多生是非 郑冰 今日放你一马 若是以后再犯 绝不轻饶 国民小王见夏琳不想追究 看着郑冰警告道 谢谢林 谢谢秦少 王少 马总你们用餐 打扰了 郑冰听后 瞬间松了一口气 点头哈腰地退出了包厢 临走时 还轻轻地把包厢门给带上 郑冰站在包厢外面 汗水湿了衣精 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跟他一同进来的几人 也好不到哪里去 王立这个贱人 老子饶不了他 郑冰出来后 恶狠狠地说道 他身边的人不敢接话 面面相去 很是后悔 整个过程 起额马都没有说话 对他来说 这都是 小孩子玩的把戏 还轮不到他这样的大佬出面 马叔叔 真是抱歉 因为我的事情 打扰了大家吃饭 夏琳见郑冰出去后 连声抱歉 林儿 说这话就见外了 既然你叫我一声马叔叔 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 启恶马摆了摆手安慰道 启恶马倒是会来世 一两句话 拉近了自己跟夏琳的关系 来 马叔 我敬你一杯 国民小王开始找话题 烘托热闹的气氛 众人很快把刚刚不愉快的事情 给忘记了 继续吃吃喝喝 一顿饭下来 几人的关系 又拉近了不少 特别是秦文跟夏琳聊的热火朝天 临走的时候 夏琳还邀请秦文 没事去他家里玩 秦文欣喜地答应 一旁的国民小王和秦斗 满脸羡慕 不知道现在去泰国 还来不来得及 启恶马来得快走得也快 来魔都跟灵儿见面的机会已经达成 往后的事情需要慢慢来 他吃完饭就回于城了 毕竟两人年纪相差过大 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 启恶马在寻思 如何把女儿安排来魔都跟灵儿认识 国民小王把夏琳送回别墅后 就过来找秦斗和秦文了 他们两人都没想到 秦文这么快就跟夏琳打好了关系 有些东西真是羡慕不来啊 哥 今天我表现得怎么样 秦文很是得意的看着秦斗问道 嘿嘿很好 以后跟灵儿关系处好了 可别忘记了大哥呀 秦斗嘿嘿笑道 还有我 还有我 国民小王及时补充道 那我以后 是不是可以经常看到夏丰了 秦文满脸得意的问道 你跟灵儿关系处好了 去他家做客 自然能看到夏少了 不过夏少可不是灵儿 你别乱来 秦斗有些担忧的劝慰道 夏丰才是正主啊 千你又不相信我了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多鬼心思 我就是单纯的对夏丰好奇 秦文拆穿了两人心中的想法 你们接触灵儿 还不是为了抱住夏丰的大腿吗 哼 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面子都不要了 国民小王和秦斗听后 尴尬的笑了笑 被当着面拆穿 确实脸上有些无光 但是这又如何 自己不拖不抢 不耍阴谋诡计 就想抱抱大腿 怎么不行了 企鹅马回到渝城后 没有去公司 直接回去了 他在渝城湾的别墅 他需要回去 好好跟女儿商量一下 把女儿介绍给夏丰认识 马总 今天这么早回来了 家中的保姆 向企鹅马问好 小秦呢 企鹅马看向保姆问道 小姐在楼上书房 企鹅马点了点头 直接上楼了 手里 还拿着他三千万买回来的字 小秦 企鹅马走进书房 喊了一声 爸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马与秦见自己老爸回来 有些开心 父女俩的感情很好 企鹅马也对家人保护得很好 外界根本不知道 他的女儿是谁 虽然外界经常有些传言说 他女儿是谁谁谁 企鹅马也懒得去辟谣 只要自己女儿不被影响就行 刚刚从魔都回来 爸爸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孩子 想介绍给你认识 企鹅马说道 马与秦听后一愣 有些生气道 爸 你都多大的人了 你这样做 对得起妈妈吗 马与秦还以为企鹅马找了小的呢 所以有些生气 小秦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爸爸怎么可能做对不起 你妈妈的事情 这个女孩身份不一般 爸爸的意思 要你跟他好好地出个朋友 你懂我意思吗 企鹅马见女儿误会了 连忙解释 马与秦听后 心里这才好受了一些 心里顿时充满了疑惑 能被爸爸说成 身份不一般的人 那绝对是不一般了 马与秦难得见自己老爸 如此正经地跟自己说话 他点了点头说道 爸 我该怎么做 你也不要刻意地去接近他 或者讨好他 正常地用心去交朋友就行了 这个女孩心地善良 确实值得一交 企鹅马对夏琳的评价 还是挺高的 先是自己出一千万买他的字画 他拒绝了自己一千万的价格 反而五百万卖给了先出价的人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再加上今日吃饭发生的事情 他看人眼神一向很准 夏琳是个很好的女孩 所以 这才更加坚定了 让女儿去跟夏琳交朋友的想法 好呀 他多大了 马与秦问道 比你小 在魔都 你明日过去吧 到时候 我会跟国民小王通个气 顺便跟他说一下 企鹅马见女儿答应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么急吗 这回倒是马与秦惊讶了 就算交朋友 也用不着这么急吧 听罢得没错 企鹅马沉吟了一声 叮铃铃 这时 企鹅马的手机响了起来 企鹅马看着来电 走了走眉头 来电显示地区是欧洲的电话 喂你好 企鹅马还是接通了电话 Hello 马总 我是英伦彼得 电话那头的老外 说得一口流利的华夏语 英伦彼得是谁他自然知道 他是欧洲的皇室成员 而且 他们家族的资金 比自己还要雄厚 只是两人没有联系 英伦彼得亲自打电话 给自己做什么 彼得先生你好 不知道你找我有何事 如果是合作上的事情 请你联系我们公司公关部 企鹅马礼貌地问了一句好 随后告诉英伦彼得 生意上的事情 就没必要谈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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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总 我只是找你 英伦彼得连忙解释道 不知道彼得先生 找我有什么事情 企鹅马继续问道 马总 你是不是刚刚买下一符字 那符字 出自贵国的柳氏儒之手 英伦彼得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企鹅马听后 有些不悦 自己刚刚买幅画 怎么就被外国佬知道了 他们消息这么灵通 还是出于商业竞争 在监视自己 我非常好奇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企鹅马有些生气地问道 奥马嘎的 马总你太落后了吧 现在整个网络上 到处都是这幅字的图片 说在直播间 被一个叫小马的人 高价买走了 英伦彼得大呼了一声 震惊地喊道 企鹅马顿时脸色一红 他还真的不知道 今天大多数时间在飞机上 都没来得及关注 随后 他拿着马雨晴的手机 搜索了一番 确实如英伦彼得所说 网络上面 有很多这幅字的截图 估计是直播间的网友们截的图 因为自己傻傻地指台价 不讲价的原因 这才火爆了网络 还有些恶搞的人 配上了文字 社会我马哥 砍价称第二 无人称第一 曾经我以为我是个爆发妇 只从见到社会我马哥后 我深深地受到了打击 不限鸳鸯不限险 只献房子画个圈 拆字写在园中间 曾经我非常羡慕 房子画圈的人 现在不一样了 我只羡慕马哥买字画 企鹅马看到这里有些无语 彼得先生 我昨天确实买了一幅字 这个跟你没关系吧 企鹅马承认道 马总 实不相瞒 这幅字 是我们家族送出去的 我们想从你这里买回来 再物归原主 英伦彼得请求道 柳世如的这幅字 是在八国抢掠华夏的时候 流落到了国外 后来又到了彼得家族手中 他们家族把这幅字献给了夏丰 夏丰早年远走他国的时候 跟彼得家族有些渊源 企鹅马迟疑了 这幅字 难道另有隐情 为什么 企鹅马好奇地问道 因为你们华夏的一位高人说过 这幅字他很喜欢 我们能做的 就是让这幅字继续物归原主 英伦彼得没有隐瞒 如实说道 价格好商量 如果马总愿意割爱 我出一一买下 你手中的这幅字 英伦彼得见企鹅马不说话 还以为他对价格有疑问 便直接爆出了价格 意思就是说 企鹅马买的这幅字 还没五热 就可以白赚七千万 但是 我马总是缺这七千万人的人 他需要的是 搞懂为什么 彼得先生 你这让我很为难 这幅字根本不值这个价格 企鹅马说道 是的 他的市场价最多两千万 我买下它 是因为情怀 还请马总割爱 这份情谊 我们彼得家族会记下 这幅字 可是彼得家族送给夏丰的 这份情怀无法估量 所以 英伦彼得才会亲自打电话 给企鹅马 这次英伦彼得 恐怕要失望了 英伦彼得 越是说得如此重要 企鹅马越重视这幅字 这幅字 是他从林儿手中买来的 而林儿背后的人 就是他哥夏丰 夏丰可能就是 英伦彼得所说的高人吧 自己挖苦心思 跟林儿接触 不就是为了林儿 他哥夏丰吗 企鹅马笑了 笑得很开心 自己误打误撞 还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 至于英伦彼得说的割爱 那怎么可能割爱 自己什么都不缺 你们彼得家族给得起的 他自己也有 至于英伦彼得说的这份情谊 他们记下了 企鹅马差点笑出声 我华夏马总 还需要你们的情谊 彼得先生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这幅字对我来说 也很珍贵 无论你说什么条件 我都不会考虑 若是没事的话就挂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企鹅马随意地找了个借口 挂断了电话 电话那头的英伦彼得 还没来得及说话 企鹅马已经把电话 给挂断了 就你们还想要这幅字 做梦呢 企鹅马挂断电话后 自嘲地说了一句 马雨晴在一旁看得一脸猛逼 原来网络上的小马哥 就是自己老爸 他也听出来了事情缘由 这福字真的那么重要 小秦 你今天晚上就去摩都 企鹅马现在更加的确定 让女儿早点去摩都 好 马雨晴这次二话 没说点了点头 行 你订机票吧 我现在跟小王通个电话 让他带你去认识夏琳 企鹅马说完 开始给国民小王打电话 欧洲 英伦彼得一脸郁闷地 拿着手中的电话 这企鹅马太不给面子了 都不给自己说话的机会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不是说好的绅士呢 你华夏马总 好歹也是国际上有脸面的人 怎么现在这么不懂地尊重别人 企鹅马不愿意割爱 英伦彼得也没办法 总不能威胁企鹅马吧 企鹅马是何人 岂是他们能威胁到的 再说那个东方之国 处处充满了神秘 那位东方神仙也是华夏国的 他们彼得家族 可不敢去放肆 不行 我要把东方神仙的消息 告诉爷爷 英伦彼得拿手机就跑了出去 英伦彼得 来到一处古老的城堡中 经过层层的关卡 才到达了古堡内部 三少爷 你来了 古堡中的老管家 看见英伦彼得打了个招呼 比利爷爷你好 我要见爷爷 英伦彼得对这个老管家 还是挺客气的 虽然他只是彼得家族的仆人 但是他的地位却很高 彼得家族除了老爷子 就属他的地位最高了 他跟了老爷子几十年 两人虽是主仆关系 但说起来更像兄弟 三少爷 族长他睡下了 改日再来吧 我会禀告族长说你来过 比利管家 拒绝了英伦彼得的探望 比利爷爷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爷爷汇报 耽误不得呀 英伦彼得急到 不行 任何事情 没有族长的睡眠重要 比利管家摇了摇头 无情地拒绝了 有关东方神仙的事情 也不行吗 英伦彼得问道 老管家听后一愣 激动道 你再说一次 就是他 英伦彼得确定道 好 你等会 我马上进去通知组长 老管家听后 有些激动 快步地走了进去 没一会 老管家便出来了 朝英伦彼得说道 组长让你进去 英伦彼得来到城堡深处 里面装饰并不豪华 但是历史悠久 墙面透露出久远的气息 组长 三少爷来了 管家走到最深处的一间 房外沉声说道 进来吧 房间内传出一声低沉 声音中透露着一股 让人无法抗拒的威严 英伦拜见爷爷 英伦彼得进去后 看着床榻上的老者 行了一个特殊的礼仪 小三 你说 你有东方神仙的消息 那老者双目如炬 一双眼 仿佛要将英伦彼得看透 这老者 便是彼得家族的组长 杜拉比德 嗯 今天我看见了几年前 爷爷送给东方神仙的那幅字 英伦彼得 把自己知道的全盘拖出 连自己跟企鹅马的通话内容 都不敢隐瞒 杜拉比德认真听着英伦彼得的描述 他并没有说话 他知道那幅字 在东方神仙手中 东方神仙自己不拿出来 没人能够从他手中拿走 最让他惊讶的是 东方神仙竟然把这幅字给卖了 难道是缺钱了 不可能啊 你是不是没有说明白 东方神仙 为何要把这幅字给卖了 那老者眉头一皱问道 爷爷 不是东方神仙卖的 是一个女孩子卖的 她是华夏的一位主播 我调查了一下 她应该是东方神仙的妹妹 英伦彼得老师说道 杜拉比德听后笑了 一副怀念的表情 他们家族也是修炼者 是西方的修炼者 前几年 自己因为修炼突破失败 在生死存亡之际 夏丰的出现 救了他一命 并且 夏丰还助他突破 老者当场跪在地上 要拜夏丰为师 夏丰当时说了一句 拜师你还不够资格 我只是顺手而为 不管夏丰怎么说 老者都心生感激 苦苦邀请夏丰来家中做客 夏丰到古堡中 无意看到了柳世如的字 这是华夏的古董 夏丰不想他流落在国外 便跟彼得家要了那幅字 在他们的眼里 或许是夏丰喜欢那幅字 又或许是不想成他们的人情 刻意选了一幅字拿走 从此以后 夏丰在杜拉比德的心中 就像东方神仙 随手一指 能救自己的命 也能助自己突破 但是从那以后 夏丰消失得了无音讯 老者对此事很是遗憾 现在英伦彼得突然说 有了东方神仙的消息 杜拉比德很是激动 跟华夏那边打个招呼 我亲自去华夏一趟 杜拉比德此话一出 没人觉得突兀 反而觉得理所当然 东方神仙 太过神秘 杜拉比德 不但是家族的组长 他还是大不列巅国的皇室成员 所以 去华夏 需要先通个气 组长 我这就去办理 比利管家听后退了出去 萨尔 这次的事情 你办得不错 你就跟随爷爷 一同前往华夏吧 杜拉比德满意地 看向英伦彼得说道 好 萨尔遵命 英伦彼得大喜 能跟着爷爷 一同去华夏 这是他的荣耀 家族中 年轻一辈人才辈出 能够得到杜拉比德的赏识 这也是他的荣幸 英伦彼得 酷爱华夏的文化 没事喜欢浏览华夏的网站 看看直播 没想到 这次得到了这么重要的消息 从而让他在年轻一辈中 脱颖而出 比利管家的办事效率很快 马上通过使馆 跟华夏取得了联系 杜拉比德 以私人的身份 来华夏游玩 华夏方面自然表示热烈欢迎 第二天 杜拉比德就登上了 前往华夏的私人飞机 魔都洪桥国际机场 秦国民被委派为 这次接待杜拉比德的代表 他一早就来到了机场 秦副市长 杜拉公爵应该马上到了 秦国民身边的秘书 看了看手表 来到他身边说道 嗯 上面交代 我要好生招待杜拉公爵 酒店方面的事情 都安排好了吧 秦国民点了点头问道 全部安排妥善 秘书应了一声 随着杜拉比德的私人飞机落地 秦国民等人围了上去 机舱门刚刚一开打 杜拉比德走了出来 闭着眼睛 呼吸一口华夏的空气 身心愉悦 华夏果然是大国 这口气中都夹带着浓浓的大国风范 杜拉公爵 欢迎你来到华夏 我是这次接待你的秦国民 随着杜拉比德刚走下飞机 秦国民迎了上去 秦副市长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在来之前 杜拉比德已经知道 这次接待他的政要 就是眼前的秦国民副市长 杜拉公爵 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酒店 先去酒店休息片刻 秦国民伸出右手 跟杜拉比德卧在了一起 秦副市长 这个先不急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杜拉比德这次过来 可不是真的游玩的 他只是想见见华夏的神仙 自己的恩人 心目中的恩师 杜拉公爵 你说 秦国民笑道 就是你们华夏国鲨鱼平台的一个主播 他叫林儿 你能帮我找找他吗 杜拉比德问道 秦国民听后一愣 杜拉公爵也知道林儿 恐怕是因为夏丰的原因吧 杜拉比德这么一问 秦国民更加好奇夏丰的身份了 原本就对夏丰的身份透露着好奇 难道他的威名已经传到了国外 杜拉公爵 这林儿我认识 不知你找他何事 秦国民问道 哦 你认识 那秦副市长帮忙引荐一二 非常感谢 杜拉比德一愣 随后请求道 只是这林儿身份有些特殊 我怕秦国民有些为难 要是换成其他什么人 秦国民二话不说 就会答应 只是这林儿身后可是夏丰 万一惹得夏丰不高兴了 自己不是平白无故惹一身骚吗 秦副市长 你可以放心 林儿背后的人我认识 杜拉比德看出了秦国民的为难 解释道 好 那既然如此我就帮你应见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秦国民不再拒绝 多谢帮忙 杜拉比德满脸感激 杜拉公爵还请等等 我现在打个电话 秦国民也不知道林儿住在哪里 但是秦斗知道 秦 杜拉比德说道 秦国民随后拨通了秦斗的电话 秦国民开口道 你现在在哪里 二叔 什么事 我在家里呢 秦斗说道 把林儿的地址发给我 我带个客人过去一趟 秦国民说道 二叔 你要过去干嘛 这样会不会太唐突 要不要我先过去打个招呼 秦斗想了想 这样过去太唐突了 贸然的让人过去打扰下风 这肯定不太好 也行 把地址发给我 你先过去一趟 秦国民听后也觉得有理 同意了秦斗的做法 秦国民安排好事以后 开始带着杜拉比德 前往夏林的别墅 由于秦国民是从机场过去的 所以秦斗比秦国民先到了一步 秦大少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我这边了 文姐呢 夏林看着秦斗问道 小文他今天有事没过来 改天我让他来陪你 秦斗黑黑笑了两声 继续说道 林儿 我今天过来是有件事 我叔他带了一个客人过来 那个客人说要见见你 具体什么事情 我也不清楚 所以提前过来 想征求下你的意见 好呀 秦叔带客人过来 肯定有他的理由 夏林对此倒是没什么意见 秦国民贵为魔都的副市长 又不是小孩子了 做事肯定懂得分寸 那好嘞 应该过一回 他们就到了 秦斗点了点头说道 两人聊了一会 别墅外面来了一队车队 一辆家常版的麦巴赫 在别墅门口停下 秦国民和杜拉比德先后下车 秦国民指着别墅说道 杜拉公爵 就是这里了 嗯 杜拉比德抬头看了一眼别墅 心跳开始加快 又有些害怕 害怕自己这样过来 会不会打扰到华夏神仙 但又怀揣激动 几年未见 不知道华夏神仙还认不认他 当初自己虽然没有败事成功 但在杜拉比德的眼中 夏丰一直都是自己的师父 自己能有今天的境界 全靠夏丰 二叔 秦叔 秦斗和夏林走出来 打了个招呼 杜拉比德的到来 让两人有些疑惑 秦国民口中的客人 是个老外 嗯 林儿 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大不列巅国的杜拉公爵 秦国民向林儿介绍了杜拉公爵 林儿小姐您好 很高兴认识你 杜拉比德率先打了个招呼 右手放于胸前 行了一个弯腰大礼 夏林被杜拉比德如此大礼吓了一跳 连忙后退了一步说道 不必客气 就连一旁的秦国民也瞪大了眼睛 他可是知道这些所谓的公爵 每个人都是眼高于顶 除非见到女王 不然不可能行如此大礼 这也充分体现出夏丰的身份 真是让人不敢想象 杜拉公爵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他觉得自己对夏林行大礼 根本不值得一提 夏丰在他心中的地位 常人无法理解 也理解不了 二叔 这老外是谁啊 秦斗走到秦国民身边小声问道 大不列颠国的公爵 彼得家族的组长 秦国民看向秦斗说道 四 秦斗倒吸了一口凉气 难怪自己二叔亲自陪同 原来这老外大有来头 这时 一辆劳斯莱斯幻影开了过来 国民小王和马雨晴走了下来 看着现场的人 国民小王愣了一会 带着马雨晴走向夏林说道 林儿 这位是马雨晴 她是马叔叔的女儿 正好她在魔都 带过来跟你认识一下 林儿妹妹你好 跟我爸爸说的一样 你真漂亮 马雨晴率先打招呼道 雨晴姐姐你好 你也很漂亮 很高兴认识你 夏林含笑的点了点头 夏林这点倒是没有恭维 马雨晴确实很漂亮 属于那种红袖天香的美人 带着丝丝的书香味 企鹅马本身就是一个大帅哥 他女儿怎么会差的了 老二 你二叔带个老外 过来干什么 国民小王走到秦斗身边问道 秦斗白了一眼国民小王 老子什么时候有这么个名字了 能不能不喊老二 真贪娘的难听 秦斗反抗了一声 好的 老二 秦斗 快点说 国民小王见秦斗 一副不乐意的表情催促道 大不猎巅国的公爵 彼得家族的组长 你应该熟悉 你们家有产业在那边 秦斗描述了一番 卧槽 这个闭牛X啊 怎么跑这里来了 国民小王一脸惊讶 秦斗可能不知道 彼得家族的厉害 但是国民小王可是清楚得很 他家里在大不猎巅国有产业 彼得家族可是大不猎巅国 数一数二的家族 而且他们家族是老牌的贵族 实力雄厚 据说 他们还是一群特殊的存在 至于怎么个特殊国民小王也不懂了 总之两个字 牛逼 灵儿小姐 可以进去跟你个通报一声吗 就说大不猎巅的故人来访 杜拉比德诚恳地向夏琳问道 好 你等等 夏琳点头印道 不用了 我出来了 夏琳的话刚刚一落音 夏丰从别墅走了出来 杜拉比德还没到别墅的时候 他就感应到了 只是没有马上出来而已 夏丰一身长袍 一头飘逸的长发 双手背在身后 看起来就像迷雾中走出来的仙人一般 身上散发的独特气息 让人陶醉 哪怕见过几次面帝国民小王 也是这种感觉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马雨晴是第一次见夏丰 被夏丰的样貌深深地给吸引了 世间竟有如此翩翩公子 仿佛这不是当今社会 已经回到了仙侠世界 很是震撼 普通 在众人还沉醉在夏丰的独特气息当中 杜拉比德直接跪倒在地 口中喊着 杜拉比德拜见师父 杜拉比德声音有些颤抖 有些激动 还有掺杂了一丝丝的害怕 杜拉比德见到夏丰的这一刻 他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明明感觉到夏丰变了 但是哪变了 又说不上来 仿佛他是高高在上上的星辰 看得到摸不着 秦国民傻眼了 国民小王傻眼了 众人都傻眼了 跪下了 还叫夏丰师父 什么情况 不知道谁的喉咙中 响起一股吞咽的声音 这才给众人拉回现实 这特么是珍贵了啊 大家面面相去的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再把目光一致看向夏丰 满脸震惊 夏丰依旧没有说话 跪在地上的杜拉比德 更加不敢说话 也不敢抬起头来了 这一刻 气氛好像有些冷淡 大热天的 能让人打个寒颤 夏丰没有开口之计 谁都不敢说话 就连到屁眼的屁 都给硬生生的憋了回去 跟我进来 夏丰丢下四个字 转身回了别墅 杜拉比德听后大喜 恭恭敬敬的磕了一个头 麻溜的爬起来 小心翼翼的 跟在夏丰后面 众人谁都不敢上前 眼巴巴的看着 杜拉比德跟了进去 小蝙蝠 你来华夏做什么 夏丰回到别墅后 看向杜拉比德问道 不用识人血才能活命 跟个正常人一样 能够走在太阳底下 一般要识人血的 还是低等吸血鬼 连血族都算不上 杜拉比德见夏丰 喊自己小蝙蝠 他倍感亲切 继续俯身跪在地上 激动道 我想师父了 我想来看看师父 跟你说过了 你还不够资格做我的徒弟 看在你如此诚心的份上 我暂且收你 做一个记名弟子 夏丰见这只小蝙蝠 时隔几年 还不远万里的来看自己 见他心性不错 对华夏 收徒他是不够格的 弟子拜见师父 杜拉比德大喜 这次没有白来 总算得到了夏丰的认可 杜拉比德 深知华夏的规矩 连忙爬起来 在桌上倒了一杯茶 恭恭敬敬地 端到夏丰面前 郑重其事地跪下说道 请师父喝茶 夏丰接过茶水 抿了一口说道 几年未见 你修为 还是没有任何长进 给师父丢脸了 杜拉比德脸色发烫 有些害臊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住一段时日吧 我知道指导你修炼 夏丰说道 谢师父 杜拉比德兴奋到 去给外面的人叫进来 夏丰朝杜拉比德挥了挥手 杜拉比德听后 连忙跑了出去 叫众人进来 这哪里像一个公爵 完全就是一个跑腿的殿小二 众人踏着沉重的步子 来到了别墅 没有夏丰的吩咐 他们谁都不敢坐 林儿 客人来了 招呼他们坐下吧 我房间的桌上有好茶叶 拿下来泡给客人喝 夏丰看向夏丰说道 好呢 大伙都坐吧 别客气 夏丰招呼了一声 便跑上楼了 夏公子 打扰了 秦国民虽然贵为魔都副市长 此刻见到夏丰 心里甚得慌 来者是客 不可客气 夏丰朝秦国民摆了摆手示意道 随后 看向国民小王吩咐道 小王 你去帮忙烧水 顺便去厨房拿点水果出来 给大家吃 国民小王被点名 倍感光荣 点了点头 激动的跑向厨房 而秦斗一脸羡慕地看着 在厨房忙前忙后的国民小王 他连帮忙的资格都没有 老大不愧是老大 果然待遇不一般 这老二叫的 我服 国民小王 双手洗着水果 在心里哼着小曲 还没事看向秦斗几眉弄眼 那样子 别提多嘚瑟了 秦斗在一旁看得牙痒痒 他倒是想过去帮忙 但是夏丰没发话 他有些疑不动脚步 众人虽说是弱作 但是屁股只沾了个鞭 特别是秦国民 他去京城 向上面汇报工作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拘谨 仿佛夏丰跟他们 不是一个平行线上面的人 能够莫名地感觉到一股压力 马雨晴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夏丰 也从来没有见过夏丰如何如何 在大家的影响下 他也跟着紧张了 而杜拉彼得 站在夏丰的后面没有落作 全程像个保镖一样 一动不动 杜拉彼得不去落作 英伦彼得 就更加不敢去做了 老彼得 坐下吧 你站在我后头 挺怪异的 还有你身边的这个小彼得 一起去做 我不是吃人的老虎 大家都搞得这么拘谨 你们都向小王学习 夏丰看着有些拘谨的众人说道 国民小王再次被夏丰点名 身子一震 腰杆子挺得笔直 水果洗得更加卖力了 新鲜的苹果 都要被他擦破了皮 杜拉彼得 不敢忤逆夏丰的话 带着英伦彼得 找了一个角落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见过几次了吧 夏丰指着情斗问道 情斗闻言 精神一震 连忙站起来说道 夏少 你叫我小晴就好 好 小晴你以后跟小王一样 叫我夏大哥吧 别下哨的叫 大家都是年轻人 放松一些 夏丰点了点头吩咐道 好好好 我记下了 情斗听后 心里乐开了花 老子终于混出头了 在夏丰面前 终于当了一回人了 情斗眼神有意无意的瞟象 正在卖力 洗水果的国民小王 情国民听后 也非常欣慰 情斗这小子做得好 回去好好夸奖一番 这时夏临 从楼上把茶叶拿了下来 走到客厅准备泡茶 情斗献殷勤地跑了过去说道 林儿 那就麻烦你了 夏临文言把一包茶叶 递给了情斗 说是一包茶叶 其实就是一层黄纸包裹着 一看就知道 是自己弄出来的茶叶 情斗小心翼翼地拆开了茶叶 这可是夏丰的茶叶 肯定不一般 黄纸包裹的茶叶 被情斗拆开了 里面都是一片片金黄的叶子 一般茶叶 都是经过晒干或者烘炒的 而这个茶叶 看起来很干燥 但是每片叶子完好无损 又不像炒过的样子 茶叶还没开始泡 情斗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茶香 沁鼻 提神 这茶叶好像有种魔力一般 让人有些如痴如醉 情斗喝过的顶级茶叶可不少 几十万一斤的茶叶比比皆是 但是头一次见如此完美的茶叶 情斗手法熟练地开始起水泡茶 茶叶刚刚放入水中 一股清香开始弥漫在别墅内 这股清香让人闻了精神一阵 好茶 情斗在心中大呼了一声 情斗把茶泡好后 那边的国民小王也把水果洗好了 一个个的装在果盘摆放的整齐 情斗清车露熟地找来一些茶杯 开始倒茶 第一杯是倒给夏丰的 不用给我倒了 这茶叶我喝吐了 你们喝吧 夏丰把情斗递过来的茶杯 推给了夏林 喝吐了 这么难喝的吗 改天送些上好的茶叶 给夏丰尝尝 随后 情斗又给大家倒了一杯 最后轮到自己和国民小王 情斗刚刚泡好的茶 很快就见底了 开水还在烧 一会还得再泡 说 啊 情国民刚刚喝下一口茶 忍不住啊 出了声 嗯 众人用疑惑的眼光 看向了秦国民 有没有搞错 喝杯茶而已 有必要这么大动静吗 就连作为秦国民侄子的情斗 都有些暗自肺腑 不懂理说啊 秦国民被众人的眼神 闹了个老脸一红 尴尬的了笑了笑 这不是他故意的 实在是忍不住啊 嗯啊 爽 国民小王喝了一口后 差点惊呼出声 这茶啊 太特么的好喝了 国民小王 有点想流泪的冲动 这茶水喝下肚 一股热流传遍全身 感觉全身的汗毛 都树立了起来 神清气爽 那种感觉 就像你和你的对象 在办羞羞的事情 到了最后阶段 你一哆嗦 很是舒爽刺激 这简直比那感觉 更加刺激十倍 国民小王 哪里受的了 秦国民刚刚如此 现在国民小王也是如此 众人看着手中的茶杯 大概明白了 秦斗非常好奇 拿着茶杯一饮而尽 连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 生怕一会发出自己二叔 和国民小王那种丢人的声音 扑扑 奈何秦斗 还是忍不住呼出了声 可惜嘴巴被手给捂住了 嘴中的气体 只能从手的侧面奔泻而出 这才造成了 扑扑扑放屁一样的声音 众人愣住了 还有有这扫操作 这尼玛是什么人吗 秦斗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恨得太丢人了 秦斗看着众人鄙视的眼神 他脸色突然变得通红 欲哭无泪 他发誓 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 忍不住啊 有了秦斗这一出 还没喝茶的几人 端着手中的茶杯 喝也不是 不喝也不是 相当的为难 这要是喝了 岂不是也要像秦斗那样丢人 不喝的话 那岂不是不给夏丰的面子 好难啊 第一次觉得 喝下一杯茶 都是如此的痛苦 而国民小王 看着把茶杯端在手中 不知所措的马雨晴说道 雨晴 你不喝给我喝吧 国民小王可不怕丢人 反正刚刚已经丢人了 这茶喝得太TM爽快了 没事 你们喝吧 刚刚喝就是这样 这茶能够提神养颜 还能修复身体的机能 你们第一次喝有些不适应 所以反隔出一些气体 属于正常 夏丰说完站了起来 朝楼上走去 自己留在这里 大家茶都不好意思喝 随着夏丰的上楼 还没喝茶的人 马上一饮而尽 随后便能听见 各种奇怪的声音 嗯 啊 太爽快了 这是众人心里一致的想法 从未喝过如此好喝的茶 这茶喝下去后 全身的细胞 好像感受到了召唤 全部活跃了起来 味如甘霖 香气洋溢富裕芬芳 喝下去后 牙齿两颊 逐渐感觉到香甜 而后肚子里 有股气体上茫 这可能就是夏丰所说的 第一次喝不适应 这茶在为自己的身体 锻造机能 喝下去后 凉酒后 这股味道难以忘怀 真的找不到 更好的形容词来描述了 任何好的形容词 在这茶面前 不过是点缀而已 众人 把目光看向 擒斗手中 已经空了的茶杯 擒斗迅速地 把最后几滴茶水 倒入茶杯 然后一口饮完 还用舌头舔了舔茶杯 咕噜 众人咽了一口口水 很是眼馋 水烧好了 赶紧泡 国民小王眼疾手快 跑过去 把烧开的水壶拿了过来 秦斗接过水壶后 继续开始泡茶 直到几人喝的肚子里 全是茶水 撑不下去的时候才作罢 真贪娘的 太好喝了 国民小王见 桌上还剩下小半包茶 也没泡完 直接伸手过去 拿起揣在怀里 众人 卧槽竟然被抢先了 你干什么呢 还给我 秦斗见状大吉 这茶叶是自己的呀 你拿起来揣怀里 是什么意思 秦斗有些后悔 这茶叶 一直都是自己在掌握 刚刚怎么没想到 把剩下的茶叶 据为己有呢 悔不当初 你的 你要点脸行吗 国民小王 一副防贼的态度 看着秦斗说道 这茶什么时候是你的了 你只是一个泡茶的茶医师 还特别要不要脸了 这茶是连交到我手上的 不是我的 难道是你的 快拿出来 秦斗说完做事 要去抢国民小王口袋里的茶叶 国民小王 甩开了秦斗的手 跑开了几步 说道 老二 你这是想死呢 秦斗看着众人鄙视的眼神 尴尬的笑了笑说道 走 出去说 说完开始拉着国民小王朝 别墅外面走去 林儿 这两小子 这样闹习惯了 你别介意 秦国民看着 拉拉扯扯出去的两人说道 没事的 这样才好吗 大家都别客气 当自己家一样 雨晴姐姐 晚上就住我家 陪我说说话呗 夏琳笑着说道 好呀 祝你家里多热闹 求之不得呢 兮兮马雨晴兴奋的点了点头 秦斗拉着国民小王出门后 急忙说道 大哥 这样做 有些过分了吧 国民小王撇了撇嘴说道 我说老二 就一点点茶叶 你都要跟大哥争 改天我送你一盒顶尖的大红袍 顶尖大红袍 我要你送 这茶叶 还是普通的茶叶吗 这简直就是神物 我送你十盒顶尖的大红袍 你把那个茶叶给我 秦斗摇了摇头说道 滚 要茶叶没有 爱咋咋的 国民小王听后 照顾小弟吗 你不是说了 你有肉吃 就让我有汤喝吗 云一点点给我就成 不要多了 秦斗见国民小王死活 都不愿意松口 便换了一个方法 果然 秦斗这样一说 国民小王有些动心了 自己好像是做得有些过分了 毕竟这货每天大哥大哥的叫着 不云点过去给他 好像是有些说不过去 那就分你一点 你可别贪心 给多少你就拿着 国民小王 这才从怀里拿出茶叶 行行行 大哥说了算 秦斗文言脸色一洗 国民小王拿出茶叶后 轻轻地拆开包裹的纸 用三根纸头 捏了一丝丝茶叶 放在秦斗手心 随后说道 可以了吧 大哥 你扪心自问 这能泡出一壶茶吗 秦斗欲哭无泪 嗯 那再给你一点 包你泡一壶 国民小王再次拿了一些给秦斗 好了 这一下够你泡一壶喝了 国民小王比较满意自己的成果 秦斗看了看手中的茶叶 确实够喝一壶了 点了点头满意道 多谢大哥慷慨 哈哈 你是老二 做大哥的 怎么能不关照你呢 国民小王大笑地拍了拍秦斗的肩膀安慰道 殊不知 自己刚刚那一毛不拔的态度 秦斗听后不以为意 老子就差点跪下求你了 一壶茶的量 你还分了两次给 能要点脸吗 国民小王丝毫没有注意到 秦斗那嘲讽的眼神 很是得意地说道 拍个照给余伟和蒋星看看 让他们开开眼界 国民小王说完 把茶叶拿了出来 放在别墅门口的石凳上 还特地把茶叶打开 摆了一个好的形状 拍了一张照片 魔都四少群 国民小王 茶叶的照片 国民小王 给你们看看 我今天弄来的茶叶 好喝的一臂 蒋星 啥破玩意 王少 你这是搁哪里剪的 国民小王 你不识货 我不怪你 毕竟无知是原罪 蒋星 鱼尾 王少 这茶叶包装虽然简陋了一些 但是每片叶子金黄发亮 这茶应该不差 秦斗 茶叶的图片 秦斗用一只手捧着一点点茶叶 拍了一张图片 发在了群里 跟国民小王的比较起来 确实显得寒酸了很多 蒋星 鱼尾 秦少 你这是捡的王少 掉落在地的茶叶吧 秦斗 有的捡就好了 好说好歹才给了我这么一点 捡 秦斗倒是想捡 要是可以捡的话 他宁愿捡一页 奈何国民小王 把茶叶护得跟犊子一样 那真是毛都捡不到 蒋星 不会吧 王少不是这么小气的人 鱼尾 看来这茶叶很好了 不然两位大少 不会来显摆了 国民小王 鱼少 你比蒋星那必实货多了 我决定送你一片文文 鱼尾 这特么的磕逞人呢 国民小王拍完照 装完毕后 立马把茶叶收了起来 风大 别吹走了 旁边还站着一个 虎视眈眈的人 免得被那小子给捡了去 秦斗在一旁 眼巴巴的看着国民小王 把茶叶重新包裹后 像个宝贝似的 轻轻揣入怀中 唉 下次一定要机灵点 国民小王和秦斗 刚刚走进别墅 就被夏琳叫了过去 王少 秦斗 我哥说 中午在家里自己做饭吃 麻烦你们出去一趟 买些菜回来 夏琳朝两位大少说道 好呀 我现在就去 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国民小王问道 就买些家常菜可以了 我哥说 中午他亲自下厨 夏琳吩咐道 那怎么好意思 会不会太麻烦了 秦斗小声地说一句 眼神还瞟了瞟楼上 秦斗你又说这话了 小心被我哥听到 又要劈你了 夏琳朝秦斗说道 秦斗缩了缩脖子 担忧了看了一眼二楼 生怕自己刚刚的话 被夏琳听了去 好好好 我们现在就去买 国民小王接过夏琳的话应道 两人出门 开着国民小王的劳斯莱斯幻影 去大型超市买菜去了 去哪买 秦斗坐在副驾驶问道 在魔独长大 生活了二三十年 买菜还是头一回 你问我问谁去 当然去大型超市了 不然去哪个菜市场 国民小王回应了一句 老大 长这么大 买菜还是第一次 我不是怕到时候 买不好惹的夏大哥不高兴吗 秦斗憨憨的笑了笑 这可是夏峰亲自要求的 不能马虎了 减贵的买呗 准没错 国民小王倒是无所谓 反正贵的就是好的 这年代 没有钱搞不定的事情 真要搞不定 那就是上升到夏峰这个层面了 钱没用了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交朋友 从不看对方有没有钱 反正也没有自己有钱 两人来到别墅附近最大的超市 把车子停好后 直接向超市内走去 他们也不知道 买什么菜好 就像国民小王说的 减贵的买就行了 哥 王少 哎呀 真是你们啊 有没有搞错 你们出来买菜 秦文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简直震惊了一脸 而秦文身旁 还跟着两个女孩子 其中一个 就是秦斗以前想追求的小雅 他们也是过来买菜的 喜欢自己做饭吃 王少 秦少 秦文身边的两个女孩子 向国民小王和秦斗打招呼道 嘿嘿 我们为什么不能出来买菜了 国民小王笑道 这是夏峰的吩咐 买菜是小 能帮得上忙才是大 一起吗 我们中午也打算自己做饭 秦文邀请道 不了 不了 国民小王和秦斗两人 异口同声 他们是带着任务出来的 岂会接受他们的邀请 怎么吗 嫌弃我们做的不好吃吗 秦文被这么爽快的拒绝 面露不开心 妹妹啊 别闹 真有事 你帮忙挑选一些家常菜怎么样 秦斗眼睛一亮 他们不知道买什么菜合适 但是秦文他们知道 国民小王听后赞赏的点了点头 老二可以 你们买什么菜都不知道还出来 秦文惊讶道 呃 其实我们有任务在身 你帮我们选就成了 秦斗说道 秦文听后 胡疑地看了两人一眼 不对劲 国民小王之前有没有买菜 他不清楚 但是秦斗从没进过菜市场 今天一人推一辆车 亲自来买菜 这其中必有蹊跷 你两个人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秦文怀疑地问道 没有的事 秦斗摆了摆手 那你们买菜做什么 做饭 谁做 你们连买菜都不会的人 别告诉我 你们自己做饭 别装了 老实承认了吧 老娘信你个鬼 你们都是双手不沾羊春水的人 还买菜做饭 呃 说不说 不说 你们今天别想走 秦文不愧是魔都有名的小辣椒 逼得两人连连后退 唉 告诉你也无妨 是灵儿他哥交代我们过来买菜的 别开玩笑了 赶紧帮我们挑选吧 秦斗破于妹妹的威逼 最终说出了原因 秦文听后 一副了然于胸的表情 眼珠子一转说道 那我也跟你们去 你去凑什么热闹 不行 秦斗摇了摇头拒绝了 让秦文跟着去吧 灵儿跟他又不是不认识 而且他爸也在 国民小王插了一句嘴 我爸也在 秦文问道 在 还有一个老外 别说废话了 赶紧选菜 选好了 带你一起过去 秦斗看向秦文吩咐道 好嘞 小雅你们自己买菜吧 今天我就不去了 秦文说完 转头看向小雅说道 好 那我们先去买菜了 小雅听后点了点头 有了秦文的加入 三人很快把家常菜的材料凑齐了 为了防止夏琳家里 没有油盐酱醋之类的调料 他们全部买了一遍 秦文兴奋地坐在后座 一个头身向前方 说道 哥 这次去 是不是可以见到夏丰了 你不是说屁话吗 去他家了 怎么可能见不着他 秦斗白了一眼 秦文说道 没多久三人 便回到了夏琳的别墅 大包小包的 从车上拿了下来 进去啊 你怕什么 秦斗双手拿着东西 朝秦文催促道 你们先进去吗 我跟在你们后面 别看秦文一天天的 跟个小辣椒似的 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现在真到别墅门口了 他有些心虚了 出现 秦斗嘲笑了他一句 便带头向别墅走了进去 哎呀呀 文姐 你也来了呀 上次我还让秦少叫你来玩呢 秦文刚刚一进门 便被夏琳看见了 西西林 不请自来 会不会见怪 秦文双手拿着东西 西西笑道 文姐说什么话呢 你天天在 我家住下都成 夏琳走向秦文 接过他手中的东西 爸 秦文放下东西后 跑到秦国明身边叫了一句 随后眼神四处乱瞟 想看看夏丰在哪里 你这丫头怎么来了 秦国明宠爱地看着女儿问道 在超市碰见我哥了 所以跟过来蹭饭 西西 秦文附在秦国明身后的沙发上说道 别乱说 蹭什么饭 一会帮忙洗菜 秦国明连忙打断了秦文的胡说八道 知道了 秦文吐了吐舌头 很是可爱 夏丰听到下面的动静后 便从楼上走了下来 秦文再次看见 夏丰那一身长袍 和一头飘逸的长发 他有些把持不住了 越看越帅 夏丰一下楼 整个大厅安静了下来 哪怕话多的秦文也不敢吭声 你们聊你们的 看着我做什么 夏丰笑道 哥 菜都买回来了 快做饭 夏丰笑嘻嘻地跑过来说道 好 谁来帮忙洗菜 夏丰朝众人说道 我来 我洗得好 我专业洗菜 夏丰的话一落音 杜拉比德 国明小王 还有秦斗争先恐后的 站了出来说道 特别是秦斗那句 我专业洗菜 逗笑了众人 气氛突然也没那么尴尬了 这样的气氛才对吗 大家其乐融融的多好 夏丰满意地点了点头 笑道 那你们一起吧 秦斗和国明小王 拿着买来的菜 开始在洗菜房忙碌了起来 杜拉比德悄悄地给了 英伦彼德后脑勺一巴掌 怒道 你TMD是大呀 这么不上道 英伦彼德被打得满脸委屈 不是他不上道 是他害怕呀 杜拉比德可不管英伦彼德的委屈 笑眯眯地跑进了厨房 这位小哥 腾个位置 杜拉比德走到国明小王身边说道 彼德公爵 别这样叫 叫我小王就行了 国明小王挪开了两步说道 这别墅内 除了夏丰 就属着杜拉公爵最牛逼了 国明小王有些担待不起 嘿嘿 那怎么行 我叫你王公子吧 杜拉比德猴金得很 能在这个别墅的人 那都是得到了师父的认可 小王可不能随便喊 也行 说起来 我家在你们大不列颠国 还有产业呢 国明小王笑道 哦 那挺好啊 你们家是 杜拉比德小声问道 老王是我爸 一达广场是我们家的 可惜大不列颠的产业 弃折出售 还没卖出去 国明小王摇了摇头 表示无奈 近几年 一达集团的资金缩水 一直都在变卖海外的产业套现 来还国内的贷款 经过两年的变卖资产 一达集团 还了三千多亿的贷款 现在终于能松口气了 集团也算稳定了下来 现在一达集团 已经卖出了70%的海外资产 基本都是亏本甩卖 特别是大不列颠国的资产 七折现在都没人去买 甚至有人指出半价购买 真是欺人太甚了 原来一达集团是你们家的呀 你们不是在出售吗 杜拉比德听后点了点头 一达集团在他们大不列颠 还算有些名气 杜拉比德自然听说过 对啊 卖了两年了 没卖出去 没人接手 国民小王沉思了 也会继续说道 有人倒是想买 但是价格出的太离谱了 所以一直拖着没卖 你们打算卖多少钱 杜拉比德问道 30亿欧元 国民小王说道 嗯 价格挺实惠的 完全不止这个价 我出40亿欧元 买下你们的产业如何 杜拉比得看向国民小王说道 杜拉比德在华夏需要带一段时 要跟在夏丰身边修炼 既然在夏丰面前 难免每天要跟国民小王打交道 现在正是大家需要增进关系的时候 买下一达集团的产业 也算帮他们一个忙 再说 自己出价40亿欧元也没亏 这种顺手帮帮国民小王的事情 杜拉比德思索了一番 觉得可以做 彼得公爵 你说的可是真的 国民小王听后一喜 当然 大家都是师父的人 帮你不等于帮我自己吗 杜拉比得给了国民小王 一个你懂的表情 国民小王会议 虽然杜拉比德 看在夏丰的面子上高价买下 但是这份情意 却是实实在在的 国民小王现在深深体会到 抱住夏丰大腿的魅力 随便洗个菜 都能谈成几百亿软魅壁的项目 这说出去 估计都没人心 关键还是别人提出来的 自己都没废口舌 这感觉 真他娘的爽 在夏丰这里 还真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杜拉公爵 真是感谢 国民小王有些兴奋 情斗在他们对面 全程在听着两人的谈话 真是感慨 国民小王命好 洗个菜 还能搞出几百亿的生意 不用谢 都是自己人 杜拉比德笑道 老比德 过来把这些鱼给杀了 夏丰朝杜拉比德招了招手 好的 师父 杜拉比得听后 放下手中的火跑了过去 老大 恭喜啊 杜拉比德刚刚走 秦斗马上恭喜道 什么原因你懂的 努力做事吧 国民小王一脸坚定 双手刷刷的 开始卖力洗菜 菜洗好以后 夏临 秦文 马与秦都过来帮忙切菜包蒜 夏丰就负责炒菜 这倒是乐得轻松了 一桌子菜 很快就被夏丰给做了出来 色香味俱全 看起来比酒店的更有档次 哇 太好吃了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 夏大哥 你处理真好 秦文加了一块鱼肉 放入口中 一脸的满足感 好吃就多吃点 我也喜欢热闹 以后没事天天来玩 夏丰听后笑了笑 嗯嗯 住在你家不走了 秦文很是乖巧地点了点头 秦国民有些架不住 瞪了自己宝贝女儿一眼 秦文装作没看见 继续往嘴里色彩 都在夏丰这里 老爸 你也老老实实地吃饭吧 一顿饭下来 大家关系都拉近了不少 这时大家才发现 除去夏丰神秘的身份不说 其实他也跟普通人一样 很合得来 没有一点架子 这腰牛逼的人 还亲自为大家下厨做菜 真是好的没话说 人又帅 气质又好 做菜又好吃 再加上他那神秘又高贵的身份 这简直是梦中的白马王子 不 白马王子都不足以形容 饭后 夏临 马与秦和秦文三人 负责收拾碗筷 秦文捞起袖子 准备要洗碗的时候 英伦彼得跑了过来 讨好的说道 秦小姐 这活让我来做吧 没事 你去歇着吧 秦文笑着说道 英伦彼得听后 快要哭了 大姐 有事啊 太有事了 自己不知道 被爷爷瞪了多少眼了 如果这洗碗的活 自己不懒下 那真的是不死也要脱层皮了 秦小姐 你就让我洗吧 求你了 英伦彼得带着哭腔 向秦文求道 秦文好奇地 看着眼前的英伦彼得 还有人要抢着做洗碗的活 那就让给你洗吧 秦文说完 放下了手中的碗说道 谢谢 谢谢 英伦彼得连忙称谢 秦文点了点头便走开了 他见英伦彼得那兴奋的样子 有些无语 这老外 莫非脑子有问题 林儿 今天不直播吗 秦文走到客厅 向夏临问道 晚上再播吧 我直播都是看心情的 我都快要被网友给喷死了 嘻嘻 直播全看心情 礼物啥的 已经不重要了 开心最重要 那晚上我陪你一起直播 让我也出出境 秦文拉着夏临说道 好呀 文姐姐 你这么漂亮 被我的粉丝看见 肯定会高兴坏 夏临点了点头应道 秦文确实很漂亮 跟马与秦各有风味 秦文比较好动 话也多 英姿飒爽 而马与秦 那真的人如其名 一身的书香味 很是文静 秦斗和国民小王 放下筷子 就走出了别墅 国民小王迫不及待的 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老王 已经忍了这么久了 实在难受 你准备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伯父吗 秦斗跟在身旁问道 哈哈 那是肯定的 我在等着我老爸震惊的语气 国民小王说完得意一笑 拿出手机 拨通了老王的电话 兔崽子 什么事 电话那头 传来老王低沉的声音 爸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国民小王喊道 什么好消息 我今天洗菜的时候 谈成了一笔大声音 国民小王 男眼激动的心情 说话的语气有些兴奋 洗菜 你会洗菜 老王没有注意到 国民小王的主要问题 倒是儿子洗菜 让他惊叹了一把 自己的儿子 自己最清楚 双手不沾羊春水 你现在还自己洗菜做饭了 老王问这话的时候 差点咬住自己的舌头 国民小王听后 顿时有些无语 我是在跟你说洗菜的事情吗 洗菜是重点吗 重点是在洗菜的过程中 谈成了一笔大声音 爸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国民小王 有种拳头 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使不上力 再听啊 你不是说你洗菜吗 老王纳闷了 国民小王 爸 我说的是这个事情吗 我说的是在洗菜的时候 谈成了一笔大声音 一笔大声音 国民小王 特地加重了语气 还重复的说了一句大声音 老王这下 倒是听清楚了 笑道 有多大的声音 老王丝毫 没放在心上 你能谈多大的声音 最多一个小目标 我们家不是在大不列颠 有产业吗 我今天已经把它卖出了 国民小王说道 嗯 老王听后一愣 大不列颠国的产业 很不好卖 都挂上两年了 还没卖出去 儿子给卖出去了 真的 老王有些质疑 千真万确 国民小王确定到 大不列颠的产业 至少要卖30亿欧元 你可别胡来 老王提醒了一句 我把它卖了40亿欧元 国民小王又恢复之前的得意 40亿欧元 老王说话的语气 都提高了一些 你这不是在逗老子玩吗 如果你能卖出40亿欧元 还挂着两年卖不出去 现在全大不列颠国人都知道 他们家的产业售价 30亿欧元 你现在跟老子说 卖出了40亿 就算骗煞比 也不是这么骗的吧 你再胡扯信 不信老子抽你 老王生气了 真的卖了40亿欧元 卖给了彼得家族 还是彼得公爵亲口跟我说的 国民小王 简直要哭了 这年代说真话 怎么还没人相信了 你算了什么玩意 彼得公爵还亲自跟你说 老王觉得 国民小王 说话越来越离谱 就是自己去了大不列颠国 想见彼得公爵一面都比较难 就你 杜拉彼得是用私人身份来的华夏 媒体没有爆出来 老王还没收到消息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杜拉彼得已经到了华夏 还跟国民小王一同洗菜 爸 你爱卖不卖 彼得公爵现在就在下大哥家里 你要不要亲自跟他确认一下 国民小王见老王如此的不信任自己 脾气也上来了 国民小王这么一说 老王冷了一会 在夏丰家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消息可能是真的了 夏丰那里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不值得奇怪 反而理所当然 你现在也在夏公子家里 老王试探性的问道 再 彼得公爵人还不错 跟我勾肩搭背的 国民小王说道 老王 那意思说 你刚刚讲的事情是真的了 老王激动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爸 你就等着大不列颠国那边的电话吧 国民小王听到老王那激动的语气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了 真爽 原本郁闷的心情烟消云散 老王还处在震惊之中 如果大不列颠国那边的产业 以40亿欧元卖掉 那么自己可以用这笔大资金来投资国内 一达集团又能起来了 原来30亿欧元大甩卖 没人买 现在因为夏丰的关系 彼得家主以40亿欧元买下 真是太给力了 儿子 做得不错 我很欣慰 好好地跟着夏公子 没有什么事情 比跟着夏公子更重要了 老王非常庆幸自己的眼光 早早地让国民小王去抱夏丰这个大腿 这步棋是他近年来走的最对的一次 行了 爸 我知道了 这只是小场面而已 我要进去陪大伙聊天了 国民小王打完这通电话 神清气爽 好 那就不耽误你了 老王点了点头 挂断电话后的国民小王朝 秦斗笑了笑说道 这感觉真爽 秦斗有些羡慕地看着他 你倒是装了几次币了 自己一次币都没装过的 好在今天过来 已经得到夏丰的认可了 以后 自己可以光明正大的 叫他夏大哥 今天已经认大哥了 何愁以后没有装币的机会 想到这里 秦斗腰杆子挺得笔直 在心里呐喊着 老子马上要装币了 老王挂完电话后 心情久久没有平复下来 国民小王算是 给他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集团这两年 确实走得比较辛苦 如果大不列滇国的资产一卖 那么 义达集团完全可以恢复 当年的雄心壮志了 老王发现了一个问题 自从儿子跟夏丰搭上关系以后 做什么事情都顺了 自己岳父的病好了 还从老马那里搞来了钱 现在大不列滇国的资产 高于出售价的 十亿欧元出售了 简直不要太开心 王总 一会有个采访要做 老王的秘书走进来说道 好 一会安排进来 老王恢复了往日的意气风发 好 秘书听后一愣 感觉王总变了 至于哪里变了 他又说不上来 小王 小秦 吩咐 你们两人一个任务 夏丰看着走进来的国民小王 和秦斗喊道 两人闻言 快步走向夏丰 同声道 夏大哥 你说 你们两个出去 帮我多买些被子之类的床上用品回来 今天老彼得他们要在别墅住下 秦文和马雨晴说 也在家里陪林 家中没有多余的床上用品 夏丰看着两人吩咐道 好 我们现在就去 国民小王点头应道 有事做就好啊 跑腿这样的事情 他们最喜欢做了 有事情安排他做 那就代表他们有用 有存在感吗 以前每天闲着发慌 都是在虚度光阴 现在才发现 每天有人安排他们做事的感觉真好 两人刚刚进来 便开心地走了出去 老彼得 你跟我上来 夏丰看向杜拉彼得说道 是 师父 杜拉彼得应了一声 恭恭敬敬地 跟在夏丰身后 向楼上走去 上了二楼 夏丰带着杜拉彼得 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随后挥手 设下一道结界格音 你运功给我看看 为何你的修为止步不前 夏丰示意杜拉彼得运功 杜拉彼得听后不敢耽误 开始打坐运功 随着杜拉彼得的运功 夏丰皱皱了皱眉头 杜拉彼得体内的气息 有些奇怪 血族目前最高等级是亲王 杜拉彼得能修炼至公爵 还是托了夏丰的福 不然他一辈子 止步于侯爵 公爵也是分等级的 公爵分为三个等级 分别是初级 中级 高级 而亲王只有两个等级 分别是小亲王和大亲王 夏丰记得 上次帮杜拉彼得突破公爵后 他的实力 就是现在的阶段 初级公爵到中级公爵 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或许有些人 一辈子都到不了中级公爵 但是 也不能一点力量也不增加呀 随着杜拉公爵的运功 夏丰发现 他们身上带着一丝丝自己的修为 原因可能在这里了 因为自己的修为 在他体内极其高傲 无法让杜拉彼得 吸收化为自己的功力 这才使得杜拉彼得 一直止步不前 闭上眼睛 我助你一臂之力 夏丰说完 单手按住杜拉彼得的头顶 开始运功帮杜拉彼得 炼化在他体内的功力 好了 继续运功 吸收我给你的功力 夏丰收回手后吩咐道 杜拉彼得不敢大意 开始用心运功 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功力开始增长 随着功力增加得越来越快 杜拉彼得深呼了一口气 虽然没有突破初级功爵 成为终极功爵 但是杜拉彼得感觉到 自己快要突破了 谢师傅 杜拉彼得收工后 面露感激地跪在地上 给夏丰磕了三个响头 跟在我身边修炼一段时日吧 等你突破到终极功爵再回去 夏丰欣然接受了杜拉彼得的磕头 子弟遵命 杜拉彼得站起来功声应当 下午的时候 国民小王和秦斗 把床上用品都买了回来 由于买得够多 他们直接叫了一辆小货车拉过来 当然 他们自己也算在内 两人在路上就商议好了 自己也厚着脸皮留下来住 有没有房间无所谓 厕所打地铺都行 至于留下的理由吗 很简单 家里人多 自己留下 可以帮衬一下 打打下手 王少 秦少 你们两个 怎么买这么多回来 夏丰看着停在门口的小货车问道 嘿嘿 这不是怕不够用吗 多买些备用也好 我和秦少晚上准备也在这里住下 到时候 帮忙跑跑腿啥的也方便 国民小王笑着说道 你们晚上不回去了吗 夏丰问道 不回去了 国民小王说道 那行吧 反正房间也住得下 到时候 你跟秦少一个房间 夏丰点了点头 夏丰说了 他喜欢热闹 国民小王和秦斗住下也好 难免有些事情 需要他们帮忙 夏丰买的别墅 有七个房间 足够可以住下了 好嘞 国民小王听后乐的 开始帮忙搬东西 晚上的时候 夏丰开始了自己的直播 夏丰直播间 大家晚上好 都吃饭了没 夏丰进入直播间后 开始向网友们打招呼了 网友6542 林儿 你现在越来越懒了 以前整天的播 现在晚上播两个小时 都算久了 网友655 以后 我们要叫你林老板了 网友6987 林老板 网友68 林老板 弹幕上瞬间出现 一排排的林老板 什么嘛 我这不是最近忙吗 今天有福利给你们哦 夏丰撇了撇说道 网友368 福利 林儿你要换装吗 网友6987 今天是不是又要偷拍你哥哥了 如果是的话 这就是最好的福利 网友102 对 这就是最好的福利 网友6398 不知道大仙此刻在干嘛 是不是在忙着修炼 网友3698 顶楼上 想什么 今天准备给你们介绍一个漂亮姐姐 夏丰拿着麦说道 网友68 不要小姐姐 要大仙 网友3320 不要小姐姐 要大仙 网友201 不要小姐姐 要大仙 很快 弹幕上又出现了一排喊着 要见夏丰的话 网友6321 什么小姐姐 先看看再说 网友6987 林儿 有没有你漂亮 那肯定比我漂亮 现在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好姐妹文姐姐 夏临说完 把镜头拉下秦文 秦文笑着朝镜头说道 各位网友 大家晚上好 秦文突然出现在夏临的直播间 确实给直播间的水友们 惊艳了一把 网友3654 哇林儿说的对 这小姐姐确实漂亮 网友21 爱了爱了 不愧是林儿的姐妹 网友698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网友6697 哈哈 道友请说 网友69988 你们这群猥琐必让开 让我来 秦文的出现 还给夏临收获了一批礼物 纵然如此 还是有很多的网友 声称要看夏丰 能提出如此要求的 大多数是小迷妹 他们来夏临的直播间 就是想看夏丰的 给你们再介绍一个网络红人 秦文神秘一笑 网友662 谁啊 今天是主播聚会吗 网友3669 是不是小姐姐 网友362 我们口味很刁的 不是小姐姐就算了 秦文没看弹幕 朝坐在一旁的国民小王 招了招手 国民小王好奇的走了过去 登登登 你们看看这是谁 秦文拿着镜头 转向国民小王 网友 卧槽 网友6974 王校长 网友887 真的假的 网友3201 你眼瞎呀 这就是王校长 网友665 难怪凌然是土豪 都跟王校长做朋友的人 我们以前被迷惑了 网友3362 还我的火箭 你这个土豪 大哭的表情 网友632 王校长 你好帅 网友3210 看来这里也非等闲之辈 估计是被包了 网友6987 对 就是被包了 溜了 溜了 国民小王被叫过来 莫名其妙受了一波追捧 他可是网络红人 被称为国民老公的人 差不多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嗨大家好 国民小王跟大家打了个招呼 很是亲切 网友365 老公 你在跟我说话吗 网友654 楼上的去泰国 没有做干净吧 网友3214 真特么恶心 逮着人就喊老公 你老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在万马奔腾 网友32198 这话好酸呀 随着国民小王的加入 人气一开始大涨 国民老公这个词 就是潮流 虽然很多人嘴里说着 看不起国民小王 说他靠着他爸老王 其实自己一点本事也没有 说这话的人都是算人家 国民小王妥妥的海归人士 博学多才 关键三观很正 不是一仗权势的富二代 大家突然看着国民小王的出现 还是有些兴奋的 殊不知国民小王在夏林家里做着苦力 而鲨鱼的平台的某一直播间 一个叫大白兔的女主播脸上 化满了浓妆 在直播间直接骂道 大家都看见了吧 我之前是怎么说来着 这鲨儿突然火爆了 就是炒作手段 现在连国民小王都 过去驻镇了 估计是给包了吧 我平时最讨厌这种表面里一套 背地里一套的人 好好的一个十八线游戏主播 突然摇身仪变成了鲨鱼异解了 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网友二百二十一 对 大白兔说的对 王校长是什么人 岂会亲自去给他去站台 这就是给包了 网友三百二十 他们这些大少 不就是最喜欢玩这些网红吗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你还不是敞开了让玩 网友六百九十八 哈哈 没毛病 网友九百八十七 我刚刚从那边过来 看情况确实是被包了 大白兔说的对 我支持你 网友三百二十 淡定 淡定 等王校长玩腻了 风头一过就没热度了 大白兔声称 一个小时后后在直播间爆料 他的人气越来越旺 一个个的跑过来等着他的爆料 鲨鱼心意解和王校长 这可是大瓜啊 一些喜欢吃瓜的群众 纷纷闻风而来 原本大白兔的直播 也就几千人在线 经过他这么一说 直播间的观看人数达到了五万人 柳安花鸣送来火箭加十 你来打我呀 送上火箭加二十 老子是你爹送来火箭加十 网友三千三百二十一 大白兔 快点爆料 网友两万六千六百九十七 求爆料 网友三千五百四十七 求爆料 大白兔的直播间弹幕上 爆满了求爆料的字眼 礼物蹭蹭地往上涨 他的直播间突然火爆了 直追连直播间的人气 稳居鲨鱼平台第二 大家这么热情 那我就爆个料 灵儿就是给爆了 这是最新得到的消息 别看灵儿装的清纯 背后指不定怎么取悦王校长呢 若想知道后续和具体情况 明天晚上八点直播间不见不散 大白兔说完下了直播 留下一脸莫名其妙的网友 这手操作 简直是热了狗了 大白兔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好奇心 这个瓜 经过一晚上的发酵 明天绝对爆炸 他只要等到明天晚上八点即可 到时候 就会收获数百万粉丝 玩网络的就是如此 要懂得造势 为自己造势 其实他屁的料也不知道 只是看见国民小王 出现在铃儿的直播间 有些气不过 胡乱的发了几句牢骚话 没想到网友们这么好动 凭什么国民小王要看上你 老娘哪里比你差了 老娘36F 你有吗 阿兔 这样做会不会惹上麻烦 刘剑担心的问道 刘剑是大白兔的男朋友 他一直在后面默默的帮助大白兔 而大白兔 每天在网络上跟大哥聊骚 他只能假装看不见 并且大白兔晚上经常夜不归宿 他也知道是干什么去了 毕竟那些绑一的大哥 凭什么给你白刷礼物 给你冲绑 他知道了又能如何 有些事情看破不说破 因为他太爱大白兔了 为了自己爱的人 这点气都忍不了 凭什么说爱他 爱他 就要做好舍生取义的精神 为他生 为他死 为他呼人贝尔大草原 你懂什么 大白兔有些厌烦的 看了一眼刘剑 若不是两人是同学 早早的在一起了 大白兔还真看不上这样的男人 大白兔没想过现在要跟刘剑分开 毕竟有这么一条田狗在身边 随时可以使唤 多方便啊 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这还能说什么 爱我这不是担心你摊上是吗 刘剑听后叹息了一声 你要是怕死 现在收拾东西滚蛋 别在老娘面前晃悠 大白兔欺不打一出来 这个废物 亏了你还是男人 我不走 也不怕 有什么事情 我都愿意给你挡着 刘剑很是没有底线的说道 随着大白兔的这么一炒作和爆料 当天晚上就在娱乐新闻上面开始发酵 毕竟国民小王和夏琳的瓜 还是很多人愿意吃的 夏琳今天早早的下了直播 因为家里有很多人的原因 他播的不久 也不知道现在网络上 都是他和国民小王的消息 而事件的主人公国民小王 正在忙碌的铺着床铺 雨晴 你的房间弄好了 国民小王收拾完后 走出来朝马雨晴喊道 嗯嗯 麻烦你了王少 马雨晴听后笑道 客气啥 都是我该做的 国民小王得意一笑 秦斗和英伦彼得 都在铺着其他的床铺 这三人仿佛是家里的庸人 什么事情都喜欢抢着做 忙碌了一天 国民小王和秦斗 早早地回到了自己房间 这两个好基友 第一次同睡一床 难免有些不适应 一人拿了一床被子 分看睡 你晚上打不打呼噜的 国民小王躺在床上 看着秦斗问道 这也是我要问你的 晚上要是打呼噜 吵得我睡不着 那大家都别睡 秦斗回应道 你说这话 我就放心了 国民小王嘿嘿一笑 两人虽然斗嘴 但还是躺在了一张床上 恩真香 秦斗闻了闻被子 一脸满足 怂样 国民小王翻了一个身 不想看到秦斗那张 令自己恶心的脸 叮 两人的手机同时响了起来 魔独四少群发来了一条消息 蒋欣 王少 可以啊 把链拿下了 国民小王 秦斗 蒋欣 你发什么疯呢 别瞎 JB说 蒋欣 哈哈 秦少你这是吃醋了吗 我没胡说啊 你不行啊 争不过王少 秦斗 你TM找死啊 国民小王 虽然你说的有些道理 他确实争不过我 但是 你别胡乱抹黑铃 我跟他清清白白 你可别害死老子 国民小王 赶紧撤回 蒋欣 我没乱说啊 你等会 蒋欣 一张截图 蒋欣 你自己看看 国民小王和秦斗 看着手机瞪大了眼睛 鲨鱼平台新一线主播 林儿被王校长给包了 其中隐藏了不为人知的故事 明天晚上八点 请关注我的直播间 大白兔为你们报第一首料 而后各大知名平台的娱乐新闻 都刊登了这则消息 特别是鲨鱼平台 这条消息 被吵到了最热门 卧槽 这煞笔 国民小王抱了一句粗口 这狗日的大白兔 是谁啊 他们的在作死吗 秦斗也骂道 骂的 这比自己想死也算了 还想拉上老子 国民小王越说越气愤 你不是网络红人吗 你发条微博澄清一下 秦斗提了一个建议 这个时候去澄清 只能推波助澜 这不是让这件事 更加向着被动发展吗 国民小王看白痴一样 看了一眼秦斗 那怎么办 秦斗也无奈 此事必须马上压下来 免得让林儿被污蔑 我倒是无所谓 国民小王冷静了一会沉声道 找马叔叔帮忙 这几个媒体都跟他有关 秦斗说道 对 你在群里发个消息 让蒋星别胡说八道 我去找雨晴 国民小王说完爬了起来 朝马雨晴的房间走去 魔都四少群 秦斗 蒋星 此事到此为止 别特么的乱发了 蒋星 秦斗 我没再跟你开玩笑 不然 你承受不起 蒋星 卧槽 说得这么严重 还能把我咋的 蒋星听后 也来的脾气 他啥事也没做 这个消息 又不是他传出来的 他只是无意中看见了 在群里问问而已 秦斗 爱信不信 国民小王来到马雨晴房间后 拿着手机递给马雨晴说道 你看看 打个电话给你爸爸 让你爸爸马上处理 马雨晴看后 神情凝重的点了点头 很快 企鹅马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先是打电话 给陈大杰骂了一顿 陈大杰很是委屈 只能爬起来跑回公司 马上处理这次的事情 企鹅马把 有关网站的负责人 一个个骂了个通透 真特么总爱给自己找事情做 随着企鹅马的发飙 活跃在网络上的热词 一下消失不见了 而鲨鱼平台做得更狠 直接把大白兔的账号 永久封禁 我擦我的账号怎么 被封禁了 大白兔在得意洋洋地 浏览着自己账号 看着粉丝蹭蹭地增加 心里别提多兴奋了 这时突然收到 账号被永久封禁的提示 啊 怎么了 刘剑听后连忙问道 你看 账号被永久封禁 凭什么永久封禁我的账号 大白兔把手机一扔 丢到了刘剑身上 刘剑拿着手机一看 真的是永久封禁 他随后连忙掏出手机 浏览之前的新闻 竟然全部被404了 阿兔 出事了 之前发的有关链的消息 全部没了 刘剑大惊 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降临了下来 总感觉要出事 大白兔听后 抢过刘剑的手机 看了起来 越看脸色越沉 肯定是国民小王搞的鬼 妈的 自己做的事 还不让别人说了 我偏偏要说 大白兔很是生气 这么急着攻关 这不是心急了吗 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欺负老实人吗 太黑暗了 大白兔很是生气 阿兔 算了吧 这是绝对不简单 再说 我们也没有证明 这是诽谤 搞不好要出大事 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大白兔想炒作自己 故意编造了这么一个谎言 现在东窗事发了 他能不为大白兔担心吗 毕竟国民小王这样的人 他们惹不起阿 你真是废物 自己女朋友被欺负了 你就知道退缩吗 大白兔恶狠狠地朝刘剑骂道 我 刘剑有些吞吐 我你用的账号继续发 我要揭发他们这种黑暗的操作 我要让广大网友都知道 他们之间丑陋的事情 大白兔又气又恨地说道 本来以为自己这波操作 可以登顶一流网红了 哪知道还没有到第二天 这些消息全部没了 就连自己的账号都被永久封禁 那可是自己两年的心血啊 里面还有那么大哥支持自己 自己的心血不能付诸东流啊 刘剑听到大白兔说 要拿他的账号继续发 他有些担忧地继续劝魏道 阿兔 你就听我一句劝好不好 你若继续下去 肯定会惹上大麻烦 怎么了 你害怕我用你的账号 给你惹火上身了 大白兔瞪了一眼刘剑质问 不阿兔 我是关心你 国民小王 我们得罪不起啊 刘剑连忙否认道 那你就闭嘴 滚一边去 大白兔没有理会刘剑的劝告 拿着他的账号 洋洋洒洒的 写了几千字发了出去 还亲自拍了一个视频 点名国民小王包了夏琳 还利用手段 把自己的账号给封了 并且还用自己的关系 把有关消息全部删除了 如此操作 简直令人恶心 难道你敢做不敢当吗 这消息刚发出去 很快就被屏蔽了 大白兔根本发出去 只要有关国民小王和林儿的消息 都被后台审核 直接给屏蔽了 卧槽 大白兔见到这个情况 直接报了一句粗口 怎么了 刘剑连忙关心的问道 妈的 我刚发出去 有关国民小王和林儿的消息 全部被屏蔽了 大白兔气愤的说道 收手吧 阿兔 刘剑面露为难的说道 没用的男人 大白兔说完这句话 开始拿着手机打开微信 联系他的守护大哥 他需要安慰 不管是精神上和身体上 刘剑都给不了他想要的满足 我出去了 你自己老实待在家里 大白兔说完 拿起包包摔门去 刘剑满脸无奈的 看着离开的大白兔 希望他能少受些摧残 怎么样 都处理好了吧 秦斗看着国民小王问道 处理好了 明天再找那大白兔算账 他这是恶意实施 捏造散布某种虚构的事实 足以贬损他人名誉 而且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已经构成了诽谤罪 国民小王丝毫不同情志的大白兔 大家都是成年人 要为自己犯下的过错负责 诽谤罪情节严重的三年以下 或者拘役 很明显 大白兔属于情节严重的 再加上国民小王从中出力 他是逃不了好了 这方面的关系 我来出面吧 毕竟我家是系统内的 秦斗提议道 好 那就交给你了 国民小王也不拒绝 秦斗办起这个事情来 却是比他方便一些 反正有关灵儿的事情 他去办或者秦斗去办都无所谓 第二天 某酒店中 大白兔经过一夜的奋战 他在绑一大哥怀里睡得正香 此时房门被敲响了 谁啊 绑一大哥朝门外喊一句 开门 警察 门外传来低沉的声音 绑一大哥瞬间跳了起来 生怕是自己老婆 通过手段查来了 迅速地穿穿好衣服 大白兔被绑一大哥 这突然的动作给吓醒了 睡眼朦胧地问道 刘哥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赶紧穿衣服 警察来了 绑一大哥催促道 大白兔听后一惊 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也不墨迹 赶紧穿好了衣服 绑一大哥穿好衣服后 跑去给房间门打开 问道 警察同志 你们这是 胡斐是不是在里面 其中一个警察问道 胡斐是谁 绑一大哥莫名其妙 不会问的是大白兔吧 这大白兔自己是玩了几次 但还真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 这时大白兔走了出来 说道 我就是胡斐 我犯什么事了 那警察看了一眼胡斐 确认了他的身份 说道 你犯什么事了 你自己心里清楚 一起带走 为你们干嘛 连我也带走 绑一大哥急了 自己这要是被带进局子 那可是要出大事了 铁钉要被家里的母老虎知道 到局里再说 那警察懒得听绑一大哥解释 手一挥 全部带走了 大白兔被抓的事情 很快就传到了秦斗这里 秦斗接到电话后 直接挑明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他们这边 会让各大媒体 提供有利的证据 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一切按正常流程去走 搞定了 国民小王问道 搞定了 这点小事 还不轻轻松松 秦斗笑道 别吹牛逼了 赶紧洗碗 国民小王骂道 老王最近可谓是春风得意 昨天晚上 就接到了彼得家族的电话 他们愿意出40亿欧元的价格 买下一达集团 在大不列滇国的产业 流程快的话 这两天资金就会到账 老许啊 你不是在阳城有快递要出售吗 卖给我 老王拨通了恒泰集团 老总许家印电话 是啊 老王你有资金拿下 许家印好奇地问道 他确实有快递在出售 售价200亿软妹币 对啊 卖给我吧 老王确定道 老王 你可别逗我了 你还有钱买我的地吗 许家印有些不信 一达集团的情况 他又不是不知道 自己都举步难间了 还有剩余的资金 拿下自己的地 我逗你干什么 一口价180亿 老王得意道 老王 就算你有钱 也不是这么开价的吧 许家印笑道 160亿 许家印 140亿 老王 你在开玩笑 我可要挂电话了 许家印语气中透露着不爽 你当买白菜呢 一句话 减20亿 许家印现在可以肯定 老王就是在斗自己玩 老许啊 140亿卖 还是不卖 你放心 你总有求到我身上的时候 若是你卖了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我这人情 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老王说出这话的时候 非常的自信 自己儿子跟夏丰 现在关系打理的好 大家都是 混在金字塔的人 迟早你要碰上夏丰 老王 我看你是想钱 真的想疯了吧 许家印问道 爱信不信 你可以打个电话给老马 看你要不要这个人情了 好了 机会给你了 不卖就算了 老王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他越是这样做 许家印心里肯定越疑惑 自会打电话给老马确定 到时候 许家印肯定会再来找自己的 这扯着虎皮拉大旗的事情 做起来真他娘的爽 老王在办公室 翘着二郎腿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很是爽快 许家印见老王 直接挂断了自己的电话 他很是生气 你搞得好啊 自己没挂你电话 你倒是先挂了自己的电话 神经病啊 许家印没有理会老王说的话 把手机扔在一旁 随后他心里总觉得 老王不对劲 老王可不是一般人 他自然不会闲着没事 来逗自己玩 如果老王不是 来逗自己玩 那么他刚刚说的话 都是真实的了 许家印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便拿起手机 拨通了企鹅马的电话 喂 马总 最近过得如何 许家印见电话接通后 率先开口道 还不错 许总 找我什么事 企鹅马好奇地问道 是这样的 今天老王给我打了个电话 要买我的一块地 他给的价格有些低 还说要我卖他一个面子 他欠我一份人情 最后还特地让我来问问你 他的人情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我就是想问问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家印把心中的疑问说了出来 这是确实有些太离谱了 关键这个离谱的对象是老王 这就值得考验了 那许总 你是怎么想的 企鹅马问道 我就是心中有疑问 拿不定主意 才要问问你 许家印如实说道 许总 如果老王真的这样说了 那你就按他说的去做 他这份人情 确实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企鹅马确定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总 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 许家印很想知道 背后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何老王和老马都知道 自己却被蒙在鼓里 难道自己不配做 你们这个圈子的人了 不至于啊 自己家大业大 虽然比不上老马 但是比老王好太多了吧 许总 有些事情 何必问到底呢 以后你会知道的 企鹅马可不能说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许家印自己还不能理解 那就爱莫能助了 我知道了 谢了马总 改天请你喝酒 我正好搞了两瓶老酒 许家印也不傻 既然企鹅马不愿意说 肯定是不能说 已经到了企鹅马不能说的地步 这确实有些很吓人了 行 反正大家都在渔城 有空我联系你 企鹅马硬道 好 那马总你先忙 许家印打了个招呼 便挂断了电话 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点了一根烟 脑海里回想着 企鹅马和老王说的话 什么时候 时代变得如此快了 他感觉自己要跟不上大家的脚步了 虽然大家在一个圈子里 若是谁的脚步夸得比较慢 落后就要被踢出局 自己凭借多年的奋斗 才把恒泰集团发展得这么大 他可不想真的被踢出局 扬城那块地 以140亿卖给老王 确实亏了 当初自己拍下的时候 花了120亿 这么多年了 才赚20亿 已经很亏了 但是 许家印更好奇的是 老王为何夸下如此海口 还得到了企鹅马的认同 其实 企鹅马自己之前被老王坑了两笔 现在看着许家印 就将要走自己的后路 他也乐意促成 到时候大家都知道了 也不是自己一人被坑 总要拉几个队友 一起来被坑 许家印思索了很久 最终决定给老王打个电话 王总 许家印这回的语气好了很多 连王总都喊上了 许总 这么喊 有些见外啊 老王嘿嘿笑道 老王 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名人不说暗话 你今天跟我说那些话 是什么意思 许家印不再打马虎眼 直接向老王问道 许总 这么跟你说吧 有些事情 我现在不好说 但是绝对不会让你后悔 你以后还会感激我 老王虽然扯上虎皮拉大旗 但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 还是不能说 更加不能承诺许家印什么 话说得模棱两可 让许家印又心动 又拿不准 行 那块地 140亿卖给你 老王你可别坑我呀 许家印沉思了一会 最终同意 把阳城的那块地 以140亿卖给老王 他是不缺钱 几十亿对他来说 也不是很大的事情 如果老王一个人这样说 许家印自然不必理会 连企鹅马都这样说了 此事确实值得商榷 就当卖老王一个人情 低价卖给他了 老许 你做事 还是比较爽快 这个人情我记下了 老王听后乐道 两人胡乱地扯了几句没用的 便挂断了电话 夏琳的别墅呢 夏琳今天准备 中午直播下风做饭 大家好 今天中午 我给大家直播我个做饭 这是给你们发福利了 夏琳对着镜头 笑嘻嘻地说道 昨天晚上 大白兔一事 他到现在还不知情 网友3365 挖大仙还会做饭 网友6688 太好了 大仙做饭 是不是会直接用法力 网友69887 只要能看见大仙 干什么都行 网友3669 林儿 快点 别耽误时间 飞来飞去 不自知打赏火箭加石 飘飘雪打赏火箭加石 一听到夏琳说 今天中午直播下风 大火礼物刷刷地送了起来 夏琳随后把镜头一转 夏琳的身影 出现在直播间内 只见他一手握住锅饼 一手拿着铁铲 在快速地翻炒 网友369 哇大仙真清静 跟我们炒菜的姿势 也差不多吗 网友6987 放屁 你没看见 大仙把菜抛那么高一滴油 都没飞出去吗 这是用了神力 网友698 好帅哦 网友2210 这背影 爱了爱了 网友66987 等等你们看看 那边洗菜的 是不是王校长 网友6987 网友96977 就是王校长 卧槽 网友998 还有三个人 其中有两个老外 网友 我王校长 怎么沦落成洗菜宫了 突然镜头的一角 拍到了国民小王等人 这几人正好在摘菜和洗菜 被夏琳拍个正着 网友 谁TM昨天说铃被包了 站出来 你看老子不抽死你 污蔑铃 网友68874 对 王校长都沦落到洗菜了 铃包了他还差不多 网友 放屁 这时 国民小王端着一盆洗好的青菜 走了过来说道 夏大哥 洗好了 还有什么事情 要吩咐我去做的 网友 网友 什么情况 这王校长的语气 怎么听起来像个庸人 夏琳的直播间炸开了锅 国民小王的出现 无疑像个深水炸弹一般 直接让直播间的弹幕炸开了 网友987 网校长怎么沦落到干洗菜宫的活了 这世界变了吗 网友3301 你懂个屁 在大仙面前啥都不是 网友3021 对 这个才是说到主题上面来了 网友3604 看来大仙的魅力 无处不在啊 男女老少通杀 王校长也不例外 网友9887 嘻嘻 我就喜欢长头发的小哥哥 夏丰炒好一道菜后 拿起锅向后面一抛 锅中的菜 就跟长了眼睛似的 直接飞入了后面的碗中 一丁点都没有落在外面 突然的这一操作 把网友们再次震惊了一把 这技术 不练个十年八年的 根本做不到 夏丰怎么看 也不像厨师 那就证明 夏丰就是大仙无疑了 花开花落花满天 送来火箭加武林 并复言 大仙这波操作666 人生得意虚净欢 送来火箭加石 并复言 我为王校长打个咖 爱你666 送来火箭加石 你来打我呀 送来火箭加石 夏丰的直播间 公平不断有人刷6666 礼物也在大把的刷 随着夏丰炒完最后几道菜 大家坐在桌上开始吃饭 夏丰把手机摆放在客厅里 正好拍到饭桌 夏大哥 要不要喝点 我车上有两瓶好酒 秦斗提议道 嗯 好 夏丰点了点头 秦斗文言起身跑了出去 很快拿来了两瓶年代久远的茅台酒 寻宝斋 我去这市冲天猴限量版茅台酒 市场价已经炒到了几十万一瓶 网友9444 寻宝斋 又看见你了 你又来寻宝了吗 网友984 寻宝斋说的没错 这酒确实很贵 铃儿到底认识一群什么样的狗大户 网友36887 早就说了 铃儿就是豪门 他不需要嫁入任何豪门 夏大哥 来尝尝这个酒 秦斗打开酒瓶 一股浓烈的酒香挥洒在这个别墅内 英伦彼得闻到酒味后 咽了咽口水 这酒很香 很浓 一定很好喝 秦斗围着桌子 一人倒了一杯酒 一瓶茅台酒 去了小半瓶 其中 夏琳 秦文和马雨晴三个女孩子没有喝 夏大哥 我敬一杯 秦斗倒完酒后 端起酒杯 向夏丰敬道 第一杯酒 大家一起喝吧 很高兴大家来家里做客 夏丰提议道 大家客气了几句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好酒 英伦彼得喝下一杯后 赞赏了一句 秦斗听后很是得意 这酒 其实是有人送给他爷爷的 一直放在车上 没有拿下去 今日正好可以拿出来 给夏丰尝尝 夏大哥 这酒怎么样 秦斗看向夏丰询问道 面露渴望 很想得到夏丰的赞赏 一般 夏丰笑道 一般 秦斗郁闷了 这个酒还一般吗 听到夏丰说一般 秦斗也不敢反驳 只是尴尬的笑了笑 能不尴尬吗 本来想让夏丰夸赞一句的 换来的却是一般 别提多尴尬了 网友987 那个斗币是谁啊 还想拿这个酒来讨好大仙 最后被打脸了吧 网友36987 确实 要笑死老子了 网友3662 别瞎 JB说 这是秦大少 网友3098 哪个秦大少 网友7455 魔独四少 秦斗 跟国民小王一个级别的 网友987 啊 他就是秦斗啊 狗头保命 求饶的表情 被网友这么提醒 大家突然感觉到 在夏临家中的 都是大佬 不知道那两个老外 是不是也有特别的身份 能在夏临家中吃饭的 肯定都不是普通人 以前还记得 夏临在游戏直播的时候说过 说他们家里很穷 一个人孤苦伶仃 靠直播讨生活 真是我乐得草了 骗子 骗得他们好苦啊 这还叫孤苦伶仃 这还叫家里很穷 感觉坐下临家中的一条宠物 都挺幸福 网友9852 铃儿你们家还缺宠物吗 自带碗筷的那种 给我摔你们家 我不挑食的 还能给你们看家 没事的时候 还能陪你们唠嗑 你就说 当你们家宠物有啥要求 我尽量去做 只要不给我绝育就行 网友6651 哈哈秀儿是你吗 网友2001 你想笑死 老子继承我的花呗吗 夏丰见秦斗 有些不信的样子 笑道 你不信 秦斗黑黑笑道 信 我这不是没喝过好酒吗 秦斗还真信 夏丰的身份太过神秘 估计什么样的好酒都喝过 他们认为好的在夏丰面前 可能一文不值 这也一点不稀奇了 你们等着 我去楼上给你们拿瓶好酒下来 夏丰说完 起身向楼上走去 其实 这酒就在夏丰的空间戒指中 只不过大家都在 不好拿出来 找个借口 去楼上走一圈而已 夏丰上去了一会 便从楼上下来了 手中拿着一个白色毯子 没有任何的花纹装饰 瓶口还有一层厚厚的油纸密封着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瓶酒 来 尝尝我的这个酒 夏丰说完 直接打开了瓶口的密封 瓶 在瓶口的密封 被夏丰打开的那一刻 仿佛听见了一种 气体冲出来的声音 刹那间 整个别墅充满酒箱 原本茅台酒的酒箱 瞬间被掩盖了 这个酒箱 不同于之前打开的茅台酒 这酒闻起来 令人精神一振 好像味蕾有些控制不住 口水不自觉地 从嘴角流了出来 特别是国民小王 一不留神 口水滴落在裤裆上 咕噜 众人忍不住地咽了一口口水 有种不受控制的欲望 使自己把眼光聚集在酒坛上 夏临 秦文和马雨晴三人 也不例外 眼睛盯着酒坛一动不动 好香 秦斗咽了咽一口口水说道 嗯嗯 国民小王木讷地点了点头 夏丰健壮笑道 大家先尝尝吧 这个酒可以醉人 也可以不醉人 这得看喝酒人的心情 而且 这酒还有强身健体的功效 夏丰说完 把酒坛递给了秦斗 让他倒酒 秦斗双手颤抖地 接过夏丰递过来的酒坛 这种爵士好久捧在手里 秦斗有些兴奋 刚刚接过酒坛 一股浓浓的酒香扑边来 秦斗闻后 精神一震 秦斗在心里暗暗想道 真是好酒啊 难怪夏大哥说 自己那瓶冲天猴限量版茅台很一般 自己闻了这酒就知道 胜过茅台千万倍 只是这种酒 自己怎么没有听说过呢 秦斗用颤抖的手 激动的心 慢慢地开始倒酒 走到秦文身边的时候问道 你们喝吗 那还用说 秦文直接拿起了一个杯子 递过来说道 刚刚夏丰可是说了 这酒可以醉人 也可以不醉人 还得看他们的心情 他们自己不想醉 就醉不了呗 秦斗绕桌子一圈 倒完酒后 回到座位上 给自己倒了一杯满满的 可不能吃亏 国民小王健壮 心中暗骂了一句 真是太狗了 无耻 网友6521 寻宝斋 人呢 还在不在 你认识那个 是什么酒吗 网友2201 对啊 我刚刚也想问 看他们的神情 好像大仙拿出来的这个酒 比那个什么冲天猴茅台酒 限量版的 更加牛逼 网友321 不用问了 有个小细节 你们发现没有 网友2001 倒有 什么小细节快点说 别说话说一半 小弟短一半 网友85412 同问 什么细节 网友3211 刚刚秦大少倒酒的时候 手都在抖 这充分说明了 这个酒绝对好 不然以秦大少的身份 什么酒没见过 没喝过 还用得着手抖吗 还有 刚刚铃 他们几个女孩子 没喝茅台酒 而现在却开始喝了 这足够说明 这酒是极品好酒 网友88415 倒有好眼光 网友662 66666 寻宝斋 这酒我也不认识 不曾见过 像刚刚那位网友说的 肯定是好酒 网友 网友们一知无语 这寻宝斋也有打眼的时候 不靠谱啊 你们尝尝吧 夏丰看着众人笑着说道 秦斗早就等不及了 端起酒杯就往嘴里送 一杯酒下喉 秦斗感觉自己要飘了 有种翩翩起舞的感觉 就像电影中那般 整个身体都变得轻了 灵魂都在起舞 全身的毛孔舒张开来 这感觉 太好了 秦斗还沉醉在酒的回味中 闭着眼睛一副享受的样子 而秦文等人喝下酒后 眼神迷离 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 最惨的是英文彼得 喝下一杯酒后 他哭了 哭得很伤心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还没来得及喝的 杜拉彼得见孙子如此表现 有些丢人 直接一巴掌 拍在英文彼得的后脑勺 怒道 你干什么呢 哭哭啼啼的 像个什么样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英文彼得被拍了一巴掌后 稍微清醒了一点 奈何眼泪 还是不受自己的控制 他不是真的哭 而是被感动了 不知为何 心里一刹那 触发了一种电流般 被电的感激涕零 我也不想啊 实在没忍住 杜拉彼得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自己也端起酒杯喝了下去 奈何杜拉彼得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也被这酒给震撼到了 好喝 网友3220 大家看见没有 他们喝完酒的神情 好像事后满足感一样 真有那么好喝吗 网友5210 确实 这要不是秦少和王校长在场 老子差点以为 这是剧本了 网友8841 好想尝尝啊 网友22001 去吧 自带碗筷的那种 网友8841 上次是喝茶 这次是喝酒 夏丰的拿出来的东西 果然与众不同 马雨晴有些惊呆了 凭自己的家世 什么样的好茶和好酒没有喝过 但是在夏丰这里 自己之前喝的好茶和好酒 简直就是垃圾 不值得一提 越是这样 马雨晴对夏丰越好奇 难怪自己爸爸要自己过来 看来其中肯定有着极大的秘密 秦文也被自己感动了 上次那么好的茶他没有喝上 并不知情 第一次喝这么好的酒 有些流泪的冲动 就算不喝酒的他 也想再多尝几杯 大家一顿饭下来 吃得开开心心 特别是那种好酒 倒在酒杯中 想喝却舍不得喝 网友3365 林儿 你终于来了 刚刚那个酒 是什么滋味 我都看你们 有人开始哭起来了 至于吗 网友62201 同问 太好奇了 真的有那么好喝的酒吗 网友851 林儿快告诉我们 夏丰走过来 准备拿手机关直播室 看见弹幕上面雪花般的问他们 刚刚喝的酒如何 刚刚那个酒 确实很好喝 好喝到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我要下播了 明天见 夏丰解释了一句 便关掉了直播 大家吃完饭后 国民小王 秦斗 杜拉彼得 英伦彼得 负责收拾碗筷 秦斗趁大家没注意的时候 不经意间 把喝空了的酒瓶 踢到了桌子里面 一会忙完了 把自己的茅台酒 倒入里面涮涮味 酒坛虽然是空了 但是里面还有浓浓的酒味啊 不得不说 秦斗这个思维 跳动得比较快 这都能想到 真是人才啊 忙碌完后 秦斗连忙跑到饭桌旁 把酒坛拿在手里 国民小王 一直在注意着秦斗的动向 这货果然去拿酒坛去了 刚刚收拾碗筷的时候 国民小王瞄了一眼 并没有看见酒坛 原来这货给踢到桌子下去了 你这货 怎么越来越猥琐了 国民小王走过来小声地问道 怎么了 老子拿个空坛子 你也有意见 秦斗撇了撇嘴 不以为意 还一副沾沾自喜的感觉 一会也给我倒点尝尝 国民小王有些眼馋 那可不行 我准备把酒装入坛子里面放几天 拿回去给我爷爷尝尝 秦斗摇了摇头说道 我特么佩服啊 国民小王对秦斗竖起了大拇指 一脸鄙视 秦斗笑了笑 拿着酒坛跟个宝贝似的 往别墅外面走去 准备把酒倒在里面 放车里锁起来 免得被国民小王给惦记着 这货不靠谱啊 师父 明天华夏有个合作伙伴 请我吃饭 我想带上大家一起去 杜拉比德小心翼翼地 跟在夏丰身边说道 经过两天的时间 杜拉比德来华夏的消息 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 他今天刚刚接到一个电话 邀请他吃饭 这是一个合作伙伴 杜拉比德也没拒绝 也没同意 只是说问问长辈 那就去吧 一起去热闹热闹 夏丰没有意见 点了点头同意道 好嘞 那我就回复他 杜拉比德应了一句 随后走到一旁去打电话了 蒋总 我长辈同意了 明天你派人过来接吧 地址我发给你 杜拉比德拿着电话说道 好的 彼德公爵 你们那里多少人 我明天亲自上门去接你们 电话那头传来道 八个人 明天早点 若惹得我长辈不高兴了 你们生意就别做了 杜拉比德说完挂断了电话 而同在魔都的 一座高档写字楼中 蒋全水拿着电话 一脸兴奋 自己家里 做的是稀有物质 跟杜拉比德家族 有着深厚的合作 可以说 杜拉比德撑起了他们家族里 一大半产业 抛开合作不谈 就拿杜拉比德的身份来说 不是自己想见就能见的 他只是打个电话试试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杜拉比德在电话中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还有长辈在华夏 杜拉比德都称呼长辈的人 那得多么尊重了 蒋全水决定 这次带儿子 一同去见见世面 跟彼德家族的人 混个脸书 随后打来个电话 给他儿子蒋星 明天你哪里都不要去 跟爸去接一个 极为重要的大人物 蒋全水直接命令到 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以后还得靠他来接班 现在有机会 跟杜拉比德见一面 自然要带上 自己的宝贝儿子了 好 知道了 蒋星听出父亲的语气 有些命令的语气在其中 认真地点了点头 行 那先这样 蒋全水说完 挂断了电话 王秘书 你进来 蒋全水放下电话后 朝门外喊了一声 随后一个30岁左右的女子 推门走了进来 一身白领装扮 身材突凹有致 蒋总 有什么安排吗 王秘书小声地问道 今天和明天的所有行程 全部取消 包括公司的会议 我另有安排 蒋全水吩咐道 好的 蒋总 王秘书点了点头应道 蒋全水安排好公司的事情后 亲自出去 安排明天吃饭的场所 魔都四少群 蒋星 我爸明天带我去见一个 极为重要的大人物 好激动 于伟 什么大人物 你爸准备 让你接班了吧 蒋星 不知道 从我爸的语气中 可以听出来 非常的重要 想想都有些激动 不知道明天用什么方式出场 才会让大人物注意到我 于伟 恭喜了 蒋绍 发达了 别忘了小弟啊 蒋星 必须的 国民小王 啥玩意啊 于伟 蒋绍明天要去见一个 极为重要的大人物 再跟大家显摆呢 国民小王 切出险 自从国民小王认识下风以后 所有的大人物 在他这里啥也不是 蒋星 王少 你说这话 老子就有些不舒服了 什么叫出险 国民小王 眼界不一样 老子懒得 和你争论 国民小王说完 放下手机 懒得跟蒋星这个蠢货 瞎逼逼 井底之蛙 蒋星 草 鱼尾 有什么好吵的 大家都是兄弟 秦斗 眼界不一样 看的东西不一样 秦斗看到后 也连忙装了个币 而蒋星看见这个消息后 差点气吐血 国民小王说 这话也就算了 秦斗还跑过来 帮衬国民小王 他气差点就要 把裙给退了 为了明天的装币 他忍了 明天见到大人物后 再来打脸 蒋星那杀笔说 明天要去见什么大人物 你妈 差点逗了老子 秦斗拿着手机笑道 哈哈 给他乐的 认识夏大哥之后 我觉得 没啥大人物了 国民小王也笑了笑 嗯嗯 对 秦斗对这个化身表赞同 第二天一早 蒋星早早的起床了 早上七点左右 他就随着他父亲出门了 父子两人在外面设得早点 愣是硬生生的 等到九点 才向夏林别墅方向驶去 不然太早过去 容易打扰别人休息 这个速度十点左右赶到 时间刚刚好 不早也不晚 爸 今天要见的 到底是什么大人物 蒋星坐在自家的 劳斯莱斯车上 心情有些激动的问道 蒋泉水 整整弄了一个车队 前去接杜拉比德 告诉你也无妨 是大不猎巅国的彼得公爵 蒋泉水说道 啊 就是我们家跟他们 做生意的那个彼得家族吗 蒋星大惊 这确实是个大人物 难怪父亲如此大费周章 听彼得公爵 说他还有个长辈要来 彼得公爵的长辈 你想想 有多么的尊重了 蒋泉水一脸凝重的说道 蒋星认可的点了点头 一会表现的精灵点 让彼得公爵记住你 以后家族的生意 迟早要交到你手上的 蒋泉水 看着自家儿子嘱咐道 这小子三十岁了 还不成婚 一天就知道 跟国民小王他们吃喝玩乐 不务正业 看着都让人头痛 你说你玩归玩 你也得干点事情啊 国民小王有自己的投资公司 还搞了一个什么 直播平台 卖了几十亿 至少也赚到钱了 秦斗也是一样 有自己的投资公司 据说投资的几家公司都上市了 还有国内唯一的法拉利俱乐部 都有自己的产业 而自己儿子呢 除了成天泡妞 玩跑车 啥也不是 所以这次蒋泉水想把蒋星带出来 渐渐试免 知道了 蒋星面对父亲的说教他 无从反驳 上午十点左右 蒋泉水父子准时到达别墅门口 蒋泉水连忙的下车 小跑到别墅门口 这时别墅里面的人听到了动静 国民小王第一个走出来看 嗯 国民小王 蒋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社会怎么在这里 蒋叔 你怎么来了呀 国民小王走出来后 笑着问道 国民小王 你怎么在这里 蒋泉水也是一脸莫名其妙 难道自己走错了 国民小王笑了 他听到门口有动静 想出来看看 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蒋星父子 那昨天蒋星说的大人物 就显而易见了 哈哈 国民小王差点没忍住 要笑出了声 我这两天都住在这里 蒋叔你这是 国民小王明知故问道 可能搞错了 我打个电话问问 蒋泉水有些尴尬 按照导航过来的 没错呀 蒋叔是不是来接彼得公爵的 国民小王见蒋泉水 掏出了电话 狐疑地问了一句 别墅里面 除了自己几个人 就属夏丰和杜拉比德 最牛逼了 据他了解 蒋泉水肯定是不认识夏丰的 那么就剩下杜拉比德了 嗯 对 你怎么知道 蒋泉水一愣 小彼得 去喊你爷爷下来 就说接他的人来了 国民小王朝别墅里面 喊了一声 嗯 小彼得 王家什么时候这要牛逼了 这一句 小彼得可是把蒋泉水 吓了一跳 这蒋泉水 这了半天 没有说出话来 而站在后面的蒋星 一脸猛逼 想上前问问国民小王怎么回事 但又默不开面子 这时 杜拉比德从别墅走了出来 蒋泉水一看 连忙迎了上去 恭敬道 彼得公爵 快快有请 杜拉比德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急 蒋泉水点了点头 他知道 彼得公爵 还有一个长辈在别墅 这时 秦斗和秦文 还有夏琳他们 都走了出来 什么情况 蒋星见后 差点惊呼出声 这里除了夏琳 其他的人他都认识 他们怎么跟彼得公爵 都认识 现在蒋星回忆起昨晚在微信群说过的话 有些害臊 他瞄的 自己还以为可以装毙了 原来他们早就不在乎了 蒋说 秦文和马雨晴同时喊道 唉 蒋泉水木讷地点了点头 等了两分钟左右 夏琳和英伦彼得从别墅里面走了出来 英伦彼得手里提满了垃圾袋 在蒋泉水诧异的眼光下 英伦彼得走向了垃圾桶 师父 请 杜拉比得原本绑着的脸蛋突然笑容满面 和蔼可亲 一副讨好的样子跑去给夏丰拉开车门 蒋泉水父子再次被震惊到了 师父 这么年轻 杜拉比得那讨好的样子像极了刚刚的自己 好没底线哦 看着让人觉得 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弟 哎呀妈呀 三观尽悔 林儿 过来 夏丰朝夏琳招了招手 夏琳跟着夏丰同坐在一辆车上 蒋总 还处在这里干什么 杜拉比得有些不爽 怎么跟个二愣子 这么不精灵 哦 好 彼得公爵这边请 蒋泉水见头车被夏丰给坐了 他准备让杜拉比得坐后面一辆车 我坐副驾驶 你去招呼这几个娃娃 杜拉比得说完 拉开头车副驾驶的车门钻了进去 蒋泉水伸在空中的手放下来也不是 不放也不是 随后干脆顺着手势 跟国民小王等人你说道 来 你们坐这些车 蒋叔 不必客气的 我们自己来 国民小王说完 开始陆续上车 直到所有人上场 蒋泉水才反应过来 赶紧上车朝目的地驶去 你不是跟国民小王他们走得近吗 到底怎么回事 蒋泉水在车上看向蒋星问道 蒋星自己也是一脸猛逼 他也不清楚啊 他只知道 两人最近在争做什么舔狗一号 二号的 还是为了一个叫铃儿的女主播 铃儿 等等 刚刚彼得公爵的那个年轻师傅 不就是喊一个年轻女孩铃儿吗 想到这里 蒋星突然明白了 原来如此 这个舔狗 根本不是为了争宠一个女孩子 而是真的来做舔狗啊 难怪了 难怪了 我天天说自己没出息 成天在群里神神秘秘的 爸 我问问 他们最近一直在跟前车的那个铃儿联系 原因在这里 蒋星说完 迅速地掏出手机 给魔都四少群发了一条消息 蒋星 两位大少有些不人意了吧 于伟 什么情况 于伟 你不是跟你爸去见大人物了吗 国民小王 昨天蒋星聊天的微信截图 蒋星 蒋星 王少 大人有大量 到底怎么回事 还请指教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蒋星很是没有底线的 连忙告罪 于伟 卧槽 什么情况 谁能回答我一下 S3人 蒋星 于少别吵 晚点再跟你说 于伟 秦斗 想做舔狗三号 蒋星 于伟 零零 蒋星 可以吗 于伟 吐血的表情 国民小王 看你表现 蒋星 两位大少别卖关子了 帮个忙 秦斗 脱了裤子 魔都跑三圈 蒋星 国民小王 别他妈再发了 今天你会见识到 什么是大人物 蒋星 两位大哥 我错了 求饶 秦斗 王少说的对 好好表现 总之我告诉你一点 林儿他哥 是任何人都惹不起的存在 蒋星看到这里 拿着手机一脸后悔 那么的 他感觉自己 错失了很多机会 怎么回事 蒋泉水见自己儿子不说话 便问道 秦斗说了 彼得公爵的师父 是任何人惹不起的存在 蒋星耸拉着一张脸 比哭还要难看 蒋泉水虽然大概猜到了一些 但是 听到蒋星这样说 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杜拉比德是大不列颠国的公爵 也是世界文明的人物 这样的大人物 来到了华夏 喊一个年轻人师父 表现出来的模样 像个下人一样 这得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自己国家 已经牛逼到这种程度了吗 为什么自己之前 从未听说过 有这么一个人 蒋泉水心跳开始加速 原来真正的大人物 是那个年轻人啊 哪怕经历风雨的蒋泉水 现在也有些紧张了 为什么国民小王和秦斗 怎么跟他们认识 你却不认识 蒋泉水想到这里 好奇问道 之前他们在群里提起过 我没在意 所以没有多问 更加没有参与 蒋星自己也是 一脸的后悔 早知道多问问 一起去做田狗 该多好啊 蒋泉水听到这里 一阵头痛 果然是个废物啊 蒋泉水看着自家的儿子 在对比一下国民小王和秦斗 微微叹息了一声 差距太大了呀 别人泡酒吧的时候 你知道跟着去了 别人泡妞玩跑车的时候 你也知道跟着去了 现在别人在抱大腿的时候 你还在酒吧泡妞 人比人气死人 或比或得扔 啥也不说了 认命吧 蒋泉水一副心累的样子 躺在座位上 开始闭眼休息 蒋星知道 这次是自己的原因 低着头不敢说话 随着车队 来到郊外的一处农庄 车子还没停稳 蒋泉水就率先下了车 小跑到头车旁 帮夏丰把车门打开 杜拉比德刚刚下车 便看见蒋泉水 把自己的事情给抢去做了 有些咬牙切齿 你腾得脑子有病啊 车子刚刚停稳你就来了 夏少 请 蒋泉水微微躬身 邀请夏丰朝农庄内走去 在车上的时候 蒋泉水特地让蒋星 问了国民小王 才知道夏丰的名字 不然这会名字都不知道 就要弄出很不尴尬来 龙腾山庄 是魔都最大的山庄之一 里面你想吃 想玩的应有尽有 而且 这里只接待山庄的会员 没有会员卡 是进不来的 会员卡 都是经过山庄评级考察后 才发放 蒋泉水昨日亲自来 订了一个大大的包厢 要不是提前来 包厢都订不到 握着脸皮主动跑过去 帮国民小王打开了车门 哟 你蒋大少这样 我有些不习惯啊 国民小王看着蒋星笑道 飞飞说哪里的话 以后还得仰仗 你和秦少多多照顾 蒋星丝毫不觉得脸红 脸已经丢大了 那就丢到底 干脆不要脸了 现在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了吧 让你天天嘚瑟 秦斗下车后 看着蒋星说道 两人倒是没有真的想责怪蒋星 只是让这次的事 对他有个教训 毕竟大家平常都在一起玩的 朋友一场 一会机灵点 夏大哥那里 你不要去凑热闹 你还不够资格 这不是在说你 我和王少也不够资格 所以 你把重心放在铃儿身上 兜兜铃儿 开心开心 秦斗终究有些不忍 把自己的经验传授 给了蒋星 当初国民小王 就是这样教他的 结果就不用说了 等你被铃儿接纳了 你就荣升到三号舔狗了 不知道你对三号舔狗 这个位置 可还满意 国民小王笑着向蒋星问道 满意 满意 看不起国民小王 和秦斗两人 争着做舔狗 现在这三号舔狗的位置 自己反而有些渴望得到了 装出去的 必已经收不回了 满意就好 祝你早日 荣升三号舔狗 到时候 要记得自己说过的话 脱了裤子 魔独跑三圈 国民小王没有忘记 当初蒋星在群里 说过的狠话 及时地提醒了一句 可别把这么重要的承诺 给忘记了 聊天记录还有呢 嘿嘿 蒋星笑了笑没有说话 众人跟随着蒋泉水 来到了最里面的大包厢 刚刚一进包厢 杜拉比德 殷勤地跑到主位上 把椅子拉开 笑着向夏丰说道 师父 坐 蒋泉水一脸鄙视 竟然被这老外抢了些 他现在是知道了 夏丰才是真正的大佬 杜拉比德在他面前 也是一个小弟 与其跟杜拉比德 这个老外打好关系 还不如直接跟夏丰 把关系处好 毕竟大家都是华夏人 更容易相处 等大家坐下后 蒋泉水自我介绍道 夏少你好 我叫蒋泉水 今天很高兴能请大家吃饭 也感谢大家的赏脸 蒋泉水说完 还朝大家弯弯了腰 诚意那是相当的足 整个饭桌上 除了杜拉比德 可以说都是年轻人 都算他的晚辈 主要原因是 夏丰给他的震撼太多了 蒋总 大家随一点就好 夏丰说道 夏少 你叫我小蒋就行了 夏少您说的对 大家随一点好 蒋泉水连忙笑着回应道 小蒋 国民小王 秦斗 众人 听到这话 蒋星都觉得有些害臊 老爸你舔得太过了 被看出来了 而当事人蒋泉水 浑然不知 还一副笑容满面 蒋总 这样叫有些不妥吧 夏丰眉头一皱 妥当 妥当 应该的 蒋泉水还在继续舔 蒋泉水也不傻 能有杜拉比德这样的小弟 还有国民小王等人 围着转的人 这种人的境界 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 早点拜个山门以后 好行事 蒋星有些欲哭无泪 自己老爸 真被夏丰叫成小蒋 他就是小小蒋了 这不是平白无故 矮了国民小王和秦斗一辈吗 原本的三号舔狗 已经矮了一头了 现在矮一辈了 蒋总 快些让人上菜吧 杜拉比德 有些看不过去了 太特么能舔了 你如此优秀 还让我们怎么活 嗯 好 你们先舔先喝茶 我这就去安排上菜 蒋泉水说完 走到蒋星身边 让他负责端茶地水 服务好下风 蒋星会议 开始抢过茶水工的活 自己开始负责端茶倒水 在蒋泉水亲自的安排下 包厢的菜很快就上齐了 还真是山珍海味 应有尽有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谁留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整个饭局 蒋星都没有坐下吃饭 负责跑来跑去给大家服务 包厢内的五个服务员 看傻眼了 自带服务员 还有这种骚操作 他们见过自带酒水的 但是自带服务员第一次见 你坐下一起吃饭吧 下风看着跑前跑后的蒋星说道 蒋星听后 看了一眼蒋泉水 在征求他父亲的意见 夏少叫你坐下吃饭 赶紧坐下吃饭 别站在碍眼 蒋泉水瞪了儿子一眼说道 怎么如此的不机灵 夏少叫你坐你就坐 你还看我干什么 蒋星做梦都没有想到 昨天晚上 心心念念想着见大佬装病 今天才发现 自己只是个端茶倒水的 蒋总 这时包厢门被推开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 走了进来 蒋总 真是你啊 刚当秘书跟我说 看见你了 我以为他认错人了呢 这人走进来后 手中拿着一个酒杯 有些自来熟 王书姐 你怎么来了 蒋泉水有些不愿 自己再请夏丰吃饭 你跑进来干什么 这王书记 是魔都市光明区的书记 王亭光 换在地方 也是地级市的一把手了 不过蒋泉水 并不怎么给面子 蒋泉水在富豪榜上有名的人 成功的企业家 认识的大佬多了去了 还真不用给他面子 若换做平时 蒋泉水还会客气一二 毕竟不看僧面看佛面 别人都来了 不能装作没看见 蒋泉水用质问的语气 问向王亭光 这让王亭光脸色有些难看 自己端着酒杯进来 准备给你敬杯酒 你就这么对待自己的 蒋总 现在派头大了呀 王亭光阴阳怪气的嘲讽了一句 王亭光说完 扫视了一眼 发现国民小王和秦斗也在场 国民小王还好 秦斗有些不好对付 毕竟他二叔是他的顶头上司 至于其他人 王亭光一个都不认识 王书姐 还请你出去 别打扰了我的贵客用餐 蒋泉水见王亭光这么不上道 心里有些生气 王亭光看了一眼 坐在主位上的年轻人 讥笑了一声道 蒋总真是越混越回去了呀 这话的意思 大概就是说 你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陪着一群小娃娃 在这里吃饭 真是够丢脸的 至于杜拉比德这个老头 直接被他给忽略了 一个外国老头 你牛 毕上天这里也是华夏 他怎么说 也是一个书记 王亭光说完 摇了摇头 准备离开 今天这个仇 他是记下了 现在不能拿你讲泉水怎么样 你迟早有天会 落到自己手中 夏丰听后皱了皱眉 原本他没打算追究 只是王亭光那讥笑的眼神 让他有些不爽 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夏丰看王亭光的面相 带着阴邪之气 这一看就不是个好官 此人眼神浑浊 眼泡突出 眼睛网内缩小 面部肉轻浮 这种人一般贪欲很重 竟然碰见了 那就为百姓除遗憾 等等 夏丰开口叫住了王亭光 嗯 你再跟我说话 王亭光听后 转过头 看着夏丰质问道 夏丰行若无事 不紧不慢地说道 蒋总 劝劝这位小朋友 莫要口无遮拦 王亭光也不是傻子 能混到这个位置上的人 都是成了金的人 他见夏丰坐在主位上 身份肯定非凡 他不敢直接对夏丰说什么狠话 而是把话题引向了蒋泉水 让蒋泉水出面来解决 在没搞清楚对方实力之前 一切以自保为主 这是他为人处事的原则 夏 蒋泉水刚刚想说话 被夏丰抬手示意打断了 其实蒋泉水更想看看 夏丰怎么处理 这样就能体现出他的实力了 道听途说的东西 没有自己亲眼所见 有震慑力 我这个人很容易相处的 但是有一种人 我最讨厌 那就是你 夏丰指着王亭光说道 王亭光还没来得及反驳 夏丰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最讨厌你这种 利用自己的身份 四处敛财 残害百姓 唯恶多端的人了 今日你碰见了我 那也是上天安排的缘分 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 王亭光听后 心中一惊 故作镇定地说道 兢兢业业的好官 李儿拿你电话给我 夏丰见王亭光嘴硬 听不进去自己的话 看向夏临喊道 夏临听后 连忙把手机递了过去 并打开了解锁 夏丰自己没有手机 他觉得 要那东西用处不大 夏丰直接输入了一个号码 随后电话中 响起了一道嘟嘟嘟缓慢的声音 表示电话已经打通 众人谁都不敢说话 整个包厢极其的安静 更好奇的是 夏丰这个电话 是打给谁的 喂 哪位 电话那头 响起了一个年轻人的声音 我是夏丰 找李老 夏丰直接说道 夏丰打的是李老的电话 而电话是李老的秘书接的 您稍等 作为李老的秘书 他自然知道夏丰是谁 夏丰 你怎么想起 给我这个老头子打电话了 李老笑黑黑的声音 从电话中传了出来 声音不大 但是这声音 能够穿透大家的心灵 国民小王和秦斗 都知道这个李老是谁 而其他人并不知道 也不敢去猜测 这李老 就是上面那位李老 他是谁 夏丰捂住电话 看向蒋泉水问道 魔都市光明区书记王亭光 蒋泉水连忙说道 王亭光有些受打击 搞半天自己是谁你还不知道 李老 魔都市光明区书记王亭光 不配为人民服务 这样的害群之马要拿掉 夏丰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说道 李老听后笑道 你都这样说了 那肯定没错了 我会处理好的 行 夏丰硬道 这是你的电话吗 怎么 你也有电话了 李老开始拉起了家常 不是 就这样吧 有空去看看你们 夏丰说完 准备挂电话 好 那我们等你 李老应了一声 两人挂断了电话 就完事了 别说王亭光猛逼了 就连蒋泉水 都有些猛逼 还有 夏丰口中的那个李老 到底是谁 华夏国 有个这么厉害的李老吗 听夏丰打电话的语气 有种要求李老去做事的感觉 蒋泉水脑海中 突然想到了一人 上面的那位李老 死 蒋泉水差点咬着自己的舌头 如果真是 上面那个李老 夏丰还能用这种语气说话 那就代表夏丰 想到这里 蒋泉水不敢想象下去了 已经超出了他认知的范围 别说蒋泉水了 就连国民小王和秦斗 这两个知道情况的人 也吓一跳 他们知道 夏丰跟李老认识 但是没想到 夏丰的地位如此高 甚至 要高于李老了 夏丰没有开口说话 整个包厢的人都不敢开口 只是王亭光有些看不懂 不是说好 要弄掉自己吗 就这 王亭光突然觉得 夏丰有些搞笑 小孩子脾气 闹着玩呢 一个电话说 自己不配为人民服务 自己就会被拿掉了 简直就是儿戏 以自己现在的级别 就算上面有人要动自己 那也得掌握确凿的证据才行 那完了 王亭光满脸不信 脸上露出嘲讽之色 滚吧 给你一个忠告 是时候给家里打个电话道别了 夏丰朝王亭光厌恶的摆了摆手 什么玩意 王亭光很势不爽 嘟囔了一声 打开门走了出去 临走时 还用力拉了一下门 哐当 门的撞击声 在包厢内响起 来 大家继续吃饭 说道 刚刚这事并没有影响大家的胃口 反而更加对夏丰幸福了 能直接跟李老通电话的人 那真是屈指可数 王亭光回到自己的包厢后 一脸怒火的坐了下来 王叔姐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同行的官员陪笑的问道 没什么 吃饭 王亭光面露不快 示意大家吃饭 刚刚那么丢脸 他也不想再提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王亭光吃的差不多了 正要起来离开 这时 包厢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近来几个面色严肃的男子 其中一人看了一眼 王亭光用冰冷的语气问道 你就是王亭光 王亭光心中一惊 点头道 是我 你们是 带走 那人一挥手 迅速上来 两人直接把王亭光靠上 你们是谁 你们要干什么 王亭光大吉 就算执法部门 也不至于这么快 这么直接的 把自己带走吧 喂 你们要对王书记做什么 再不放下 我们就要报警了 随同王亭光 一同吃饭的一个同事喊道 几人仿佛没有听见一般 直接拖着王亭光 朝包厢外面走去 快报警 快报警 包厢内有人急急忙忙的 掏出电话 打算报警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说完 掏出自己的证件 在那人眼前亮了亮 那人见后 脸色大变 颓废的坐在椅子上 不敢再吭声 夏丰等人也吃完了 刚刚走到门口 刚刚准备上车 正好碰见王亭光 被拖出来的场景 小子 是不是你搞的鬼 王亭光见到夏丰后 大喊道 死到临头 孩子不知 夏丰摇了摇头 直接上了车 而负责给夏丰开门的蒋泉水 暗暗地抹了一把冷汗 果然 李老是那位李老 不然以王亭光的身份 不可能这么快就被拿下 这也是蒋泉水心中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关车门的时候 手都有些颤抖 他到底是什么人 这个问题 一直在蒋泉水的脑海中回转 不管夏丰是什么人 什么身份 反正是很牛逼的人 自己惹都不能惹的存在 看着前车已经启动 蒋泉水小跑地回到自己车上 随后 车队向别墅方向驶去 你特么的 太让老子失望了 出来之前就跟你说过 要你机灵点 你是怎么做到 跟个木头似的 在车上 蒋泉水看向蒋星质问道 一场犯下来 要你端茶倒水 就端茶倒水 夏丰要你 去做下吃饭的时候 你还看向老子询问意见 你特么 到底有多杀笔 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蒋泉水简直是无语了 怎么生了个这样的玩意 蒋星被骂得无从反驳 这不是心里害怕吗 再说 都被你舔完了 只能心里想想 不敢真的说出来 蒋泉水舔夏丰的那样子 他可是看在眼里的 那恶心程度 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你说你老大不小了 还让夏丰叫你小蒋 不恶心人的 这不要看在 你是我爹的份上 我早就吐了 蒋泉水丝毫不知道 蒋星在内心的想法 还得意的说道 你要向老子多学习 你看我怎么跟大家相处的 怎么去讨好夏丰的 一点眼力尽都没有 知道了 爸 蒋星无奈 只能点头 他不想再听蒋泉水 再嗶嗶了 你都让夏丰叫你小蒋了 我去了该怎么说 让夏丰叫我小小蒋 或者咱俩同辈兄弟相称 以后再让老子知道 你一天无所事事 你看老子不抽死你 以前我反对 你跟国民小王 和秦斗他们鬼混 现在我支持你 成天跟他们抱在一起睡都行 经过今天的饭局 他可是看出来了 国民小王还有秦斗 都跟夏丰的关系处得不错 现在去跟着国民小王 总能喝喝汤 讨个眼说 嗯 蒋星点头应道 车队平稳的 把夏丰他们送到了别墅 而此时 马溜的下车朝前车跑去 跑到一半的时候 只见杜拉比德已经下车跑去 把车门打开了 马得 大意了 被这老外抢了先 杜拉比德见跑过来的蒋泉水 瞪了瞪眼 示意他滚远点 蒋泉水装作如无其事的样子 舔着脸跑过来说道 夏少 再次感谢你今天能赏脸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有空再请大家吃饭 行 夏丰朝蒋泉水点了点头 便向别墅里面走去 蒋泉水听后 笑容满脸 真香 回到家中后 开始了自己的直播 夏临的直播间 网友65441 铃儿 你再不播 我的火箭都长毛了 刷不出去了 网友6620 铃儿 以后能不能准十点啊 以前都是晚上七点开始 现在下午一点开始 都拖到快三点了 网友254 铃儿的粉丝团上 火箭刷刷的送起来 他会喊你们老铁6666 网友9874 杀比 网友63211 杀比 网友5211 加1 网友8851 铃儿什么时候 问大家要过礼物 什么时候 跟别人打过比赛 卖过货 你不喜欢就滚 没人比你看 网友33210 眼红的人多了 就是这样 以铃儿的条件 你就算把你家产都刷了 人家都不带看你一眼的 网友8741 奇葩一个 铃儿刚刚上线 直播间的粉丝 一致像一个喷子网友 骂了起来 铃儿浑然不知 笑着打招呼道 今天我迟到了 抱歉啊 嘻嘻 夏临在直播间 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对着大家笑了笑 网友6622 铃儿 今天你哥没有炒菜吗 网友8541 好想看看 你哥的空中甩大锅 网友99851 哈哈 还别说 那个是要有一定真传的 网友852 我只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 给我们直播你哥哥 哎呀 今天不行了 哥哥上去休息了 夏临看了一眼 已经上楼的下风说道 网友123 王校长呢 网友9662 对啊 今天没看见王校长 来来来 我今天准备给大家直播我精湛的游戏技术 夏临觉得自己很久没有玩游戏了 有些手痒 毕竟作为一个游戏主播 不玩游戏怎么行 网友8541 网友9985 网友899 狗提摩又来了 网友521 铃儿我看到你的提摩 都怕 全场中不了十个蘑菇 下蛋也不带你这么玩的 网友8566 哈哈 确实猜 我要是你的队友 我都想帮对面弄死你 网友962 狡诈恶徒 夏临 国民小王和秦斗两人在外面抽着烟 彼此相视 一眼都猜到了各自心中的想法 老二 你说今天蒋星会不会被他老子揍 国民小王吐了一口烟 朝秦斗问道 换成是你 你会揍你儿子不 秦斗笑道 那铁定往死里揍 国民小王听后笑了笑 发个消息问问他死了没 秦斗说完 拿出了手机 魔都四少群 秦斗 蒋星 挨揍了没 蒋星 爱别提了 一路上都被骂惨了 两位大哥可要带带小弟啊 今天给你伴惹麻烦了 蒋星 老子立志要做好三号舔狗 鱼伟 鱼伟 什么情况 你怕不是被王少和秦少给传染了吧 蒋星 你的段位太低 你不懂 蒋星学起了国民小王的语气说了一句 现在已经深深的体会到 这句话的精辟之处了 说的真特么对 当初自己不就是现在的鱼伟吗 现在看到鱼伟这样 他突然觉得 以前的自己是多么的可笑 还是太年轻啊 鱼伟 神特么的段位太低了 你也没救了 蒋星 我大哥王少呢 蒋星没有理会鱼伟 他一点都不懂 懒得多说了 浪费口舌 蒋星那小子在群里叫你呢 秦斗 看向国民小王说道 叫我干啥 国民小王问道 还能干啥 让你带他装臂带他飞呗 秦斗碎了一口 国民小王 别瞎 JB叫大哥 你现在还没资格叫我大哥 这话要是歌平时 蒋星必会火冒三丈 又得跟国民小王开始撕逼 而此时的蒋星看到后 反而觉得 国民小王说的没错 自己暂时真没资格叫他大哥 蒋星 王少 帮帮忙 提携下小弟 国民小王 行了 有空我们会帮你的 蒋星 感谢两位大少 我会努力做好三号舔狗的 于伟 王亭光突然被上面带走的消息 在魔都官场掀起来了轩然大波 王亭光被带走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上面直接下达的命令 有些人听说 是上面某位大佬 直接下达的命令 不讲证据 先抓人 再取证 这可是违背了原则呀 此时 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王亭光得罪人了 这个人一定非同一般 不然不会受到上面的重视 为了这个事情 魔都己的当家的 急忙开了一个会议 并做出重要的只是工作 任何贪污受贿的人 他们都尽力去配合上面调查 不放过任何一个老虎 秦国民最清楚 今天是怎么回事了 在得到消息后的第一时间 他就打了电话 给秦斗询问了情况 果然跟自己想象的一样 他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反而觉得理所当然 现在自己的女儿和侄子 都跟夏逢关系处好了 秦国民很是放心 心情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 秦国民心情是好了 在远在渝城的企鹅马 遇到了头痛的问题 阿三国突然宣布 禁止国内使用微信 说这软件 容易被企鹅公司用于定位 这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其目的就是 不想让华夏国强大 马总 要不要派人去阿三国提出交涉 我们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他们这样无理由的禁止 破坏了国际法 微信的负责人张笑 向企鹅马提议道 交涉有用 我还觉得头痛吗 企鹅马反问了一句 张笑 确实没有 他只是有些不爽 想吐槽两句罢了 你先去忙吧 这是交给我来处理 企鹅马揉了揉眉心说道 好 马总 你先忙吧 张笑说完便走了出去 企鹅马躺在老板椅上 一副伤脑筋的样子 别看他风风光光 岂是一天烦心事贼多 真是百日难得偷闲 企鹅马突然想到了一人 那就是在下封别墅的杜拉比德 杜拉比德是大不列滇国的公爵 阿三国的小爸爸 阿三国可以不卖他企鹅马的面子 但是杜拉比德的面子 必须要卖的 想到这里 企鹅马准备动身去魔都 反正自己去下封那里 也有借口 过去看看自己的女儿 这事情必须要自己亲自去 不然就没有诚意 只是第一次去见下封 企鹅马有些慌张 什么大风大浪都闯不来的人 去见一个年轻人 他心里反而有些紧张了 如秘书 帮我订一张最快费魔都的机票 企鹅马不再去想别的 魔都是一定要去的 就算杜拉比德不帮自己 去下封那里 混也脸书也好 马总 下午有一个重要的新闻采访 你前几天就跟我说了 要推了所有事情 接受这个采访 卢秘书 作为一个合格的秘书 有必要提醒一下 企鹅马下午的重要行程 被卢秘书这么一提醒 他还真想起来了 有这么一回事 这次采访是国际上有名的媒体 对企鹅集团来说 确实比较重要 让张总去吧 我没空 现在就订机票 企鹅马全横立弊后 做出了决定 什么采访不采访的 都没有自己去魔都重要 好的 马总 卢秘书虽然疑惑 但也不敢多问 点头应道 企鹅马安排好公司的一些琐事 跟张总打了一声招呼 直接朝机场而去 企鹅马到魔都后 先给自己的宝贝女儿 打了个电话 雨晴 爸爸到魔都了 你在哪里 爸爸来看看你 企鹅马话说得很微妙 主要是以看自己女儿为借口 爸 你来魔都了 我在林儿这里 我先问问林儿 再给你回电话 马雨晴说完 急急地挂断了电话 他现在借助在夏琳家里 自己爸爸要过来 肯定先要跟夏琳打个招呼 林儿 我爸爸到魔都了 想过来看看 可以吗 马雨晴挂完电话 找到夏琳问道 马叔叔来了呀 那赶快叫你爸爸过来吧 夏琳听后一阵高兴 对于企鹅马这个企业家 夏琳还是很佩服的 说起来 自己还算他手下的员工呢 自己虽然没有跟鲨鱼平台签约 但也在鲨鱼平台直播两年了 好 那我给我爸爸打个电话 马雨晴说完 走到一旁 拨通了企鹅马的电话 爸 你过来吧 我把位置发给你 马雨晴拿着电话 跟他爸说道 好 你发来 企鹅马听后有些激动 挂断电话后的企鹅马 有些激动 第一次去见夏琳 自己空手过去 是不是有些不礼貌 自己需要带什么东西过去 才能显得不失逼格呢 企鹅马被药标 带礼物仪式给难住了 最后 企鹅马问了马雨晴 才决定空手而去 带礼物过去 可能才是最尴尬的 企鹅马的专车 停在了别墅外 刚刚下车的企鹅马 抬头看了一眼别墅 心里开始有些紧张了 刚要进门 碰见了出来倒垃圾的杜拉比德 比德公爵 企鹅马率先打招呼道 嗯 你是马总 杜拉比德看了一眼企鹅马 总觉得面前的这个人 有些熟悉 戴个金色眼镜 长相丝丝纹纹纹的 企鹅马 好歹也是华夏国 最大的企业家之一 在世界各国也有些名气 杜拉比德认识他也很正常 对 是我 企鹅马点头道 你来做什么 不会是来找我的吧 如果找我是因为商业的问题 就跟别人联系 我可没空管这些屁事 杜拉比德第一反应 就认为企鹅马是来找自己的 不过杜拉比德确实没有猜错 企鹅马这次还真是来找他的 不是 我女儿在里面 我来找我女儿的 企鹅马尴尬的笑了笑 被拆穿的样子有些狼狈 哦 你女儿是 杜拉比德一愣 马雨晴 企鹅马说道 哎呀 早说嘛 都是自己人 你等等我 我把垃圾扔了一起进去 杜拉比德听后 笑成一朵菊花脸 仿佛多年的老友一般 马雨晴是林儿的好闺蜜 而林儿是师父最宠爱的妹妹 这层关系不言而喻 所以 杜拉比德马上把企鹅马 定位成自己人 企鹅马被杜拉比德这突然的转变 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太现实了吧 老外果然是老外 杜拉比德扔完垃圾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热情地说道 马总 早 里面请 企鹅马刚刚走进别墅 马雨晴跑了过来喊道 爸 马叔叔你好 欢迎你来家里做客 夏琳也跟着走了过来 马叔叔 马叔 国民小王 秦斗还有秦文 都纷纷走了过来 打了个招呼 杜拉比德在一旁看着 暗暗心惊 这老马这么受欢迎的吗 幸好 自己刚刚还算礼貌 马总 我们见面了 我是英伦彼德 英伦彼德上前打了个招呼 上次就是英伦彼德 给企鹅马打的电话 大家好 林儿 雨晴在这里没有打扰你吧 企鹅马问道 说完还四处瞟了几眼 想看看传闻中的夏丰在哪 没有呀 雨晴姐姐很好的 夏琳连忙摆了摆手 企鹅马听后 欣慰地点了点头 看来女儿跟林儿关系处得不错 企鹅马能感受到 大家发自内心的热情 心里有些得意 唯一遗憾的是 现在还没有看见夏丰本人 难道不在家里 这时杜拉比德走了过来说道 马总 你看我们两家 有什么合作的可以聊聊 此一时比一时 企鹅马这么受到夏琳的尊敬 这层关系先把握住了 合作吗 能合的来的就合 合不来的也没关系啊 肥水不留外人田啊 爱以后再跟彼得公爵 谈合作的事情吧 最近公司在国外遇到了一些麻烦事 企鹅马借颇下驴 顺着杜拉比德话说道 杜拉比德哪里知道 华夏人有这么多弯弯道道 还一副很有兴趣的问道 你们华夏国的麻烦 我可能帮不上 要是国外的话 或许我能帮上忙 企鹅马听后 心中微微一笑 果然 今天接到阿三国那边的通知 他们把我们的主营业务微信给停了 说我们集团的微信 破坏他们国家的信息安全 可以准确的定位 企鹅马装作一副忧愁的样子 很是贴切 阿三国 杜拉比德确认道 嗯 对 企鹅马点了点头 我打个电话试试 或许我能帮你的忙 杜拉比德连忙揽下了这个任务 那真是太感谢了 企鹅马谢道 自己人 你懂的 杜拉比德说完 给了企鹅马 一个你懂的眼神 就开始打电话去了 杜拉比德直接拨通了 阿三国的摩迪的私人电话 这个摩迪是阿三国的掌权人 当初选举的时候 杜拉比德还出过不少例 再说 阿三国以前是他们的殖民地 就算大不列颠离开了阿三国 阿三国还是很惧怕他们 比德公爵你好 电话那边响起了摩迪的声音 老摩呀 你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 让人闹心的事 杜拉比德声音有些低沉 不喜不悲 让摩迪有些摸不着头脑 那话那头的摩迪一愣 自己没做什么 让杜拉比德闹心的事情吧 再说 自己哪里敢做 让杜拉比德闹心的事情 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在别人眼里 杜拉比德 可能就是一个 大不列颠国的公爵 金融巨头 可他清楚地知道 杜拉比德的底细 在摩迪很小的时候 杜拉比德 就出现在阿三国了 那个时候 他还只是一个侯爵 虽然只是一个侯爵 摩迪依旧清晰记得 那一天的恐怖 想到那一天 杜拉比德这么问起 心里有些恐慌 万一自己无意中 惹怒了杜拉比德 那岂不是每天 都要提心吊胆 他可不相信 自己的摩托车车队 能抵御住杜拉比德的怒火 阿三国还是有客取之处的 他们国家的摩托车 就很耐用 一般的摩托车 他们可以当大客车来用 装几十人都不成问题 比德公爵 还请说明 我真不知道 摩迪小声地问道 那我给你一点提醒 华夏的马总是我的好朋友 很好的那种 懂了吗 杜拉比德 突然面露威严 声音穿透力极强 哪怕隔着几千公里外的摩迪 都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摩迪知道了 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是为了华夏的企鹅马 不过这让摩迪很是想不通 什么时候 杜拉比德这么热心 帮衬华夏人了 摩迪啥也不敢问 啥也不敢说 只能硬着头皮承认道 确实有些小误会 彼德公爵你放心 这点小误会 马上就可以解决 嗯 杜拉比德沉吟了一声 便挂断了电话 电话一挂断 杜拉比德马上恢复笑脸 跑向企鹅马邀功道 马总 事情帮你搞定了 真的 企鹅马很是杀比德问了一句 杜拉比德 岂是开这种玩笑的人 企鹅马很快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连忙道谢道 多谢彼德公爵的帮忙 小事情 谈不上什么帮忙 杜拉比德摆了摆手 两人没谈几句 企鹅马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集团张总的电话 马总 阿三国那边突然说 他们弄错了 又恢复了 是你处理好的吗 张笑兴奋地问道 企鹅马稳如泰山 倾咳了一声 很是装逼地说道 小问题 安心处理好公司的事情 我这两天在外面有事 集团的事情 暂时交给你了 好的 马总 那你先忙 直到张笑挂完电话 企鹅马还处在喜悦当中 这就是夏丰带来的威望 自己到现在 还没有见到夏丰本人 已经受恩于他了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做到如此 企鹅马想到这里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杜拉彼得 好歹也是国际上 有权有势的人物 在夏丰这里 就跟个保姆似的 端茶倒水 特别是他的孙子 英伦彼得 刚刚还看见他 蹲在厕所刷马桶 真是大开眼界啊 搞定了 杜拉彼得问道 嗯 搞定了 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有时间去余城玩 我得好好招待你 企鹅马有些感激地说道 没事 没事 杜拉彼得摆了摆手 临近天黑的时候 夏丰才从楼上走了下来 哥 晚上我们吃什么啊 夏临朝自己哥哥喊道 林儿你想吃什么 夏丰笑了笑 嘻嘻 我想吃哥哥你做的菜 夏临一脸笑嘻嘻 随后又想起家里来了客人 向夏丰介绍道 哥 这是雨晴的爸爸 他过来看看雨晴 夏少你好你好 我叫企鹅马 你叫我小马就成 企鹅马三步并坐两步 走向夏丰率先介绍道 马雨晴 看见企鹅马如此 他突然想起了蒋泉水 估计当时蒋星的心情 也跟现在的自己一样吧 有些害臊 那怎么行 你是雨晴的爸爸 我理应叫你一声马叔叔 夏丰摇了摇头说道 夏丰还挺喜欢 马雨晴这个女孩子的 文文静静 又跟夏丰玩得好 自然爱屋即屋 那怎么敢当 企鹅马连忙拒绝 心中还有一丝丝的窃喜 就这么叫吧 备分不能乱 夏丰决定道 挨企鹅马连忙应道 小王 小秦 你们准备好洗菜 晚上我继续做饭 夏丰随后看向国民小王 和秦斗喊道 好嘞 两人应了一声 跑向了冰箱 准备好今晚的食材 林儿 马叔叔过来了 你去我房间 拿些茶叶下来 泡给大家喝 我先做饭 夏丰朝夏丰喊道 夏丰应了一声 向楼上跑去 一听到夏丰说茶叶 国民小王等人耳朵都竖了起来 那个几品茶叶还有 一想到一会 又能喝上茶了 两人洗菜的速度 都加快了一些 林儿 我来泡吧 秦文见夏丰拿着茶叶下来后 主动上前说道 瞧着秦文 见秦文揽下了泡茶的活 心中大喜 这次怎么也要把茶叶 控制在自己手里了 上次被国民小王抢了先 别提多郁闷了 秦文也是茶道高手 因为他是女孩子的原因 泡茶的动作 比秦斗看着更加的舒服 一壶茶很快 被秦文给泡好了 秦文拿出几个茶杯 先是倒了一杯给企鹅马 马叔叔请喝茶 秦文把倒好的茶 递给了企鹅马 爸 慢点喝 马与秦在一旁提醒了一句 嗯 企鹅马很是疑惑的 看了女儿一眼 怕爸爸烫着不成 这女儿长大了 还知道关心自己了 企鹅马笑了笑说道 没事 爸爸不会烫着的 呃 爸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这个茶太好喝了 第一次喝会有些不适 马与秦连忙解释着 生怕一会 企鹅马出了大丑 你太笑看爸爸了 爸爸走南闯北 什么茶没喝过 企鹅马笑了笑 不以为意 唉 马与秦叹息了一声 自己劝不住 那就随他去吧 再说 没喝过这茶的人 也无法体会 不管自己怎么说 也会于事无补 秦连一直在听着 马与秦和企鹅马的对话 难道这茶 也跟上次的酒一样 这茶是夏丰拿出来的 肯定有着特殊之处 刚刚自己泡茶的时候 就闻到了一股 让人陶醉的清香 这时 企鹅马端起了茶杯 用嘴吹了吹 一股浓郁的清香 飘散开来 企鹅马品茶无数 但是这个茶香味 他是第一次闻 好茶 企鹅马当场在心里 给了一个肯定 说 嗯 啊 这个猝不及防呼喊声 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就跟那熟睡中的小宝宝一样 自己放个屁 还能把自己吓起 企鹅马面露尴尬 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 这是什么茶 为何会有这样的反应 就跟喝了82年的可乐一样 一股气体 从腹内向上冒 不是我要这样 实在忍不住啊 爸 跟你说了 第一次喝这个茶 要你慢点喝了 你不听我的 马与秦有些责怪道 这个茶慢慢地喝 一次一小口 然后慢慢地疏张开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你一杯直接下毒 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搁着丢脸呢 企鹅马被自己女儿教训 笑了笑不敢接话 秦文看着一脸错愕 这茶还能喝吗 要是一会发出 那尴尬的声音该怎么办 岂不是羞死人了 哎呀 可是这茶香味太浓了 闻得实在忍不住啊 与秦 慢慢喝就没事吗 秦文小声地问道 嗯嗯 你看我喝给你看 马与秦说完 开始微张小嘴 轻缩了一口 然后吐了一口气 很是爽快的感觉 咕咚 秦文看着咽了咽口水 文姐 你就像我这样喝 没事的 习惯就好了 这茶很好喝 还对身体有益 能够美容养颜哦 马与秦喝完后 看向秦文说道 嗯嗯 好 秦文小心翼翼地 学着马与秦的样子 抿了一口 果然 下毒后 有股气息往上冒 有种想打嗝的冲动 不过秦文喝得少 并没有发出奇怪的声音 太好喝了 秦文的第一感觉 就是继续喝 企鹅马看着没事的秦文 再看看身旁的女儿 一脸无语 你别光提醒啊 再说你就知道提醒 不知道事分 这谁知道 还有这么个情况 你不知道像刚刚这样 先喝给我看看 正是因为马与秦 是自己的宝贝女儿 企鹅马才被气得不轻 女大不中流啊 小棉袄不保暖了 哇真好喝 秦文慢慢地喝下一杯茶后 惊喜地喊道 说完的同时 马上又给自己续上了一杯 秦文随后又发现不对劲 自己不是负责泡茶倒茶吗 怎么自己先喝上了 来 马叔叔给你满上 谢谢 企鹅马对着桌面敲了两下 表示感谢 国民小王和秦斗两人洗完菜后 赶紧地跑了过来 老妹 快给我倒一杯 秦斗挤开了国民小王 坐到秦文身边喊道 哥 这个茶要慢慢喝 秦文拿起杯子 给秦斗倒满后 叮咛了一句 他并不知道 上次秦斗已经喝过这茶了 放心 熟得很 秦斗得意一笑 上次已经出过大丑了 现在熟得很 该我了 该我了 国民小王自己拿了一个茶杯 把手伸了过来 夏丰的别墅中 除了很牛逼的企业家 剩下的都是超级富二代了 而这些人 每天都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人一般 这处场景 要是被林儿直播出去 那真是要震惊世人的眼球了 夏丰很快就把饭菜做好了 众人围着桌子做好 大块躲一吃的很是开心 特别是秦文 一个劲的给夏丰点赞 哥 你都没手机 明天去给你买一个 顺便带你去逛逛商场 夏琳突然想到了 自己哥哥还没手机呢 这都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有不用手机的人 这要不是自己的亲哥哥 他都怀疑夏丰是从山里出来的人 我要手机干嘛 夏丰笑了笑 不行 要给你买一个 万一哪天 我又联系不上你了怎么办嘛 夏丰嘟了嘟嘴 表示抗议 好 那就买一个 夏丰点了点头硬道 这还差不多 夏丰翘了翘嘴说道 小王 明天又要麻烦你们 送我们出去了 夏丰看向国民小王说道 夏大哥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 以后 我就是你的专职司机 国民小王连连摆手 还有我 还有我 秦斗也不甘示弱 哈哈 两人的样子 逗得大家欢笑不已 整个别墅其乐融融 吃完晚饭后 企鹅马本想去酒店 开个房间睡觉 却被夏丰留了下来 第一次来家里做客 哪里好意思 让企鹅马自己出去开房睡 夏丰最后让马与秦跟自己睡 把马与秦的房间 躺出来给他 然后 把被套重新换了一床新的 国民小王和秦斗 回到房间后 国民小王向秦斗说道 明天夏大哥要出去 你说 要不要通知蒋星一声 通知一下吧 去的时候不通知了 等我们到目的地再通知 回来的时候 让他做个司机 秦斗听后点了点头 随后秦斗担忧地问道 这样会不会让夏大哥不开心 都这么久了 你还没搞明白 夏大哥的心思吗 他不是那种 计较这种小事的人 因为他压根就不在乎 再说 蒋星不是陌生人 已经碰过面了 就不一样 国民小王还真是聪明 把夏丰的心态分析的 八九不离十 那好吧 秦斗听后点了点头 那就赶紧通知那个沙比辈 别说哥哥们不照顾他 国民小王说道 嗯 好 秦斗说完 拿起床柜旁的手机 准备通知一下蒋星 魔都四少群 秦斗 蒋星 睡了没有 蒋星 秦少 有何吩咐 于伟 笑脸 秦斗 明天等通知 过来当司机 蒋星 是给他吗 秦斗 嗯 保持联系 我们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自己把握好 蒋星 好 感谢 非常感谢 感谢秦少和王少 蒋星 鞠躬的图片 于伟 当司机 蒋少你最近 是不是吃错什么药了 蒋星 别逼逼 你不懂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你现在是多么的无知 就像以前的我 无知的可怕 于伟 微笑得表情 告诉他了 国民小王玩着手游 头也没抬得问斗 说了 明天我们到了再通知他 秦斗点了点头 睡觉 这一天天的感觉好困 随后 秦斗一个翻身躺在床上 一只脚搭在了国民小王的腿上 滚 别碰老子 国民小王 踢开秦斗的腿 骂道 哈 老子就要 第二天 大伙在家里吃完早餐就出门了 企鹅马不打算跟过去 毕竟在他看来 一群小孩子去逛街 他跟着去 有些不方便 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他怎么说 也是企业明星 到时候 一群人围着拍照 多麻烦 彼得公爵 你跟过去单吗 我们俩在家喝茶聊天啊 企鹅马看着正要出门的 杜拉比德拒绝道 老比德 你就留在家里 陪马叔叔吧 不然一个人也无聊 夏丰回头来 看向杜拉比德吩咐道 是 师父 杜拉比德应了一声 还用忧怨的眼神 瞪了企鹅马一眼 叫你必是多 自己来华夏 就是为了陪着师父 顺步不离地感受师父身上的气息 谁乐意陪你喝茶 杜拉比德 简直无语至极 魔都国经中心 这是里魔都最大的商场之一 整个魔都的白领 都喜欢来这里逛街 夏林队这里 也是轻车路熟 以前也没少来逛过 夏大哥 你们先进去 我和秦斗找地方 把车停好 一会进来找你们 国民小王 把众人送到商场门外说道 嗯 好 去吧 夏丰朝他摆了摆手 一行人这才向商场走去 国经中心 不愧是魔都最大的商场 刚刚进门 就能看见各国的知名品牌 夏丰一身长袍 和一头长发 走在在商场里 确实有些失为何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不过这也不奇怪 现在这个流行时代 想穿什么都是自由 哥 先去给你买手机 夏临拉着夏丰 直接朝手机电跑去 而国民小王和秦斗 把车停好后 连忙掏出了手机 给蒋星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国经中心 马上来 电话打通后 国民小王 没有丝毫的废话 直接说出了地方 好 马上 蒋星挂完电话后 直接开着他的劳斯劳斯 直奔国经中心而去 蒋星大清早的就出来了 他一直待在市中心 为了能更快地赶过去 他随时在原地待命 幸好自己这里 去国经中心不远 十几分钟就到了 魔都四少群 蒋星 我到了 你们在哪呢 拍了一张照片 国民小王 把车停门口 在门口等着 到时候 我会给你创造机会的 蒋星 好的 随时后命 蒋星把车子停在 国经中心的门口 人走了下来 蹲在马路旁抽着烟 看着过往的人群 蒋星第一次觉得 自己好像真是个废物 成天无所事事 看来以前荒废了 太多的时光啊 幸好自己现在 找到了人生新方向 那就是 做田狗 蒋总 那不是贵公子吗 一个男子操着一口 不怎么流利的 港英普通话 向蒋泉水说道 这人就是 魔都国经中心的老板 就红基的掌舵人 郭富贵 他这次从港城 过来魔都玩玩 闲着没事 就叫上了自己的 好友蒋泉水 两人刚刚一下车 便看见了 蹲在地上抽烟的蒋星 蒋泉水看见儿子 在蹲在马路边抽烟 还一副摇头晃脑的样子 一时间差点被气得背过气 让郭兄见笑了 我去收拾下那个小子 蒋泉水说完 大步朝蒋星走了过去 老蒋 别生气啊 小孩子不懂事 别生气 郭富贵连忙跟着后面 跑了过来劝慰道 真怪自己这一多嘴 平白无故 给这两父子制造矛盾 蒋星 你他妈是不是一天没事做 这大白天的 蹲在这里 像个什么东西 蒋泉水走过来 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你看看人家国民小王和秦斗 已经稳稳地抱住大腿了 你还在蹲马路 爸 你怎么在这里 蒋星站起身来 好奇地问道 随后 看向郭富国喊道 郭伯伯 嗯 蒋星 向你爸爸道歉 都惹你爸爸生气了 一会去郭伯伯楼上坐坐 郭富贵连忙坐起了何事了 毕竟是刚刚自己嘴见 不多嘴 就没有这么一事 呃 道什么歉 蒋星一愣 自己今天什么事情都没做 一大早的起来 就等着国民小王的电话 中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怎么还要道歉了 这让蒋星 还是莫名其妙 你这小子 你看老子不揍你 扑过去给蒋星两巴掌 你在家里丢人也就算了 现在到外面了 还要丢人 蒋星实在忍不住了 爸 到底怎么回事 你倒是说 蒋星退开了一步 躲开了蒋星 你跟老子说 你大白天的 蹲在马上干什么 蒋星胸口起伏不定 还真被气得不轻 我来当司机的 蒋星说道 当司机 郭富贵听后愣住了 这蒋星 还真是要把蒋星气死 才肯罢休 你说 你好歹也是一个超级富二代 跑过来给别人当司机 你还显脸丢得不够 这要是自己儿子 三十年前就处理掉了 实在丢人啊 蒋泉水听后 捂着胸口 指着蒋星半天说不出话来 郭富贵见状 连忙扶住了蒋泉水 朝蒋星喊道 还不快跟我们一起回去 伯伯都看不下去了 你看给你爸给气的 伯伯 我今天哪也不能去 蒋星摇了摇头拒绝道 你蒋泉水听后 抬手就要扇蒋星一巴掌 蒋星麻烈的躲开了 还朝他爸说道 爸 今天我可不能让你打 一会我还要给夏少当司机的 要是被你打了 一会怎么见夏少 给夏少当司机 夏丰 蒋泉水那仿佛要断气的模样 突然变得生龙活虎 激动地推开郭富贵 用尖锐的声音喊道 你刚刚说谁 夏丰夏少啊 蒋星重复了一遍 哈哈 好儿子 好 蒋泉水听后 兴奋哈哈大笑 脸色变得比翻书还快 一旁的郭富贵 看傻眼了 什么情况 蒋泉水 这是被气疯了 或者说 这两父子早就已经疯了 我擦 到底什么情况 谁来告诉我一下 郭富贵原地乏战 一脸猛逼 蒋泉水突然兴奋的发笑 在郭富贵看来 他就像个神经病似的 老将 你没事吧 怎么了 郭富贵推了推蒋泉水的肩膀问道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说疯就疯了呢 有蒋星这么一个儿子 真是想不疯都不行了 嗯 我没事啊 郭兄你推我干什么 蒋泉水转过身来 一脸莫名其妙的 看着郭富贵问道 你没疯 你才疯了呢 你刚刚不是被气得大笑吗 我气什么 我那是高兴的大笑 郭兄 你到底怎么了 怎么今天神神秘秘的 蒋泉水看着眼前的郭富贵 反而觉得郭富贵像个傻子了 呃 没事 郭富贵摆了摆手 一脸狐疑 真是我的好儿子 老子从小就说你聪明伶俐 果然没看错 这点像我 蒋泉水拍了拍 蒋星的肩膀鼓励道 蒋星 郭富贵 真特么的不要脸 蒋星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看来还是有遗传的 跟他本人无关 爸 你们怎么在这里 蒋星问道 这不是你郭伯伯来摩多了吗 我陪着他去检查检查商场 蒋泉水解释道 行 那你们去忙吧 不用管我 我需要在这里等着 蒋星点头应道 没事 爸爸陪着一块等 蒋泉水丝毫没有觉得 等下风是一种煎熬 反而表现得挺积极 老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郭富贵看出了不寻常 充满了好奇 我跟你说 你可别乱说 蒋泉水看了一眼四周 小声的向郭富贵嘱咐着 你放心 我不会乱说的 郭富贵重重的点了一下头 我 定 蒋泉水刚刚想说话 蒋星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本能的朝蒋星一看 爸 夏少准备出来了 我不跟你说了 蒋星说完 向商场的门口跑去 等等我 蒋泉水喊了一声 紧跟其后 郭富贵看傻了眼 微微一愣 也跟着追了过去 夏丰几人没逛多久就出来了 夏琳买了一个国产手机 给夏丰用 顺便还在商场内 办了一张电话卡 夏大哥 我们去开车 你们等会 国民小王走过来说道 嗯 好 夏丰点了点头 咦 那不是蒋星父子吗 秦斗正好看见蒋泉水和蒋星 往这边走来 夏少 你好你好 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了 蒋泉水满脸堆笑的跑了过来 蒋总 好巧 夏丰嘴角一笑 还真是巧 夏少你要去哪里 我送你们吧 我正好事情办完了 车就在那里 蒋泉水指着劳丝劳丝 跟夏丰说道 蒋星 什么意思 自己的生意都来抢 夏大哥 先让蒋叔送你们也行 现在天气热 等久了 大家容易出汗 国民小王帮衬道 那就麻烦蒋总了 夏丰笑道 哎呀 夏少说这话就见外了 一点也不麻烦 夏少 灵儿快跟我来 蒋泉水说完 领着夏丰 向蒋星开过来的豪车走去 蒋星和郭富贵 一脸呆滞的看着蒋泉水 这 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郭富贵骂蒋泉水不要脸 那是因为 蒋泉水身为富豪榜上有名的成功企业家 竟然这么不要脸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去舔一个年轻人 郭富贵实在有些看不下去 真的太不要脸了 而蒋星则是欲哭无泪 自己辛辛苦苦等来的机会 就这样被老爸给抢走了 你能到哪里说里去 有这么坑儿子的老爸吗 还处在这里干什么 跟我们一起去开车 真特么废物 国民小王看着发呆的蒋星骂道 哦 好 蒋星傻傻地点了点头 直到大家走完 郭富贵还愣在原地发呆 是时代变了 还是自己已经老了 夏少 空调这个温度可以吗 蒋泉水调好车内空调的温度 跟夏丰说道 可以的 夏丰回了一句 好 林儿 车后坐冰箱有水 渴了你自己拿着喝 蒋泉水望为眼后视镜 向夏琳说道 好的 谢谢你蒋说 不客气 不客气 蒋泉水像个专车司机服务到位 他自己很多年没有亲自开车了 但车子在他手中开得依然很平稳 也许是车好的原因 又或许是蒋泉水新进的原因 哥 我的电话已经帮你存好了 你还有什么电话需要存下来的 我帮你都保存了 夏琳拿着手机 把自己的电话存了进去 放那里吧 我都记得 不用存 夏丰说道 他认识的人不多 但是能被他记下电话的 都不是一般人 车子到达别墅门口后 蒋泉水刚把车一停稳 就跑了下来 帮夏丰打开了车门 而这时 杜拉比德和企鹅马 从别墅走了出来 企鹅马正好看见蒋泉水 恭敬的在开门 暗暗在心里发笑 你这老小子也干这事情了 夏少 林儿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 企鹅马走过来问道 嗯 就买了个手机 夏琳笑道 老马 蒋泉水这才看见企鹅马 疑惑出声道 蒋总 好久不见啊 企鹅马也打起了招呼 这两人一个是做实业的 一个是做互联网的 之前还在金融论坛会上 办了几句嘴 蒋泉水见企鹅马 从别墅走了出来 并且看他的样子 跟夏丰关系 好像还不错 啥情况啊 儿子比国民小王 和蒋星慢一步就算了 怎么自己还比这老马 也慢了一步 还让不让人活了 自己填起来 诚意很足 并没有虚情假意啊 夏丰先进去别墅后 杜拉比德 连忙跟上了上去 蒋泉水走到企鹅马身边 小声问道 老马 大家都是多年的朋友了 你给我交个碟 你怎么会在夏少的别墅中 企鹅马听后 一脸嫌弃 谁跟你是朋友 你之前口口声声 在金融论坛上面说 要做实业 实业才能新国 还提倡大家 抵制青少年玩游戏 少充值 不然残害了一代人 还说 要大家不要迷恋直播 那东西 都是忽悠人的 虽然没有点名说自己 这特么很明显 在寒沙摄影的说自己啊 关键你说的这些都是 自己公司在做的 我住这里 企鹅马很是骚包 扶了扶眼镜说道 住这里 蒋泉水用手指着别墅 他震惊了 都混得这么好了吗 蒋泉水顿感为难 这特娘的 以后就难玩了 没错 企鹅马微微一笑 嘿嘿 老马以后多关照一下 蒋泉水搓了搓手 丝毫不觉得尴尬 老将啊 得看你怎么表现了 企鹅马声音故作低沉 说起话来很为难的样子 蒋泉水都懂 这些套路 大家玩坏了 很快就明白了 企鹅马的意思 蒋泉水还没来得及表现 夏琳从别墅走了出来 站在门口喊道 蒋叔叔 进来喝杯茶吧 好嘞 蒋泉水文言 蒋泉水走进别墅后 杜拉彼得正在泡茶 而夏丰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杜拉彼得把茶泡好后 一人倒了一杯 企鹅马和杜拉彼得 表情一致地看向蒋泉水 都在等着他一会出丑 你们俩看着我做什么 蒋泉水一脸猛逼 自己脸色长花了 没事 快喝吧 这茶一会冷了 不好喝 企鹅马催促道 蒋叔叔 这茶需要慢慢喝 别喝快了 夏琳倒是提醒了蒋泉水一句 蒋泉水对夏临的话深信不疑 端着茶杯 轻轻地抿了一口 突然觉得 腹内一股气息向上梦 我去 幸好喝得少 不然一口下去 谁受得了啊 这时 蒋泉水明白了 企鹅马和杜拉彼得 为何要盯着自己看了 这是在等自己出丑吧 果然够贱 还是零儿好 企鹅马和杜拉彼得 见蒋泉水没有出丑 顿感失望 老彼得 跟我上楼 夏丰喝了一杯茶后 向杜拉彼得说道 是 师父 杜拉彼得连忙灌了一口茶 跟着夏丰的身后 向楼上走去 蒋泉水看着夏丰上楼后 朝企鹅马小声地说道 老马 做人不能太不厚道 企鹅马笑了笑 当作没听见 自己凭啥要告诉你 过了一会 国民小王 他们都回来了 马雨晴刚刚进门 就朝企鹅马说道 爸 你什么时候走啊 把我房间占了 害得我晚上 跟链都睡不好 嘿嘿 明天就走 明天就走 企鹅马干大地笑了笑 这时 蒋泉水像发现新大陆一般 看了一眼企鹅马 恍然大悟 你他妈刚刚是在跟老子装逼呢 果然是个砖坑小学生前的人 说话不可信啊 爸 蒋星面露郁闷地喊了一句 过来喝杯茶姐姐可怕 没有杯子 先喝我这一杯 一口喝了 很好喝 蒋泉水主动给自己儿子 递了一杯茶 毕竟今天自己 抢了儿子的好事 需要好好补偿一下 其实他就想看看 一口喝下去 这个茶到底是什么反应 企鹅马 国民小王 众人无语 这坑儿子的爹 坑起来 一点情面都不留啊 蒋星不宜有他 结果蒋泉水递过来的茶水 一口喝了下去 嗯 啊 一杯茶下肚 蒋星根本抵不住 惊呼出声 还伴随着一阵阵的打嗝声 蒋泉水愣住了 果然如此啊 蒋星看着众人 看向自己的眼神 他有些慌张地解释道 我真不是故意的 蒋星快哭了 他就喝一杯茶而已 哪里知道 会出这么大的仇 小蒋同志 能换个吧就换个吧 企鹅马可怜的看了一眼 蒋星劝慰道 嗯 众人一致深表赞成 嗯 什么情况 蒋星莫名其妙 他怎么感觉自己 被当侯给耍了呢 别听老马胡说 这个茶好喝吧 爸爸还是关心你的 蒋泉水解释道 嗯 确实好喝 蒋星连连点头 很是赞同他爸说的话 还是爸爸对自己好 把最好的留给自己 蒋泉水父子 在别墅一待就是一下午 反正厚着脸皮不走就对了 企鹅马都厚着脸皮 在这里住下了 如果条件允许 也想在这里住下 000 这时蒋泉水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郭富贵打来的电话 他从港城过来 跟蒋泉水刚刚碰见 蒋泉水就搞消失了 老蒋 你送一个人要这么久的吗 我都等你半天了 还没看见你人 电话那头传来郭富贵的声音 可郭兄啊 我这里有点事 今天就没空过去了 改天再请你吃饭 蒋泉水轻咳了一声 被郭富贵这么一说 他还真有些不好意思 奈何没办法 自己第一次有机会来下风家里 天大的事情 也不会离开了 至少在没混熟之前 厚着脸皮带定了 那行吧 郭富贵郁闷了一声 挂断了电话 老蒋 你有事可以先去忙的 企鹅马见一道 我没事啊 我一天闲得乱发慌 乃像马总你啊 每天这么忙 早点回渔城 蒋泉水不甘示弱的对了回去 现在他知道 企鹅马跟他一样 都是舔着脸待在别墅的 大家都一样 谁也别说谁 刚刚一开始 还以为企鹅马 已经成功地抱上了大腿 可把自己给气的 雨晴啊 爸爸可能要在这里 多占用你房间几天了 总有不识趣的人 企鹅马没有理会蒋泉水的话 转过头看着马雨晴说道 爸 蒋叔叔 你们可没闹了 马雨晴简直无语了 马叔 蒋叔 少说两句 来 继续喝茶 国民小王也站了出来 做个合适老 这样下去啊 以后知道的人多了 来的人也多了 岂不是要把自己给挤出去 这可不行啊 京都 国家疗养院 刘主任 林老的病 到底是怎么治好的 你就当帮我个忙好吧 稍微给我点提示 一个身穿军装的中年男子 向刘医生问道 老李 不是我不告诉你 我真的不知道 你我多年兄弟了 我知道的 还不会跟你说吗 我会忍心看着李老的病情 一天比一天差吗 刘主任也很无奈 他确实不知道 林老的病是怎么好的 原本林老的病情 比李老更加严重 哪知道他女婿来了一趟 瞬间生龙活虎了 而且 身体的各项指标 符合正常人的要求 爱李虎叹息一声 一拳重重地打在面前的墙面上 墙面的七层都掉落了不少 刘医生看着一愣 手不带痛的吗 不过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刘医生突然想到了老王 上次林老身子突然变好 铁定跟老王有关 老王当时在被自己的追问下 还说 偶尔得到了什么神药 当时刘医生还不信 觉得老王在故意 拿这个做借口搪塞他 现在一想 还真有可能是如此 你说 李虎眼中 绽放出希望的光芒 你可以去问老王 刘医生说道 李虎 你这说了 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他也想过要么直接去问老王 或者请教一下林老 这不是看你是林老的主治医师吗 能问你不是更直接吗 现在刘医生这么一说 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 刚刚自己真是白浪费了表情 我也想过 直接去问老王 我以为你也清楚呢 李虎郁闷地说了一句 老李啊 别拖了 你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可能有些危险了 爱刘医生说完 也叹息了一声 我父亲还能撑多久 李虎被刘医生这么一说 开始心急 最多半月 我尽力了 刘医生有些歉意地看向李虎说道 我知道了 你好好帮我照顾父亲 我这就去找老王 李虎说完就跑出了疗养院 义达集团京都分布 老王最近可是春风得意 义达集团在大不列巅国的产业 已经被彼得家族买下 自己又用140亿 拿下恒泰集团在阳城的一块地 最重要的是 自己儿子跟夏丰关系处理得很好 这才是他最放心最得意之处 现在的老王有些飘了 岳父病好了 自己的集团回血了 夏丰的大腿被小王给抱住了 人生坎坷几十年 只有今朝风光无限 喂 哪位 老王还沉醉在自己的得意之中 电话响了起来 老王是我 李虎 你在京都吗 李虎连忙问道 在啊 什么事情 老王问道 在京都就好 我来找你 见面说吧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电话里不方便 李虎提议道 毕竟求人办事 在电话里面 怕说的不大清楚 李虎是军人 喜欢直来直去 老王也是军人出身 大家有话直说 不用拐弯抹角 只不过 李虎虽然是军人 但是求人办事第一回 有些抹不开面子 老王听后沉思了一回 说道 那你直接来吧 我在公司 好 李虎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老王躺在自己的老板椅上 在想着 李虎找自己要干嘛 自己跟李虎 只能说认识而已 谈不上有交情 无师不登三宝殿 这次李虎找自己 必定有所求 老王在办公室 等了一个小时左右 他的秘书走了进来说道 王总 外面 有个叫李虎的人说 跟你约好了 叫他进来吧 老王看向秘书吩咐道 随后 老王的秘书 领着李虎走了进来 老王 好久不见 李虎进来后 朝老王打招呼道 来来来 坐 小廖啊 去拿大红袍进来泡茶 老王热情地站起身来迎道 老王 听说你最近够得挺好啊 李虎坐下后 朝老王问道 义达集团这几年的事情 全国皆知 还了几千亿的贷款 大家都以为 义达集团要跌落神坛的时候 他又慢慢地复活了 老王不愧是老江湖 把任何风险都拿捏死死的 特别是最近几天 义达集团以高价 卖出他们在大不列颠国的资产 转手就低价 买入恒泰集团在阳城的地 真是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必惊人 哈哈 还行 勉强过日子 老王哈哈一笑 脸上丝毫没有掩饰住 他那得意的表情 这时 出去的秘书 拿着大红袍走了进来 他整理了一下裙脚 坐下开始泡茶 老王和李虎两人 没头没脑地聊着 李虎自己都不说来意 老王更加不急了 李虎哪里是不急 他就差心急如焚了 只是他实在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正因为如此 两人就僵持住了 尽说些废话 来 尝尝我这个大红袍 味道非常不错 老王指着杯中盗满的大红袍说道 李虎端起茶杯缩了一口 味道挺好 老王 我也不跟你打马虎眼了 我今日过来 有事求你帮忙 刚刚实在是不知道 如何向你开口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我从不求人帮忙 但是这次 我真的没办法了 李虎喝了一杯茶后 仿佛被壮胆了 主动开口说道 老王喝了一口茶 眼睛微眯 看向李虎说道 为了你父亲的事情吧 李虎听后一愣 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老王故作神秘地笑了笑 没有回答 这还用猜吗 我跟你不熟 你能求我帮忙的 无非不就是为了你父亲的病情 谁不知道 刘医生跟你是好兄弟 自己岳父在疗养院突然好了 你肯定会追问到自己这里来 李虎见老王不说话 心里有些焦急 继续说道 老王 求你了 算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老李啊 不是我不帮你 我也没办法呀 老王叹息了一声 你怎么会没办法呢 李老的病情突然转好 难道不是因为你 李虎一着急 开始连声问道 老王依旧风轻云淡的表情 随后看向秘书说道 小廖 你出去吧 这里交给我 好的 王总 秘书给两人倒一杯茶后 便起身走了出去 这时 老王故作神秘地 向李虎说道 佛于 不可说 不可说 李虎 你这特么的B就装大了吧 李虎听后 简直无语 一脸便秘的表情 再配合 他那高大威猛的身材 显得很是滑稽 李虎还以为 老王把秘书叫出去 有什么重要的秘密 要告诉自己 结果就这 你遛狗玩 也不带这么玩的吧 老王 你这说笑了 李虎脸色有些不悦 老李啊 按理说 你跟我老婆 也是一个大院长大的 你父亲 我还得叫一声李叔 如果真的能帮你 我义不容辞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说 你既然找到我了 你心里也清楚地知道 我岳父身子是怎么好的 这点我也承认 确实是因为我 拿了一颗神药给他吃 老王笑了笑 表现得有些无奈 人生在世 总需要一点秘密吗 再说 哪有空手来求人的 这世间当真有神药 李虎眼神一鸣 有些不可置信 世间远比我们想象的 更加复杂和深奥 以前我也无知的像的孩子 现在眼界打开了 才知道 有些事情 我们无法想象 老王略带深沉的声音 自嘲了两句 无意中也在提醒李虎 你是多么的无知 李虎被老王话中 怠惑地嘲笑着 他有些尴尬 随后诚恳地说道 老王 还请纸条明路 我李虎这辈子 都成你这份人情 李虎见老王不说话 他站了起来 弯腰深深地鞠了一躬 又说道 老王 求你了 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 李虎是个很有孝心的孩子 看着自己父亲 躺在病床上 忍受病痛的折磨 他心如刀割 李虎自打小开始 因为家境优越 从来没有求过人 也不会说求人的话 这是他第一次开口求人 表情虽然夸张了一些 但是他确实是真心实意的 哎 我给你指一条路 如果最后不成功 我也没办法了 老王叹息了一声 仿佛被李虎这股劲给感动了 您说 不管成与不成 我李虎这个人情记下了 李虎面露激动 你父亲以前是李老的部下 如果李老愿意帮忙求情 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老王给他指了一条明路 这事情得让李老去说 就算自己去说 也没这个面子 哪怕现在小王跟夏丰处的不错 这也不能消耗自己的关系 留着自己备用不香吗 李老去了 只能求情 李虎双眼瞪大如牛 一副震撼的表情 李老是何人 那可是华夏顶尖的几位之一 李老亲自出面 还只能求个情 李虎愣住了 正如老王所说 这世间存在着太多的不可思议 怎么 你不信 老王吃笑了一声 我不是不信 我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李虎摇了摇头 话已至此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可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我能获得神药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得来的 老王获得这枚神药 确实是机缘巧合 谁也没想到 小王只是买了一栋别墅 送给夏临 夏丰的回报 就如此的大 那东西 不能用价格来衡量 只能说 夏丰这个人 看重的是情义 对钱财 没有任何的概念 我知道了 感谢你相告 我去求李老帮忙 李虎说完 跟老王打了个招呼 便走了出去 老王看着离开的李虎 自言自语道 我倒是希望你能成 随后 老王给自己都倒了一杯茶 翘着二郎腿 悠闲地喝着 这生活 惬意 李虎从老王这里出来后 直接找到了李老的儿子李家明 跟李家明说明情况后 由李家明代为转告李老 虽然李虎在部队中任职 他们家也一直在体制内 若想直接联系李老 他确实还没资格 做完一切事情后 李虎安心地回到了疗养院等消息 晚上八点左右 李老给他回了一个电话 小李啊 我听家明说你找我 李老浑后的声音 在电话中传来 李虎激动地握着电话 随后有些哀愁地说道 李老你好 我父亲快不行了 你有什么需要 可以尽量提出来 你父亲跟了我几十年 到老了 被一身病痛折磨 没想几天轻浮 李老说话的语气中 带着惋惜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一起为国家做贡献的年代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身边的老友越来越少了 李老 还请你帮帮我父亲 帮我父亲说个情 我去讨一枚神药 李虎不敢在李老面前拐弯抹角 直接向李老求情道 李老听后沉默了一会 随后说道 我试试吧 不难想象 李虎肯定是从老王那里弄来的消息 既然已经求到自己这里了 李老愿意帮忙去试试 李老 我带父亲谢谢你 李虎真挚地感谢道 等电话吧 李老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京都的某个秘密地方 李老刚刚挂完电话 李家明接过手机 轻轻地放在桌上 小声问道 爸 世间真有如此神人吗 不该问的别问 我怎么告诫你的 李老虎目一瞪 吓得李家明缩了缩脖子 不敢吱声 李家明四十多岁的人了 在李老面前 依旧不敢有丝毫的放肆 李老见李家明不敢说话 这才罢休 他在思考 该如何跟夏丰说这个事情 李虎的父亲 又是自己的老部下 这个忙不帮也得帮 老一代的人 最注重的是情义 能帮得义不容辞 李家明见父亲沉思的模样 不说话 他站在一旁 更加不敢吭声了 思量了一会 李老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找到之前 李儿你好啊 我是李老 你哥哥的老友 李老态度瞬间一变 和蔼可亲 说话的语气都带着慈祥 李家明在一旁 看得瞪大了眼睛 有些吃味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这简直不当人啊 李家明很久没有看见 父亲用如此语气说话了 真是羡慕得不行 啊 李爷你好 你等等 我上去叫我哥 夏琳惊呼了一声 连忙说道 好好好别着急 我等着 李老安慰道 李老只等了一会 夏丰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李老找我什么事 李老听着电话里 传来夏丰的声音 坐直了身子 夏丰啊 我这老头子 没有打扰你吧 李老一副笑脸 笑眯眯的打着招呼 完全没有觉得 自己的地位有多高 而是把夏丰 当成平辈来交谈 李家明在一旁看傻了眼 电话中的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何会让老爷子 如此的重视 李家明有幸 见过一次黄老 当初自己父亲 跟黄老交谈的时候 都没有把身段 放得如此低 不要小瞧了人的好奇心 现在的李家明就是如此 想听听夏丰会说什么话 如此神秘的人物 李家明恨不得 把耳朵贴到手机上去听听 碍于自己父亲 一会给他一耳光 他忍住了 我说被你打扰了 你难道就不打扰吗 夏丰开了一个玩笑说道 哈哈 不会 李老哈哈一笑 李家明听后 倒吸了一口凉气 面对自己父亲 还敢这样开玩笑 一般人能接到父亲的电话 那都是要把手机 放入耳朵里面听了 而电话里传出来的声音 明显就是一个年轻男子 一个年轻的男子 能跟父亲如此平等说话 真是大跌眼镜啊 什么事 说吧 夏丰说道 我一个老部下 危在旦夕 想请你出手帮忙 李老没有拐弯抹脚 直接说道 夏丰沉思了一会 说道 带过来吧 好 这两日就安排过去 麻烦你了 我替我的老部下 谢谢你 李老听后道了一句谢 李老 可别说这话了 你都打电话给我了 我哪里敢拒绝 夏丰笑了笑 哈哈 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李老听后 心情大好 我也有电话了 以后有事打我电话 一会给你发过去 夏丰这才想起 自己已经买了一部手机 哦 那好 一会发给我 李老听后一愣 连夏丰都开始用电话了 看来入室这段时间 改变不少吗 记得几年前 见夏丰的时候 夏丰是一副 生人物尽的面孔 浑身散发着巨人千里的气息 有些让人害怕 李老见夏丰改变如此大 心里很是欣慰 说来说去夏丰还年轻 现在入室了 跟大家一同生活 确实需要好好地改变 当初夏丰入室的时候 现在看来都是虚惊一场 好挂了 夏丰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李老见夏丰已经挂断了电话 拿着手机在独自发笑 定 一会功夫 夏丰把自己的号码发了过来 李老点开短信 把夏丰的号码给存了起来 像那孩子般笑得很开心 李家明全程没有说话 看着傻傻发笑的父亲 自己三观一悔 这特么太让人震撼了 走这么近干什么 有什么好投听呢 李老突然面颅威严 不苟言笑地瞪了一眼李家明 李家明 我特么 李老变脸得太快 李家明一时间适应不过来 你给李虎打个电话 就说事情 我已经帮他办好了 你让他带着他父亲 去魔都找夏丰就行了 李老随后 看向李家明吩咐道 知道了 爸 李家明不敢多说 连连点头 多说多错 反正说什么都不对 地址我一会发你手机上 出去吧 我要休息了 李老朝李家明挥了挥手示意道 好 那你早点休息 李家明说完 退出了房门 当天晚上 李家明就把这个事情 告诉了李虎 李虎乐得一晚上没有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 直接赶往了魔都 由于李老爷子 现在病情有些恶化 刘医生亲自带着几名医护人员 一同而来 老刘 一会到地方后 你可要注意点 别乱说话 切记切记 李虎把昨天李家明告诫他的话 传给了刘医生 昨天晚上 李家明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再三告诫过 无论如何 不能做出一丝得罪夏丰的举动 哪怕是一个眼神不行 而后李家明透露了一点点 昨晚李老跟夏丰通话的内容 李虎被吓得半死 我知道 你管好 你自己就行了 刘医生看了一眼 李虎说道 就你这暴脾气 管好你自己的嘴 比什么都强 李虎点了点头 没再说话 心里一直想着 这夏丰到底是和方高仁 为何会得到李老如此的尊敬 恒泰集团别墅区 李虎到这里的时候 也就上午十点 他按照着李家明 给他的地址 找到了别墅 你好 请问一下夏先生住这里吗 别墅门口 一个中年男子 绝着定在擦拭着门口的地板 李虎见此人可能是个家政人员之类的 他还是很客气的问候着 而这时 那位绝着定的人站了起来 转过身看向李虎 嗯 蒋泉水 家政人员 李虎愣住了 蒋泉水是国内有名的企业家之一 李虎自然认识 有时候还关注过蒋泉水的动向 这特么的尴尬了 你是 蒋泉水并不认识李虎 好奇一问 蒋总你好 我是从京都来的 我来找夏先生 李虎向前两步跟蒋泉水握了握手 夏少让你来的 蒋泉水莫名其妙地看着眼前的李虎问道 嗯 对 夏先生知道 李虎点了点头 行 那你跟我进来吧 蒋泉水把毛巾扔进桶里 提着桶带着李虎向别墅内走去 李虎一进别墅 发现别墅里面正在搞卫生 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等等 那扫地的不是企鹅马吗 在厨房刷油烟机的 好像是国民小王 还有一个跟在企鹅马身后拖地的 是秦国民的侄子秦斗 至于蹲在厕所里面刷马桶的老外 他不认识 还有几个在擦拭注意沙发的女孩子 李虎愣在当场 自己这是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而跟他一同进来的刘医生也愣住了 别人他不认识 但企鹅马他认识 刘医生倒吸了一口凉气 难怪李虎频频告诫自己要小心说话 这不是要小心说话了 是特么不能说话了呀 明天端午了 想吃个粽子 交出你们的免费礼物 希希如有条件的话 哼哼 欧警号 还没等李虎缓过神来 这时又看见杜拉比德 从二楼拿着拖把走了下来 杜拉比德是大不猎巅国的公爵 这个传奇人物李虎自然认识 连杜拉比德都干起了这活 李虎有些害怕和心惊 心中又暗暗的兴奋 这些人都在夏丰家里 坐着体力活 这不更加显示夏丰的牛逼吗 林儿 这货说是来找你哥的 蒋泉水指着站在发愣的李虎说道 你是 夏临走过来 好奇的问道 你好 你好 昨晚李老跟你哥通了电话 你哥让我们今天来找他 李虎见夏临是夏丰的妹妹 态度变得无比恭敬 再配上他这副高大威猛的身材 让人看起来有些滑稽 哥 有人找你 夏临点了点头 朝楼上喊了一句 知道了 夏丰的声音从楼上传了下来 不急不急 李虎笑着摆了摆手 刘医生觉得自己的脚有些发酸 特别是看见企鹅马低着头 到处扫地的场面 他有些无法接受 若不是亲眼所见 说什么 他也不信 没过一会夏丰从楼上走了下来 走向李虎看着他问道 人呢 夏先生 您稍等 我这就出去 把父亲带进来 李虎恭敬地说了一句 便带着刘医生小跑了出去 随后 李虎让几个医护人员 抬着一副担架走了进来 李老爷子处于昏迷的状态 无法不行 众人这才明白 原来李虎是过来找夏丰帮忙看病的 企鹅马眼神一宁 双眼看向夏丰 当初就是因为夏丰的神药 企鹅马才准备巴结他 最后才知道 夏丰不但有神药 更是有着让人窒息的背景 而蒋泉水一脸疑惑 大佬还会看病 夏先生 麻烦你了 李虎朝夏丰 深深地鞠了一躬 夏丰听后走过去 给李老爷子把了一挥卖 心中大概有个了解 这事就伤复发 导致各器官衰竭 估计以前没少受伤 现在到老了 开始受折磨了 不过问题不大 一颗丹药就能解决 夏丰之所以让李老把人叫过来 主要是看在李老的面子上 亲自看看放心一些 夏先生 我父亲他怎么样 李虎见夏丰收回了手 急忙问道 夏丰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如果夏丰没有办法 那就真没办法了 问题不大 夏丰说了一句 随后从口袋中 拿出一个盒子 递给李虎说道 用水把药冲散了 灌你父亲服用 李虎双手恭敬的结果 这也许就是老王说的神药 夏丰交代完后 就上楼了 众人双眼齐齐地 看向李虎手中的神药 想亲眼目睹一番 李虎不敢耽误 倒了一杯水 把药冲散后 给李老爷子灌了下来 在场所有人 除了杜拉比德以外 大家都凭住呼吸 等待奇迹的发生 大概过来了一分钟左右 李老爷子突然睁开了眼睛 李虎见状 上前扶起了李老爷子 喜极而泣道 爸 有没有感觉到哪里不是 小虎 这是哪 李老爷子看着李虎问道 在一位高人的家中 爸你感觉怎么样 李虎再次问道 李老爷子推开李虎 自己站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胳膊 说道 我全好了 他好了 李虎大喊了一声 众人傻眼了 刚刚李老爷子的状态 他们可是看在眼里的 这一分钟的时间人就好了 企鹅马更为震惊 以前只是听老王提起过 但是现在亲眼所见 带给他的震撼可不少 神仙手段啊 众人心中一阵感叹 随后把目光看向二楼 眼中充满了尊敬 李老爷子 现在搞不清状况 开口向李虎说道 有没有好好感谢人家 爸 你放心吧 我会的 李虎说完 走到二楼梯边 朝二楼深深地鞠了一躬 口中说道 多谢夏先生出手相救 这份恩情我李虎铭记于心 此生必将回报 李儿打扰了 我们先走了 李虎说完 又走向夏琳说了一句 好 夏琳点了点头 李虎带着李老爷子 回到车上后 刘医生连忙给李老爷子 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身体的各项指标 都符合正常的人水准 太神奇了 世间还有如此神药 刘医生拿着检验报告 一阵感叹 这次刘医生可是青年所见 为之折服 也刷新了他对医术的认知 有些东西 科学确实不能解释 但它就是真的存在 夏峰有着太多的神秘 别墅里面的人 倒也很快释怀了 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心境 赶紧地把卫生搞完 今天中午我下厨 起额马 看着还处着不动的几人喊道 秦斗 说你呢 就你最慢 国民小王说完 跑向了他负责的油烟机 这东西 真特么难刷 早知道接个刷马桶的活了 秦斗埋怨地看了一眼国民小王 随后把矛头指向蒋星 说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玻璃都擦干净了吗 老大说老二 老二说老三 这三小子 真是绝配 中午是由起额马亲自下厨 除了马与秦 谁都没想到 起额马还有一手好的厨艺 吃完午饭后 夏琳开舍直播 夏琳的直播间 乍天帮 护踪神兽 乍天帮再次集合了 再次声明 拒绝看链直播游戏 乍天帮 A带 集合了集合了 链儿最漂亮 就你最尴尬 酒场 葡萄酒 这乍天帮 是个啥玩意 怎么无处不在 乍天帮 徐缺 楼上的说话注意点 老子四十米的大刀 可不容易收回来 看在大家都是铃儿粉丝的份上 今天饶了你 酒场 葡萄酒 我特么 叶黄 铃儿 我们每天给你送这么多礼物 你不回赠粉丝吗 宜灵老祖 魏英 我们要看你换装 网友5261 恶心 铃儿是那样的人吗 虽然我也想看 吴明 星月 铃儿 前几天不在 都好久没有看见你哥了 给点福利呗 叶黄 要什么福利 回赠粉丝 回赠粉丝 不然我的火箭长毛都不刷了 夏琳刚刚进入直播间 就看到一个叫叶黄的网友 一直督促自己回赠粉丝 你们想要什么回赠 夏琳笑着问道 叶黄 你家里随便一幅话就行 酒场 葡萄酒 卧槽 要点脸行吗 黄先生 其实我也想要 可爱的表情 倩 陈 加一 叶黄送上火箭加十 并复言 铃儿 我们要回赠 我们要回赠 长毛的火箭 我都刷干净给你了 好吧 我一会给你们抽奖怎么样 奖品是茶叶 保证好喝哦 夏琳说完脸上 浮出一副高深莫测的笑容 送茶叶 直播间的粉丝们猛逼了 顿时大骂铃太小气 特别是那位叶黄的网友 叫得最凶 叶黄 铃儿 你确定你没说错 送茶叶 对得起你住的别墅 对得起我们对你的支持 你良心不会痛吗 炸天帮 徐缺 对啊 哥这里看不起谁呢 是不是饭店里面那种 三块钱一袋的茶叶 还能泡出小虫子的 黄先生 哎呀 理清情义重吗 炸天帮 徐缺 楼上的给老子滚 信不信 老子四十米的大刀 捅你的菊花 炸天帮冷力 加一 网友3201 铃儿 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虽然从不说话 但是这送茶叶 未免太敷衍了吧 酒厂 葡萄酒 铃儿 送给我 我要我要 最好用你穿过没洗的那啥 就用这个做包装 叶黄 我特么吐了 你也太恶心了吧 看你名字是开酒厂的 你家的葡萄酒 能喝 网友6621 别说了 铃儿其实是卖茶叶的 网友6220 哎呀 被你们说成什么了 我送给你们的茶叶 你们都没见过 市面上买不到 而且这个茶叶 好喝到要你尖叫 当初王校长和秦大少 为了几片茶叶 抢得你死我活 你们要相信我 保证不骗你们 铃儿见直播间的粉丝们 越说越离谱 特别是 那个叫叶黄的 最爱捣乱 把节奏都给带没了 网友66521 铃儿我相信你 再说 又不是每个人都有 肯定是抽奖啊 你先抽到再说啊 这十几万人 不可能每个人都送了 网友8541 有道理 抽到了博哥好彩头 爱吃丝瓜烙的中秋 喝不喝的无所谓 我主要想要 铃儿送的茶叶 优将 我要 我要 这些是我哥的 我上去问我哥要 夏琳对着麦说道 网友85841 啥玩意 茶叶是大仙的 卧槽 谁他们都别跟我抢 叶黄 铃儿我错了 我收回刚刚说的话 我也要啊 叶黄送出火箭加100 幽将送出火箭加50 爱吃丝瓜烙的中秋 送出火箭加20 一听到茶叶是他哥哥下风的 整个直播间瞬间爆炸 一个个的喊着要了 炸天帮 徐缺 谁特么的都不要跟老子抢 不然我40米的大刀 一个不留 寻宝斋 那个其实我也想要 网友666 寻宝斋 你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你一个健保的 来凑什么热闹 寻宝斋 叶黄 妈的 刚刚谁说不要的 赶紧滚出直播间 别来害人 网友8521 网友6652 夏琳的哥哥 可是神仙一样的人物 他的茶叶岂会差 难怪夏琳一直保证茶叶好喝 这特么的不喝 也要拿回来供着呀 闻闻掀气都成 叶黄 铃儿呢 怎么拿个茶叶要这么久 酒场 葡萄酒 你特么赶紧滚 叫你爱BB 你一会别要 直播间吵吵闹闹 把整个弹幕都快刷爆了 夏琳拿着茶叶 终于出现在镜头前 夏琳的后面 还跟着国民小王和秦斗 两人像个模特一样 一手拿着一小包茶叶 站在夏琳的身后 做起了展览 你们谁抽到茶叶 每一包可以50万给我 我全部买了 国民小王伸着头 朝镜头里面喊道 我也是 我特么出60万一包 我也买了 秦斗不甘示弱 这么好茶叶 送给这些网友 真是羡慕死人啊 自己在别墅这么久 还没有混到这么一小包呢 夏琳把每包茶叶 分成了四小包 一共20包 滚 你看嘛 还要跟老子抢了呀 国民小王朝秦斗骂了一句 草 驾高者得 也有错吗 秦斗回骂了一句 茶叶还没抽 国民小王和秦斗 倒是当着十几万网友的面 先骂了起来 这下好了 两人的表现 让网友们震掉了双眼 这真的是送茶叶 这不幸都不行啊 王校长和秦少是何人 岂会拿这个事情 来糊弄他们 几十万上百万 对他们来说 就是洒洒水的事情 叶黄 妈呀 吓死我了 乍天帮 徐缺 林儿 啥也不说了 赶紧抽奖 抽中了等于60万 我可以会所嫩魔 姿势随意摆 网友9621 我已经激动的说不出话了 爱吃丝瓜烙的中秋 我手上握着手机 眼睛都不敢一开 不会等一下会断网吧 直播间的网友们 万般期待着 林儿何时准备开始 这茶叶太香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一会就开始了 大家在公屏打666 我来截图 每张截图的第一排 第一个就是中奖 夏琳弄好一切后 准备开始 网友8551 准备好了 叶黄 准备好了 爱吃丝瓜烙的中秋 准备好了 弹幕上一排排的 准备好了 好 那现在开始打666 夏琳对着镜头说道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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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一瞬间弹幕上 被666把屏了 夏琳闭着眼睛 按了一个截图 第一个中奖的网友出现了 恭喜第一个中奖的网友 6521 你现在给我发个私信 林儿说出了 第一个中奖的网友 被林儿念到名字的网友 差点激动的 把手机给扔了 双手颤抖地点开了林儿头像 发了一条私信过去 哎呀 你们干什么呢 我怎么收到上万条私信 你们这样 我还怎么玩下去 林儿打下私信后 差点吐血 一瞬间 收到上万条的私信 这哪里还能找到中奖的网友 夜黄 卧槽 怎么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酒厂 葡萄酒 肯定想浑水摸鱼 这一万多人 你们自己不脸红吗 赶紧滚出去 网友88521 确实够贱 这一下发这么多消息 哪里还找得到 刚刚中奖的那位 像这种浑水摸鱼的人 永远不缺 反正自己没中 也不能让别人得不到 小问题 我来处理 国民小王朝尽头喊道 王少 你怎么处理 夏琳好奇地问道 马叔叔在这里 鲨鱼平台 你想找谁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国民小王附在夏琳耳边 轻轻地说道 夏琳听后 眼睛一亮 确实如此 反正已经截图了 让后台的人 直接联系中奖的网友 就成了 大家别急 我让王少 直接联系后台管理员 凡是中奖的 由后台管理员统一联系 夏琳对着镜头 安慰着大家 叶黄 网友8511 这要牛逼的吗 王校长威武 国民小王放下茶叶 就跑去客厅 找企鹅马了 这是还得企鹅马出面 自己的面子 陈大姐可不会卖 这批大的事情 估计都不带鸟自己的 马叔说 林儿有件事麻烦你 国民小王走到客厅 朝企鹅马说道 企鹅马原本在跟 蒋泉水他们喝着茶 吹着牛逼 他已经三天没回去了 说好的呆两天就走 蒋泉水过来后 他就改变了自己的计划 昨天晚上 企鹅集团的张总 打了几个电话 来催 企鹅马就说了一句 老子不缺钱 爱咋咋的 企鹅张总 任性 企鹅马一听到 国民小王说 林儿有事麻烦自己 他连忙站了起来 这哪里是麻烦 这是好事啊 起身的同时 还不忘得意的 看了一眼讲泉水 那意思好像在说 你他妈在这里 就是个废物 除了搞搞卫生 你还能干点啥 什么好事哦 说错了 林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企鹅马有些高兴 差点把自己内心的 真实想法给暴露出来 连忙改口道 林儿在直播 弄了一个粉丝抽奖 想让马叔 你联系下陈总 利用后台管理员的身份 给中奖者发的私信 国民小王 把夏林的要求说了一遍 小事情 我马上打个电话 企鹅马说完 拿起茶几上的手机 走到一旁打电话去了 废物 你看你有什么卵用 蒋泉水郁闷的 看着蒋星一顿骂 蒋星 爸 我哪里又做错事了 蒋星很委屈 自己话都没说 怎么又被无头无脑的 给骂了呢 老子看你碍眼的时候 你在我身旁 呼吸我都觉得你头骂 滚圆点 去林儿那里 帮忙打下手 蒋泉水指着夏林那边说道 你看看人家国民小王 和秦斗多上道 你他妈还有脸在这里喝茶 秦文 马雨晴 蒋星被他爸骂的 大气都不敢喘 耸挖着脑袋 找国民小王去了 陈总 你的电话 陈大杰的秘书 悄悄走进会议室 向陈大杰说道 我不是跟你说过几次了吗 我在开会的时候 什么电话都不见 陈大杰眉头一皱 有些不愿 他最讨厌在会议中 有人打断自己了 鲨鱼平台七周年的盛宴 马上开始了 整个公司上上下下 都在忙碌的筹备着 是马总的电话 秘书被陈大杰对了一句 小声说道 陈大杰一听 是马总的电话 他有些头痛和害怕 这次 马总不会又来骂自己了吧 他最近真没做任何 对不起马总的事情 上次看见 企鹅马在铃儿的直播 当了一会舔狗后 他对铃儿丝毫不敢怠慢 会议暂停一会 陈大杰接过秘书的手机 走出了会议室 马总 有什么指示 陈大杰接通电话 小声地问道 你腾毛在搞什么鬼 接个电话要半年 企鹅马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要是陈大杰 半天不接自己电话 这不是耽误铃儿的事情吗 陈大杰 呃 马总对不起 刚刚在开会 陈大杰欲哭无泪 别废话了 现在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企鹅马不想多听陈大杰的解释 马总 您说 陈大杰问道 铃儿在直播间搞抽奖活动 由于人数太多 不好统计 一会中奖的 用户你用后台管理员的身份 直接联系他们 中奖的用户 我会用微信发给你 企鹅马不由分说 直接吩咐道 好的 马总 陈大杰连忙点头答应 行了 以后接电话快点 别耽误我的大事 企鹅马说完 挂断了电话 陈大杰拿着手机 愣了三分钟 就这个事情 若不是企鹅马亲自打电话 他都怀疑 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死舔狗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陈大杰郁闷归郁闷 企鹅马吩咐的时候 他必须办得妥妥的 陈大杰临时暂停了会议 吩咐后台技术员 严阵以待 企鹅马打完电话后 朝国民小王挥了挥手 国民小王会议 走到夏琳身边说道 搞定了 夏琳点了点头 在直播间说道 抽奖的事情搞定了 一会中奖的人 后台管理员 会直接联系你们 刚刚第一个中奖 不用担心 已经截图 一会结束后 统一让后台跟你们联系 叶黄 哇 王校长出马 果然非同一般 给列 酒厂 葡萄酒 三十六个赞 白胡子 爱德华 纽盖特 太好了 林儿继续开始吧 网友9521 林儿果然后台硬 一个抽奖 能让鲨鱼直播的后台配合 请收下我的膝盖 山仙鸣销 哈哈 我上了八个号来抽奖 希望能让我中一次 阿米豆腐 网友8612 666 6666 乍天帮 徐缺 道友这波好操作 秀 那抽奖继续开始吧 一会我喊开始 大家继续打666 夏琳说道 夏琳的话一说完 直播间里出现一排排的字幕 准备好了 开始 夏琳刚刚一说完 弹幕上面雪花般的666 飘洒而过 夏琳随意截图 只要中奖的网友 当场念了出来 凡是中奖的网友 兴奋的直呼 爱了爱了 我是小可爱 赠送火箭加武林 并赋言 林儿太感谢你了 我竟然中奖了 太兴奋了 哈哈 老公都被我踢下了床 叶黄 尼玛 这么多人 哪里能抽到奖 酒厂 葡萄酒 谁还不是呢 郁闷 这就完了 乍天帮 徐缺 林儿你这回赠也太少了吧 白胡子爱德华 扭盖特 起码加两万个名额才行啊 网友69,685 顶楼上 叶黄 顶楼上 网友521 顶楼上 这次准备的不充分 下次准备充足点 再给你们抽奖行吧 那就定在三天后 晚上八点开始 我还拿出一幅画来做奖品 林儿见大家都这么热情 二十分确实准备的太少了 有些不好意思 叶黄 哇 这波操作666 网友99,651 这还差不多 寻宝斋 送一幅画 哎呀 我要作弊 我要准备上万个号 那幅画一定是我的 网友6621 谁尿黄 让寻宝斋醒醒 网友22587 我不行 我糖尿病 怕他一会 尝到了甜头 爱吃丝瓜烙的中秋 我尼玛 真的断网了 感觉错过了一个亿 网友8861 好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 中奖的小伙伴们 一会管理员联系你们的时候 记得留下你们的收获地址哦 夏琳拿着麦 跟大家说道 叶黄 哎 又没得我分 我特么在激动什么 乍天帮 徐缺 谁不是呢 手都打累了 酒场 葡萄酒 只能等三天后了 三天后 我会卷土重来 与神只有一步之遥 妈的 三天后 正好是我结婚的日子 去特么的洞房花竹夜 抢礼品 他不香吗 你可爱的DOO 哈哈 老铁没毛病 白胡子爱德华 扭盖特 服气了 哥们 实在不行 我也可以代劳的 哈哈 与神只有一步之遥 滚 发怒的表情 神明坠落人间 好好地看个直播 中八十万 极度使我面目全非 大哭的表情 那我下播了 各位拜拜 夏琳对着镜头挥了挥手 林儿 等等 让我说两句话 国民小王连忙喊道 夏琳听后 让开了位置 国民小王走到镜头前说道 各位网友你们好 我之前说的话 依然奏效 我出八十万买 你们的奖品 如果你们不想要奖品 直接跟后台管理员说 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我会跟你们联系的 国民小王把五十万的价格 直接提升到八十万 这波操作 让那些中了奖品的二十个网友 高兴坏了 不要茶叶 能换八十万 谁不乐意啊 这就足够证明 林儿根本没有说谎 这茶叶绝对好 不然那么一小包 国民小王 不会出价八十万购买了 夏琳听后没有说话 反正王少有钱 回赠下自己的粉丝们也好 这都是自己可爱的家人们 家人们一声喊 韭菜开始收割了 还有我 还有我 秦斗也挤到镜头面前 大声喊道 好了 一会你们要是愿意 把茶叶卖给两位大少 直接跟管理员说就行了 下播了 拜拜 夏琳再次挥了挥手 关掉了直播 大哥 你不能吃毒食啊 不管多少兄弟俩 一起分了呗 夏琳关掉直播后 秦斗苦着一张脸 跟国民小王说道 分你三成 爱要不要 国民小王说道 行 秦斗咬了咬牙 点头同意 夏琳听后笑了笑没说话 他哥哥那里 到底有多少茶叶 他也不知道 反正每次去拿都有 等下次问问看看 到底有多少 到时候送大家一些 两位大少 我可以分一点吗 蒋星见两人吵完了 走过来小声地问道 滚 有你什么事 两人异口同声 呵斥了蒋星一句 蒋星 航程 阿巴阿巴集团总部 马总 我们的业务 在阿三国 还没有处理好 集团派过去的人 交涉了几次 并没有得到实际性的成果 阿巴阿巴集团的副总裁 张总跟杰克马 做着工作汇报 明显是阿三国 在特地刁难 我们华夏的企业 企鹅集团 大米集团 还有跳动公司 旗下的产品 都被他们给下架了 杰克马深知 阿三国的套路 最近几年 他们在阿三国发展迅猛 阿三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 信息需求资源广泛 那边的业务 好不容易开展起来 现在阿三国玩起了这一出 关键他们还弄出了 无数个山寨版 阿三国准备推行 自己的山寨产品 自然要把他们的产品 全部挤出国门了 马总 这些我都清楚 不过 我有一点很好奇 张总胡疑了一会 说道 有什么好奇的 杰克马就没问到 我们的老对手企鹅集团 当天就被解禁了 他们的业务 在阿三国 恢复了正常使用 这个事情 是张总昨天才知道的 阿巴阿巴集团 派去阿三国的团队 昨天反馈回来消息说 企鹅集团 当天就恢复正常使用了 还有这是 杰克马疑惑的问道 却有此事 他们在那边 还能正常的使用 企鹅集团的软件 并且特地打听了这个事情 他们那边回应 说企鹅集团没有问题 可以正常使用 张总如实说道 杰克马听后 有些纳闷了 凭什么说 他的没有问题 我们的也没问题啊 企鹅马这坑货 暗中又耍了什么手段 杰克马有些看起不起鹅马 自己也就骗骗女人的钱 企鹅马更狠 专骗小孩子的钱 网络上还经常流行这么一句话 一个马专门骗我老婆的钱 一个马专门骗我儿子的钱 我活着好累啊 为了双马而奋斗 这就奇怪了 有没有调查 是什么原因 杰克马有些想不通 杰克马从不研究对手 他只让对手来研究他 这次的事情 不得不对企鹅马高看眼 阿三国这种不讲理的地方 还能这么快把事情给处理好了 他有些佩服 调查了 但是具体原因 双方都不愿意透露 张总如实回答道 行 你先出去吧 我来想想办法 杰克马看向张总说道 张总出去后 杰克马习惯性的单手 乘着下巴做着思考 到底是什么原因 能够让企鹅集团的业务 还能在阿三国正常运营呢 这件事情 让杰克马百思不得其解 而正在此时 杰克马的手机响了起来 杰克马拿过电话 一看 是大米集团的雷鸣打过来的 雷总 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 杰克马笑着问道 马老师最近可好啊 雷鸣问道 他们这个大老圈在私下里 都喜欢叫杰克马为马老师 哈哈 还挺好的 杰克马哈哈一笑 马老师 我就不拐弯抹脚了 你的老对手 在阿三国耍了什么手段 雷鸣也为这个事情再头痛 他也是才不久得知的消息 特地打电话给杰克马问问情况 雷总 实不相瞒 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 按理说 大家都一样 为何企鹅集团偏偏没事 杰克马何尝又不想知道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哈哈 看来 我们都想到一块去了 有什么消息 一起分析一下呗 大家出了国门 都是一家人 雷鸣听后笑道 一定 一定 你若是打探到有用的消息了 也知会我一声 杰克马连连保证道 好 那就不打扰马老师了 雷鸣说完 挂断了电话 接完雷鸣这个电话后 杰克马再次陷入了沉思 企鹅马 最近是长能耐了 小崔进来一下 杰克马拿着公司内部的 电话呼叫了一声 没一会 崔秘书从外面走了进来 恭敬问道 马总 有什么吩咐 你去查一下 最近企鹅马的行程 最好是了解一下 他最近做了什么事情没有 杰克马看向崔秘书吩咐道 好的 马总 崔秘书应了一声退了出去 杰克马一定要搞清楚怎么回事 不然心里隔音的慌 原本企鹅马是他瞧不起的对手 突然反超了你 现在都快要骑到自己头上了 杰克马浑身难受 每次阿巴阿巴集团 宣布送福利给用户的时候 杰克马准备送20亿 企鹅马转身就送40亿 并且 阿巴阿巴集团准备投放新的市场 抢占新用户的时候 阿巴阿巴集团准备投入100亿 来开拓市场 第二天 企鹅马必定会投放150亿 开拓市场 总之 怎么让杰克马不爽 企鹅马就怎么来 企鹅马的名言是 敌不动 我不动 敌若动 我加倍 我们不是产品的研发者 但是每个新的产品 都有我的影子 所以 每次杰克马那是相当的气啊 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别提都憋气了 崔秘书一个小时候 又反了回来 有什么消息没有 杰克马率先问道 马总 最近企鹅集团的马总三天 没有去公司了 根据有关消息 他去了魔都 然后一直没了消息 崔秘书把自己获取的消息 马上告诉了杰克马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杰克马向崔秘书挥了挥手 企鹅马丢下公司的事情 去魔都干什么呢 这个问题 一直在杰克马的脑海中环绕 杰克马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种可能 听说前几天 大不猎颠国的彼得公爵 来了魔都 彼得公爵在世界上 有很大的影响力 如果企鹅马说服杜拉比德出手帮忙 那还真是可以解决 他们集团在阿三国的事情 想通这一切之后 杰克马笑了 杰克马直接找到了 蒋全水的电话拨了过去 他知道 蒋全水跟杜拉比德家族 有业务来往 想要问杜拉比德的电话 必须要先找蒋全水 杰克马跟蒋全水的关系还好 毕竟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嘛 蒋总 好久没见了 最近忙什么呢 电话接通后 杰克马率先打起了招呼 什么事 没事就挂了呀 我在洗菜 电话里头的蒋全水 用脖子夹着手机 一边说一边洗菜 洗菜 杰克马一愣 蒋大老板 还需要亲自动手洗菜的 蒋总 菜一会再洗啊 聊两句 杰克马笑着说道 没空 蒋全水想也没想地拒绝了 聊个毛啊 老子洗菜不是大事 杰克马 那就长话短说 我想请你帮个忙 把彼得公爵的电话发给我 我有些事情 向他请教一下 杰克马见蒋全水忙着洗菜 都不愿意陪自己聊天 他很受伤 直接长话短说 有事情自己来问 那货倒垃圾去了 等有空把地址发给你 蒋全水说完 挂断了电话 蒋全水在洗菜 杜拉比德倒垃圾去了 都在做体验生活的节目 没道理啊 他们这些企业家 岂会去做这些作秀的节目 来哗众取宠 杰克马再次百思不得其解 心里生起了一股好奇心 暗暗有些期待 蒋全水把位置发过来了 而别墅中的蒋全水 把电话挂断 就扔在了一旁 口中咔咔道 一个破老外的电话 有什么好要的 你特么在磨叽什么 谁让你洗菜接电话的 你知不知道 这样耽误我做菜的功夫 企鹅马刚刚走过来 就看见蒋全水不专心洗菜 竟然打了起了电话 我行 我错了 蒋全水咬了咬牙 老子忍了 不就会做菜吗 赶紧的 磨磨叽叽的 耽误下哨吃饭 你承受不起 企鹅马说完 大大咧咧的走开了 蒋全水看着嘚瑟的企鹅马 安骂了一句 会做个菜 看你嚣张的 杰克马不是要问 杜拉比德的电话吗 把他弄过来 加入自己的队伍 一起对抗企鹅马 再好不过了 杰克马可是烧菜的高手啊 当初杰克马创业的时候 十几个人围在公司 一日三餐 全是杰克马做饭的 这货绝壁式的人才 蒋全水把菜洗好后 老老实实的 交到企鹅马手上就走开了 废物 就特么的知道 坐在这里看戏 事情忙不完了 不知道 来帮老子洗菜 滚圆点 菜都不会做 老子看着你碍眼 蒋全水刚刚受了气 看见在喝茶的蒋星一顿骂 蒋星 蒋星万般委屈地走出了别墅 准备找国民小王和秦斗去诉诉苦 大哥 这事情现在在网上发酵了 对你鸣伤有影响啊 秦斗刷着微博 看向国民小王说道 我特么还有鸣伤 这事情你最清楚了 那货故意引我上钩 在夜店玩的嗨的时候 到处跟别人说我是他男朋友 肉没吃上 还跟老子玩这一出 国民小王越说越气 你特么 要是让老子吃到肉了 不提也罢 两个多月前的事情 现在还拿出来说 还不是这两个月 自己不理他了 想来蹭一波热度 玩不起就别出来玩 特么的又作又利的 秦斗也觉得有些气愤 这事情他最清楚了 大家都在这个圈子里面玩的 能融入就融入 不能融入的你就别强融 无所谓了 我已经发了一条微博澄清了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国民小王倒是无所谓 这些网红想蹭自己的热度 还少吗 又想来蹭热度 裤裆又抓得紧紧的 真应了晴斗说的那句话 又做又利的 两位大哥在聊什么呢 蒋星耸拉着头走出来问道 滚 没心思理你 蒋星 我特么 我尼玛 蒋星一脸猛逼 怎么自己走哪里都不讨人喜欢 刚刚被自己老爸从别墅骂出来 现在国民小王和晴斗 也一直喊他滚蛋 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卑微 好委屈 好想哭 只能说蒋星不懂看人脸色 国民小王正被一个网红的事情 闹得心烦呢 蒋星刚好撞到了枪口上 蒋星自讨没去 刚要准备离开 他发现 英伦彼得一个人 坐在别墅旁边的石屹上 那背影看起来好狼狈 好可怜 跟自己似的 蒋星突发善心 决定过去跟英伦彼得交流交流 大家同时沦落人 彼此应该照料一番 小彼得 你一个人坐这里发呆呢 蒋星走过 拍了拍英伦彼得肩膀喊道 蒋少 英伦彼得笑着打了个招呼 随后又继续问道 蒋少 你怎么出来了 出来透风吗 对啊 事情忙完了 出来透透风 这不是看你一个人在这里坐着 过来陪你聊两句 蒋星点了点头应道 英伦彼得听后有些感动 终于有人重视自己了 他不再是一个人 蒋少 来坐 英伦彼得热情地挪了挪屁股 示意蒋星坐在他旁边 英伦彼得 虽然是彼得家族的三公子 但是他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资源 也同时担任几家公司的总裁 不然之前就不会用平等的身份 跟企鹅马通话了 自从跟着自己的爷爷杜拉彼得来到华夏后 他感觉自己就像个空气 除了每天抱着马桶刷刷 他找不到一点存在感 现在蒋星给他当人看了 他非常的感动 小彼得 你觉得 我们华夏如何 蒋星坐下后 转头看向英伦彼得问道 华夏是神秘的国度 有着太多的神秘 我很喜欢这里 自从到了华夏后 我感觉这里的空气都舒服了一些 这是一个让人值得迷恋的地方 太棒了 特别像蒋少你这样的公子哥 还如此的热心肠 我心生佩服 真是后悔没有早点认识你 不然早点和你做朋友 该多好 英伦彼得见蒋星来找自己 先是一顿吹 生怕蒋星不喜欢自己 蒋星 蒋星被英伦彼得的一顿马屁 拍得差点迷失了自我 自己有这么好 那为何成天被骂成狗样 小彼得过誉了 我们现在也是朋友 蒋星微微感动到 虽然他知道 英伦彼得在吹牛逼 但是好听的话 就是润人心 这老外看起来不咋的 却说话又好听 两人像个知己般 简直相见恨晚 差点在这里喊天拜地 就此结拜了 滚进来吃饭了 杜拉彼得出现在门口喊了一句 这才把两人 从迷失中拉回了现实 两人站起来 屁颠屁颠的跑回了别墅 企鹅马做菜 确实有一手 中西结合 什么菜都能做出新鲜的花样 企鹅马手里拿着锅铲 胸前围着炒菜用的围裙 一脸笑意的 看向夏丰问道 夏少 你看今天的这个菜如何 挺不错 快坐下来一起吃饭了 夏丰点了点头夸赞道 这是实话 企鹅马听后 一张脸笑成了菊花 他从没想到 自己做菜的手艺 还有用武之地 真是天之剑 有可为 人要多学习 多掌握几门手艺在身 迟早能派上用场 这是企鹅马内心的真实想法 爸 快坐下吃饭了 马雨晴起身 帮企鹅马解下围裙 拉着企鹅马一同坐下 小王 你今天心情不好吗 饭桌上 夏丰看向国民小王问道 夏大哥 没事没事 一点小事已经处理好了 国民小王连忙摆手 一脸惊喜地回答道 夏丰竟然关心起自己来了 国民小王伸手掐了一把秦斗 想证明一下自己没有在做梦 秦斗被掐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连忙把国民小王的手推开 国民小王看着秦斗那忧怨的表情 他开心地笑了 去特么的烦恼 让这一切都烟消云散 没事就好 以后大家有什么难处可以跟我提的 我是个很讲理的人 大家每天开开心心的挺好 夏丰放下碗筷朝大伙说道 放心吧 师父 我一定会多多麻烦你的 杜拉比德第一个赞成道 哈哈 众人一片欢声笑语 很是热闹 第二天一大早 杰克马就让司机开车 送他去摩都 航程到摩都两个小时的车程 昨晚收到蒋全水发的地址后 他安排好公司的事情 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这也算是工作需要 毕竟过来摩都找杜拉比德 带着任务在身 雷总 我现在在前往摩都的路上 要不要过来玩玩 车子行驶在高速上 杰克马闲着无聊 拨通的雷鸣的电话 马老师 你去摩都干什么 雷鸣好奇地问道 我大概知道了 企鹅集团 为什么能在阿三国业务 正常运营了 杰克马说道 杰克马这么一说 电话那头的雷鸣来了兴趣 马老师 你去摩都就跟这个事情有关吧 雷鸣又不傻 很快明白了 杰克马去摩都的缘由 是的 大不列颠国的彼得公爵 现在就在摩都 跟蒋全水在一起 企鹅马应该是去摩都 跟杜拉比德达成了某种共识 杜拉比德出手 帮他解决了阿三国的事情 杰克马把心中的猜测 告诉了雷鸣 嗯 听你这么一说 那应该八九不离十 你先过去看看情况 如果真是这样 我下午就飞摩都 雷鸣沉吟了一声肯定道 好 到时候我再跟你说 两人闲聊了两句 就挂断了电话 杰克马放下手机 开始闭目养神 马总 到了你说的位置 司机轻轻地喊了一声 正在熟睡的杰克马 嗯 就到了吗 杰克马朦胧地睁开了双眼 杰克马下车后 看了一眼别墅 也不能确定 是不是这里 便掏出了手机 给蒋泉水打了个电话过去 蒋总 我到了你发的位置了 你在哪呢 电话接通后 杰克马向蒋泉水问道 到了吗 我这就出来 蒋泉水说完 跑出了别墅 刚出来便看见 杰克马站在别墅的不远处 队友终于到场了呀 从此不用再看企鹅马的脸色了 至于杰克马会不会离开 这东西 不存在的 这里 蒋泉水朝杰克马挥了挥手 喊了一声 杰克马听见蒋泉水 站在别墅门口叫自己 他挂断了电话 踩着有钱就很嚣张的步子 走了过去 杰克马一身休闲装 小寸头 精神十足 再配合他那魔性的笑容 看起来有些逗 蒋总 你们是在这里做什么节目吗 杰克马过来笑着问道 别瞎说 做什么节目 在一个长辈家里 我昨天已经打好招呼了 你跟我进来 一会别胡乱说话 蒋泉水嘱咐杰克马两句 就带着他进去了别墅 杰克马一进别墅的感觉 就是干净 四处都被打扫得很敞亮 别墅里面的人有些多 说说笑笑的 能不干净吗 大家差不多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每天打扫一遍 一粉一沉都不曾留下 林儿 我这个朋友过来了 你应该认识 蒋泉水走到别墅后 向林儿说道 夏琳转过头一看 眼神一愣 马爸爸 这可是大人物啊 夏琳没少给马爸爸 贡献自己的腰包 啊 马总你好 夏琳惊喜了的喊了一声 杰克马听后 微笑的点了点头 毕竟是蒋泉水介绍的人 面子要给足 随后杰克马笑道 林儿 很高兴认识你 还没等夏琳说话 杰克马好像看见了一个 化成灰都认识的人 企鹅马 嗯 这会一直在这里 杰克马进来的第一时间 企鹅马就看见他了 只是假装没看见罢了 马总 过来一起喝茶 夏琳看向杰克马邀请道 这时 企鹅马还发现了国民小王 秦斗 蒋星等人 这真不是做节目 好像也不是啊 全场没看见 企鹅马有些搞不懂 企鹅马这三天 就跟这些小朋友 待在一块公司也不去了 杰克马心中一万个 为什么坐了过去 还坐在企鹅马的对面 两人对视一眼 互相礼貌的笑了笑 典型的表面笑哈哈 心里马卖劈 马叔叔 马伯伯 几个人都向杰克马打着招呼 杰克马一一点头示意 就连马雨晴也不例外 微笑的跟杰克马打着招呼 虽然两马互相看不对眼 作为晚辈的他 在杰克马面前 依然客客气气的 雨晴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杰克马夸赞了一声 马雨晴听后 小脸微红 马叔叔喝杯茶 国民小王泡了一杯 茶端给了杰克马 马伯伯 这个茶可要慢慢喝 一小口一小口的喝 喝快了 会有不适的反应 不过这茶绝对的好喝 秦文善意的提醒 遭到了企鹅马的白眼 就你话多 对 马叔叔切记慢点喝 这茶 我爸都没尝过 国民小王点了点头 配合秦文说了一句 马老师 听话 不会害你的 慢点喝就成 讲泉水拍了拍杰克马的肩膀 企鹅马仿佛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自己喝茶的时候 你们都哑巴了 怎么没一个人来提醒自己呢 我不配 那我走 他是马爸爸 我就不是马爸爸了吗 企鹅马欲哭无泪 做人不能有偏见啊 杰克马被说得一愣一愣的 喝个茶 还有这么多讲究了 这个世界上的好茶 杰克马不敢保证 全部喝了一个遍 但也喝得八九不离十了 第一次见喝茶 还有这种要求 杰克马本着好奇心 小抿了一口 一小口吓喉 杰克马差点惊呼出声 真特么的好喝 杰克马瞬间明白了大家的心思 如果自己一杯下喉 那么刚刚网上冒的气体 恐怕有些压不住了吧 多好的孩子们啊 不然自己要在企鹅马面前丢脸 那就臭大了 殊不知 企鹅马早就丢过脸了 嗯 好茶 杰克马发自肺腑的感叹了一句 杰克马有些好奇 大家都在这里干嘛的 难道每天就坐在一起喝喝茶 蒋泉水和企鹅马都是大忙人 成天在这里陪着小辈们玩耍吗 蒋总 你不是说彼得公爵在这里吗 帮忙引荐引荐呗 杰克马放下茶杯 跟蒋泉水说道 还有意无意的看了企鹅马一眼 他想看看企鹅马听后有什么反应 奈何企鹅马就跟没听见似的 脸上毫无波澜 这有什么好引荐的 他一会下来 你自然认识了 蒋泉水笑道 彼得公爵在楼上吗 杰克马问道 马叔说 彼得公爵在楼上 一会下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国民小王搭过话说了一句 随后 指着坐在角落里的英伦彼得说道 这哥们是彼得公爵的孙子 杰克马一愣 这才发现 角落里的英伦彼得 都混成这样了 这里一定有着自己不为人知的事情 这别墅给杰克马的感觉 就是神秘 至于哪里神秘 杰克马自己也说不清楚 而这时夏丰从楼上走了下来 走在夏丰身后的杜拉彼得 一副感激的样子 拱着身子走在后头 不敢越雷池半步 众人见夏丰从楼上下来 纷纷站起来身来 企鹅马动作最快 好家伙 这时杰克马才把眼神转向夏丰 只见夏丰一身长袍 一头长发 看起来很有感觉 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之意 至于夏丰身后的杜拉彼得 好像一条狗 好像一个仆人 杰克马瞪大了双眼 有些不可思议 杰克马虽然没跟杜拉彼得有联系 但两人都互相知道对方 这人是谁 杰克马看着夏丰 脑子中充满了疑问 夏少 坐我这脸 我马上就要去做饭了 企鹅马一脸羡慕地说道 夏少 刚刚泡好的茶 鲜润润喉 蒋泉水不甘示弱 都别站着了 坐下吧 老彼得 你去帮我倒杯温水过来 今天不想喝茶 夏丰坐下后 向杜拉彼得吩咐道 好的 师傅 杜拉彼得应了一声麻利的 跑去倒温水了 老彼得 师傅 还有企鹅马和蒋泉水 那羡慕的表情 杰克马三观进破 杰克马愣在当场 哪怕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他 此刻有些回不过神 这是 什么情况 这不是录节目 杰克马在心中愣了愣神 告诉了自己 若不是亲眼所见 你能信 你能看见 平时高高在上 逢人板着一副脸蛋的 企鹅马笑脸相迎的场面 关键还主动请鹰说 自己一会要做菜 杰克马现在明白了一些 昨日蒋泉水说的喜菜 就是在帮企鹅马打下手 看着同样是大佬的三人 杰克马悟了 一定是眼前的男子 他一定有着 能让他们仰望的背景 或者实力 毕竟大家都混到这个份上了 什么都不缺 何必去舔一个年轻人 夏少给你介绍一下 我的一位朋友 马老师 李儿也认识的 蒋泉水 怕夏丰不开心 自己随意叫了一个人 特别把夏琳也给抬了出来 夏丰看了一眼 杰克马说道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 那就随意点 我这个人 很好相处的 到了夏丰这个心境 已经把这些 俗事给看开了 是好人是坏人 是否怀着坏心思来别墅的 夏丰只要看一眼便知 如果都没有坏心思 夏丰也无所谓 来多少 都是图个开心 反正 自己也喜欢热闹 李儿也开心 何乐而不为 就像上次在山庄吃饭 碰见的那个什么驱书记 夏丰看一眼就知道 那人不是好官 坑害百姓 贪赃枉法 这种人被夏丰遇见了 他不介意出手一次 好好好 杰克马不知所措的点了点头 他现在有些搞不懂夏丰的身份 总之看起来很神秘 很牛逼的样子 懵懵懂懂的杰克马 只想找机会 问问蒋泉水具体情况 不然全别墅的人 就自己像个傻子一样 被蒙在鼓里 这还怎么愉快的玩下去 杰克马像个小孩子一般 坐在沙发上有些拘束 好不容易熬到蒋泉水去上厕所 他连忙起身追了上去 老蒋 你过来一下 杰克马拉着蒋泉水说道 别拉拉扯扯的 像个什么样子 我先去上个厕所 蒋泉水说完 要挣脱杰克马的手 问两句话而已 你不说清楚 就别想走 杰克马拖着蒋泉水 就往别墅的负一层走去 现在别墅的负一层 被弄成了榻榻米 全部打成了地铺 睡下十几个人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还是国民小王有先见之名 买了一车被褥回来 还真派上用场了 不知道为何 大家来了 以后就不想走了 虽然每天过着平常的生活 但是待在夏丰身边 总有一股特殊的吸引力 让人不愿离开 好似在他身旁 能沐浴阳光 让人流连忘返 先前的国民小王 秦斗和杜拉比德爷孙 再就是秦文和马与秦 然后是企鹅马和蒋泉水父子 他们并不知道 夏丰为何如此神秘 但是跟在夏丰身边 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比如 哪天给自己扔一颗神药之类的呀 越有钱越怕死 生活享受够了 谁不想跟着夏丰 混个平安一生 最最最重要的是 夏丰能直接通达天厅 连杜拉比德这个老外 都舔着脸 在这里待着了 他们若是还看不懂 那真的脑袋有包了 创业一辈子了 自己还不能享受享受了 这个夏丝 到底是什么人 杰克马小声地询问道 什么人 你还看不明白吗 你有见过老彼得 心甘情愿当的仆人吗 老彼得是什么人 你也清楚吧 蒋泉水见杰克马 问出这脑抽的问题 一连反问了杰克马三句 我也清楚 但是想了解一下 心里有点底 不然整个别墅里面 就我跟个二愣子似的合适吗 杰克马继续小声地问道 那我把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 夏丝有着神鬼莫测的手段 能够起死回生 这是我亲眼所见 他还能直接跟上面对话 并且 他说的话非常管用 蒋泉水说完 用手指了天上 杰克马听后愣住了 倒吸了一口凉气 起死回生 直达天听 怎么感觉跟眼神话故事一样 这话是蒋泉水亲自说出口的 他不信也得信 不然这么多人故意演戏给他看 这显然不可能 他们凭什么演戏给自己看 我给你叫过来了 你以后会感激我的 记得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 蒋泉水看着发呆的杰克马 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开了 经过蒋泉水这么一解释 杰克马的心境浑然不同了 再次来到客厅的时候 杰克马看向夏丰的眼神 带着深深的尊敬和崇拜 同时看着正在卖力炒菜的企鹅马 手中的锅都要被他给炒翻了 这一切都在告诉他 这是真的 马老师 你是当教师的吗 夏丰看着有些拘束的杰克马问道 年轻的时候 做过一段时间的老师 后面改行去创业了 杰克马如实地回答着 杰克马虽然有些奇怪 夏丰为何不认识自己 但也不敢去问出口 夏丰之前一直不问俗事 像企鹅马 杰克马这些知名企业家他 一个都不认识 那真是可惜了 教书育人好啊 夏丰听后感叹了一声 现在公司有所小成 正在做着教育这方面的慈善 孩子们是祖国未来的花朵 我竟一尽绵薄之力也好 杰克马多年来 一直在做着教育方面的慈善 资助了无数的乡村学校 嗯 挺不错 继续保持 夏丰听后点了点头 随后深深地看了一眼杰克马 继续说道 过来找老彼得帮忙的就去吧 就说我说的 杰克马听后大惊 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为何夏丰看了自己一眼就知道了 杰克马不敢多想 更加不敢再深入地去想 起身朝夏丰说道 多谢夏少 夏丰挥了挥手笑了笑 没在说话 杰克马走向杜拉比德的时候 脚都有些发软 那个年轻人 好像能够直击自己的心灵 自己在他的面前 任何想法都无所遁形 彼得公爵 你好 杰克马走向杜拉比德喊道 嗨马总 我们这算第一次见面吗 杜拉比德也热情地打着招呼 两人虽然相识 但见面还是第一次 对 第一次见面就有事情想麻烦你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杰克马说是不好意思 实在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 夏丰叫自己来的 还有啥不好意思了 论吹牛逼和不要脸 杰克马自认第一 在座的都是渣渣 脸面这个东西 要是值钱的话 自己早就是世界首富了 杰克马丝毫不觉得 有啥不好意思 马总 说这话就见外了 大家都是自己人 杜拉比德朝杰克马笑了笑 杜拉比德来华夏后 别的没学会 自己人这三个字 倒是随口就来 凡是能来到别墅的 那都是自己人 反正杜拉比德心里很清楚 能来别墅的都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也来不了 都是自己人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我们公司在阿三国 遇到一些事情 还请比德公爵帮的忙 杰克马说完笑咪咪 杜拉比德听完后 心里明白了大概 问道 跟企鹅集团一样的问题吧 嗯 对 一样 杰克马点了点头 OK 小问题 一会一个电话帮你搞定 杜拉比德朝杰克马 做了一个OK了手势 自信满满的说道 心里同样在暗骂 摩迪真不是个东西 总逮着华夏的公司较劲 真他们脑瘫的玩意 自己国内厕所都见不起 还成天喊着 自己要做发达国家 超越华夏国 杜拉比德想到这里 恨不得立刻飞到摩迪身边 撒泡尿给他罩罩 让他看清楚 自己是个啥玩意 比德公爵 那就感谢了 杰克马真心的道了一句谢 自己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杜拉比德就愿意帮忙 他现在也体会到了 企鹅马为何赖在这里不走了 跟夏丰交好 真的是任何事情 都会变得简单起来 这恐怕就是 抱紧大腿带来的蝴蝶笑意 夏丰全程什么都没做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能代表一切 当真恐怖如斯 不用不用 杜拉比德摆了摆手 杰克马搞定自己公司的事情后 心里有些兴奋 看着在炒菜的企鹅马 杰克马准备找机会 也要露一手 在这里不能当个只吃饭的废物 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也要争着抢着去表现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不过 这是心甘情愿的 简直不要太爽快 魔都四少群 于伟 三位大少 明天我生日 在浦江四人游艇上举行派对 邀请了十几个美女主播 记得早点来 国民小王 不去 情斗 没空 蒋星 不去 三人以最快的速度 拒绝了于伟的邀请 于伟看傻眼了 这么直接暴力 不给面子吗 于伟 啥意思 你们三人是串通好了 准备给我一个惊喜吧 四人一块玩十几年了 兄弟感情大不用说 自己生日 他们不捧场 这有些说不过去 国民小王 你特么没睡醒 谁要给你惊喜了 你不说 谁记得你生日 当自己是妹子呢 蒋星 就是 成天就知道吃喝玩乐 你就不能做点正事 给你爸妈看看 蒋星 以后吃喝玩乐的事情 别找我 借了 秦斗 秦斗 别这么说 大家兄弟一场 我提前给你发个红包住住信 秦斗 红包 备注 生日快乐 于伟 你妈 微信红包你也发得出手 顶添了就两百 草 于伟慢慢咧咧地点开了红包 顶 八十八块 于伟 八十八块 你不嫌浪费点 老子真特么是看得起你 秦斗 那你特么手剑去点开干什么 你还不是想要 于伟 于伟 不跟你们扯淡了 明天记得来 国民小王 不去 蒋星 不去 秦斗 不去 于伟 认真的 没开玩笑 国民小王 跟你如是说了吧 我们三人在一块 真走不开 下次给你补上 于伟 在林儿哪里 蒋星 对 于伟 做田狗 秦斗 你还没资格当田狗吗 于伟 你们牛逼 老子服 告辞 一张告辞的图片 明天好像真是这个煞笔生日 不去是不是不大好啊 蒋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看向国民小王和秦斗两人问道 那你去呗 这里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国民小王回道 呃 那还是算了吧 蒋星连忙打消了心中的想法 真特么废物 做田狗怎么能分心呢 杰克马在别墅里面混了一天 也算熟悉了 他本来就是一个爱说话的人 很快就融入了大家 晚上的时候 夏琳看向杰克马问道 马叔说 别墅没房间了 要不让王少送你出去开个房间睡 不用 不用 多麻烦 大家在一起随便睡睡就行 我可没那么多讲究 随一点就好 林儿你别管我 当初我创业的时候 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 照样睡觉 那个时候苦啊 当时 杰克马听后 连忙吹起了牛逼 大家都愿意待在别墅不出去 不就想混个脸熟吗 自己第一天来 站着睡都行 反正不会走 那行 我给你安排一下吧 夏琳应道 麻烦你了 杰克马笑了笑 在夏琳不经意的安排下 杰克马被安排在 企鹅马一个房间 两人同睡一张床 起初两人都不知道 杰克马进去房间后 才发现企鹅马 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这是一整天下来 杰克马第一次和企鹅马说话 我本来就睡这个房间的 你还问起我来了 你跑进来干什么 企鹅马一个翻身坐了起来 看向杰克马问道 林儿安排我过来睡的 赶紧腾个位置出来 杰克马不管那么多 拿起手中的被褥 扔在了床上 企鹅马抓了抓了自己的被褥 腾出了一半的床铺 说道 你他妈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要过见 说的我对你有兴趣似的 你要是不爽 我叫司机过来 送你出去 开个大套房给你睡 怎么样 杰克马坐下后 向企鹅马提一道 还没睡的你 就在做梦了 企鹅马鄙视了一眼 老子差你这个开房的钱 那就别逼逼 这床有我一半了 哼 真不要脸 我跑哪里就跟哪里 你还当自己是个玩意了 谁跟着你了 小学生之友 妇女之友 滚 杰克马和企鹅马 这两个世纪好友 终于一起同床而睡了 两人晚上都失眠了 旁边睡着自己的竞争对手 换谁心里都有些不爽 第二天一早大 两人达成了一个协定 那就是在夏丰这里 放下以前所有的身份 和睦相处 别在这里闹不开心 两人为了表示友好的协定 一同握了握手 马老爹 马老哥 两人的手重重地握在了一起 代表着双马 暂时放下成见 白天没事的时候 夏丰跟国民小王约好了 一同去他的电竞总部玩 夏丰本来就是游戏主播 主要是打LL的 而国民小王弄了一个电竞公司 还拿过一届冠军 手下玩LL的高手众多 他自己也是游戏的爱好者 以前 还用职业玩家的身份 参过比赛 电竞公司总部位于浦江边的 一座写字楼上面 夏丰一行人到这里的时候 电竞公司的人 纷纷向国民小王打招呼 林儿 我叫三个人来带你玩 国民小王朝夏丰说道 好呀 他们都是职业选手 会不会觉得 我太菜了 夏丰有点不好意思 自己虽然是个有些主播 可也是一个万年题末狗上单 久居白银三年 他谁都不服 就服黄金选手 因为他上不去 叫两个就行了 带上我呗 我也挺牛逼的 蒋星插一句嘴 算了吧 你那技术 我都带不动 国民小王直接拒绝了蒋星的提议 已经带了一个铃儿了 你还来凑什么热闹 你那技术 能跟职业选手打 心里没点避暑啊 林儿 你们先做会 我叫人过来 给你们泡茶喝 我去叫人 国民小王安排好几人后走开了 国民小王把OL的几个职业选手 叫来了自己的办公室 看着面前的几人说道 一会我要带一个人玩游戏 我来打AD 他主要玩上单题末的 上单和AD都留出来 你们三个人陪我们玩 打野你就死守上路 一直帮他抓上路 有人头必须让 我们四宝一 一定要让他玩得开心 输赢无所谓 都听清楚了吗 国民小王看着自己俱乐部的几人说道 知道了 老板 几人同时应道 好 那现在过去吧 国民小王安排好之后 就带着中野府去找夏琳了 王少 你这里装修的挺好看呀 夏琳四处看了一圈后说道 嘿嘿 玩玩意 我们来玩游戏 国民小王信心十足地向夏琳说道 今天要陪夏琳玩开心了 夏琳虽然经常玩游戏 却很少看比赛 他知道面前三人是职业选手 但也认不出他们是谁 五人坐下后 国民小王拿了一个号给夏琳玩 毕竟夏琳的段位太低 用他自己的号 大家一起玩不了排位 夏琳只打排位 从不打匹配 他觉得匹配没有挑战性 真是又财又爱玩 温姐 第一次玩高端举好激动 夏琳转过头 看向在他背后的秦文吐槽道 别怕 他们肯定会照顾你的 反正不管怎么玩 都是他们的错 秦文凑到夏琳的耳边 小声安慰着 嘻嘻 我努力 夏琳听后点了点头 游戏准备开始 夏琳依旧是万年不变的题目 而国民小王玩的是 AB 静 其他三人分别是中单卡牌 打野南枪和慎辅助 中路和辅助的大招 都是保上路的 最特么搞笑的是 辅助也带个TP 为的还是保上路 当游戏进入后 夏琳率先跑到上路草丛里面 隐身躲了起来 国民小王四人 在河道和自己的红爸爸坐好了眼 别看夏琳玩的不怎么样 但是猥琐的EB 可能是高端局的影响下 他不敢出去补兵 只吃惊艳 对面是个刀妹上单 跟着英雄队线 根本不敢上去吃兵 弟弟 打野三级 给夏琳发了一个信号 直接来了上路 帮夏琳抓人 奈何夏琳猥琐的EP 抓人失败 四级又来了 五级再来 六级还特么来 所有人聊天 刀妹 上路是你爹 夏琳看见后脸红了一下 自己打野来了四次 自己一次都没有将对面拿下 而这个时候 全队的战绩是二杠零 因为打野长住上路的原因 其他两路缺少帮忙 被对面打野抓了两波 这个真不能怪几方打野 是夏琳不配合啊 蓝枪每次去的时候 感觉自己在单路 等夏琳上来的时候 对面已经跑回塔下了 蓝枪刚刚出现在下路 合到一波 对面刀妹 直接闪现开大要杀了提莫 第一时间肾飞大 卡牌飞大双双支援 最后保住了夏琳 刀妹在逃跑的过程中 踩到了夏琳中的蘑菇 还让夏琳 拿下了对面的狗头 哇 被我拿下了一个人头 夏琳兴奋的喊道 哈哈林儿真厉害 国民小王哈哈一笑 南枪 卡牌 肾 所有人聊天 刀妹 我他妈是捅了马蜂窝了 还是怎么的 有完没完了 自从刀妹说了这句话后 只要卡牌有大 配合打野的情况下 直接强杀刀妹 刀妹被打得快自闭了 河道中满了蘑菇 对面打野想来帮忙 也有些力不足 最后游戏结束 夏琳芳以失败告终 游戏虽然失败了 但是夏琳玩得很高兴 国民小王也跟着高兴 这才是自己要的结果 输赢无所谓了 倒是让国民小王手底下的三人 大开眼界 老板还会这么甜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 不过这波甜的他们给满分 夏琳在电竞俱乐部 玩了一个上午的游戏 几人在俱乐部吃的午饭 下午去超市买了一车菜 就会别输了 林儿 我的技术怎么样 在回去的路上 国民小王妖功般的问向夏琳 比我强多了 我太菜了 明显夏琳是高兴的 很不错了 哪次上单不是被你打爆了 国民小王夸赞了一句 蒋星开着车子 差点没把握住方向 这舔狗果然有一手 真会逗人开心 不要脸到这个程度 他也是服了 自己还得需要向王少多多学习啊 舔得不够圆润 第一次写游戏 没玩过的肯定看不懂 感觉这张写得不好 以后不敢写了 怕你们骂 别墅里 企鹅马等人都在陪夏丰聊着天 一群大佬在陪夏丰聊着生活问题 这画面看起来有些违和 这时 杰克马的手机响了起来 杰克马起身点了点头 转身跑到别墅外面接电话去了 喂 什么事情 杰克马接通后问道 马总 阿三国那边的业务已经全面开通了 你是怎么办到的 电话那头传来张总激动的声音 昨晚杜拉比德给摩迪打了个电话 摩迪又挨了一顿骂 今天一早就下达了 全面解禁阿巴巴集团的业务 摩迪身为阿三国的老大 一连几天被杜拉比德骂了两次 他确实有些郁闷 却又无可奈何 幸好没人知道 不然这脸面就丢大了 就这小事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 让你如此激动吗 好了 我知道了 这几天 我有事在魔都回不来 公司的事情交给你了 杰克马一点淡定 这点小事就激动了 怎么办大事 电话那边的张总听后 有些纳闷 就在前天 马总还为这事 愁成一副死人脸 怎么两天不见就装上了呢 你要是真这么淡定前天 还愁个屁啊 看来马总是请到高人帮忙了 马总 你放心吧 这几天 我会把公司的事情安排好的 张总虽然有些质疑杰克马的话 但不能问出口 毕竟大家都知道 杰克马喜欢装病 吹大话 记得某节目对杰克马采访 主持人问他对阿巴阿巴 现在的成就怎么看 杰克马一本正经地开始吹牛逼说 我对钱没有任何兴趣 我只怀念以前当老师的时候 那个时候 每月领的薪水 才使我赶得快乐 人不能为了钱放弃梦想 得完成梦想 以后才能谈钱 你看看 这牛逼吹得没谁了吧 好 没事就少打电话来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忙 杰克马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这感觉 这舒服 难怪企鹅马每天炒菜锅 都被他炒翻了 还乐此不彼 杰克马接到这个电话后 心里还是有些高兴的 毕竟解决了心头一件大事 走起路来 步子都轻盈了不少 回去后 还不忘得意地看了一眼企鹅马 那意思很明显 你能做到的 我一样能做到 夏少 你一般喜欢吃什么菜 杰克马坐下后 准备开始献殷勤 蒋泉水在一旁听后 眼睛一亮 连忙放下茶杯说道 夏少 马老师做的菜绝对好吃 要不今天尝尝 他给杰克马叫过来 就是为了压压企鹅马的嚣张气焰 现在 杰克马主动问起了菜 蒋泉水 当人不让的出口 给助攻 这方面 我倒是不挑剔 不过有些怀念小时候 奶奶做的家常菜 特别是家常豆腐 和教头炒蛋 豆腐要煎得两面金黄 再放点馊肉和葱花 就特别美味 夏丰被杰克马这么一说 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那个时候自己小 还没去休闲 由爷爷奶奶带大 杰克马一听 瞬间懂了 这两道菜 在九十年代 确实是比较普遍的家常菜 现在有些饭店也有 但已经没了那个味道 夏少 晚上我给你做这两道菜 这两道菜我拿手 以前创业的时候 天天做给同事们吃 杰克马听后 连忙保证报 企鹅马听后 有些急了 早上才说好的和睦相处 这就来抢自己的事情做了 菜都被做了 我干嘛去 夏少 这个我也行 企鹅马着急说道 你少来了 你哪里吃过这个苦 叫头长什么样你知道吗 蒋泉水连忙打击了企鹅马 企鹅马的家世一直挺好 这两道是不是真的吃过 那就不得而知了 谁还不知道叫头了 企鹅马连声反驳 这话说的太嘲讽人了 这年代 还有不知道叫头的人 你看不起谁呢 好了 好了 就让马老师做吧 我今天尝尝马老师 做的家常豆腐和叫头炒蛋 看看味道如何 夏丰剑 两人就要炒了起来 笑着摆了摆手 好 保证 让夏少吃的满意 杰克马大喜 家里没豆腐和叫头 他们还没回来的 我打个电话 让他们 把食材买回来 蒋泉水见杰克马 揽下了今晚做菜的任务 他也跟着高兴 起身出门打电话去了 蒋星开着车 快要到别墅的时候 他爸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爸打我电话干什么 蒋星看着手机来电问道 接呗 国民小王说了一句 这时 蒋星才在方向盘上面 按了一个接通键 蒋泉水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们回来没 快到家了 蒋星说道 别急着回来 有事情安排你们去做一下 夏少晚上 要赤马老师做的家常豆腐 和叫头炒蛋 你们现在马上去把食材买回来 蒋泉水朝自己儿子吩咐道 爸 这个店 恐怕没豆腐卖了吧 他们刚刚从超市出来 好像没有看到有豆腐卖了 没的卖了 你根本去买黄豆 给老子磨 都要磨出来 我是让你去买 不是听你跟我说 能不能买 蒋泉水听后破口大骂 真是鱼目脑袋 磨度这么大还买不到豆腐 就算菜市场和超市没有了 你去饭店一个个的找 总能找到吧 人要学会变通 难怪做什么事情 都比国民小王和秦斗慢一步 蒋星 知道了 蒋星应了一句 准备脱口而出的问题 硬生生的憋了回去 其实他还想问问 叫头是什么 这时哪里还敢问出口 这要是问出口 铁定又是一顿骂 好了 你们去忙吧 要照顾好铃 蒋泉水在挂断电话的末了 还舔了一下 真是不错过任何能舔的机会 是个此中高手 蒋星跟他父亲一比 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定 国民小王和蒋星的手机 同时响了一下 国民小王打开微信看了一眼 是鱼尾在魔度四少群 发了一条消息 鱼尾 几位哥们 这一天过去了 红包不发就不说了 生日快乐都不说一句 哈哈 鱼胖子 昨天跟我们说了他今天生日 我直接给忘了 国民小王看见消息后 哈哈笑道 一样 一样 蒋星笑了笑 鱼胖子生日 你们都不去吗 秦文坐在后座 把头伸过来问道 国民小王听后思考了一会 转过头 看向后座的夏琳问道 鱼儿 晚上带你去游艇上 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怎么样 好呀 夏琳本来说不想去的 但他在心里想了一下 觉得还是去的好 主要是因为 秦文刚刚说了 是国民小王他们的一个朋友过生日 如果自己说不去 国民小王他们 肯定不会去了 这样多伤朋友之间的感情 再说 做人不太自私吗 今天国民小王陪自己打游戏打开心了 晚上也得听听他们的安排嘛 好 那我现在就跟我朋友说一声 国民小王点了点头 魔都四少群 国民小王 鱼胖子说 这话是生气了 鱼尾 别他们叫老子鱼胖子 老子最讨厌这个称呼了 鱼尾 其他两个田狗呢 今天怎么没出现了 国民小王 他俩都在开车 不方便聊天 晚上吃完晚饭 去给你庆生 鱼尾 认真的 鱼尾 不可置信的表情 国民小王 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 我从不说谎 我字典里根本就没有说谎这个词 鱼尾 尴尬的表情 你成功逗笑了我 鱼 国民小王 滚你妈逼 鱼尾 杀死你的表情 国民小王 吐血的表情 国民小王 你他妈不要我们去了是吧 昨天还在哪里要死要活的 今天跟你说正事了 你他妈装聋作哑了 鱼尾 岂敢岂敢 晚上早点来 我在八号港等你们 你们来了就出港 国民小王 OK 好了 搞定 我们先去买豆腐和叫头吧 国民小王说完 放下了手机 去哪里买啊 你给秦少打个电话 让他跟着我调头回去 蒋星说完 开始打起了左转向灯 准备调头 去哪里买 还用问我吗 买不到就买大豆磨豆腐 你来磨 国民小王白了一眼蒋星 蒋星 喂 跟着我们的车调头 国民小王拨通了秦斗的电话 调头干什么 秦斗好奇地问道 这菜都买好了 太阳都快下山了 还不回家做饭吗 赶紧的 怎么有那么多问题 国民小王催错了一句 行 蒋星刚说完 国民小王就挂断了电话 随着蒋星在前面调头 秦斗也跟着调头了 蒋绍 你看前面那里有一个农庄 豆腐和教头 他们店应该有 过去问问 夏琳指着路边的农庄说道 一般情况来说 豆腐每个店里 基本都会有的 只是这个教头就难说了 能买到豆腐 教头去超市或者菜市场 都能买到 优秀 国民小王转过头 对夏琳竖起了大拇指 赞赏了一句 牛逼 蒋星也想跟着舔一下 不过他这个牛逼一说出口 国民小王和秦文 用诧异的眼光看向他 你他妈想舔 能不能用此文明一点点 跟夏琳这么一个可爱的大美女 你说 牛逼合适吗 蒋星虽然在开着车 但是 能感受到 两人用火热的目光盯着自己 他突然后悔了 觉得自己说错了话 唉 这年代舔个人 都需要有文化了 太难了 蒋星不敢说话 开着车子 向农庄驶了过去 我下去问 林云儿 你们在车上吹空调 天气热 蒋星说完 麻溜的打开了车门下去了 因为刚刚说错话的原因 现在下车去农庄问问情况 是个表现的好机会 这次可不能错过了 蒋星 怎么了 我们晚上在这里吃饭吗 蒋星刚刚下车 秦斗他们也跟着下了车 看向蒋星问道 没有 过来买点东西 你们在车上等我吧 蒋星回头说了一句 朝农庄跑了过去 雨晴 小彼得 你们去车上等着吧 我也过去看看 秦斗回头说了一句 向蒋星追了过去 怎么回事 来农庄干什么 是准备买几个菜 打包回去吃吗 秦斗一路小跑的追上了蒋星 走过来连忙问道 夏少想吃家常豆腐 和叫头炒蛋 过来看看 有没有这两样食材 蒋星解释道 真聪明 这两样农庄绝对有 秦斗说完 夸赞了蒋星一句 这个时候 马上是下班高峰期了 要是再回去买食材 一会回来的时候 要赌半天 过来农庄 买是最聪明的选择 你别夸我 这个办法是林儿说的 蒋星说道 我有夸你吗 我夸的就是林儿 秦斗反问了一句 厚着脸皮说道 蒋星 真是一个比一个出色 大家都是一起玩的 为何他们如此优秀 蒋星百思不得其解 两位帅哥 过来吃饭吗 你们几位 两人刚刚走进店里 服务员上前问道 你们店里有没有豆腐和叫头 蒋星没有回答服务员的话 而是看着他问道 有啊 你们要吃这两个菜吗 我们店里的豆腐和叫头 都是从乡下买回来的 保证和你们的口味 那服务员推销道 能不能卖我们一些 蒋星问道 这个我要问问老板 上饭店来买菜 他还是头一回见 你们这两个菜多少钱一份 秦斗看着准备离去的服务员问道 豆腐和叫头 可以做很多重菜 看你们吃哪种啊 最贵的228 那服务员解释道 那就按最贵的一样来十份 给你们4500怎么样 菜不用做了 直接把这两样 食材给我们就行 蒋星不想多浪费时间 几千块对他们来说 掉地上都不带弯腰的 任性 要是这样的话 那没问题 那服务员听后一愣 随后点了点头 有钱就是任性 我好羡慕啊 这种奇葩 要求他第一次见 两人买好以后 就提着两袋食材 从农庄走了出来 秦斗说道 跟你做事真费脑子 这么简单的事情 还去说半天 蒋星 你是老二 你说什么都对 蒋星回到车上后 也准备学着秦斗的语气 看向林儿夸赞道 林儿 你真聪明 农庄里果然有豆腐和叫头 夏林 秦文 国民小王 这拨舔的能不能掩饰一下 好假 众人到家的时候 快五点半了 刚一到别墅门口 蒋泉水就跑了出来 看向蒋星问道 豆腐和叫头买回来没有 买回来了 在秦斗的车上 蒋星点了点头应道 那就行 一起把菜拿进去吧 蒋泉水说完 开始帮忙一起搬菜 别墅的人多 买满了整整两个后备箱 开着两辆劳斯莱斯出去买菜 这也没谁了 就差后面贴一张 买菜专用的标签用语了 小马 过来洗菜了 坐着干嘛 你今天又不用炒菜 蒋泉水刚刚把菜搬进别墅 便朝企鹅马喊道 企鹅马 自从杰克马来了后 蒋泉水就嚣张的一病 好像处处看自己不爽的样子 你不就是在洗菜的时候 打了个电话 我对你两句吗 你还记仇了 这时 杰克马捞了捞衣袖 走向厨房 拿起买回来的豆腐闻了闻 说道 这豆腐买得不错 挺嫩的 吃豆腐吗 当然要选嫩的吃 今天准备做哪些菜 我来洗 企鹅马走到杰克马的身边问道 除了豆腐和教头 其他的 你们看着办呗 我什么才都拿手 这个还用我教你 杰克马很是得意的吩咐道 行 企鹅马说完 冷哼了一声 跑去一旁摘教头去了 杰克马晚上 做了十二道菜 在他精心的准备下 这十二道菜 都被他做出了大厨的口味 特别是家常豆腐 两面间的金黄 放点瘦肉和葱花 别提多鲜嫩了 还有那个教头炒蛋 一股教头的香味扑鼻 你的菜确实做得不错 这两样菜我都喜欢 夏丰指着桌上的家常豆腐 和教头炒蛋夸赞道 杰克马听后 就跟受到了老师表扬一样 很是得意 自己喜欢做菜 没事在家 也是自己做 反正 每次自己做出来的菜 别人都夸上了天 杰克马已经听得不耐烦了 至于是真好吃 还是假好吃 杰克马已经无所谓了 现在夏丰如此地夸赞他 他心头一震 心花怒放 看来并不是他不喜欢听夸奖 而是得看人 就跟一个小学生 夸奖你学习好 你有感觉吗 如果换成一个顶尖的教授 夸奖你学习好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香 谢谢夏丰夸奖 以后会继续努力 做好每一道菜 杰克马满脸堆笑地感谢道 嗯 太好吃了 马老师手艺很棒 蒋泉水也有意无意地夸赞了一声 不知道是说给企鹅马听的 还是真的要夸赞杰克马 反正 他现在爽就是了 国民小王他们吃完晚饭就出门了 杰克马等人 在别墅陪着夏丰聊天 一般都是一群年轻人陪着长辈聊天 在这别墅里完全反了过来 这要是被夏临直播出去 绝对要引起轰动 于胖子 我们出门了 过去浦江的路上 国民小王给于伟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快点 这都几点了 大家都快等得不耐烦了 很多漂亮主播哦 于伟在电话那边说道 行了 我们七个人 马上过来 国民小王笑着说道 七个人 你们自己带妹子了 于伟听后一愣 连忙问宝 来了再说 先挂了 国民小王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生怕于伟这煞笔 一会乱说话 魔都四少群 国民小王 我带着灵儿一起来了 别特么乱说话 还有秦文跟马雨晴 剩下一个老万 于伟 哎哟 我去 让你们三个做舔狗的主角出现了 于伟 妈的 我面子这么大 国民小王 别特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一会到了别胡说八道 于伟 好 有位大佬在这里等着 快不耐烦了 你们快点 国民小王 OK 魔都汤城八品外滩上 在自家的私人游艇开party 这些有钱的公子哥 就是会玩 前两年国民小王生日 还跑去亚市租了一个小岛开生日 party 一晚上消费几百万 怎么了 等这么半天了 还要多久到 于伟刚刚打完电话 一个年轻的公子哥 不乐意了 他是金圈的大少 今天正好在魔都 于伟就给他叫了过来 他们金圈的大少 有些看不上魔都四少 成天惹是生非 名气倒是闹得很大 然并乱 李少 再等等 他们过来的路上有点远 于伟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这么久了 不插这一会 我先去弄点吃的 李少一说完去找吃的了 于少 什么时候把游艇开到江面去啊 我们可等着拍照呢 这时 两个网红女跑了过来 跟于伟乃声乃气的说道 急什么 还有几位大少没来 你们先玩一会 于伟随意的说了一句 好吧 两人听后 应了一声跑开了 最后在大家望眼欲穿的时候 国民小王等人才姗姗来迟 几位大少终于到了 你们可是真磨叽 于伟看着走过来的国民小王 几人赢了上去 于胖子生日快乐 礼物欠着明年再给 国民小王一脸笑意恭贺道 这话听得怎么这么耳说 这几年 你都是这么说的吧 于伟一阵郁闷 我可是发了一个红包 还是我够一钱 秦斗走了过去 拍了拍于伟的肩膀 滚于伟骂了一句 拍开了秦斗的手 于胖子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夏琳 他可是专业的游戏主播 有空支持一下 这是一个国外朋友 英伦彼得 国民小王向于伟介绍了起来 这时于伟才看了一眼夏琳 却实长得极其漂亮 难怪三位大少干做舔狗 这也是于伟一直想不通的地方 就算再漂亮 也不至于让三位大少同时去舔吧 或者像他们所说 自己端位太低 不懂他们的乐趣 小了 小了 自己的格局小了 你好像美女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生日宴会 一会玩得开心 毕竟是国民小王他们带过来的人 于伟还是很给面子的 于少叫我铃就好 哪里是什么美女啊 夏琳笑了笑 于胖子 长能耐了呀 看见我不打招呼 秦文站在夏琳身旁哼哼说道 岂敢岂敢 秦大美女给面子过来 给我过生日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于伟听后连忙陪笑 这小辣椒惹不起 呦 王少 换新目标了呀 这个不错 不介绍介绍给我认识 李少走过来 看向国民小王说道 这话一说 国民小王几人脸色大变 换新目标了 国民小王听后气的半死 这话要不是对着夏琳说的 开开别人的玩笑 无所谓 国民小王本来就喜欢找网红玩 经常弄出一些人尽皆知的事情 李少看到国民小王开 这样的玩笑也不奇怪 再说 他也是金圈的顶级大少之一 他对国民小王这几个魔独四少 本身就看不上眼 另外 加上平白无故等国民小王几个小时 心里更加不爽了 李少 说话请注意你的用词 有些玩笑能开 有些玩笑不能随便开 不然有些后果 你也承受不起 国民小王沉着脸 想给李少一些提醒 奈何李少误以为 国民小王这是在威胁他 自己是你能威胁的人 小王 最近长能耐了 连我也敢威胁了 李少面露不爽 李少 算了 大家都是朋友 就当今天给我一个面子 都少说两句 于伟见事情不对头 连忙上前劝慰道 李少是他邀请来的 此时的他最难做人了 而他又是魔独四少之一 真要站队 他自然不带犹豫的 站在国民小王一边 大家平时对两句 闹归闹 玩归玩 最后站队他还是分得清楚 都是年轻人 就爱意气用事 不会做出背后卖人的事情 于胖子 别劝了 他不是经常看不起我们吗 请他来干什么 请斗出言道 就是 既然看不起我们 还跟我们玩什么 好走不送 讲心阴阳怪气的插嘴道 一个大男人扭扭捏捏的 如果是我早就走了 秦文看了一眼李少 啥也不是 你还不是仗着自己家中的条件 好像自己比别人多优秀似的 就你这个家世 放头猪在哪里 也能起飞 国民小王 他们虽然爱玩 但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从不仗势欺人 李少被对的猛逼了 他刚刚虽然有些不爽 但是自己 好像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吧 怎么跟捅了马蜂窝似的 这些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团结了 林儿 我们去游艇上 别理这人 马雨晴说完拉着夏林去游艇了 全程都没看李少一眼 于伟 看来 你们这里不欢迎我了 告辞 李少说完头也不回 冷着连走了 真特么的是热了狗了 自己说啥了 一群煞笔 李少 这 别管他 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谁给他脸了 于伟刚刚想要喊住李少 国民小王打断道 王少 人家好歹也是金圈的顶级公子哥 再说他也没说啥啊 你们有必要这样往死里得罪吗 于伟很是无奈 今天是自己的主场 李少是他请不来玩的 这宴会还没开始 就把人给气走了 这样玩笑话 又不是第一次开 说说而已 何必当真 这下林 到底给面前的三人 灌了什么迷魂汤 为何他们这么坚定立场的死死维护呢 刚刚李少只是有些出言不逊 让人不爽罢了 然后这三人听后跟炸毛似的 果然是舔狗的标准作风 于伟现在相信了 这三人还真成下林的舔狗了 最忠实的那种 逮着人就咬 这算什么 没揍这小子 算他跑得快 蒋星呸了一口说道 你终于说了一句中听的话了 我支持你 秦斗朝蒋星树立了一个大拇指 以滋鼓励 蒋少 几天不见吹牛 必倒是舰长啊 于伟看向蒋星笑道 我还真没吹牛 刚当那小子还算老实 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 如果敢说链的坏话 你看老子揍不揍他 蒋星说道 佩服 于伟听后 满脸无语之色 舔狗舔成这样了 他也是无话可说 他愣是没有看出 下林哪里好了 漂亮的人多了去了 来人岂会干做女人的舔狗 只有女人来舔自己 他从不当舔狗 好了 走吧 去游艇上玩 国民小王说 完帅先朝游艇走去 刚刚的小事件 只是一个插曲而已 不值得一提 得罪了就得罪了 反正大家都看不对眼 等等再上去 能不能给我解解解货 这铃儿 倒是给你们喂了什么迷魂汤 让你们如此下作的 干做舔狗 于伟拦住了 正要上游艇的几人 这是他心中 一直好奇的问题 他们三个大男人舔个美女 是想得到什么 为何秦文和马雨晴 也跟下林待在一块 今日一见 就让于伟更加好奇了 真想知道 国民小王停下脚步 转过身来问道 你不是废话吗 于伟说道 等我们说出来了 就怕你也想方设法地过来舔 蒋星笑出了声 你放心 老子还不至于 跟你们三个神经病一样 我要是跟你们一样 去当舔狗 老子当场挑着浦江淹死算了 我就是单纯的好奇二爷 于伟说完 还特地指了指面前的浦江 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让那小子马上回来道歉 国民小王反问了一句 于伟听后摇了摇头 他不信 李少爷高于鼎的人 会因为你一个电话来道歉 这不是豆沙比完吗 那今天就好好地给你解解货 国民小王说完 拿出了电话 于伟一副看你表演的样子 双手抱于胸前 看着国民小王 爸 李长和今天口出狂言 得罪了铃 国民小王没有丝毫的修饰 直接跟他爸老王说道 好 知道了 老王听后说了一句知道了 然后挂断了电话 父子俩通话不到十秒钟 就草草地挂断了 于伟看着瞪大了眼睛 就这 这样也行 王少 你他不是在逗我玩 于伟满脸不信 这事情跟你爸说 也不顶用啊 他会甩你爸的面子不成 等着吧 今天会让你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无知 国民小王略带深沉的模样 拍了拍于伟的肩膀 于伟冷了一会 又特么的说我无知 我哪里无知了 于伟看着上了游艇的几人 他发现自己被他们给抛弃了 以前蒋星在群里 说他曾经是多么的无知 之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于伟还觉得 蒋星故意在恶心自己 吹牛逼 如今一看 可不是这样吗 于伟甩了甩头跟了上去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操心这个干嘛 他可不信 李公子真的会过来道歉 跳江是不可能跳江的 李长和从江边走后 直接回去了酒店 准备找两个朋友去喝喝酒 试试今晚的桃花韵 真特么气人了 特别是国民小王等人 不就说他换了一个新目标吗 难道自己有说错 实话实话罢了 又没说什么过分的话 大家在华夏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被这样对了几句 他心里有些不爽 不过更让他好奇的是 国民小王几人 都跟着炸毛了一样 好像惹了他老母似的 金圈兄弟情 这是李长和 他们京都一些大少见的群聊 李长和 老子今天被小王他们给对了 特么的 这些必掌能耐了 李长和 所有人 李长和 你们特么的人呢 消息发出去十几分钟 群里没一个人回复他的 李长和郁闷了 什么 JB兄弟情啊 平时说有妹子的时候 全特么出来了 一别半生 不过转转又兜兜 用尽几斤头发 换来几斤愁 黄粱一梦 荒粱你的模样 这时 李长和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还弄了一个 最近流行的歌曲做铃声 一看来电视他爸打过来的 爸 什么事 李长和接通了电话 老老实实的问道 你特么的在哪里呢 李家明暴怒的语气 从电话里面传了出来 饶是没有开阔音 三米开外 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李长和一脸纳闷 好好的吃了火药了 我在魔都啊 李长和交代道 老子不知道你在魔都吗 我问的是这个事情吗 李家明继续怒道 李长和 你不就是问的这个事情吗 刚刚你爷爷亲自给我打电话 说你得罪了夏琳 你特么是不是找死 你想死自己去死 别连累你老子我 你爷爷刚刚说了 明天一早过来 要给老子吊起来打 李家明越说越气愤 越来越委屈 自己几十岁的人了 明早就要被吊起来打 想想都觉得有些草蛋 啊 李长和一愣 吊起来打 脑海中突然出现一副 自己老爸被吊起来打的场景 他一阵恶寒 仰不教父之过 李老真是开明啊 不过李长和有些猛 自己得罪夏琳了 这夏琳是谁 老子说话你听不懂吗 你有什么底气 去得罪夏琳的 李家明质问道 想想当初老爷子打电话 给夏琳他哥的语气 李家明就觉得脚底生寒 爸 有话好说 这夏琳是谁啊 李长和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你今天是不是看见小王了 小王身边有个漂亮的女孩子 他就是夏琳 赶紧去给这位姑奶奶道歉 老子明天早上挨了打 你也跑不脱 我明天就飞来 魔都吊着你打两天 别以为老子在跟你开玩笑 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等你爷爷亲自给你打电话 你就废了 李家明怕李长和还不明白处境 警告了一声 李长和此刻是猛逼的状态 国民小王身边确实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 正以为自己的话中带着嘲讽那女孩子的意思 他们才炸毛的 原因肯定出在这里 不过 这夏琳到底是谁啊 又不是黄老和周老家的 这两家的后辈他都认识 爸 就算死 你也要让我死个明白吧 这个夏琳到底是谁啊 李长江简直要哭了 就算去道歉 也要知道对方是谁吧 这整得莫名其妙的 是谁 不该知道的 就不要去问 你只需要知道一点 夏琳的哥哥 是跟黄老平等对话的人 你算个什么玩意 如果不是因为你 老子还要被吊起来打吗 李嘉明爆喝了一声 都说了这么多了 还无动于衷 这下李长河听明白了 愣在当场 跟黄老平等对话的人 李长河自知自己身份 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难怪被他爸骂狗一样的 骂个不停 爸 那我该怎么做 李长河这下真的慌了 我刚刚说的 还不够明白吗 不管你有没有错 你都去给这位姑奶奶道歉 如果没有取得原谅 以后都不用回来了 李嘉明说完气的挂断了电话 随后马上拨通了另一个电话 喂 胡主任 明天一早 带点伤痛药来我家 啊 不是我没摔伤 被老爷子打了 你特么笑什么 你特么刚刚明明笑了 李长河挂完电话 直接跑出了房间 向浦江边去 这特么什么事啊 今天出门看了黄历啊 还说 今日桃花运挺好的 于少 你们你们在哪呢 李长河跑得气喘吁吁的下楼 就给于伟打了个电话过去 李少 你有什么事 于伟接通电话后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看了一眼 正在和国民小王等人说话的夏琳 夏琳像个公主一样 被几人包围着 纵然有十几个网红在场 他们都没了兴趣 单单就陪在夏琳身边聊天 我来给夏琳道个歉 你们在哪呢 李长河急道 我们游艇都开出港了 果然 果然是来道歉的 于伟心里一咯噔 看向夏琳的眼神 充满了敬畏 因为夏琳的原因 国民小王一个电话 真的让这位眼高于顶的李少 来道歉了 这得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才会让李少如此害怕 快开回来 我求你了 李长河说话的声音 带着哀求和惊恐 别说李长河的声音 带着哀求和恐惧了 就连于伟也是一脸猛逼 这竟然是真的 于伟缓了缓自己的心情 好奇地问道 李少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吧 到底怎么回事 艾夏琳他哥 我们家惹不起啊 我爸都被我爷爷吊着打了 估计 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李长河叹息了一声 感觉有些冤枉 毕竟自己真的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但人就是这样 往往面对身份比自己尊贵的人 你无意中的一个动作 或者一个眼神 都会引起别人的不满 那么 你就惨了 男女朋友都是这样 别说像这种牛逼的人物了 当你女朋友看你不爽的时候 你在他身边呼吸 都是错误的 于伟 夏琳他哥哥 是可以跟黄老平等对话的人 你说 我能不慌吗 我爸现在恨不得给我吊起来打 李长河见于伟不说话 他继续说道 死 恐不如死 难怪国民小王他们 单作舔狗 舔的不是夏琳 而是他哥 畜生啊 有这种好事不叫上自己 自顾自得舔 真是白瞎了这么多年的兄弟 你段位太低 你不能理解 也正常 曾经我跟你一样的无知 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舔狗 你连当舔狗的资格都没有 曾经国民小王 他们说过的话 仿佛在他脑海中放电影般 闪闪而过 他突然觉得自己确实很杀笔 根本不明白 他们当初说的意思 喂 于少 你在听吗 李长河见于伟半天不说话 他急了 继续喊道 在 你说 于伟愣愣了一下说道 李长河 还说 JB毛啊 该说的都说了 不是让你把游艇开回来吗 于少 帮个忙 把游艇开回来 让我去跟夏林道个歉 这份人情我记下了 李长河耐着性子 向于伟说道 李少 这事情我不能答应你 于伟想也没想的摇了摇头拒绝了 为什么 李长河听后猛逼了 你不把游艇开回来 我怎么去道歉 我要是今天不道歉 明天爷爷知道了 那真的是死定了 如果换做以前 我肯定把游艇开回来了 现在你让我知道夏林的背景了 你觉得我还能做出这种 不经过他同意 直接把游艇开回来的事情吗 将心比心 换做你 你敢吗 我这不是平白无故 惹一身骚吗 现在夏林虽然对我没有好感 但也没有坏的印象 你要我这样做 这是在断我往后的路 于伟又不傻 夏林的背景他现在知道了 还去做什么 惹夏林不开心的事情 这姑奶奶供着就行了 李长河说的倒是轻松 自己可懒得管他 死的又不是自己 李长河听后 久久无语 于伟确实没有说错 现在不经过夏林的同意 贸然把游艇开回来 然后让自己上去道歉 说不定真会让夏林不高兴 毕竟这种牛人的心思 难以捉摸 于少 帮个忙 你帮我想想办法 或者跟王少提一下 让他帮我求求情 李长河知道 让于伟直接把游艇开回来 有些不切实际了 改变一个策略 不管如何 今天就是死等 也要等着他们上岸 我试试吧 如果不行 你就等着我们上岸 我还在原来的地方靠岸 于伟见李长河 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只能帮他试试 至于直接靠岸 是不存在的 感谢了 于少 李长河客气了一句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可惜这世界上 没有后悔药 人就是如此 往往事情发生后 才知道后悔 所以人生在世 一家人平平安安最好 切勿冲动做事 换来的是 无尽的后悔 于伟挂断电话后 在想 该如何去帮李长河问问 魔都四少群 于伟 王少 过来我这里一下 国民小王 什么事情 两步路的功夫 你还特意发消息 你脑子没病吧 于伟 来了 真有事 国民小王收起手机 起身向于伟走了过去 什么事情这么神神秘秘的 国民小王走过来问道 刚当李少 给我打电话了 于伟抬起头 看向国民小王说道 打了就打了呗 知道怕了 国民小王不用猜 都知道是什么事情 何止是怕 简直要哭了 他让我跟你说 要你帮他求求情 他过来跟夏琳道个歉 于伟把李长河的话 重复了一遍 说给国民小王听 可以啊 让他滚过来吧 他道歉的时候 你也准备好跳江 国民小王 说完向夏琳走了过去 于伟 林儿 我们之前过来时 遇见的那个 李少要来跟你道个歉 想问问你的意见 国民小王 走到夏琳身边问道 跟我道歉干什么 夏琳一脸猛逼 那人又没得罪自己 道什么歉 只是把自己误会成 国民小王心找的网红罢了 这又算不了什么事 夏琳不至于这点小事 还去斤斤计较 主要是怕夏大哥不开心 他是李老的孙子 李老跟你哥又是朋友 他怕自己做错了事情 心里不安 所以特地过来跟你说声对不起 国民小王说的很隐晦 也在不经意间 把事情引到了夏丰 和李老两人身上 毕竟大家都知道 李长河过来道歉 完全是看夏丰的脸色行事 可夏琳又是夏丰最疼爱的妹妹 所以这么一计较起来就麻烦了 行吧 那你让他来吧 夏琳听后点了点头 既然对方心里不安 那就让他来道个歉呗 好 我让于伟先把船靠岸 国民小王点了点头 硬道 哈哈 那煞笔是不是吓死了 蒋星跟在国民小王身后 哈哈笑道 你不是废话吗 国民小王对了一句 怎么样 于伟见国民小王走了过来 急忙问道 把游艇靠岸吧 李儿同意了 国民小王说道 这么好说话的吗 于伟傻了 这种大人物都不是高高在上 调子高的一批吗 你他妈想什么呢 李儿比你想象中耗一万倍 这一点国民小王没有吹捧 夏琳确实心地善良 不经经计较 为人温和好相处 蒋星在一旁听后 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话说的 没毛病 别磨叽了 赶紧让人把游艇靠岸吧 记得一会表演一个 跳江给我们看看 国民小王催错了一声 于伟 知道了 于伟点了点头 向控制舱走去 游艇在鱼尾的安排下 直接在浦江掉了一个头 回到了岸边 李长河早就在岸边等着了 此时看着游艇靠岸 他马力地站起来走了过去 随着游艇停稳靠岸 李长河带着忐忑的心情 看着游艇上的众人 这才不久 自己甩脸离开了 现在又灰溜溜地跑了回来 要说这是打脸吗 打的是自己的脸 王少 李长河践行事比人低 笑着跟国民小王打了个招呼 虽然笑起来 比哭还难看 他只能勉强将就着 伸手不打笑脸人吗 哟 李少 怎么又回来了 蒋星取笑了一声 之前那股的意境呢 现在知道孤是铁打的了 作为铃的舔狗 蒋星认为自己有必要 时时刻刻地维护好铃 舔狗 要有舔狗的觉悟 嘿嘿 蒋少说笑了 李长河尴尬地笑了笑 曾几何时 自己还看不起这几人 现在轮着他们一个个地 对自己冷嘲热讽了 真特么气啊 不就是抱着大腿了吗 不过他也不想想自己 若不是自己家里 有个李老这样的大腿 他能这么嚣张 不然就他这样的人 村口的寡妇都能挠死他 过来吧 我带你去找林儿认个错 做人要低调一点 就像我这样 不要眼中无人 殊不知你还在井底 国民小王说叫了李长河几句 装了个大臂 很是舒服 王少教育的是 李长河忍住要骂娘的冲动 任由国民小王随意装臂 国民小王点了点头 转身带着李长河 找夏琳去了 林儿 正式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长河 李老的孙子 刚刚闹了一些情绪 他特地大高原跑过来 跟你道个歉 国民小王带着李长河 走到夏琳身边介绍道 别看国民小王 在李长河面前 老是装逼 打打口嗨 帮起忙来也不含糊 不是那种逮着你的痛处 落井下石的人 李长河听后 用感激的眼神 看了一眼国民小王 无形中高看了他一眼 随后诚恳地看向夏琳说道 夏琳 对不起 刚刚是我误会你了 说话有些冲动 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还希望你不要生气 李长河说完 还特地深深地拘了一躬 没事 夏琳摇了摇头 表示不会在意 再说 他还真没把这个事情 放在心上 说来说去 是李长河一厢情愿地 要过来道歉 夏琳只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太难了 没错也要道歉 感谢下美女 不计前嫌 那我就不打扰了 你们玩得开心 李长河再次感谢了夏琳一句 随后吵几人点了点头离开了 看着离开的李长河 于伟百感交集 心里不是个滋味 真羡慕国民小王 他们扯着大气装臂的样子 刚刚国民小王像训小弟一样 训着李长河 他羡慕得快哭了 要是自己能这样装个大臂就好了 大家都安静一下 今天我们的大寿星 要给大家表演一个后空翻跳江 大家鼓掌欢迎 国民小王突然大喊了一声 说完后 还带头鼓起了掌 于伟愣住了 老子说跳江没说后空翻跳江啊 再说自己也没这个本事啊 还有这样的表演啊 夏琳听后 也跟着鼓起了掌 还以为这是于伟自己安排的助兴节目 快点 别磨磨叽叽的 救生衣穿上 蒋星拿了一件救生衣丢给了于伟 别磨叽了 你看铃儿都为你鼓掌了 秦斗在一旁催促道 行 于伟咬了咬牙 拿起了手中的救生衣穿在身上 跳江就跳江吧 凉快凉快 记得后空翻 国民小王看着准备好的于伟 再次提醒了一句 于伟 于伟身材有些肥胖 哪里能做到后空翻 而此刻 他看着正在鼓掌的夏琳 他觉得自己 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随着于伟 做好了充足准备 用力向后一仰 准备给夏琳 表演一个后空翻入水 奈何肥胖的身子 让他根本翻不过身来 直接后背朝下 直挺挺地沉入了江里 落水的一瞬间 激起了无数的水花 还见了不少水滴到游艇上 咳嗨嗨 片刻后 于伟在水中扑腾了几下 来一个王八翻身 扶在水面上 拼命地咳嗽 他背后先入水的 鼻子里被灌了不少水进去 呛个半死 哈哈 肥鸭子入水 扑通扑通 溅起浪花一朵朵 国民小王看见鱼尾的惨样 哈哈一笑 众人 一阵欢笑声 这个节目安排得不错 第二天 夏琳一整天都在准备 今晚直播的礼物 今天晚上 直播要送大量的礼物出去 包括茶叶和家中的一幅自画 准备给他可爱的粉丝们 发发福利 夏琳还准备了不少品牌的包包 化妆品作为安慰奖 安慰奖设立一万个 其中 世界知名品牌包包三千个 知名化妆品七千套 这里 就需要一亿多软媒笔 不过这些礼品 都是杰克马赞助的 中奖者直接由阿巴阿巴发货 杰克马末了 还问夏琳够不够 不够随时可以增加 真特么的有前任性 企鹅马见这个情况 自己不搞点东西 有些过意不去 直接说道 凡是中奖者 报上他们的企鹅号 在企鹅集团任何一个游戏中 充值都是七者优惠 夏琳 国民小王 马雨晴 企鹅马刚刚说出这个奖励 杰克马反驳道 你特么的 这都想要来蹭一波 被杰克马这么一说 企鹅马好像觉得自己 是说错了话 笑了笑不敢反驳 随后企鹅马走到外头 掏出了手机 拨通了陈大杰的电话 马总 陈大杰心虚的喊道 今天晚上 林儿直播 届时肯定会人气爆满 你负责好林儿直播间的秩序 切不能让林儿直播间 因为人气过大而炸房了 把几条备用的主线都用上 这点事情 别给我出错了 企鹅马这回导师 做了一件正常事 林儿直播间送大理的事情 这三天早就传风了 晚上人气肯定爆炸 到时候 炸房的事情 还真有可能发生 马总 你放心 晚上我亲自值班 保证不会出现炸房的事情 陈大杰连忙保证道 好不容易接个马总的电话 没有挨骂了 晚上绝不能出篓子了 要当网友出镜的张平下面留个言 安排感谢拥语的大神认证 感谢每位送礼物的小伙伴们 企鹅马听见陈大杰这样保证 心里才好受险 这样才听话嘛 老是让自己骂能成什么事 还有 晚上 林儿要进行直播抽奖 到时候 你们负责跟进 中奖的人 你们负责去联系 企鹅马继续吩咐道 好的 马总 今天晚上 全公司的人全部留下加班 陈大杰应道 两人刚刚挂完电话 陈大杰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晚上全体员工加班 放下手中的所有工作为林儿的直播保家护航 有些不明就已的员工听得莫名其妙 这林儿是平台推出来的主播吗 为什么陈总如此的重视 也没有听签约部门的人 说签了林儿这个主播呀 陈大杰的这套操作震惊了众人 实在想不通为什么 这波操作已经让人觉得 鲨鱼平台就为林儿一个人服务了 晚上八点 一场盛世直播就要开始了 八点钟还没到 林儿直播间已经有十几万人在等候了 不知道那个结婚的人 晚上是不是要放弃洞房来看直播了 晚上八点整 夏琳打开了直播间 开始直播 夜黄 第一 无语的光之子 前排 酒厂 葡萄酒 来了 手机充好了店 坐等这一刻 暮色枫叶 全家人都在坐等 Oatfish 哈哈 我饭都不敢吃 怕一会兴奋的吐出来 阿瑟放过 吐吧 我正好没吃 我接着 秦兰 我特么吐了 呕吐的表情 读词 真是奇葩秀 整个弹幕区仿佛变成了超市打折现场 一个个的争先恐后 刷上了一波节奏 趁现在人手 我跪下了 任各位当爸爸 求爸爸们 让我中奖一次 不刷平行不行 爸爸们 求你们了 读词 同是九年义务教育 为何辱毒秀 会爬树的猪 哈哈 666 秃头法王宁采臣 快叫爸爸 一会我让给你 大家晚上好 直播准备开始了 夏琳拿着麦潮直播间打了个招呼 喜欢风葱油饼 李儿晚上好 喜欢黑潭的刘高 李儿晚上好 一天更比一天美 河南月月 千山万水总是情 让我中奖行不行 乍天帮 徐缺 李儿最美了 李儿晚上好 今天晚上有多少茶宴 夏琳刚刚开口说话 弹幕出现一排排的晚上好 李儿最美的字幕 真是太会说话了 太可爱了 今天晚上的礼物包 你们满意 我不能保证 每个人都能抽中礼物 但是比上次多了很大的几率 夏琳笑着对大家说道 与神只有一步之遥 李儿 我今天白天已经办了酒席 全家人都在直播间等着你 寻宝斋 嘿嘿 我虽然没有找来一万个号 但是几百个还是有的 希望我能抽中那幅画 秦兰 卧槽 寻宝斋作弊 把它踢出去 影响游戏公平 读词 同意 顶楼上 叶黄 我顶 顶顶顶顶顶 寻宝斋 寻宝斋 开玩笑的 我一个人 怎么能操作几百个号 寻宝斋赶紧认怂 别真的被踢出直播间 他就得哭晕在自家厕所了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 世界知名品牌包包骨齿 三千个 高档化妆品 七千套 这一万个名额是安慰奖 还有茶叶五百包是一等奖 家中的一幅字画 作为今晚的特等奖 夏琳的话一说完 整个直播间火爆了 什么 骨齿名牌包和高档化妆品 只是一个安慰奖 握了个草 这年代 还有这样的安慰奖 求个安慰 其他的不谈了 但是更多的是 倾向于一等奖的 五百包茶叶啊 那可是价值八十万的茶叶 得买多少安慰奖了 至于特等奖只有一个 他们想都不敢去想 直播间现在都几十万人了 能中个安慰奖 都可以笑掉大牙了 还提什么特等奖 对特等奖唯一有想法的 可能就是寻宝斋了 他就对字画感兴趣 其他的奖提不起兴趣 因为他自己也不差钱 寻宝斋送来火箭 加一千 寻宝斋送来火箭 加一千并复颜 求链手抖一抖 让我中个特等奖吧 叶黄 抖你大爷呢 把你抖出去才好 叶黄送来火箭加一百 读词送来火箭加二百 无语的光之子 送来火箭加二百 拥语送来火箭火箭加三百 直播间的粉丝们 纷纷刷起了火箭 火箭升空的光 都给屏幕霸占了 小马哥送来火箭加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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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哥一直在送火箭 足足送了好几万发火箭 酒厂 葡萄酒 社会我马哥出现了 大家纷纷必让 漏水点拍 马哥 上次跟你说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你家还缺宠物不 企鹅马坐在客厅 给夏琳突突的刷起了火箭 那手速看着杰克 马瞪大了双眼 马老爹 你这是弄什么玩意呢 杰克马凑过来看了看问道 起开 别打扰 我给林儿刷火箭 企鹅马坐开了身子 不想被杰克马打扰了 杰克马虽然也是互联网大佬 但是直播官看刷礼物 他从来没有做过 好奇的凑过来问了问 雨晴 告诉伯伯 林儿在哪个平台直播呢 杰克马看向马雨晴问道 不就是直播刷礼物吗 你能刷我也能刷 林儿在鲨鱼平台 马雨晴乖巧地回答道 好 我也注册一个账号 杰克马点了点头 拿出手机 开始自己注册账号 企鹅马瞄了一眼杰克马 随后退出了直播间 当着杰克马的面 拨通了陈大杰的电话 马总 有什么吩咐 陈大杰小声问道 一会杰克马要注册账号 准备充值 给他的账号冻结一天 不给他充值 企鹅马向陈大杰吩咐道 这样做会不会引起他的不满 陈大杰纳闷了 大家不是竞争对手吗 杰克马在自家充值的钱 越多越好啊 什么不满的 他现在就坐在我身边 他想给林儿刷礼物 没门 按我说的去做 企鹅马说完挂断了电话 还看了杰克马一眼 你能咋的 杰克马果然够贱啊 确实是企鹅马的作风 简直无语了 而另外一边的陈大杰愣住了 杰克马也和马总在一起 也要充值刷礼物 给林儿打赏 到底啥情况 其他的不懂 他只知道 林儿又多了一个大老田狗 妈呀 太恐怖了 杰克马看着一阵得意洋洋的企鹅马 他愣是一脸无语 这是真特么不要脸 果然是专门坑小学生的人 这作风果然不一般 马老爹 这个就过分了吧 杰克马一脸热了狗的表情 有啥过分的 你生气了 生气就对了 企鹅马看着杰克马那哈士奇的表情 一阵大笑 气死你 杰克马太懂企鹅马的尿性了 懒得多说 转头看向马与琴说道 小琴啊 你有没有鲨鱼平台的账号 借给伯伯用一下 嗯嗯 好 马与琴想也没想的 点头答应了 他都有些看不过去 自己老爸的作风 有点贱 企鹅马听后 瞪了马与琴一眼 什么小面袄吗 都漏风了 夏琳直播间 刀疼麒麟 林儿 什么时候开始啊 等得我眼睛都不敢眨 眼都红了 没电的小仙女 哈哈都差不多 我男朋友说 我天天刷这些无聊的直播 现在在地上罚柜呢 一定要让我中个安慰奖啊 我喜欢那款包包好久了 到时候打打她的脸 白干生 啥 还能眨眼睛 我前两天 直接把眼皮都割了 拥语 秀儿 是你吗 会爬树的猪 没事 中了特等奖 换个眼睛都行 木色枫叶 林儿 不让我中奖我就要取关了 威胁的表情 王者天行 赶紧取关 现在就取 求你了 木色枫叶 好了 现在准备开始 由于今天的奖励挺多 所以 每次截图上面的人都算中奖 你们准备好了吗 夏琳拿着麦潮直播间说道 夜黄 早就准备好了 无语的光之子 昨天就准备好了 酒厂 葡萄酒 准备好了 刀藤麒麟 坐等开始 木色枫叶 坐等 拥语 坐等 那现在开始吧 就跟上次一样 大家在弹幕上面 发666 我随机截图 现在开始抽奖 夏琳说了一句 抽奖准备开始 直播间的所有粉丝们 666 一直发个不停 发出去 马上接着666 凡是截图中奖的人 夏琳都发给了国民小王 国民小王和秦斗两人 负责后勤 蒋星负责帮夏琳打下手 随着直播间抽奖开始 人气越来越火爆 一度冲上百万人在线 没有一个机器人 全是会扣666的真人机器 而另一边的企鹅马和杰克马两人 为了刷礼物干上了 一直在突突的火箭 刷个不停 马老爹 这个钱你不会抽成吗 杰克马这才反应过来 看向企鹅马问道 那不是 抽一半走 企鹅马双手抱着手机 低着头 继续刷他的火箭 卧槽 我得告诉铃儿去 说你这个铁公鸡赚他的钱 杰克马说完 准备起身去告状 呃不抽 不抽 我哪里敢抽铃儿的钱 你他妈就是屁事多 企鹅马一脸无语 真的 杰克马有些不信 真的 企鹅马点头确定道 看着杰克马 那一脸不信的样子 企鹅马继续说道 你觉得 我会抽铃儿的城吗 不信你问问雨晴 勉强相信你一次 杰克马说完这才做了回来 蒋犬水在一旁听着双马的对话 心思在活络着 整个别墅就自己 没有付出实际行动 这样下去不行啊 给铃儿买辆车 买车也不行啊 这东西太便宜 顶添了几千万 根本拿不出手啊 再送一套别墅 再送套大一点的别墅 看起来好像不错 不过要怎么说才好呢 总不能说 说铃儿你家里 现在人多住不下了 我送一套大的给你 这太特么尴尬了 好像表明了 大家就在你们家蹭住了 蒋犬水一个头两个大 反正在这里 绝不能做个废物 没想到有一天 自己会因为 怎么送出东西而发愁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 在自由地飞翔 杰克马一取老掉牙的手机 铃声响了起来 打断了蒋犬水的思绪 马雨晴听到这个铃声时 眼神错愕了一会 太土了吧 杰克马没看到 马雨晴错愕的表情 接通电话 向别墅外面走去 电话是雷鸣打来了 若不是雷鸣打电话来 差点把他给忘记了 雷总 杰克马自知理亏 嘿嘿一笑 马总 不太厚道了吧 听说你们公司的业务 在阿三国正常开展了 你不是说出了 国门是一家人吗 说好了 知会一声的 这都去了魔读几天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雷鸣电话中 近视责怪 当初杰克马说的挺好 这转身就把他给忘记了 嘿嘿 遇到一点状态 所以没有通知你了 杰克马非黑一笑 开始撒起了谎 有个屁的状况 就是得忘记了 其实也不能全怪杰克马 他那里知道 别墅是这么个情况 自己过来才知道 人都要吓尿了 那里还记得雷鸣的事情 你就说 你们公司业务 怎么给解决了 雷鸣问道 这个老雷啊 这个不方便说 你真不能怪我 总之有些东西 超乎你的想象 杰克马开始装起了深沉 不是他不愿意说 是真的不好说啊 他自己都是厚着脸皮 混进了别墅 炒了两天的菜 他总不能把雷鸣叫过来吧 有这个心 也没这个胆子 老马 你不厚道 你这样做 跟企鹅马有啥区别 雷鸣把企鹅马 拿出来做比较 你别拿他来 跟我做比较 一说就来气 刚刚还摆了我一道 杰克马反驳道 你们怎么了 你不是在魔都吗 雷鸣问道 在魔都 我跟他在一起 吃喝睡都在一起 杰克马这个 倒是没有瞒着雷鸣 反正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迟早也会知道 电话那头的雷鸣 听后一愣 吃喝睡都在一起 什么情况 达成某种协议 握手言和了 这特么是要双马何必 天下无敌啊 雷鸣听后 有些想不通了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一般 这两马跟个仇人似的 哪怕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 两人坐在一块从不说话 雷鸣跟杰克马的关系好 他也知道 杰克马看不起企鹅马 两人名争暗斗十几年了 公司经营的产品 也是死对头 这个怎么可能握手言和呢 你们两人是什么情况 握手言和了 雷鸣忍不住问出了 自己心中的疑问 是啊 杰克马感叹了一声 真的 你怕不是在逗我 雷鸣惊讶了一声 爱看来 我说的不够清楚 我们只是在这里 暂时握手言和 不谈任何的公事 就私下里不在这里闹矛盾 说的是 这个握手言和 杰克马见雷鸣误会了 特地解释了一番 他们两个 怎么可能在公事上面 握手言和 这辈子不可能 原来如此 雷鸣听后点了点头 这还差不多了 同时也让雷鸣好奇心大起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让双马同在一个屋檐下 老马 你有心事瞒着我 雷鸣问道 像个小媳妇似的 我能有什么心事 只是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 我能帮你的 就是跟杜拉比德提一嘴 看看能不能再帮忙说一次 说到这里 杰克马有些后悔 早知道 当初把两家公司 一同提出来就好了 反正当初杜拉比德 也是一个电话的事情 看来 你跟彼德公爵关系 处得不错呀 恭喜恭喜 雷鸣恭贺道 屁得不错 只是大家在一块 他天天吃我做的饭 帮点小忙怎么了 杰克马嗤之以鼻 若是以前 还想跟杜拉比德 拉近拉近关系 现在嘛 大家都一样 雷鸣 天天做饭 杰克马还有这个爱好 你越说 让我越好奇 雷鸣心仰难耐 好想知道为什么 好奇心害死猫 别跟个女人似的 行了 我找机会 帮你提一嘴 没事别打电话来骚扰我 我还要看直播刷礼物了 别一会被企鹅马给比了下去 挂了 杰克马说完 挂断了电话 雷鸣 杰克马挂完电话后 直接进入了铃儿的直播间 继续刷礼物 感觉这玩意也挺好玩 火箭刷刷的往上冲 真得见 铃儿直播间 逃忍村 逃营 我中了 中了一个安慰奖 刚刚后台 给我发消息了 真特么高兴 可惜中的是一套化妆品 从母胎单身到现在 这化妆品我也用不上啊 没电的小仙女 呜呜 我啥也没抽到 你化妆品没用 就送给我吧 我把我的男朋友踹了 等你 刀疼麒麟 送给我也行 我是无敌小可爱 爱心的表情 逃忍村 逃营 我还是送给我妈吧 心中无女人 拔剑自然神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叶黄 会爬树的猪 我竟然无言以对 秦兰 我中了一包茶叶 太特么给力了 小可爱们 下面是最后的特等奖了 家中的一幅字画 一会弹幕打链最漂亮 截图的第三排 第一个就算中奖者 由于是最后一个特等奖 夏琳开始恶搞了 还让别人打什么 李儿最漂亮 真是恬不知耻啊 现在准备开始 夏琳的话 刚刚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准备随机截图 君鬼冤 李儿最漂亮 笑最悦 李儿最漂亮 小流氓 李儿最漂亮 随着夏琳的截图完成 他睁开了眼睛 看着第三排第一个粉丝 笑了笑说道 今天的特等奖出来了 恭喜这位叫庸语的网友 你获得了本次抽奖的特等奖 一会后台管理员会跟你联系 叶黄 爱又是没有中奖的一天 没进 酒厂 葡萄酒 谁还不是呢 无语的光之子 加一 语神只有一步之遥 我特么洞房都没去 饭都没吃 手在这里 毛都没捞到 亏大了呀 雍语 我中了特等奖 开心 寻宝斋 雍语兄弟 能不能加个好友 这幅字画卖给我 价格好商量 叶黄 寻宝斋 你特么的几百个号呢 毛都没中 寻宝斋 嘿嘿 中了两个安慰奖 和一个一等奖 叶黄 草 笑醉悦 寻宝斋 可以踢出直播间了 浮世恒星 在这里隔音人呢 可爱的琉璃子 勇语 不要卖给他 寻宝斋 好了 下次找机会 再给你们抽一次大奖 今天的直播到这里了 没中奖的别气馁 下次中更好的吗 下播了 拜拜 夏琳说完 朝直播间挥了挥手 关掉了直播 哎呦 累死了 搞这个抽奖真累 夏琳关掉直播后 感叹了一声 都早点休息 蒋星把这里打扫一下 国民小王朝蒋星喊道 小彼得 过来帮下忙 一起打扫下 蒋星见英伦彼得 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 给他找点存在感 好嘞 英伦彼得听后 果然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那样子还很兴奋 京都 某个神秘之处 奥天一会要过来 他已经知道 夏丰入室了 黄老坐在上手的位置 跟几位老友说道 黄老口中的奥天 名为龙奥天 是华夏国最神秘的 部门天祖的组长 直接听命于黄老 任何人都无法 对他下达命令 这疯子 知道夏丰入室了 肯定要过来询问的 当初不是夏丰 他早就没命了 可惜夏丰指点了他一下 不收他为徒 不然 奥天的实力 能更进一步 周老笑了笑说道 还不是这老小子 年纪大了 没有了天赋 四十多岁的人 跪在门外三天三夜 也够难为他的 李老说道 想起当初的事情 李老一阵唏嘘 黄老 米国那边的事情 办清楚了 冯老问道 差不多吧 有些事情 大家不放在表面 来做而已 现在这些米国老 越来越嚣张了 黄老说得模棱两可 而这十门外的警卫 走了进来 恭敬说道 各位大佬 龙奥天到了 让他进来了 黄老朝警卫挥了挥手 说道 没多久 门外进来一个 雄壮的大汗 脸色严峻 一身军绿装 穿在他身上 显得特别的有气势 浑身散发出 让人褪毙三射的寒气 走进房间后 龙奥天才收起了 自己的气势 黄老 周老 李老 冯老 龙奥天朝四人 进了一个礼 纷纷打了一个招呼 奥天 辛苦了 坐吧 黄老指着一旁的沙发说道 谢黄老 龙奥天面色严峻地 走了过去 笔直地坐下 上次你在电话里面 提的事情 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 他入室了 他现在每天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我建议你别去打扰了 黄老率先开口 提出了夏丰的事情 一说到这个事情 龙奥天站了起来说道 黄老 我想去看看恩人 龙奥天的话不多 但是这句话 已经代表了他的决心 当初被夏丰救了一命后 龙奥天死活 要拜夏丰为师 在门外 跪了三天三夜 夏丰直接跟他说 你的资质不够 回去吧 看在你诚心的份上 我指点你一二 从那以后 龙奥天修为突飞猛进 在龙奥天的心中 夏丰就是自己的再生父母 你这老小子 还是这个脾气 都四十多岁的人了 还这么绝 李老看向龙奥天打去道 龙奥天被说得不吭声 既然你这么想去 你就去吧 放松几天也行 黄老点了点头同意道 谢黄老 龙奥天谢道 奥天 既然你要去了 我就给你纸条明路 你的性格 不适合留在那里 最好等你改变了才去 大不列颠国的彼得公爵 现在就在夏丰身边 你别到时候 连那个老小子都比不过 李老说的也是实话 就龙奥天这个性格 过去不是隔音人吗 没一句能搭上话的 大家都是年轻人 能玩到一块 龙奥天过去当个木头 保镖 龙奥天听后 脸色憋得战红 他明白李老的意思 奈何自己的性格就是如此 还能怎么改 李老 我只是去看看 不打扰他 龙奥天红着脸回答道 你就是去看看 那还跑过去干什么 要去就厚着脸皮 待在他身边 学点有用的东西 让你放下脸面 比要你命还难 现在他别墅里面 除了老彼得 还有企鹅马 杰克马 蒋泉水他们 以及好几个小辈 你要是能拉下脸来 你就去 李老把夏丰那里的实情 跟龙奥天说了一通 论起不要脸 你哪里是双马的对手 李老说的对 考虑一下再去吧 周老也点了点头 同意道 没错 你的脸皮不厚 别去了 冯老说道 龙奥天 你自己决定吧 别看我 黄老见龙奥天 把目光看向自己 他向龙奥天说道 随后 黄老继续说了一句 不过我跟他们的意见一样 等你改变一下 自己的性格再说 龙奥天 知道了 龙奥天点了点头 随后退了出去 看着走出去的龙奥天 李老笑了笑道 让他改变性格 比登天还难 这根本不现实嘛 人对某件事情 到了极致的时候 物极必反 谁说不一定呢 周老听后笑道 哎哟 一把老骨头 屁股都做痛了 我要给夏丰打个电话了 联络联络感情 李老说完 站起身朝门外的秘书 招了招手 黄老 周老 冯老 李老 找我什么事 夏丰的声音 从电话中传了出来 三人一愣 没开玩笑 真打呀 没事就不能找你唠唠嗑吗 吃饭了没有 李老笑道 三人 这句吃饭了 没有把三人给震惊到了 现在流行的直男 不就是这么打招呼的吗 还没有呢 马老师在做菜 夏丰的声音 在电话那边传了过来 四人听后按道一声 果然还是脸皮厚好使 杰克马都跑去做菜了 做的什么菜呀 李老笑呵呵问道 三人 李老 你到底想说啥 直接说呗 夏丰快无语了 这算尬聊吗 尬得一臂啊 没事 这不是看你有电话吗 就想跟你唠叨两句 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这些老头子 李老丝毫不觉得尬 不知道 等哪天想去了就去 夏丰说道 行 早点来 我们可是派你很久了 那就这样吧 多联系 李老笑道 夏丰 等李老挂完电话后 周老忍不住了 说道 李老 你这算联络感情 我怎么感觉 你在把夏丰越推越远 你懂什么 这叫来自长辈的关心 李老不以为意 你吃饭了吗 你穿秋裤了吗 长辈的关心 总是这么让人猝不及防 而此刻 别墅里的杰克马 正在卖力的炒着菜 自从夏丰 吃了杰克马做的家常豆腐 和教头炒蛋后 杰克马就把做菜这一项任务 据为己有 不让企鹅马挨边 老马 这芋头洗好了 我先放这里 杜拉比德 拿着一盘洗好的芋头 走了过来 老比德呀 有件小事情 又得麻烦你一次 杰克马专心的炒着菜 头也没回的说道 又是阿三国的事情 杜拉比德问道 对 行 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打个电话 杜拉比德听后点了点头 这摩迪就是脑子有病 真的是什么事都针对华夏 这次杜拉比德准备让摩迪解封 所有华夏的业务 一劳永逸 免得再麻烦 彼得公爵 你好 摩迪接过电话 都有些心虚 这是第三个电话了 好你妈 别 杜拉比德开口就骂 这句话 是他最近学的 每天看国民小王都 这样说 感觉很带劲 第一次就用在了摩迪身上 感觉还不错 彼得公爵 我又哪里做错了 摩迪虽然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但是能从杜拉比德的语气中听出 这是在骂自己 谁让你没事 老跟华夏做对的 你可么是不是吃屎吃多了 华夏公司 能去你们阿三国 那是在扶贫 以后再让我听到 这样方面的事情 我不介意亲自去扭断你的脖子 杜拉比德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不给摩迪狡辩的机会 什么人嘛 摩迪拿着已经挂断的电话 猛逼了 他好歹也是一国大佬 这说话的语气 摩迪狠狠地将手机摔在了地上 手机落地四分五裂 随后一群警卫冲了进来 摩迪挥了挥手道 没事 出去 又想到杜拉比德那恐怖的身手 他打了一个冷战 弯腰把地上已经破碎的手机 又捡了起来 拔出了电话卡 随后又拿起了桌上的一个红色电话 打了出去 说道 马上撤销对华夏国所有企业的禁令 顺便叫塔塔尼亚进来 摩迪打完电话说了一句 便挂断了 不多时 一位身穿军黄装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大佬 那男子进来后 向摩迪进了一个 我们看起来不怎么包准的礼 没打错 就是包准 塔塔尼亚 你的队伍训练得怎么样了 摩迪直接问道 回大佬 很好 塔塔尼亚站的笔直 陈生回答道 如果让你们防范彼得公爵这样的人 可以胜任吗 摩迪问道 回大佬 没问题 塔塔尼亚不敢说谎 很好 你下去吧 摩迪朝塔塔尼亚挥了挥手 得到塔塔尼亚肯定的回复后 摩迪心中松了一口气 几十年前 被大不列颠国欺压怕了 心中都有些恐惧 虽然说 现在有实力防范杜拉比德了 但是他依旧心虚的狠 有句话说的好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解 像比德公爵这样的人 暗中给自己来那么一下 防不胜防 杜拉比德打完电话后 走到杰克玛身边说道 老马 搞定了 以后 华夏国的所有业务 都会正常开展了 杰克玛听后 在心里给了杜拉比德一个赞 他本打算 让他给大米集团的事情解决了 没想到 杜拉比德一次性全部解决了 这样挺好 大家走出国门 都是一家人 在国内 你追我赶的较劲 那都是自家兄弟的事情 在国外必须抱团 这阿三国果然都是贱骨头 欺软趴硬的东西 比德公爵 这次又麻烦你了 杰克玛笑着感谢道 没事 都是自己人 杜拉比德摆了摆手 表现得无所谓 就一个电话的事情 狗不听话了 骂两句就好了 小彼得 你看你爷爷 又在跟马老师吹牛逼了 蒋星看着 在杰克玛身边 手舞足蹈的杜拉比德说道 嘿嘿 英伦彼得笑了笑 不敢评价 英伦彼得可不像他们可以叛逆 可以违背长辈的话 偶尔还可以大吵大闹 他们不一样 血脉压制 一点反抗的心思都心不起 小彼得 我看你很怕你爷爷 是不是从小被打到大 国民小王看英伦彼得那猥琐的笑容 好奇心大起 爷爷他很好的 我们很尊敬他 英伦彼得老师说道 嗯 不错 挺好 国民小王点了点头 王少 你过来一下 夏琳坐站在别墅门口 朝国民小王喊道 国民小王听后 屁颠屁颠的向别墅外面跑去 林儿 有什么吩咐 国民小王出来后问道 你看 鲨鱼平台向我发起了七年盛典的邀请 夏琳拿着手机递给了国民小王 可以去玩玩啊 他们每年盛典都办得热热闹闹的 林儿 你现在是他们的平台的当红主播 肯定会邀请你 国民小王看后笑道 其实邀请名单早就你好了 根本没有夏琳的事 这不是夏琳最近才活起来的吗 他们临时把夏琳加了进去 不加不行啊 陈大姐可不敢 要是鲨鱼平台七周年的盛典 没有邀请夏琳 被企鹅马知道了 那真是要卷铺盖滚蛋了 在汉城夜 我还没去过汉城呢 一会问问我哥去不去 夏琳开心说道 任谁都想得到别人的认可 夏琳也不例外 每年鲨鱼平台盛典的时候 跟他没有一毛钱关系 他只能看大家的直播 一会吃饭的时候问问 国民小王说道 好 夏琳点了点头 随后继续说道 一会吃饭你再喊我们 我继续跟文姐他们打羽毛球去了 好的 国民小王点了点头 转身走进了别墅 魔都四少群 鱼尾 三位大少在干嘛呢 at国民小王 at蒋星 at秦斗 秦斗 你可不得 为什么最后一个爱特我 鱼尾 大哥 我不是故意的 随意点的 蒋星 哈哈 鱼胖子这是暗示你 我才是二个 秦斗 滚 你现在牛逼了 蒋星 求饶的表情 鱼尾 几位都是大哥 敢问大哥们 能不能带上小弟一起玩玩 秦斗 你要玩什么 鱼尾 玩什么都行 只要每天跟在大哥们的身边 提个包当个司机啥的 只要你们有需要 我能随时奉献 国民小王 滚 别在这里喊惩人 之前谁说什么话来着 秦斗 之前鱼尾的聊天截图 我怎么可能做舔狗 舔狗是不能舔的 鱼尾 鱼尾 都是兄弟 别这样 国民小王 吃饭了 懒得和你多 逼逼 顺便给你看看 谁在做菜 国民小王 杰克马炒菜的照片 鱼尾 震惊的表情 奖心 企鹅 马百碗筷的照片 再给你看看 这是谁 鱼尾 大佬球带 鱼尾 人呢 鱼尾 S3人 鱼尾 杰克马炒菜的技术 确实比企鹅马略高一筹 每天十个菜 顿顿不重样 今天这几道菜不错 夏丰指着几个家常菜夸赞道 多谢夏少夸奖 杰克马炒后跟吃了蜜似的 哥 过两天 陪我去汉城好不好 饭桌上 夏琳看向夏丰问道 去汉城干嘛 夏丰转头一问 嘿嘿 我不是在做主播吗 鲨鱼平台邀请我参加七周年庆典 再说 我也没去过汉城 想过去玩玩 你也陪我一起去吗 夏琳放下碗筷 朝夏丰 嘿嘿一笑 企鹅马炒后 精神一振 鲨鱼平台的七周年庆典 他是知道的 只是还没有考虑到 要夏琳去参加 现在夏琳这么一说 企鹅马来了精神 去了汉城 参加鲨鱼平台的庆典 那可是自己的地盘啊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不用再看杰克马的脸色了 瞬时 企鹅马双眼看向夏丰 他比夏琳 更渴望夏丰会答应 赶快答应啊 企鹅马差点呼出了声 要是大家去汉城 参加鲨鱼平台的盛宴 他不找机会 对对杰克马 那真是天理难容 夏丰看着夏琳那渴望的小眼神 笑了笑说道 那就去吧 出去走走也好 好耶 得到夏丰的肯定后 夏琳兴奋的跳了起来 哦耶 企鹅马紧紧的握了握拳头 在桌子下 悄悄比了一个哦耶的手势 随后 看向杰克马的眼神 面露不善 让你成天一个人 把大腿都抱了 一点也不留给自己 夏少 坐我的私人飞机去吧 行程我来安排好 讲泉水 见缝插针 不错过一丝的机会 好 那就你来安排吧 夏丰应道 蒋泉水听后大喜 笑眯眯的保证道 夏少 你放心 一路上的行程 我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捷克马和企鹅马听后 一脸后悔 大意了 这么好的表现机会 被蒋泉水给抢先了 鲨鱼平台七周年的庆典 在三天后举行 大家准备明天就过去 可以在汉城玩两天 第二天一大早 五辆豪车 从夏丰的别墅驶出了出去 直接向机场而去 昨天晚上 蒋泉水就报备了民航线路 第二天过去 随时可以出发 蒋泉水的私人飞机 是一架小型客机 除了办公场所以外 可以容纳三十多人 里面的装扮得相当豪华 一行人里面 就属夏丰第一次 坐私人飞机了 她处处充满了好奇 虽然夏丰现在的生活 突然变化得很大 但她依旧 还是那个纯洁的小姑娘 林儿 我们来逗地主 这里到汉城 要两个小时呢 秦文坐到一个办公桌旁边 朝夏丰喊道 里面吃喝玩乐 一应俱全 还有一个小型的KTV 用于无聊的时候 消遣时间 不知道为何没有空手 可能是蒋泉水负子 两人不喜欢的原因吧 夏丰 秦文 马与秦三人 玩起来了斗地主 国民小王几人 凑在一旁观战 叫地主 夏丰起手发牌 直接叫了地主 底牌一个小王加四和K 正好夏丰的手里 有一张大王和三个K 简直是绝配 原本手中没炸弹的他 一手地主喊的 配了两个炸弹 夏丰先是打了一张单牌 马与秦顺着出了一张 秦文直接一个二压死 夏丰过了一手牌 秦文直接飞机带两个 夏丰猛逼了 没忍住把四个K炸了出去 打到最后 夏丰手中双王加两张单牌 一个四和一个J 秦文的牌顺 直接接过马与秦的牌 夏丰说 哎呀 这都输了 气死了 夏丰看着已经跑完的 秦文郁闷地说道 哈哈 你好猜 前面直接不要四个K炸的 秦文又跑不完 国民小王哈哈笑道 两个小时的飞行 几人吵吵闹闹地一下就过去了 飞机降落到汉河国际机场 刚刚落地就有专车在等候了 蒋泉水把一切服务安排得 妥妥当当 蒋叔 去我家的酒店吧 刚刚下飞机 国民小王提议道 国民小王家里 在汉城也有酒店 一达瑞华酒店 不用了 我早就订好了套房 在华美达大酒店 蒋泉水黑黑一笑 做服务自然要做到位 夏丰亲自来汉城 这些小事若不安排周到 那怎么做一名合格的舔狗 舔狗的任务 就是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 让你挑不出任何毛病 这方面 蒋泉水确实做得很精细 好吧 那走吧 国民小王点头应道 蒋泉水忙前忙后 服务好大家上车后 汉城分公司的负责人蒋中文 一脸错愕地走了过来 他实在想不通 蒋泉水也是国内大佬之一 只是他在网络上面不出名而已 但他的产业 比现在的一达做得还大 汉城这个中部大城 自然有他的分公司 而这妖牛逼的一个老总 竟然像个跟班一样 在为一个年轻人服务 若不是自己戴着800度的眼镜 亲眼所见 他根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蒋总 蒋中文走过来小声地喊道 蒋中文虽然也姓蒋 却跟蒋泉水 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 什么事 蒋泉水回头看了一眼 蒋中文问道 我有个事情 向你汇报一下 蒋中文说道 上车 你跟我坐一辆车 在车上汇报 蒋泉水抬头看了一眼前车 便急忙地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你要汇报什么 坐上车的蒋泉水问道 蒋总 你过来汉城的事情 我跟刘复省汇报了一下 他晚上要请你吃个饭 蒋中文把晚上的事情 跟蒋泉水汇报了一下 刘复省是北省的第五大佬 由于会和谐 一些职位都用大佬代替 蒋泉水听后一愣 谁他妈让你胡乱说的 老子没空 蒋泉水听后 朝蒋中文一顿骂 吃什么屁的饭 没看见自己来服务别人的吗 这蒋中文被骂得莫名其妙 赶紧打个电话回绝了 没空 蒋泉水继续说道 蒋泉水可不管谁请自己吃饭 此刻待在夏丰的身边 他哪里都不会去 啊好 蒋中文被骂得不敢吭声 点了点头 随后 蒋中文拨通了刘复省秘书的电话 电话刚刚一接通 蒋中文就说道 王秘书 晚上的宴会取消吧 蒋总今日有些不方便 蒋总怎么了 有什么不方便的吗 刘复省可是为了宴请蒋总 把今晚的事情都给推了 王秘书有些纳闷的声音 从电话中传了过来 蒋泉水在汉城投资的比较大 还是刘复省亲自拉过来的投资 所以刘复省比较重视蒋泉水 毕竟像蒋泉水这样的大楼 到了一定程度后 影响力还是极大的 至少刘复省是一定要给蒋泉水的面子 这年代能做大做强的 谁还没有一个强硬的后台了 特别是他们这种做实业的 蒋泉水听后 朝蒋中文招了招手 是一把电话给他 蒋泉水接过电话后 笑道 王秘书 今天我没空 跟刘复省下次再约吧 还没等王秘书说话 蒋泉水直接挂断了电话 蒋中文满脸错愕 一脸的震撼 这要牛逼的吗 蒋泉水突然的作风 把蒋中文吓了一跳 那可是刘复省的秘书 如此不给王秘书的面子 形同于不给刘复省的面子 蒋总再怎么牛逼 毕竟还是商人 蒋中文在心里暗暗吃惊 蒋总莫不识得杨颠风了 现在又对王秘书如此无理 你说你给企鹅马和捷克马开门也就算了 毕竟大家同是大佬 这个无所谓 蒋泉水看着一脸吃惊样的蒋中文问道 怎么了 我的做法有什么不妥吗 嗯嗯 蒋中文重重地点了点头 没什么不妥的 没时间就是没时间 他请我吃饭我就一定要去了 蒋泉水笑道 丝毫不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妥 抱上大腿了 就是这么飘 吃惊归吃惊 蒋中文也阻止不了蒋泉水做任何事情 毕竟他是老板 而王秘书拿着被挂断的电话一脸猛逼 心里暗暗有些不爽 不看僧面看佛面 自己好歹代表的也是刘富省 蒋泉水不给他的面子 等于不给刘富省的面子 王秘书虽然奈何不了蒋泉水 但是说两句坏话还是手道擒来的 王秘书把电话放进口袋 一脸阴沉地走向了刘富省的办公室 在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 得到刘富省的确定后才推门进去 原本一脸阴沉的王秘书突然变得如沐春风 走进刘富省面前说道 领导 蒋总刚刚来电话说今晚的聚餐取消 哦 为何 刘富省这才抬起头来问了一句 蒋总说他没空 王秘书如实回答道 没空 有说为什么吗 刘富省一愣 没有 刚刚跟我通话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晚上没空 改天再约 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王秘书虽然没有添油加醋 但是他表情透露着不快 刘富省是何人 岂能看不出王秘书的不快 没空就没空 蒋总这样说肯定是有他的道理 你出去吧 刘富省朝王秘书挥了挥手 等王秘书走出去后 刘富省深深的看了他一眼 刚刚王秘书明显表现出不快 想诱导自己帮他出口气 刘富省岂能不知道 他跟蒋泉水虽然打交道的不多 但也能看出蒋泉水是什么样的人 绝对不是那种目中无人的人 王秘书走出去后 刘富省掏出了自己的私人电话 拨了一个号码出去 老战友 晚上的聚餐取消了 你今天别走了 再陪我喝两杯 刘富省朝拿着电话说道 好 电话那边的人说了一个吼 便挂断了电话 刘富省摇头笑了笑 就这个性子 还能找一个漂亮老婆 你说气不气人 华美达大酒店 夏丰一行人到达这里的时候 差不多中午十二点了 企鹅马和杰克马两人 戴着口罩和帽子 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 他们的曝光率太高 已经到了无人不识的地步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麻烦 两人还是伪装一下才好 夏少 中午就在华美达酒店吃饭吧 这里的饭菜一绝 你可以尝尝 蒋泉水走过来 向夏丰说道 好 不挑剔 你安排就好 夏丰点了点头 蒋泉水带着大家吃完饭后 下午准备安排大家去出去玩玩 不过夏丰没多少兴趣 便没去了 夏丰不去 杰克马他们自然不会出去了 最后国民小王带着夏琳几人去逛街了 马叔 认识你这么多天了 我还不知道你做什么事情了呢 夏丰几人在套房里面喝着茶 突然向企鹅马问道 这生马叔把企鹅马叫得心花怒放 得意地看了一眼企鹅马 随后恭敬地向夏丰说道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软件开发的 以及聊天软件 比如现在大家用到的微信 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之一 呵呵 杰克马和蒋泉水两人同时情不自禁地冷笑了一声 说得好大上的样子 两人差点没骂娘 企鹅马有些尴尬 随后继续说道 不过我们集团的业务比较广泛 还涉及金融 游戏 影视等领域 这次林儿来参加的鲨鱼平台七周年盛典 这个鲨鱼平台也被我们集团收购了 这也是当着夏丰的面 企鹅马不敢吹牛 闭 其实他想说 任何跟互联网有关的产品都有我们的影子 我们的宗旨是 任何兴起的互联网业务 先谈收购 收购不成就入股 入股不成就盗版你的 直到让你成为我们集团的一员或者倒闭 马叔你的业务做得还挺广啊 夏丰不懂互联网 在这之前他手机都没用 嘿嘿一般一般 企鹅马嘿嘿一笑 还不是赚小孩子的钱 杰克马催了一句口 揭穿了企鹅马的真面目 赚小孩子的钱 什么意思 夏丰听后有些莫名其妙 夏少 你别听他胡说 他也是做互联网的 跟我是死对头 就知道诋毁我 企鹅马连忙解释 生怕夏丰对他产生什么误会 有竞争是好事 这样才会共同进步 不过赚的钱多做慈善 有好处的 夏丰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情况 也懒得多过问 只是聊聊天罢了 一定一定 我们集团每年拿出了上百亿座慈善 企鹅马像个虚心的小学生一般 连忙认同地点了点头 呵呵 又来了 蒋泉水和杰克马再次同声嘲讽 老马 不是我说你 论慈善这块 你比不上我和马老师 蒋泉水出言打击道 以后一定向两位看齐 企鹅马不敢反驳 企鹅集团每年 确实拿出了一大笔钱做慈善 不过跟蒋泉水和杰克马两人一比 他们集团还是有些差距 杰克马每年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钱 还在环境改造上面也投入了不少钱 弄了一个什么阿巴森林 宣传国民众树 特别是14年的时候 杰克马刷新了华夏国的慈善记录 成为新一届最慷慨的慈善家 不得不说 杰克马在这方面 确实做得比企鹅马要好 企鹅马被蒋泉水和杰克马 两人说的有些心虚 他觉得自己没有赚昧着良心的钱 但确实从游戏上面赚了一些小孩子的钱 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生怕夏丰会不高兴 企鹅马悄悄的给了两人一个眼神 是以他们别拆自己老底了 没必要这么死磕自己啊 教育这方面多做做慈善确实不错 马老师 你很不错 夏丰赞赏的看了一眼杰克马 杰克马文言顿时精神一震 谦虚道 以后会多多注重这方面的慈善 现在小孩子教育 对每个家庭来说 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有钱人还好说 没钱人根本负担不起 虽然说报名读书不收费了 却比以前消费更高了 以前学校外面都是小卖部 餐馆 现在学校外面都是补习班 兴趣班 压榨孩子童年的快乐 还压榨了大人的钱包 马总 我捐十亿欧元给你 你帮我也投入到教育方面做慈善 杜拉比德说道 好 我替孩子们感谢你 杰克马发自内心的感谢 这老外做起事来比企鹅马还厚道 我也捐五十亿给你 你教育方面的慈善做得比较完善 蒋泉水跟着附和 企鹅马见两人都捐了 他必须要做个表率 看向杰克马说道 我捐八十亿给你 这钱也用在教育慈善上 企鹅马虽然有些不爽 把这个钱放在杰克马的慈善机构做慈善 但这个时候必须要捐 别让夏丰对他有反感 好 杰克马见企鹅马一脸便秘的表情 心中大爽 他不怕企鹅马反悔 当着夏丰的面说出来的话 他哪里敢反悔 喝个茶的功夫 一下多了两百多亿的慈善款 杰克马还是挺高兴的 同时在心中感叹夏丰的魅力 什么话都没说 大家争先恐后的捐款 临近晚饭的时候 夏丰他们才逛完接回来 哥 今天出去吃了好多东西 晚上我们几个就不出去吃饭了 夏丰跑到夏丰身边笑道 都行 夏丰点了点头 一说到吃饭 蒋泉水说道 夏少 晚上安排大家去江边吃鱼怎么样 就在酒店吃吧 我中午吃着还不错 懒得跑了 夏丰拒绝了蒋泉水的提议 那好吧 我先下去点菜 一会好了 你们再下来 蒋泉水点了点头 嗯 去吧 夏丰应道 得到夏丰的肯定后 蒋泉水就下楼点菜去了 领导 包厢已经订好了 刘富省的专车刚刚停稳 王秘书跑过来 把门打开 一副笑脸恭迎的样子 好 刘富省点头应了一声 随后 刘富省转头看向王秘书问道 是以我私人名义定的包厢吧 是的 按照您的吩咐 以您私人名义定的 王秘书连忙回答道 刘富省请自己的老战友吃饭 自然不能供款吃喝 这钱必须自己掏 嗯 刘富省点了点头 向华美达酒店走去 两人刚刚来到三楼包厢处 便碰见了蒋泉水 蒋总 刘富省率先开口喊道 刘富省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蒋泉水眉头一皱 还以为刘富省是特地来找他的 刘富省倒是没有生气 他身边的王秘书 有些看不下去了 轻轻地冷哼了一声 声音不大 却格外的刺耳 陈生说道 蒋总 刘富省只是请朋友过来这里吃饭 可不是专门来找你的 蒋泉水看都没看他一眼 刘富省 我今天真的没空 下次我请你 蒋泉水略带歉意地向刘富省说道 哈哈 没事 今天蒋总没空 正好我也可以 请我一个老战友喝酒了 刘富省哈哈一笑并不介意 为了表达歉意 今天刘富省的在华美达的消费 我管了 蒋泉水有些不好意思 提出自己要买单的要求 好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刘富省也没有拒绝 不然太不给蒋泉水的面子了 两人握了握手就各自分开了 王秘书 你今天怎么回事 蒋泉水刚刚离开 刘富省沉着脸问道 领导 我这不是看蒋总一点面子 也不给您吗 心里有些气不过 王秘书为刘富省感到委屈 今天我提醒你一句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刘富省说完 转身向包厢走去 王秘书看得出 刘富省有些生气 跟在后面不敢吭声 刘富省到包厢后 点了几个下韭菜 还点了两瓶酒 虽然是蒋泉水买单 他也没有随意的乱点 没做一会 刘富省的手机响了起来 一看来电嘴角笑了笑 接通电话问道 到了吗 门口 那我下来接你 刘富省挂完电话 就向外面快步走去 领导 你坐吧 我去帮您接 王秘书连忙站起来喊道 我这个战友身份不一般 你接不了 我得亲自去接 刘富省说完 头也不回得下去了 王秘书听后 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这行说话是有讲究的 刘富省在告诉王秘书 他今天请的人来头比他更大 必须要亲自去接 你这死木头 就不能对我笑笑吗 刘富省下楼后 拍着战友的肩膀说道 哼哼 那人听后笑不入耻 故意假笑的样子 看起来有些生意 刘富省顿时无语 说道 别笑了 笑起来比哭还难看 走吧 今日喝得痛快 王秘书看着跟刘富省 一同上来的男子 悄悄地瞄了他一眼 就这一眼 把王秘书看得心底发慌 正好这时 夏丰等人刚刚从电梯出来 直接向包厢走去 刘富省看着蒋泉水 跟在一个年轻男子身后 他身边还跟着企鹅马和杰克马 至于后面的一个老外 他没注意上 这一看 把刘富省惊得不行 蒋泉水今天拒绝自己的饭局 看来就跟那年轻男子有关了 一个蒋泉水就算了 就连企鹅马和杰克马 两人都跟着他 简直刷新了他的三观 刘富省愣了一会 眼睛一直盯着几人进了包厢才作罢 而刘富省身旁的男子面露激动 双手捏拳紧紧地握在一起 怎么了 刘富省好奇地问道 那男子没有说话 抬腿向夏丰的包厢走了过去 刘富省有些莫名其妙 他了解自己的战友 这货根本没有什么朋友 难道刚刚那群人有他认识的熟人 不大可能啊 他们都是商界大佬 应该没有交集才对啊 而此时的龙傲天浑身激动 双眼不知觉得湿润了 忍不住地有些热泪盈眶 他从米国那边回来后 就准备抽时间去魔都见夏丰 奈何自己被李老几人说的一无是处 最后打消了念头 不过他们说的也对 自己这个性格跑过去 确实有些隔应人 从那天以后 龙傲天试图让自己变得随和一些 没事多笑笑 这就是刚刚为何 刘富省要他笑的时候 他真的笑了 虽然笑起来比哭还难看 但是他已经迈进了第一步 走在前头的龙傲天 突然停下脚步 转过头看着刘富省问道 怎么样才算脸皮厚 刘富省差点撞上 突然停下来的龙傲天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龙傲天这个深奥的问题 给震住了 怎么样才算脸皮厚 这特么你问我 我问谁去 不要脸就行了呗 老战友 你没事吧 为何这么稳 刘富省一脸猛逼 我没事 快跟我说说 怎么样才算一个脸皮厚的人 龙傲天想改变一下自己 再去见夏丰 呃 王秘书你来说 你脸皮最厚 刘富省对于龙傲天的这个问题 他有些回答不上来 转眼问道王秘书 王秘书 什么时候 脸皮厚成了一种包异词了 领导您好 王秘书先是对龙傲天 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说道 脸皮厚 无非就是不要脸 这个东西 就跟追女孩子一样 追女孩子的三要素 第一 坚持 第二 不要脸 第三 坚持不要脸 人都不要脸了 自然脸皮就厚了 领导 您看我这样说对不对 王秘书说完 小心地看了一眼龙傲天 脸皮厚不就是不要脸吗 舍得放下面子就行了呀 那该如何做 龙傲天似懂非懂地问道 这个王秘书 支支吾吾 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别支支吾吾的 赶紧说 刘富省催错了一声 领导 打个比方给您听 你看 那边坐着一个领班 你只要走过去 说请他吃饭就行了 王秘书也不知道 该如何去解释 就打了一个比方 跟龙傲天解释 如果连邀请 一个女孩子吃饭 都不敢说出口 还谈什么不要脸 好 龙傲天二话没说 朝那领班走了过去 刘富省和王秘书两人 王秘书只是打个比方啊 小姑娘你好 龙傲天走过 尽量露出了一丝微笑 先生 有什么可以帮你 那领班连忙站起来问道 明天中午 我请你吃饭 龙傲天跟个机器人班 面无表情地说道 刘富省 王秘书 先生 不好意思哦 我有男朋友了 我在上班 不谈私人事情 那领班抱以微笑 若不是在上班 他早就开骂了 你一个老牛想吃嫩草呢 谢谢 龙傲天说完 转身离开了 留下一脸错愕的领班 是这样吗 是问道 差不多吧 总之想做什么就去做 坚持不要脸 王秘书快要哭了 第一次碰见这样的领导 好 龙傲天说完 开始向夏丰的包厢走了过去 刘富省见状 慌忙跟了上去 夏少 今天这几个菜 都是你爱吃 蒋泉水指着桌上的几道家常菜说道 看起来不错 夏丰点了点头 夏丰坐在主位上 蒋泉水和企鹅马 坐在他的两边 众人正要准备吃饭的时候 包厢门被敲响了 进来 蒋泉水喊了一声 得到肯定回复后 龙傲天轻轻地推开了门 面色激动地走了进来 龙傲天突然进包厢的那一刻 杜拉比德眼神一鸣 带着警惕的目光 看向龙傲天 龙傲天是华夏国天组的组长 到了杜拉比德这个层次 他自然认识 龙傲天 你来做什么 杜拉比德率先站起来 深挚问道 老比德 坐下 夏丰朝杜拉比德招了招手 扑通 师父 龙傲天直接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喊了一声师父 心里一种声音 一直在告诉他 坚持 不要脸 坚持不要脸 先跪下喊声师父再说 一定要做到脸皮后 不要脸 刘富省猛逼了 王秘书也跟着猛逼了 其他人一副好奇的样子 看向龙傲天 唯独杜拉比德若有所思 龙傲天真是师父的徒弟 我不是你师父 你起来吧 夏丰开口说道 杜拉比德听后愣了一会 这货原来也想跟自己一样 胡乱攀关系 这木头 什么时候也会这招了 真特么不要脸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师父 你指点过傲天 在傲天心里 你永远是师父 龙傲天开始他的不要脸 杜拉比德听得呲牙咧嘴 这话真是耳熟 蒋泉水这时才看见刘富省 看着他那震惊的模样 他大概猜测到 跪在地上的此人一定不凡 刘富省请吃饭的人 肯定有着特殊的身份 蒋泉水好奇心作祟 悄悄地拿出了手机 拍了一张照片 御事不要慌 先拿手机拍拍照 我让你起来说话 夏丰沉声道 是 师父 龙傲天借泼下驴 连忙爬了起来 杜拉比德 既然来了 留下吃饭吧 夏丰朝龙傲天说道 龙傲天曾经被自己救过 还跪在门外三天三夜 想拜自己为师 夏丰见他年龄过大 已经错过了最佳修炼的机会 就没有同意 最后只是指导了龙傲天一番 哪知道龙傲天这么认真 好 龙傲天连忙拉开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生怕夏丰仪会反悔似的 而此时 刘傲省还处于震撼中 龙傲天的身份 他比谁都清楚 那个年轻人到底是谁 身边跟着这些大佬就不说了 龙傲天都厚着脸皮 喊他师父 这确实够震撼的 刚刚龙傲天在外面临时学习的不要脸 就是为现在准备的 四号 三观尽毁 刘傲省他现在很尴尬 真的很尴尬 这是他多年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了 自己也会有这么尴尬的一天 他现在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这样能让自己化解尴尬 龙傲天太不讲义气了 自己请他来喝酒 转眼就把自己给抛弃了 你就不能往后面看一眼 一眼就行 不知道后面还站着一人吗 夏少 我给你介绍一下 门口那位是汉省的刘傅省 跟我也是就时 蒋全水看着在门口 蹉跎不安的刘傅省介绍道 龙傲天听蒋全水这么一介绍 他才反应过来 刚刚太激动了 把自己的战友给忘记了 师父 他是我一个老战友 现在在汉省这边任职 龙傲天也连忙介绍了一句 刘傅省感激涕零 总算想起了自己 那就一起过来坐下吃饭吧 夏丰招了招手邀请道 谢夏少 刘傅省搞不懂夏丰的身份 只能跟着大家一同喊夏少 连龙傲天都要跪在地上喊师父的人 这绝对是牛逼上天的那种大佬了 你去门口服务 刘傅省转身看向王秘书吩咐道 这样的饭局 王秘书是没有资格进来的 王秘书听后点了点头 慢慢地退出去 还轻轻地把门给带上了 彼得公爵 好久不见 龙傲天看向杜拉彼得打了个招呼 彼得公爵 刘傅省一愣 大不猎巅国的彼得公爵 难怪瞅着有些眼熟 原来这老外也是个大佬 想起刚刚彼得公爵给夏丰倒茶的态度 刘傅省再次愣了一回神 这都是什么样的神仙人物啊 他突然发现自己在这里就是个小弟了 说话都不敢的那种 龙组长 别来无恙 杜拉彼得笑了笑 杰克马三人疑惑地看向龙傲天 从杜拉彼得和他打招呼的态度来看 面前的龙组长 肯定是华夏国某个领域的顶层大佬 夏少果然牛逼 666 这样牛逼的大佬都哭着喊着来抱大腿 这波操作太秀了 讲泉水暗暗有些得意 幸好自己刚刚悄悄地拍了一张照片 这妖牛逼的一刻被自己记录了下来 师父 这老小子来我们华夏干什么 龙傲天恭敬地向夏丰问道 你问他自己吧 夏丰笑了笑 夏丰愿地看了一眼龙傲天 他话中的意思在表明夏丰是自己的师父才对 你别乱攀关系 师父 你什么时候给我收了一个师弟 龙傲天开始发挥自己不要脸的精神 所以说 哪有什么冷面男神 高冷女神 不都是装深沉和高冷吗 当着你的面是女神 背后都不知道在做什么龌龊的事情吗 真放下面子来 大家都一样 脸皮管厚就成 现在的龙傲天就是如此 刚刚还半天动不出一个屁的人 现在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刘富省看着龙傲天 简直不可置信 人的性格可以随意切换了 谁他妈是你师弟了 你才是师弟 杜拉比德大声反驳道 别吵了 要吵出去吵 现在吃饭 夏丰呵斥了两人一声 两人顿时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子般低头不语 还暗暗的你瞪我一眼 我瞪你一眼 谁也不服谁 刘富省感觉这顿饭吃的汗流加倍 席间一个个的都在抱夏丰的大腿 他在这里只能算一个外人 啥也不敢问 啥也不敢说 好不容易熬到用完餐 想拉着龙傲天问问情况 只见龙傲天跟个小老弟一样 争着抢着去按电梯 现在他有些佩服龙傲天了 不要脸 这是一学就会 真好 真羡慕 夏丰到房间后 龙傲天也在这里开了一个房间 刘富省见自己终于有机会了 跟着龙傲天走进了房间 急急忙忙的关好了门 两人鬼鬼祟祟 像个刚刚恋爱的情侣 有些急不可耐 龙傲天 你跟我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刘富省情急之下 直呼其名 而此时的龙傲天 恢复了冷面模样 看着刘富省问道 你想知道什么 夏丝到底是何方神圣 刘富省问道 哼 不该问的别问 龙傲天抛下这句话 转身向沙发上走去 少特么给老子装高了 刚刚那副笑脸呢 舔狗模样呢 刘富省赶紧追了过去问道 哼 龙傲天继续冷哼了一声 自顾自的开始泡茶 别啊 跟我说说呗 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 刘富省依旧充满了好奇心 今天受到的刺激太多 一下子消化不了 此时不打破杀郭问 到底事不罢休 龙傲天看了一眼 自己的老战友 认真说道 绝不能说出去 嗯嗯 保证不说 刘富省立马点头 再说 他说出去 也没人信啊 他 神一样的男人 龙傲天抬着头 望着天花板 一副向往的模样 双眼充满了崇拜 刘富省 这特么跟没说有什么区别 正经点说 刘富省提醒道 黄傲见了他都得恭敬 龙傲天凑到刘富省身旁小声说道 刺 刘富省呆若目击 愣在当场 杰克马 企鹅马 还有蒋泉水三人 聚集在一个房间内 纷纷猜测 龙傲天是什么人 蒋总 你关系好 你也不知道吗 企鹅马问道 我哪里知道 不过从行动上来看 应该是很牛逼的存在 蒋泉水对自己的这个分析很满意 你不是说废话 这谁都看得出来 跟彼得公爵说话的语气 就能看出来 更何况 还有一个刘富省 在他身边坐陪 杰克马 善于分析问题 他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三人像个 爱八卦的农村大妈 窝在一起你一句 我一句的在猜测着 嘿嘿 你们真想知道 蒋泉水突然一笑 面露神秘 废话 你知道什么 赶紧说出来 企鹅马 骂了一句催促着 你们过来看 蒋泉水一脸笑咪咪 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杰克马和企鹅马连忙 把头凑了过去 一副我看看的样子 草 这不就是他进来的时候 下跪照片吗 杰克马和企鹅马一口同声 还抱了一句粗口 这特么在逗人玩呢 别急 马上让你们知晓 蒋泉水一副了然于凶的样子 开始了他的揭秘 杰克马和企鹅马两人 双眼死死的盯住蒋泉水 等待着他的下文 说啊 别光吹牛逼啊 杰克马催促道 这几人待在一起后 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了 这些低俗的口头禅 朗朗上口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估计是从国民小王那里学来的 马老师 你这么急干什么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不知道吗 蒋泉水白了一眼杰克马 随后 把手机页面切换至通讯录 找到一个备注着赵助人 这名字的人拨了过去 你他妈还不是要打电话问人 杰克马骂道 须这是上面 一个大佬的秘书 别说话 蒋泉水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喂蒋总 苏部长在开会 你有什么事情吗 电话中传来了赵助人的声音 苏部长真是我被楷模呀 这么晚了还在开会 今天我不找苏部长 我找你问点事情 蒋泉水先是称赞了苏部长一声 随后跟赵助人提到了自己的问题 这苏部长 就是蒋泉水教好的大佬 两人还是大学同学 嘿嘿为百姓服务吗 蒋总有什么需要问的 赵助人嘿嘿笑道 我发张照片给你 你帮我认一个人 蒋泉水说道 好 蒋总你发我微信吧 赵助人应道 好 那我现在发给你 蒋泉水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打开微信 找到赵助人 便把龙澳天跪在地上的照片发了过去 蒋泉水 龙澳天跪在地上的照片 你们就等着吧 赵秘书就算不认识 也能找到认识他的人 蒋泉水发完照片后 一脸得意的 看向双马说道 行 那就等着吧 小马 泡茶给我们喝 杰克马躺在沙发上 看向企鹅马说道 要喝自己泡 企鹅马懒得搭理杰克马 这会真是调子越来越高了 现在开始吩咐自己做事了 定 蒋泉水的手机响了一声 蒋泉水连忙拿起手机看了起来 蒋星 爸 我们有些饿了 准备出去吃夜宵 你要吃什么 我给你带点 三人看见是蒋星发来的微信 顿时大眼瞪小眼 一脸无语 蒋泉水 滚 别给老子发消息 电话那头的蒋星 被骂得莫名其妙 我特么 哦 白浪费我们的表情 这赵主任也不认识吧 不然认个人而已 要这么久 企鹅马恨不得 把蒋星的微信封三天 关键时候发什么消息 可能吧 等等呗 蒋泉水现在心里也没谱 微信消息没有等来 倒是等来了赵主任的电话 蒋泉水连忙接通了电话问道 赵秘书 认识吗 蒋总 你从哪里搞来的照片 赶紧撤回去 你可别害死我呀 赵主任说话的声音都带着慌张 这什么意思 蒋泉水一脸纳闷 哥 我求你了 赶紧撤回去 撤回去 我再跟你说 赵主任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蒋泉水电话是开着扩音的 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能从赵主任口中听出恐慌 撤啊 你看着我们干什么 捷克马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赶紧出声道 好 蒋泉水应了一声 手忙脚乱的打开微信 准备撤回照片 操 撤不回了 超过两分钟了 老马 你他妈脑子有病吧 设置一个两分钟 不能撤回干什么 蒋泉水准备撤回的时候 提示他 消息发出两分钟 无法撤回 企鹅马 微信号告诉我 我马上让人给你撤回 企鹅马说完 马上打起了电话 经过一波三折 终于把照片给撤回了 企鹅马还吩咐技术部门 把刚刚发出去的照片 彻底给抹出了 老马 不是老子说你 这你这垃圾软件不行啊 我自己发的东西 还不能自己撤回了 蒋泉水看着企鹅马 一脸郁闷说道 就是 我就从不用这个垃圾软件 我们都是用宝宝付聊天的 捷克 马赞同道 捷克马就从不微信 他们集团的所有员工 都是用宝宝付联络 上班用丁丁聊天 照样很方便 别说这个事情了 赶紧问正事 企鹅马 不想在这个话题上面多纠缠 哦 对 蒋泉水这才反应过来 马上给赵主任打来的电话过去 喂 赵主任 现在可以跟我说说了吧 电话接通后 蒋泉水连忙问道 你从哪里搞来的照片 赵主任问道 我拍的呀 蒋泉水一愣 蒋总 你可别开玩笑了 你能拍到他的照片 你可知道他是谁吗 赵主任说话的语气 带着一丝害怕 打死他也不信 蒋泉水能拍到这个照片 三人 这话问的 我们知道他是谁 还给你打电话询问 再说 这照片 还真是蒋泉水拍的 杰克马和企鹅马都可以作证 现在已经到了 说真话没人信的地步了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赵秘书 你就说他是谁吧 蒋泉水懒得跟他解释 这个照片的问题 毕竟每个人的眼界是不一样的 他们已经跳出了井外 而赵秘书还在井里 他的身份 我不便透露 我只是告诉你一点 他直接听命于黄老 他想要杀你 无需任何理由 现在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 你把他的照片发给我 你这是在害我呀 赵主任惊魂未定地说道 而电话 这头的三人已经傻眼了 并不是因为 龙傲天有多么的牛逼 而是他们 又发现了下风的牛逼之处 被赵主任说的 牛逼上天的人 还不是要跪舔下风 草 大家都是舔狗 谁怕谁啊 喂 蒋总还在听吗 别太害怕 我不会说出去的 照片的事情 千万别再传了 不然谁也就不了你 赵主任还以为蒋泉水 已经吓傻了 急忙告诫道 嗯 在 在听 你刚刚说什么 我害怕的劲儿 没事了 挂了 蒋泉水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害怕的淡淡 三人相识一笑 马老师 你得感谢我呀 蒋泉水拉长了音调 看向杰克马说道 因为杰克马是蒋泉水叫过来的 现在大腿抱上了 杰克马得意于他 一定 杰克马重重地点了点头 很是认真 赵主任拿着电话愣住了 蒋泉水嚣张的态度 让他感觉到一丝良意 龙傲天可怕的程度 他真的没有再开玩笑 赵主任怕蒋泉水脑子抽风要胡来 还特地发了一条微信过去 再次叮咛了一番 发出去的微信消息 时辰大海 蒋泉水 没有丝毫要回复的意思 直到苏部长开完会 赵主任急忙地找到苏部长说道 领导 我有重要事情向您汇报 什么事 苏部长问道 关于蒋总的事情 他发了一张龙组长跪在地上的图片给我 我跟他说了 他这样做会引火上身 他听不进去 赵主任说完 还把自己的聊天内容递给了苏部长看 苏部长看后 眉头一皱 说道 你出去吧 我亲自打个电话给他 赵主任觉得自己该做的都做了 蒋泉水自己要找死那也没办法 苏部长见赵主任出去后 直接拨通了蒋泉水的电话 喂 老同学忙完了 蒋泉水接通电话后 黑黑笑道 别嬉皮笑脸的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从哪里搞来的照片 苏部长问道 我自己拍的呀 你要不 我明天多给你拍几张 全方位的特写也可以拍给你 需要摆个pose也行 蒋泉水语气中透露着打趣的意味 把苏部长听得胆颤心惊 你没骗我 苏部长小声问道 当然 这是你别管了 我不会做没脑子的事情 你放心吧 蒋泉水知道这是来自老同学的关心 他收起了玩笑的心思 好 再联系 苏部长说完挂断了电话 苏部长在心里有些疑惑 蒋泉水最近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结识了龙澳天 第二天 在夏林的建议下 大家一起汉城的东湖去游玩 一行人从华美达酒店出发 蒋泉水提前下来 把车队给安排好了 蒋总 今天需要我陪着 帮你打下手吗 蒋中文走到蒋泉水身边问道 嗯 打什么下手 老子自己都在打下手 你没看见 蒋泉水眉头一皱 暗骂蒋中文怎么没眼力尽 自己都是一个抢着跑腿的人 你还想来抢生意 再打下手的 哪个不是大佬 你也够格来凑热闹 嗯好 蒋总有什么吩咐 随时打电话 蒋中文背对的无话可说 好像并没有什么毛病 行了 没事少来蹦打 蒋泉水挥了挥手上了车 车队向东湖驶去 汉城东湖 自古以来 东湖就是游览圣地 屈原在东湖则判行营 楚庄王在东湖击鼓都战 三国时期 刘备在东湖摩山设谈祭天 南宋诗人袁说有 用指说西湖在帝都 武昌星又说 东湖赞美东湖 李白在东湖湖畔 放英台提诗 而且 华夏国经常在这里接见外宾 可以说 东湖是汉城的风景优美的代名词 师父 到了 龙傲天刚刚把车子停稳 马上跑下来 帮夏丰打开了车门 原本有专车司机的 被龙傲天给支走了 开车这活 不应该就是自己做的吗 杜拉比德在后车 见龙傲天这个死田狗 抢先了一步 立马跑到另外 一边帮夏丰打开了车门 师姑 请下车 杜拉比德很是绅士 行了一个欧洲标准的礼仪 夏丰突然被一个老头叫师姑 脸色一红 彼得公爵 你叫我灵儿就行了 叫师姑都把我叫姥姥 夏丰建议道 好的 师姑 夏丰 讲泉水早就联系好了景区 特地包下了一艘两层刀的游船 哇这里好漂亮 这游船也好看 我要在游船上开直播 夏丰兴奋的来到游船上后感叹道 林儿 快来船顶上来开直播 上面师爷好 国民小王在船顶上面喊道 好 夏丰应了一声 也跟着走了上去 夏少 让他们去玩 我们去游船里面喝茶 讲泉水说道 走吧 夏丰点了点头 夏丰直播间 嗨 大家好 你们猜猜我在哪 夏丰说完 把镜头四处转了转 光之国叫父 这是哪呢 这么漂亮的地方 仙女本仙 看着像个湖 刀腾麒麟 楼上的姐姐 你不是说了一句废话吗 用屁眼都能看出 这是狐了 仙女本仙 刀剑一带 牛逼 现在的女孩子 说话都这么标吗 暮色枫叶 弱弱地问一句 如何能把屁眼 用到如此出神入化 叶黄 这好像是汉城的东湖 酒厂 葡萄酒 自信点 把好像去掉 这就是东湖 无语的光之子 林儿 你是去参加鲨鱼平台 七周年盛典的吧 Oatfish 明天就是鲨鱼平台 七周年的盛典 会爬树的猪 林儿 我也在汉城 我现在就去东湖 求偶遇 嘻嘻 猜对了 就是在汉城的东湖 明天晚上 记得看官方直播 夏琳一脸笑嘻嘻的 一想到明天晚上的直播 夏琳有些激动 第一次参加 这么大型的晚会 秦岚 早说啊 不然想办法弄一张票 玩大地 林儿是明天晚上 最闪亮的星 炸天帮 徐缺 林儿 明天晚上官方直播 我们等着你 炸天帮 徐缺送来火箭家 食病复言 林儿加油 你们看刚刚过去的那艘游船 是不是林儿 这时 另一艘游轮上的几个男子说道 他们也是鲨鱼平台的主播 受邀来参加鲨鱼平台 七周年的庆典 每个网红来汉城啊 这里是必须要过来打卡的圣地 现在进他直播间 看看不就知道了 其中一人说道 还真是 没想到 山鸡变凤凰了 一个小网红几天的时间 就被两个大哨给捧了起来 资本的力量 其中一个 长相有些帅气 阿东 以前直播游戏的时候 没少吐槽那些 靠颜值不靠技术的女主播 就知道卖弄 对于林儿这样的游戏主播 自然也在被他说的范围内 现在林儿突然一下爆红了 她心里有些不平衡 游戏玩得再好 还真不如躺得好 这阿东是典型的 属于那种 见不得别人过得比她好的人 夏琳原本是一个18线小主播 她是一线主播 两人又同时直播一个游戏 现在夏琳突然晋升成鲨鱼的意见 当红主播 把她给死死的压了下去 她心里极度的不平衡了 她还听说夏琳一场直播 两个大少 每人就刷了几千万软妹币 她做十年 也不一定有这么多钱 夏琳就一天完成了 她觉得自己辛苦的付出 还不如夏琳的一趟 阿东 别乱说话 还记得大白兔吗 跟她交好的游戏主播乌贼说道 乌贼这么一说 几人这才反应了过来 前不久 那个大白兔 好像就是曝光了夏琳的丑事 说她被王大少给包了 之后 直播间就被永久给封禁了 至于现在大白兔人在哪里 大家也不知道 反正很久没有听见大白兔的消息了 我又没说什么 难道还能给我封了不成 鲨鱼平台被靠企鹅 是的大平台 不会做出这种无理取闹的事情 至于大白兔被封 肯定是发了什么不好的言论 阿东笑了笑说道 自己几个人讨论一下而已 他才不会傻着跟大白兔一样 直播间乱说话呢 好了 不提这事情了 听说这次鲨鱼平台七周年盛典 还邀请了十几位当红明星来助阵 真是大手笔啊 阿东感叹道 鲨鱼平台做得越大 他们这些当红主播也开心 毕竟自己的东家发达了 他们也能跟着吃上肉 对 还有我的女神 安朱拉北鼻 其中一主播兴奋道 安朱拉北鼻不是演戏的吗 她过来能干什么 乌贼好奇地问道 你就不懂了吧 现在是流量为王的时代 她人气好啊 到时候往台上一站 随便唱唱就行了 真不会唱又没关系 毕竟现在都流行假唱 提前把歌录制好呗 先前那主播说道 国民小王曾经就揭露过演唱会的丑闻 哄台票价 明星假唱比比皆是 也是 能吸引粉丝就行了 这次盛典又能给鲨鱼平台 长一波大人气 乌贼点了点头笑道 几人聊着聊着 倒是把夏琳的事情给忘记了 网红就是网红 一谈到当红明星 就停不下来了 夏琳的直播间 小伙伴们 明天晚上 鲨鱼平台官方直播 不见不散 我要下播了 夏琳朝直播间说道 诈天帮 徐缺 诈天帮何在 集合了 诈天帮 护宗神兽 来了 诈天帮到圣吴 明天必须支持鲨 本尊至爱 这诈天帮到底是傻啊 这要牛逼的吗 诈天帮 缺得狗 那不是 明天给鲨鲨鲨 酒场 葡萄酒 666 请收下我的膝盖 不知道我能否入帮 诈天帮 圣女 不收菜币 酒场 葡萄酒 夏琳说完就关掉了直播 光顾着直播去了 还没好好欣赏一下东湖的风景呢 夏琳他们 在东湖游玩了一天 船上有吃有喝 应有尽有 下午四点的时候 才离开东湖 向华美达酒店过去 车队刚刚到华美达酒店的时候 有很多记者 和一些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 怎么回事 蒋泉水下车问了一句 先生 你好 你们是在这里住店的吗 酒店的一个安保人员 连忙跑了上来 看着这个豪车车队 他有些心慌 昨天就在这里住店了 门口怎么回事 这些都是过来等候的粉丝和媒体 怕人员太多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 酒店门口暂时不放车辆通行 入住酒店的 可以把车开进地下车库 那安保小声地说道 赶紧放行 顺便疏散一下人群 都挤在门口 像怎么回事 蒋泉水说道 好 先生你稍等 那安保人员点了点头跑过去 跟别人说了几句 蒋泉水这个车队 都是清一色的劳斯劳斯 他们早上也见过 一点也不敢耽搁 商量了一下 连忙放行了 华美达大酒店 是汉城最豪华的酒店之一 一些明星过来汉城 基本上都在华美达酒店休息 在蒋泉水的车队 刚刚进去不久 一辆商务车开了过来 这商务车抵达酒店门后 故意停了下来 还把窗户打开 里面坐着一男子 朝外面挥了挥手 生怕别人看不见似的 这男子是当红小声刘彬 也是一个当红流量明星 彬彬我们爱你 彬彬我们爱你 彬彬加油 彬彬加油 原本在这里守候的粉丝们 一个个的撕心裂肺的呐喊着 还有不少人拿出自己的手机 出来拍照发朋友圈 其实追星的少 凑热闹得多 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显摆显摆 等照片一拍完 大家的兴趣就少了很多 这年代 理智追星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可以崇拜 可以追星 但不要去盲目 谢谢大家来接我 明晚锁定鲨鱼直播间 我们不见不散啊 刘彬说完 朝大家挥了挥手 这时 车子向酒店内开去 刚刚刘彬摇下窗户 故意打个招呼 无非不就是想上个热门 宣传一波热度 热度不管大小 就得有 一个流量明星 要是连流量都没了 那就黄了 这都是他们的一贯套路 商务车开到酒店大堂外 刘彬全副武装的走了下来 跟刚刚特意打招呼的样子 判若两人 刘彬下车后 低着头 直接向酒店内走去 一副不敢见人的样子 魔都四少群 鱼尾 各位大少 晚上请你们吃饭 鱼尾 at三人 鱼尾 搞什么啊 大哥们啊 别忘了小弟啊 国民小王他们 刚刚回到房间 就看到了鱼尾在群里 发了几条消息 蒋星 急事打电话 不打电话的是不急 吃饭就免了 没空 鱼尾 终于有人搭理我了 大哭的表情 勤斗 小胖子 什么事 鱼尾 上面不是说了吗 晚上请你们吃饭 把下大美女带出来呗 国民小王 你想当舔狗 鱼尾 想 鱼尾 非常的想 朝思暮想的想 早特么干什么去了 我们不再摩托 鱼尾 别逗了各位大哥 可怜可怜小弟吧 勤斗 滚 鱼尾 哦 哦 华美打酒店 下午五点半左右 又来了两辆商务车 商务车刚刚停好 就有一大群人围了上去 口中一直喊着 菜玩我爱你 商务车的人走下来后 亲切的和粉丝们合了一个影 还想争信的 做了几个签名 好了 宝宝们 我要去酒店休息了 菜玩面露笑容 亲切的和支持他的粉丝们 打着招呼 菜玩是当红女星 也是心静的小花旦 流量之王 玩 我爱你 玩 我们支持你 随着菜玩开始离开 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菜玩刚刚踏入酒店大堂 就对身边的助理说道 那些凡人的粉丝 没跟过来吧 脸上还透露着不耐烦和鄙视 文儿姐 他们都被保安挡在了门外 没有跟过来 助理朝身后看了一眼说道 走吧 上楼休息 商家订的 是不是总统套房 不是总统套房 我可不住 菜玩说完从包里拿出一副墨镜带上 是总统套房 商家之前跟我说了 我们到酒店直接去前台拿房卡 文儿姐你稍微等一下 助理说完小跑着向前台过去 菜玩低着头 戴着一顶鸭舌帽 直接向高层电梯走了过去 他的助理很快就拿着房卡跑了过来 气喘喘的说道 文儿姐 房卡拿到了 下次做事麻利点 我都等得快出汗了 菜玩等了好几分钟 有些不耐烦 助理 知道了 文儿姐 随后助理连忙按了一下电梯 电梯下来后 助理先进去半个身子 把电梯门挡着 菜玩踏着高傲的步伐 走进了电梯 在电梯门将要关闭的那一刻 外面有人喊道 等等 夏琳和秦文刚好跑过来 挡住了电梯门 两人正巧赶上了 你们有完没完 还要追到这里来吗 菜玩 由于刚刚多等了一会 心情有些烦闷 现在看见有 两人进了电梯后 楼层也不按 他直接发飙了 在菜玩的心里 完全把两人当成了那种极端粉丝 秦文转过身 看了一眼菜玩 指着自己说道 你在说我们 不然这里还有别人吗 没见过像你们这么没素质的 菜玩冷哼了一声 卧槽 跟个泼妇一样 你说谁呢 秦文直接忍不住 抱了一句粗口 秦文可是魔独有名的小辣椒 岂会让别人给欺负了 没素质 小李 一会上去 打电话给酒店的经理 什么人都放进来 菜玩看向身边的助理说道 文姐 算了 李他干嘛 我们回房洗个澡 就要下去吃饭了 夏琳拉拉拉秦文说道 其实夏琳也有些不爽 莫名其妙的 被人骂没素质 哟 还吹上了 你们能住总统套房 菜玩听后 讥笑了一声 他见夏琳和秦文 穿得普普通通 衣服连logo都没有 不知道的 还以为在淘气宝特价版 买的一百块三件呢 你他妈脑子有病吧 你当自己是谁了 秦文骂道 我是谁 你们难道不清楚吗 你不是要拍照吗 让你们拍 菜玩说完 把墨镜取了下来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个戏子 别自以为是 你还入不了我的眼 秦文冷哼一声 什么当红明星 在他面前就是个屁 他好歹也是顶级富二代 自己老爸 还是魔都的富士 你说谁戏子呢 菜玩怒了 他最讨厌别人叫他戏子了 人家是当红明星好不好 说你戏子都是 抬举你了 不就是会卖弄吗 秦文丝毫不给菜玩的面子 他可以不惹事 但更不怕事 国民小王在他面前 都被骂得不敢回嘴 就这货 骂自己也就算了 还把夏琳 好我看你们一会还继续嘴硬 蔡文板着脸说道 电梯到达顶楼的时候 夏琳和秦文 头也没回的走出了电梯 蔡文连忙跟了出来 喝道 想跑了吗 你说你想怎么玩吗 秦文拉着夏琳停下 转身问道 这时蔡文的秘书 拨通了酒店经理的电话 开口就说道 你们酒店怎么回事 怎么什么人都能来顶楼骚扰蔡小姐 如果你们不马上 给我们一个解释 我们马上发一条微博生投 你们的酒店 酒店经理 李小姐 你稍等 我们马上处理好 跟我向蔡小姐 说声对不起 快点 助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像蔡文这种流量明星 随便发一条微博 吐槽一下他们酒店 这对酒店名声 肯定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酒店经理不得不重视 亲自带了几个人 连忙赶了上来 蔡小姐你好 工作没做到位 很抱歉 酒店经理走上来 连身跟蔡文说抱歉 亏了你们这么好的酒店 还能让人跟到这里来 真是影响我的心情 蔡文不依不饶 秦文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要玩就陪他多玩玩 让他认识到 自己是多么的可悲 这时 酒店经理看向夏琳和秦文说道 两位抱歉 请问你们是在酒店住宿吗 酒店经理 在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 对夏琳和秦文也很客气 他们这些做服务行业的 又是五星级酒店的经理 素质这方面 还是很过硬的 不然呢 你们酒店 真是越来越差了 这种没素质的人 也让进来住店 只能拉低酒店的档次 秦文反问了一句 酒店经理尴尬的笑了笑 说道 你们双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给你们打个折 就此作罢好不好 不行 秦文和蔡文 两人一口同声道 你是参加鲨鱼平台 七周年盛典的吧 秦文看向蔡文问道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跟你有关系吗 蔡文冷着脸反问道 是就行了 你也别进房间了 明天的盛典 没你什么事了 从哪来回哪去吧 秦文丢下这句话 拉着夏琳 向自己的房间走了去 喝真不嫌脸大 蔡文冷笑了一声 差点笑出了声 蔡文差点气乐了 你让我走 我就走 这不是在搞笑吗 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他有现在的地位 还不是得利于公司的力捧 他公司后台背景 一样打得惊人 对于这些琐事 他一点也不担心 不管自己出了什么事情 公司都会帮自己去公关好 除非做出极大的丑闻 被爆了出来 公司都压不住负面舆论 那就另当别论了 再说 他也不傻 没事搞什么负面舆论 文尔姐 这两人太嚣张了 助理有些不差 回房 理这种无知的人干什么 蔡文说完 脑袋一甩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酒店经理尴尬的笑了笑 带着人走了 只要双方不吵起来就行 事后随他们怎么玩吧 那都不关自己的事了 蔡文回到房间后 给自己的老板打了个电话 声音温柔可人的说道 胡总 今天文被欺负了 被欺负了 什么意思 胡总问道 今天刚来酒店的时候 碰见两个泼妇 还骂文了 说我是戏子 只会卖弄 文听后好伤心 蔡文声音细软 一副受了极大委屈的样子 他们难道不认识你吗 哪些人你跟我说说 胡总听后有些生气 自己的人在外面受了气 他有义务帮他出头 不认识 不过说话很嚣张 还说要我滚回去 不要参加鲨鱼平台 七周年的盛典 你说气不气吗 蔡文描述了一番 不用管 谁都没办法让你走 你去鲨鱼平台参加盛典 是陈总亲自打电话给我的 明天演出完就回来 有我照着你 没人能把你怎么样 做好自己就行了 胡总给蔡文吃一颗定心丸 蔡文是他们公司的摇钱树 胡总缠蔡文的身子很久了 每次蔡文欲据还赢的 让胡总着实难受 嗯 文知道了 蔡文乖巧的点了点头 我吐了 哦哦 得到胡总的肯定后 蔡文又开心了起来 这胡总在国内还是有些能力的 至少在娱乐这个行业 也是一言九鼎的人 唯一的缺点 就是这个胡总有些好色 每次都暗示自己去现身 这点让蔡文烦不胜烦 但又不好直接拒绝 偶尔也要给胡总一些甜头 细耍男人的手段 蔡文这方面 还是能拿捏死死的 不管是谁 他都能随意掌控着主动权 不管有钱没钱 男人都逃不掉美色这一关 哼 男人 小李 放水给我泡澡 我要洗个香香 刚刚在外面出了一点汗 浑身不舒服 蔡文看向自己的助理吩咐道 好的 文儿姐 我这就去 助理应了一声 跑去放洗澡水了 秦文回到房间后 直接发一条微信给秦斗 并告诉了秦斗他们 刚刚在电梯里面遇见的事情 秦斗看见后 朝国民小王和蒋星说道 兄弟们 有事做了 都来看看 卧槽 捶他 蒋星骂道 这蔡文 我以前发过一条微博捶过他 当时就说了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耍大牌 还骂粉丝 可惜有些无脑粉 就喜欢贴上去 国民小王看见后笑了笑 他不是来参加鲨鱼平台的盛典吗 先跟马叔说一声 让他滚蛋 然后慢慢玩 秦斗笑道 嗯 结个图给我 我发给马雨晴 国民小王点了点头 两位大哥 我提个意见 我觉得我们建个群 把大家都拉进来 以后有什么事情 好商量一点 蒋星提议道 这个等回魔都再说 不急 先把这个菜丸给捶了 国民小王说道 随后国民小王 把秦斗发来的截图 直接转发给了马雨晴 马雨晴收到微信消息后 直接转告了企鹅马 企鹅马当场跳了起来 活该自己立功啊 干什么呢 一惊一乍的 蒋泉水 看向企鹅马问道 这是他的老毛病 多动政 杰克马附和了一句 给你们看看 嘿嘿 企鹅马把截图打开 给两人看了一下 这菜什么的是谁啊 这么嚣张 蒋泉水不认识菜丸 出言问道 我管他是谁 这好是落到我头上来了 企鹅马笑了笑 随后马上拨通了 陈大杰的电话 马总 陈大杰小声地说道 七周年盛典 你是不是邀请了菜丸 企鹅马问道 是啊 我亲自跟他们胡总说的 陈大杰听后一愣 莫不是马总准备换个人舔了 这菜丸的长相确实不错 结合马总最近铁人的风格 很有可能 马上让他滚蛋 任何跟他有关的合作 全部取消 我会通知总部 全面封杀他 企鹅马丝毫不拖泥带水 准备直接封杀菜丸 企鹅马的公司 也做娱乐这一块 更重要的一点 他手里掌控着强大的流量 要封杀一个菜丸跟完似的 虽然不能血藏了菜丸 但是企鹅集团这边的流量 他以后休想蹭到一点 如果胡总不识去 连他一起干了 这马总 这是为何 菜丸可是当红流量明星 而且跟我们签了合约 如果我们违约 将会赔偿很多钱 再说 再说你就滚蛋 老子说话还没用了是吧 企鹅马直接打断了 陈大杰的解释 陈大杰听后立马闭嘴 得 又挨骂了 真的是嘴贱 赔钱就赔钱呗 人家大老板都不在乎了 自己还在那里 逼逼啥玩意 马总 知道了 马上取消跟他的合作 陈大杰连忙说道 赶紧办 企鹅马说完 挂断了电话 企鹅马刚刚挂完电话 杰克马说道 我刚刚查了一下 这个菜丸 是可力娱乐公司的人 他们老总是狐狸 这人在娱乐这块 还有些地位 萧他 企鹅马露小的 我们露大的 蒋泉水起哄道 萧 必须萧 杰克马点了点头 什么可力娱乐公司 在别人看来 那是很牛逼的存在 可在杰克马和蒋泉水面前 啥也不是 都要完了 带上我一块啊 一起萧他 企鹅马急道 管他是谁呢 得罪夏林萧就完了 鲨鱼平台总部 陈大杰的办公室 他直接叫来了秘书 你马上让公关部 取消对蔡文的所有合作 还有 让他把华美打酒店的 总统套房退出来 陈大杰直接吩咐道 好的 陈总 秘书虽然好奇 但他也不敢问 多做事 少说话 这是一个合格秘书的准则 鲨鱼平台的办事效率很高 马上通知了蔡文的助理 并勒令他们 一个小时之内 把房间退出来 助理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都梦了 搞什么鬼嘛 太不要脸了吧 文儿姐 出事了 助理跑到浴室外 敲了敲门喊道 什么事情 一惊一炸的 吓我一跳 蔡文不悦道 鲨鱼平台 取消了我们所有的合作 还让我们把房间 给退出去 助理连忙说道 蔡文听后愣了一会 惊呼道 怎么可能会这样 文儿姐 是真的 你快出来吧 浴室外传来助理焦急的声音 蔡文直接裹了一条浴巾 跑了出来 看了鲨鱼平台那边 发过来的终止合作声明后 气得两只小兔子都在抖 一定跟那两个小贱人有关 蔡文骂了一句 文儿姐 现在怎么办 助理双手无措 不知道怎么办 急什么 他们违约 还要赔偿一大笔钱 不就认识鲨鱼平台的人吗 谁还没有后台了 蔡文说完 准备给胡总打电话 吐吐自己的委屈 能不觉得委屈吗 每次都是别人 依着自己的性子走 这次不一样了 突然被打脸 她觉得很不爽 自己还是个小公主 为什么都不让着自己 刚刚接通 蔡文儿开始撒娇 谁又欺负你了 胡总问道 还不是之前的那两个小贱人 鲨鱼平台 已经跟我取消合作了 还让我马上离开房间 气死了 胡总你可要为文儿做主啊 蔡文儿语气中充满了委屈 我怎么没有收到消息 我打个电话问问 你先别急 我来处理 你在房间等一会 狐狸听后 也是一阵火大 莫名其妙 把自己旗下的艺人解约 都是做大生意的人 这么儿戏 嗯嗯 等你好消息啊 蔡文儿乖巧地应道 挂完电话后 狐狸有些生气 不管这是主人公 是不是蔡文儿 这都影响到了他的脸面 随后他 直接把打了陈大杰的电话 陈大杰语气很坚硬 直接说 你们公司的这种劣质艺人 不配跟他们合作 好家伙 这一下可把狐狸气得不轻 狐狸忍住了摔手机的冲动 陈大杰这么不给自己面子 还不是背靠起额马 大家能混得风生水起 谁还没有一个后台了 狐狸还没来得及生气 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公司副总打来的电话 胡总 大事不好了 副总急到 又出什么事了 狐狸有些心烦 刚刚收到消息 企鹅集团和阿巴阿巴集团 宣布跟我们公司 取消一切业务往来 同时 一达集团也发表声明 往后跟我们公司有关的电影 一达影院拒绝放映 副总焦急地说道 狐狸听后猛了 不管是企鹅集团 还是阿巴阿巴集团 或者一达集团 他都惹不起啊 得罪这任何一家 都要被整个半死 现在三家同时出手 这一看 就是针对自己而来了 世人都知道 企鹅集团和阿巴阿巴集团 是死对头 凡是阿巴阿巴集团要踩的 企鹅集团必须出手援助 今天这事 换到自己身上 就像中了鞋似的 两家鞋手共进了 狐狸突然觉得 是自己被针对了 蔡文只是受到了无妄之灾 胡总 你在听吗 接下来怎么办 副总小声地问道 先别急 等我找人问问 狐狸说完 有些烦躁地挂了电话 狐狸挂断电话后 独自地点了一根烟抽了起来 自己没做过 有损这三家的事情啊 一根烟 被狐狸用力地抽了几口 他在手机通讯录 找出自己背后大佬的电话 拨了过去 张听 你好 有件小事 可能要麻烦你了 狐狸的声音带着馋妹 小狐啊 什么事情 张听问道 张听 是这样的 我司刚刚受到企鹅集团 阿巴阿巴集团 还有伊达集团的联合打压 这样做 完全是不正当的商业竞争行为 还请张听 帮忙主持公道 狐狸尽量把自己说得很委屈 就像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小孩 回家向父母告状 张听听后也是一愣 这三家联合打压你一个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影响他们的事 按道理说 这是不可能发生啊 张听有些狐疑 这三家公司 可是国内的领头企业 为何同事出手 打压你一个娱乐公司 张听 我向你保证 没有做任何影响他们的事情 他们这是恶意打压 狐狸连忙说道 照你这样说 他们三家确实有些过分了 只要你行得正 做得端 我帮你做主了 我会找他们谈话的 张听给了狐狸一颗定心丸 谢谢张听 狐狸连忙感激道 不必 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 没人能欺负你 张听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狐狸终于舒缓了一下心情 再次点起了一根烟 坐等好消息 可利娱乐公司成立有数十年之久 一度捧红了多名一线明星 在电影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 他们就抓准了先机 投资拍摄了几部喜剧片和青春偶像片 一度收获了不少的票房 大家都知道 喜剧片和青春偶像片的 投入成本最低 收获回报巨大 因为这类的片连五毛特效都省了 特别是青春偶像片 除了找两个流量明星 花费多了一点而已 其他的都用不了什么钱 前几年 有两部比较出名的青春偶像片 就是出自他们公司 演员都是自己公司旗下的艺人 投入一千万不到 斩获七八亿的票房 可谓是大赚特赚 狐狸躺在自家的沙发上 耐心的等着回复 他信心十足 有张廷出面 没有办不好的事情 张廷出马了 双马都要去陪着喝茶 而另一头的张廷 也没有当个狐狸交代的事情 毕竟是老朋友了 帮的小忙说两句好话也不为过 张廷的第一个电话 打给了老王 毕竟一达集团旗下影业这一块 做得比较大 大家也经常接触 喂 张廷你好 今天找我有什么好事吗 老王笑眯眯的问道 老王看到张廷的来电时 他就明白 可惜这次他谁的面子都不卖 谁不爽自己去跟理劳理论 老王啊 我们也有一段时间 没在一起吃饭了 有空过来找我吃个饭 张廷笑了笑说道 是挺久了 差不多快一年没跟张廷吃饭了 每天有空带两瓶好酒 去跟张廷唠叨唠叨 老王敷衍了一句 至于有没有空 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同在京都 谁还没一个吃饭的时间呢 那好 就怕你这个大佬总太忙 张廷听后哈哈一笑 再忙也忙不过张廷 老王说道 张廷不提今天的来意 老王绝不会提 反正他又不急 最近的老王可是有点飘 老王啊 今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 你应该猜到来意了吧 大家都是做企业的 没必要一杆子把别人打死 有什么事情 大家一同坐下吃个饭商量商量 我做东怎么样 张廷不再跟老王扯皮 开始了今天的主题 张廷 你这话我怎么听着不明白呢 老王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看你这话说的 肯定是狐狸惹你生气了 不然你不会这样说 张廷有些不悦 老王明显在故意搪塞他的话 说得这么明白了 难道一定要自己说狐狸的事情 你们罢手言和 就当给我个面子 揣摩领导的心思 不是你一贯拿手的操作吗 我就不要面子了 张廷虽然有些不悦 但也没有表露出来 毕竟现在有求余人 原来张廷说 这个事情 我刚刚没有反应过来 老王连忙自责 你看怎么样 我做东 大家一起坐下聊聊 张廷耐着性子再次问道 不去 老王拒绝得很干脆 老王 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张廷突然加重了说话的语气 张廷啊 有些事情不是你能左右的 你实在要请我吃饭 那我把李老也叫上 大家一起聊聊 老王开始装毙了 连李老这个大旗都扯了出来 李老跟他有个屁的关系 若不是因为下风的原因 他连跟李老通话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如今不同往日 要懂得造势用事 老王对于这块拿捏得死死的 自己能走到毫无违和的 把李老搬出来 让自己装个大壁 对于这装毙这方面 双马还不及老王 哪个李老 张廷没有注意老王说话的语气 反而问起李老是哪位 这也不能怪他 谁能想到李老就是那位李老呢 住在四合院的那几位 那位李老 老王说话的声音有些低沉 你说李老 张廷顿时惊呼了一声 倒吸了一口冷气 当然 老王黑黑笑道 张廷听后半天没有言语 拿在手中的电话 有些不知所措 老王跟李老搭上关系了 不可能啊 老王也没有这个实力 再说 李老还有控管这些琐事 你确定 张廷深吸了一口气 用力在平复自己内心的惊涛俱浪 张廷 你觉得我会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吗 这种玩笑 我能开吗 老王反问了张廷两句 嗯 我知道了 你忙吧 明天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张廷一改先前的语气 开始邀请老王吃饭了 再说吧 有空再联系你 老王说得模棱两可 没拒绝也没答应 此刻需要装得深沉 让张廷摸不准方向 好 等你电话 张廷长呼了一口气 此刻的他 没了一点脾气 直到挂断电话 张廷还没有回过神来 一想起自己刚刚对狐狸的保证 他有些害臊 难怪连企鹅马和杰克马 都联合了在一起 如果是那位的话 那就说得通了 不过狐狸怎么会得罪到那位头上 两人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 这个也不现实啊 张廷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他知道了一点 今天这事 自己无能为力 不但无能为力 还得马上跟狐狸撇清关系 别到时候 把自己也给连累了进去 原本躺在沙发上 正悠闲喝着红酒的狐狸 突然看见 张廷打了电话过来 他精神一震 坐直了身子 接通了电话 此事我帮不了你 该痴痴 该呵呵 以后别再联系了 张廷说完挂断了电话 狐狸拿着手机猛逼了 张廷刚刚说的话 一直在他脑海里回绕 什么叫该痴痴 该呵呵 老子要死了 狐狸接到这个电话后 整个人处于震惊的状态 自己真的完了 他什么也没做啊 一定是蔡文那件人 得罪了深不可测的人 自从他给自己打了电话后 这些事情一连串的出现了 狐狸撞入疯癫的 拨通了蔡文的电话 胡总 从电话中传了出来 以前狐狸听到蔡文 这个声音的时候 全身一片火热 而此时突然觉得 无比的恶心 甚至有些想吐 你恨不得 给老子得罪了什么人 你完了 公司都被你害死了 老子绝不会放过你 狐狸撕心裂肺的 朝电话里头吼叫着 只有这样才能抒发 自己内心不安的情绪 胡胡总怎么了 蔡文听后 有些不知所措 内心生起了一股恐惧 现在马上给老子滚回来 我在家里等着你 你若不来 生死随便 狐狸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心中怒火一片 需要在蔡文身上 好好的释放 在这之前 蔡文总是对自己 欲挙还迎的 给自己一点甜头 又不付出实际行动 若不是看他 还能为公司赚些钱 狐狸早就翻脸了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他狐狸 不装了 蔡文看着已经挂断的电话 响起了嘟嘟嘟的声音 配合着他内心跳动的波澜 这一刻 焦急 不安 惶恐的泪水 喷涌而出 哭吧 哭吧 现在哭完了 下面还得哭 夏琳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 一无所知 吃完晚饭 就拉着秦文和马雨晴 回到房间斗地主了 而杰克马 企鹅马 还有蒋泉水三人 幼狗在房间里商量着对策 他们不垂死狐狸不罢手 经过你们三家的打压 明天可力娱乐的股票 肯定跌停 一连几天都会如此 我准备着手 把可力娱乐给收购了 到时候送给林儿 可力娱乐估值百亿 经你们这么一波打压 过几天 最多市值三十亿 你们多多发狠地干 蒋泉水正愁找不到好东西 送给林儿 这一下 直接送一个公司 真是大手笔啊 能做到这样 实属舔狗街的翘楚 这好事 你别一个人懒了呀 我们出力 你坐收鱼力 你特么倒是会来世 杰克马听后骂道 自己几人奋力打压 最后 你去摘了果子 送给林儿 面子里子你都有了 大腿 也抱得更加紧了 谁特么缺这三十亿啊 就是 我们也参一份 你特么 别一人独吞了这好事 企鹅马也附和道 那行 这个事情 就别跟老王说了 我们帮他省点钱 蒋泉水点了点头 随后 还关心了老王一句 不错 老王不是缺钱吗 这个事情 就别叫上他了 杰克马说道 企鹅马听后 有些无语 老王缺个屁的钱 在自己这里坑了两波 还把大不列颠国的产业 高价卖给了杜拉比德 又坑了许家印一笔 真是狗得很 越来越会坑人了 不过这种丢脸的事情 企鹅马肯定不会主动说出来 对对对 大家都是朋友 不让他出钱了 企鹅马连忙点头 杰克马转头看了一眼企鹅马 那眼神好像在说 谁是你朋友了 那就这么定下了 我们一起把可力娱乐给收够了 不过 狐狸跟张听关系不错 让小龙打个招呼下点猛药才行 蒋泉水一锤定音 说干就干 谁是小龙 杰克马和企鹅马同时问道 龙傲天啊 他不是小龙是谁 蒋泉水面露疑惑 哪里还有其他的小龙不成 杰克马 企鹅马 那你去跟他说吧 企鹅马说道 我干嘛要亲自去跟他说 多掉面子 我找来他的电话就行了 蒋泉水说完 从刘富省那里 要来的龙傲天的电话 直接拨打了过去 谁 龙傲天冰冷的声音 从电话中传了出来 小龙啊 我是蒋泉水 蒋泉水很是自然的喊道 你是不是想死 龙傲天忍住要暴走的冲动 质问道 小龙先别急 听我说 有关铃的 你不愿意听就算了 蒋泉水丝毫不慌张 果然 一听到铃的事情 龙傲天语气突然变好了 说道 哦 这样啊 那你快说 可力娱乐的老总得罪了铃 他跟张廷关系不错 你去提醒一下 这事做好了 我在铃面前 美言你几句 蒋泉水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点名了来意 好 龙傲天应了一声 便挂断了电话 这小龙一点也不礼貌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蒋泉水摇了摇头 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杰克马和企鹅马 简直看呆了 神人啊 龙傲天也不墨迹 刚刚挂完电话 马上找到了张廷的电话拨了过去 对于师姑的事情 他必须亲力亲为 办得妥妥当当的 那头的张廷刚刚睡下 被私人电话给吵醒了 他有点想骂娘的冲动 看着陌生的来电 他直接给按掉了 随后电话再次响起 就跟催魂一般 张廷不耐烦地接通电话说道 谁啊 我 龙傲天 就这短短四个字 张廷瞬间没了睡意 一股恐慌从心底升起 这人的电话形同催命符 龙组长 有什么指示 张廷连忙地爬了起来 态度极其恭敬 狐狸得罪了我长辈 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就这么简单 龙傲天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丝毫不拖泥带水 潇洒的一臂 龙傲天是潇洒了 张廷可是差点要了老命 他恨不得马上飞到狐狸身边 狠狠地扇他耳光 连这个催命鬼都打电话来了 可想事情有多么的恶劣 这一夜张廷梦中老是惊醒 梦里都是龙傲天 同样狐狸和蔡文也是一夜未眠 具体干什么去了 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天 鲨鱼平台的七周年盛典如期举行 夏丰等人早早地到了总部 企鹅马昂首挺胸 很是得意 终于到自己的地盘了 姐妹们 集合了 留下你们高贵的足迹 汉城鲨鱼平台总部 下午三点左右 企鹅马就带着大家提前来到了总部 别的不说 企鹅马只想装波币 晚上的盛典在汉城体育馆举行 这个体育馆可以容纳十几万人 而舞台的右上方的二楼 还是一些单独的房间 跟九楼的豪华包厢一个道理 这次鲨鱼平台的庆典 可是花了大价钱 请了国内众多的知名明星部说 还把盛典的地点选在了汉城体育馆 陈大杰知道 企鹅马下午就会过来 他早早地在总部楼下等候了 见到一对劳丝劳丝车队开了过来 陈大杰不用想都能猜到是企鹅马来了 马总果然给力 鲨鱼平台七周年盛典 还弄出这么大的架势 看来马总最近的重心转到了直播行业 这也是对自己能力的认可 陈大杰小跑的来到前车 车刚刚一停稳 陈大杰跑过去 想帮企鹅马开门 按正常的流程走 企鹅马肯定是坐在头车的 陈大杰伸出去的手 没处碰到门把手 突然被一股大力给推开了 陈大杰差点摔个裂减 一抬头便看见一个大汉 一脸怒容地看向他 不过这大汉 脸色变得比翻书还快 刚刚还是一脸怒容 在开门的那一刹那 突然变得和蔼可亲 一副笑容可拘的模样 人才啊 陈大杰在心中感叹了一声 还没等陈大杰反应过来 他发现身后闪过一阵风 另一边的车门 被一个带着眼镜的斯文男打开了 陈大杰定眼一看 这不是马总吗 卧槽 陈大杰在内心惊呼了一声 差点没喊出来 而紧跟其后的一个老外 看着企鹅马 抢先了自己一步 骂了一句 他自己能听见的声音 马屁惊 陈大杰愣住了 三观尽悔 看着企鹅马那舔狗般笑容 他一时回不过神 率先下车的是夏丰 他一身长袍和一头长发 看起来非常的飘逸 陈大杰看在眼里 疑惑在心里 这没有半瓶飘柔 根本洗不到这种程度 而车辆的另一边 陈大杰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了 他们平台的主玻璃 企鹅马跪舔的对象 夏少 这边请 上楼看看 我这个小地方 企鹅马绕过车辆 走到夏丰身边恭敬地说道 这位置看起来还不错 走吧 夏丰说了一句 带着夏临往里面走去 一干大佬 纷纷跟在后头 杰克马 蒋泉水 还有国民小王 陈大杰再次愣住了 其他人还好 这个杰克马 怎么也过来凑热闹 难道是黄鼠狼给击拜年 还处在那里干什么 你是不是最近脑子有病 企鹅马回头 看见陈大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企鹅马回头走过来 指着陈大杰骂道 啊 哦 陈大杰被企鹅马给骂了一句 连忙跟了上去 他不敢问 也不敢多说 老老实实 像个小杀笔似的 跟在众人后头 从现在开始 好像没有他什么事了 企鹅马带着大家 直接去了三楼接待层 接待层 早就准备好了茶水点心 林儿 你就是这个平台 做那个什么直播吗 夏丰坐在沙发上 看着夏临问道 嗯嗯 我也算马叔叔的员工 我在他们平台直播了两年 夏临点了点头印道 林儿 什么员工不员工的 这话说的 这不是打你马叔的脸吗 这都是自己家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企鹅马连连白手 他哪里敢说 夏临是他的员工 往后鲨鱼平台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了配合夏临开心就行 林儿 要不要去公司其他地方参观参观 我亲自带你去 企鹅马随后继续说道 好呀 夏临有些兴趣 毕竟自己在鲨鱼平台直播了两年 总对公司充满了幻想 来 这边 小心脚下的阶梯 企鹅马带着夏临 向办公区域走去 陈大杰跟在一旁有些无语 舔得太过分了一些 他到现在还没有想通 为何企鹅马如此去舔夏临 难道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林儿 走累了吧 喝口水 杰克马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瓶水 递给了夏临 谢谢马叔叔 夏临接过水到了一句谢 嗯 杰克马也来舔 陈大杰瞪大了难以置信的双眼 他还以为 杰克马是马总邀请过来的呢 如此看来不是这么个情况 老马 这样做 有些过分了吧 你在我的地盘 抢我的事情干什么 企鹅马拉着杰克马小声的说道 什么叫抢 你没看见 林儿很久没喝水了吗 你这么点眼力近都没有 杰克马不以为意 说完向前追上了夏临 没用的东西 不知道察言观色吗 企鹅马背对的有些无语 转头看向陈大杰骂了一句 陈大杰 今天晚上 有哪些节目安排 给林儿安排了什么 企鹅马见陈大杰 有点无语的样子 看起来好像有些可怜 企鹅马心头一软 还没安排 就是不知道 林儿会哪些才艺 夏临是临时邀请的 还没有做好安排 准备今天夏临过来 后跟他商量一下 哪知道都进不了身 一群大佬围着夏临 陈大杰倒是想说 也没机会啊 行 我去找林儿商量一下 企鹅马点了点头硬道 至于夏临有什么才 一企鹅马也不知道 他只是知道 夏临是个游戏主播 这庆典晚会 总不能来打把游戏吧 关键游戏也猜啊 不知道其他游戏主播 是怎么安排的 林儿 今晚的庆典晚会 你准备表演一个什么节目 企鹅马快步走上前问道 啊 还要表演节目的吗 夏临听后愣住了 自己没啥才艺啊 除了直播间打游戏吹水以外 哪里有什么才艺 现在企鹅马问自己 表演什么才艺 夏临不猛才怪 夏临平常只在直播间吹吹水 这样正式的上台 还是第一次 内心有些胆怯 对啊 林儿你最擅长什么 不要担心 我会帮你安排好 企鹅马看得出来 夏临有些心虚的样子 出言安慰道 这个也能理解 在校的时候 上个讲台都慌张的人 突然面对这么大的舞台 心里不慌张 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好 啥也不会啊 自己小学 参加全校舞蹈比赛 拿了第三名算不算 企鹅马见夏临 吱吱呜呜的回答不上来 便细心的问道 比如唱歌呀 跳舞啊 随便糊弄一下 就能过关 到时候 我给你安排几个陪衬 唱歌 唱歌不行的 夏临倒是在直播间 唱了一次歌 自从那次后 掉了几万粉丝 夏临再也不敢唱歌了 不过 跳舞还是可以选 毕竟有一点点的功底 马叔 你看跳舞行吗 夏临确定了 自己要表演的方向 跳舞好 你在舞台上 随意跳跳就行了 到时候 我会让人给你打配合的 企鹅马听后 点了点头 随后看下陈大杰 继续说道 这次盛典 邀请了哪些明星过来 一线明星有十几个 按住拉北鼻 关小小 迪丽艾巴 欧阳辣辣 金小辰 杨阳 王小凯 等等 陈大杰一连说了 十几个当红男女明星 企鹅马听后也不懂 这些人明多少听过几次 但是他们有啥才艺 企鹅马却不知了 你选两个人出来 给林儿配舞 企鹅马不懂这些 只能把这个事情 交给陈大杰 马叔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企鹅马这么一说 夏临更加的有压力了 这些人都是自己的偶像 来给自己配舞 没事 你跳你的 他们跳他们的 有任何瑕疵 都是他们的问题 企鹅马连忙安慰道 夏临 配舞的话 就让暗珠拉北鼻和金小辰来吧 还可以加上一个欧阳辣辣 在一旁弹钢琴 这样 舞台效果就拉上来了 陈大杰把自己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 行 这个事情 交给你来安排 一会去体育馆的时候 我亲自去跟他们说 企鹅马点了点头 企鹅马把这个事情敲定后 决定早点去体育馆 让人专门给夏临他们 编排一套舞蹈 到时候 可以在后台多彩排一下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也可以配合林儿表演 我来唱歌 杰克马在一旁听了半天 感觉没有自己什么事 他主动请应说道 你来唱歌 企鹅马故作夸张的表情 声音拉长了一些 惊讶地问道 是啊 你没看见我们集团搞晚会的时候 我都是主唱吗 杰克马一脸自信 少特么来了 你想破坏整个晚会 你就直说 企鹅马直接拒绝了 杰克马的提议 我从你的话中 感觉到你 看不起我唱歌 杰克马看着要走的企鹅马 把感觉去掉 我就是看不起你唱歌 你想登台 门都没有 企鹅马说道 曹你特么还看不起我了 我看你们集团搞年会的时候 你板着一副死人脸跳的那尬舞 我差点吐了 你这妖妞 必你有本事 晚上过去衬托一下林儿 我亲自为你喝彩 杰克马听后 一脸不爽的比一道 脑海中想起 企鹅马在年会上面跳的那个舞 全场面无表情 左手插腰 右手做着摇摆的动作 杰克马一阵反胃 可以去搜索下看看 嘎到你笑得肚子痛 企鹅马 被杰克马拆了牢底 他无从反驳 确实很嘎 这不是自己的长相啊 这玩意跳得再好 也没人充值 怎么样 我刚刚的提议有没有考虑 你也去办舞 我去办唱如何 杰克马见企鹅马不说 突然灵光一闪 忽悠企鹅马上台丢丢人 滚 企鹅马甩开了杰克马 直接开溜了 跳舞是不可能去跳的 打死也不去 小马 考虑一下 杰克马连忙追了上去喊道 由于夏琳要排舞的原因 大家提前吃了晚饭 就早早地去了体育馆 到体育馆的时候 晚上参演的明星 基本都来了 因为大家需要彩排 这可是现场直播 不排练会很容易出错 企鹅马就吩咐陈大杰 去把暗竹拉北比 金小辰和欧阳拉拉叫过来 准备跟他们三人 商量一下 晚上配舞的事情 至于他们会不会同意 在企鹅马看来 这可由不得他们 又不是很过分的要求 陈总 叫我们是有什么事情交代吗 金小辰性格比较开朗 几人走在路上的时候 金小辰开口问道 准备让你们三人 晚上衬托一个人 暗竹拉北比和金小辰配舞 欧阳拉拉你就弹钢琴 陈总监金小辰问道 也没必要去隐瞒 谁啊 需要怎么配合 暗竹拉北比号齐心大气 让他们一起去做配舞的人 绝对是位老艺术家 到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陈大杰没有说是夏琳 毕竟他也不知道 夏琳到底是什么身份 至于主播这身份 很明显就是掩饰 这一点 陈大杰还是能看出来 陈大杰带着三人 到了二楼的一处房间内 房间里面坐着十几人 突然一进门 让三女吓了一跳 还以为陈大杰要心怀不轨呢 直到他们 看见了企鹅马 杰克马 国民小王等人 他们的眼神 从惊讶到震惊 马总 他们来了 陈大杰走过去 小声说道 企鹅马听后站了起来 朝三女走了过去 马总好 三人一口同声喊道 企鹅马点了点头 见三人有些拘束 笑着说道 不要紧张 晚上需要麻烦你们做个配舞 好 没问题 三人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 企鹅马亲自跟他们说的 不管给谁配舞 他们都没有任何意见 流量明星 在资本家面前 啥也不是 混他们这行的 太明白这个道理了 李儿 企鹅马听后 朝夏琳招了招手 夏琳走过来喊道 马说 这位是灵儿 今天晚上最重要的主角 你们负责配合她的演出 一会让舞蹈团队 给你们排一个舞 企鹅马介绍着夏琳 三人都笑着 向夏琳打了个招呼 彼此算是认识了 几人互相熟悉了一番 企鹅马就让他们先出去了 直到走出房间 三人还是有些震撼 马说 刚刚马老师说 你晚上也要陪灵上台跳舞 真没想到 马叔你还会跳舞啊 夏丰看着走过来的企鹅马 笑着说道 嗯 什么情况 企鹅马一脸猛逼 自己什么时候说过 要跟夏琳一同上台跳舞了 我特么的 企鹅马看着夏丰那鼓励的表情 他简直无语了 该怎么办 拒绝还是不拒绝 拒绝的话 是不是显得太做了 小马 加油 我上台给你献唱 夏少非常满意我们这个组合 在企鹅马犹豫之际 再次迎来了杰克马的暴击 不是这样的啊 跳舞真不行啊 企鹅马看着杰克马那得意的表情 恨不得现在让他马上滚蛋 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自己都没有邀请他 还厚着脸皮 跟过来干什么 从没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鬼话连骗 他说的话 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 被杰克马这么一说 这不去都不行了呀 嘿嘿 既然夏少有兴趣 我就上去献献丑 企鹅马说完 看了一眼杰克马 这次真是表面笑嘻嘻 心里马卖劈了 好呀 有两位叔叔 在场我就不用那么害怕了 夏琳一锤定音 这下没跑了 好 那就选手情歌 这样才能配合铃儿的舞蹈 企鹅马先声夺人 既然要去跳舞了 也要坑坑杰克马 他知道杰克马喜欢唱歌 还是那些有爆发力的歌 比如摇滚歌曲什么的 他现在就要整首情歌 让杰克马唱唱 老子不好过 你休想好过 杰克马听后一脸笑意 好像很无所谓的样子 嗯 企鹅马疑惑了 这么自信的吗 还是你在装 那就去排练吧 杰克马笑着说道 嗯 好 夏琳点了点头 铃儿加油 国民小王等人 纷纷给铃儿加油打气 一行人直接去了 后台排练的地方 此刻舞台上面 有很多人在排练 一些明星或者网红 都在后台休息 突然进来一群人 还是企鹅马等人 大家都看傻了眼 陈大杰 过来一下 企鹅马看着不远处的 陈大杰招了招手 马总 有什么吩咐 陈大杰小跑了过来 排舞的事情 安排得怎么样了 企鹅马问道 都安排好了 就等铃儿过来了 陈大杰老实交代 企鹅马听后 轻咳了一声 小声的说道 把我也加进去 陈大杰听后一愣 什么意思 马总你也上台跳舞 陈大杰听后 声音突然增大 简直不敢信 这特么不是破坏场面吗 你什么意思 企鹅马听后质问道 杰克马质疑自己 也就算了 你也来质疑我 小陈啊 就按照你们马总的吩咐去做 他也要上台 给铃儿配舞 顺便帮我也选一首歌 配合一下舞蹈 我来唱歌 杰克马不知道何时走了过来 哈哈笑道 陈大杰憋住内心的笑意 木讷的点了点头 这些大佬们的操作 他真的看不懂 好 我这就去 陈大杰说完 逃一般的走开了 小马 别板着一张脸 笑一笑 一会这样子 怎么上台 杰克马一脸笑意的 看向企鹅马 别跟我说话 我现在看着 你都觉得反胃 企鹅马说完就走开了 杰克马摸了摸鼻子 无所谓 随后 杰克马走到一旁的角落 拨通了集团张总的电话 马总 你什么时候回来 张总语气中有些想念 不急 公司的事情交给你我放心 我现在安排你一个任务 杰克马说道 马总 你说 张总语气开始正色了起来 不知道 马总又要出什么大手笔了 一会让人关注一下 鲨鱼平台的直播 特别是我和企鹅马 上台的那部分 把企鹅马跳舞的片段抓取出来 杰克马准备直接先抓取了企鹅马的镜头 免得这货事后给处理了 到时候放在公司 让大伙欣赏欣赏 张总听后 一脸猛逼 大叫道 马总 你怎么去给他住阵了 你别管 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杰克马不想多做解释 再说 自己做舔狗这事 也没法解释 他们怎么懂得下风的牛逼 好的 马总 张总不宜有他 马总说什么就是什么 打完电话后的杰克马 心满意足的走向了大家排练的地方 马总也要上台 按住拉北鼻张大了小嘴 满脸吃惊的看着陈大杰 不是说好 就给夏琳配舞吗 现在马总上台 他们倍感压力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马总精心发挥吧 陈大杰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太有压力了 金小辰感叹了一声 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你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 还有杰克马 也要一起上台 帮忙献唱 陈大杰再次爆出了一棒重要消息 按住拉北鼻 金小辰 欧阳辣辣还好 反正不管是谁 他只需要安静的弹当琴就行了 不要有压力 正常发挥就好 虽然说 你们带个菜鸟 确实有事协调 这也不能怪你们 杰克马走过来安慰了一声 马总 几人纷纷向杰克马打了个招呼 我的哥选好了没有 杰克马朝几人点了点头 随后 看向陈大杰问道 选好了 一手老哥 宁静的夏天 陈大杰说道 嗯 不错 我去录音棚试试个 杰克马说完 朝录音棚走了过去 看着已经走远的杰克马 金小臣附在欧阳拉拉的耳边说道 马爸爸好可爱啊 嗯嗯 我也觉得 欧阳拉拉点了点头 杰克马刚刚走到录音棚 看着正在普曲的老师说道 把歌曲改了 改成怒放的生命 这首歌配合舞蹈 才有爆发力 普曲老师转过头 看了一眼杰克马 小声的说道 马总 这陈总说 安排了宁静的夏天这首歌 听他的干什么 我刚刚从他那边来 你看我像唱这种小清晰的人吗 先不要跟舞蹈老师说 歌曲改了 杰克马眼睛一瞪 气势十足 普曲老师听后 连忙点了点头 不敢吭声 你是大佬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马老师是一位被企业耽误的摇滚歌手 马老师 等我彻底卸任阿巴阿巴集团之时 便是我血洗歌坛之日 二合一的张杰 鲨鱼平台的盛典 在紧锣密鼓的准备着 大家各忙各的事情 双马参加盛典的事情 几乎没人知道 虽然有人看见过 他们出现在后台 但不知道他们也上台表演 晚上七点 盛典准备开始 鲨鱼官方直播间 玩大地 终于等到这一刻 魏连守护 诈天帮 徐缺 老子说到做到 诈天帮集合了 魏连霸平 诈天帮领主 张雨萌 报道来了 今天满屏都是诈天帮 诈天帮到圣吴 魏连霸平 诈天帮野良神 魏连霸平 诈天帮 黑起 守护 走起 刀腾麒 虽然我不是诈天帮 但我一直守护着铃赛达尔 什么情况 这不是官方直播吗 怎么都是铃的粉丝 爱搜粉给吧 就是 我就冲着我的女神 半珠拉北鼻来的 什么铃的 一个网红 有什么好看的 我是超级无敌小可爱 就是 在明星面前 网红一无是处 上不了台面 能同台都是他们的荣幸 叶黄 谁他妈家里的狗跑出来了 不要我就打死了 酒场 葡萄酒 不好意思 是我家里的 我这就打死给大家做下酒菜 但咖啡 你又不是二郎神 六狗为啥不牵绳 酒场 葡萄酒 大哥 我错了 下不为例 刀腾麒麟 那个什么无敌小可爱 别的小妹妹 都是窝在老公怀里 银银银 老公台风好大好可怕 而你却是趴在窗户上 嗷嗷嗷 这台风真特么的大 楚巅峰 笑儿 鲨鱼平台的官方直播 刚刚开启 夏琳的粉丝们 就给夏琳拉了一波仇恨值 主持人男 尊敬的各位嘉宾们 亲爱的女士们 人见人爱的姑娘们 以及现场的各位小朋友们 晚上好 我是本次的主持人冯盛杰 主持人女 欢迎来到鲨鱼直播平台 七周年盛典 今晚群星闪耀 激情四射 我在这里 向直播间的观众们问好 我是本次主持人刘希 男女 大家晚上好 刘希 今天晚上十点 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劲爆的惊喜哦 直播间的朋友们 请不要走开 冯盛杰 下面 请欣赏迪丽艾巴 给大家带来的舞蹈表演 滴滴巴巴 你们不懂 我改 你们说了算 改成迪丽艾巴了 给我加艾巴 取个好听的名字 迪丽艾巴第一个出场 这份力度够大的 不管是现场的观众 还是手机前的观众 一致喝彩 主持人刘希说的 这个劲爆惊喜是啥 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也是上台前 听导演吩咐这样说的 完颜的表演名单 她早就看了 并没有发现 有什么劲爆的地方 估计是故意给弄一个噱头 让大家耐心的看到最后吧 随着迪丽艾巴的出场 观众们一致喝彩 气氛空前的高涨 而后台的企鹅马 在艰难的跳着舞蹈 不管怎么跳 企鹅马的舞蹈 给人看起来 一副全身僵硬的样子 企鹅马简直想死 按住拉北鼻 憋住笑意 牙齿都咬酸了 实在不忍直视 太出戏了 小马 练得怎么样了 杰克马唱了两次就过来了 他需要过来监督一下 企鹅马的进程 顺便防止他们练舞的时候放歌 怒放的生命这首歌 他唱了八百遍了 熟得很 扑 按住拉北鼻 看见企鹅马那便秘的表情 实在忍不住了 笑出了声 小陈 你挠我痒痒干嘛 按住拉北鼻 连忙给自己找了一个好的借口 这不是让你放松一下吗 再来挠挠 这两人不愧是演戏的 金小陈也是很配合的 再次挠了几下 金小陈倒是能理解 按住拉北鼻的心情 其实他也有些忍不住 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一般时候不会笑场 除非实在忍不住 你走不走 你不走我不跳了 企鹅马含着脸 看向杰克马说道 行 我走 杰克马连忙认怂 他过来 主要是看看他们有没有放歌练舞而已 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赶紧撤了 林儿 喝口水休息一下 国民小王拿了一瓶过去 递给了夏琳 嗯 谢谢王少 夏琳接过水 打开喝了小半瓶 王少 好久不见 按住拉北鼻 朝国民小王挥了挥手 嘿嘿 好久不见 国民小王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 接住夏琳喝过的水下去了 按住拉北鼻 和金小臣见国民小王过来递水 已经见怪不怪了 连双马大佬都来陪衬的人 他的地位已经超出了想象 马总 现在开始吗 舞蹈老师跑过来小声地问道 我问问林儿 企鹅马含着脸说完 走到夏琳身边 温柔地问道 林儿 累不累 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不累 马叔叔 你累了吗 夏琳摇了摇头 不累 一点也不累 那就继续 企鹅马摇了摇头 随后让舞蹈老师继续开始 杰克马躲在一旁 看着台上企鹅马那 机械般的动作 双手跟扭动的身子 一点也不协调 他憋住笑意点了点头 满意地离开了 鲨鱼平台官方直播间 爱吃红油辣椒的赵武 我家林儿呢 汤姆觉得很赞 对啊 我家林儿呢 这都马上十点了 还没出来 小水眠 主持人前面不是说了 十点会有一个劲爆的惊喜 林儿就是我们的惊喜 爱了爱了 达官贵人 别笑死人了 暗珠拉北鼻都没出场的 要有惊喜 也是暗珠拉北鼻 林儿算什么玩意 诈天帮 徐缺 老子四十米的大刀 已经斩杀贼人 请拖走 诈天帮照得住 已拖走 还狠狠地踩了两脚 刘希 今晚的盛典接近了尾声 下面将是今晚的重要嘉宾登场 他们会是谁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下面有请今晚的特约嘉宾出场 出场音乐 BGM响了起来 舞台上的灯光突然聚集了 率先登场的是杰克马 他一身杰克装 胸前背着一把吉他 用来装病 其实他也不会弹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杰克马 啊 哦 现场观众们 一阵阵的欢呼声 主持人傻眼了 现场的观众们傻眼了 直播间的粉丝们都傻眼了 杰克马的出场 让现场和手机前的观众们惊呆了 杰克马怎么变身音乐人 过来鲨鱼平台参加盛典了 鲨鱼平台有这个实力 鲨鱼平台不是企鹅集团旗下的吗 要来也是企鹅马呀 鲨鱼平台官方直播间 艾斯德斯 我尼玛 什么情况 感觉这是在看阿巴阿巴集团的年会啊 当初马爸爸就是穿的这身杰克装 哭毙了 爱吃红油辣椒的赵武 不是说十点有惊爆的消息吗 鲨儿呢 大哭的表情 诈天帮 徐缺 为什么不是鲨儿 原来这个惊喜 给了马爸爸 有钱真好 诈天帮照得住 哎 终究是鲨儿败给了马爸爸 快给我二个人 什么 GB鲨鲨的 能跟马爸爸比吗 快三色温等 就是 特么的鲨鱼直播都快成铃儿的直播了 看着你们这群人 真恶心 酒厂 葡萄酒 一群杀笔 吃老子三道 随着杰克马的出场 场面火爆至极 现场的观众们都站了起来 为杰克马喝彩 杰克马带着他那副自信的笑容 朝大家挥了挥手 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后台又上来了四个人 企鹅马 安竹拉北比 金小辰 和欧阳辣辣 卧槽 企鹅马也来了 只不过 企鹅马腰间记着的小天鹅粉色红绸裙 是什么鬼 这不是小天鹅 是小海豚啊 还我小天鹅 而对比一下 按住拉北比和金小辰 两人腰间的粉色红绸裙 突然感觉到企鹅马莫名的有息感 这次企鹅马等人的出场 没有呐喊声 而是被震住了 被企鹅马的这个出场方式给震住了 整个鲨鱼平台官方直播间一路飘起了 粉色肥企鹅这五个大字 最后是夏琳出场 一身白裙 发发高高的盘起 看他折欠腰以微步 成浩万鱼青纱 谋寒春水轻波流畔 头上玉簪 鞋叉碧玉龙凤钗 香蕉玉嫩绣叶燕笔花椒 只如薛聪根口如寒朱丹 一平一笑 动人心魄 简要概括 简直美翻了 国民小王等人在二楼看着夏琳出场 确实被惊艳到了 这一身白裙 配合今天晚上的灯光和妆容 简直太美了 夏峰笑了笑 随手轻轻一挥 舞台上开始飘落着雪花 小王和龙傲天三人 其他人呆住了 明知道夏峰很牛逼的情况下 也被惊得张大了嘴 挖后面的那个美女是谁 太美了吧 舞台上飘舞的雪花 太配合了 突然觉得 我的女神暗珠拉北毕不香了 那人是谁啊 妈呀 你们看雪花是真的 掉落在舞台上画了 这剧组真舍得花钱 你他们是不是脑子有病 两个马爸爸都在上面 是差钱的人 现场的观众议论纷纷 更多的是兴奋 如此大的盛宴 被他们在现场所看见 真是不枉此行 鲨鱼平台直播间也炸开了锅 被铃儿的粉丝基本罢评 炸天帮 徐缺 先前说铃儿坏话的人 赶紧出来零死 叶黄 铃儿太美了 这现场看到的比直播间美上一万倍 酒厂 葡萄酒 我服了 双马助阵 淡咖啡 难怪说晚上十点有惊喜 这个惊喜确实够大 酒厂 葡萄酒 我已经被镇住了 我是不是在做梦 谁尿黄 自以下我 让我醒醒 玩大地 没见过有这样要求的人 但我还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炸天帮到圣吴 大哥牛变 火 炸天帮也良神 爱可惜不在现场 错过这举世盛宴 刀腾麒麟 我一个女孩子都慕了 大爱 爱心的表情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谁不用介绍了吧 杰克马率先拿起话筒喊道 不用啊 现场一阵回答道 接下有我现场和马总的配舞 给我们的小天使保驾护航 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小天使 杰克马并没有点名下铃 毕竟今日一出 必将火爆全网 能不说名字 就不说名字 事后有人发现是夏琳也没用 到时候 他们出手把这些消息 全部给屏蔽了 毕竟夏琳曾经说过 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做个主播 杰克马这一块 还是考虑得很周到 哗啦啦 现场的掌声如潮 随着音乐的响起 表演开始 嗯 这不是宁静的夏天 企鹅马猛逼了 谁TM放错了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 我想超越这平凡的奢望 随着杰克马的畅响 身后企鹅马 只能硬着头皮 跟着大家一起跳舞 夏琳 暗布拉北鼻 金小辰的舞蹈优美 自然不用说了 而恰恰动作一点都不和谐的 企鹅马成了全场的焦点 只见企鹅马跟着扭胯的身子 像个丑小鸭 混进了天鹅群 看起来非常的别扭 就好像呢 脚屎棍一般 清晰地可以脱俗 现场的观众 和手机前的观众们 傻眼了 深深为企鹅马 如此放下面子的付出 感到佩服 果然是大佬 行事的风格都不一样 再次刷新了大家 对企鹅马的认知 谁TM以后说 企鹅马不会跳舞 老子就要跪着打死他 企鹅马 看见在前方 又唱又跳的杰克马 他恨不得把自己眼镜取下来 砸向他的后脑勺 太TM气人了 在自己的地盘 一次又一次地 被杰克马给耍了 企鹅马面无表情地 扭动着机械般的身躯 眼神一直盯着杰克马 不曾移开 若是眼神能杀人 杰克马现在骑马 被鞭视八百次了 杰克马这首 怒放的生命 唱了他自己的心声 再结合他那 历经沧桑的嗓音 还真别有一番风味 仔细一听 还真不错 这个时候 你们需要打开播放器 搜索马爸爸唱的这首 怒放的生命了 据说皮酷王子 还特地为马爸爸点赞 丝毫不敢提侵权的事情 二合一的章节 盛典最后 以杰克马和企鹅马等人的表演 结束收场 直到回到舞台后方 企鹅马第一个受不了 刚刚回到后台 企鹅马大喊了一声 陈大杰 马总 陈大杰连忙跑了过来 他知道 企鹅马要跟他说换歌曲的事情了 可是他自己也不知情啊 你他妈选的什么歌 谁让你选这首歌了 企鹅马指着陈大杰骂道 把怒气都撒在了他的身上 马总我错了 陈大杰连解释都不敢 连忙认怂 小马 别怪陈总啊 他也不知道 我临时改大 唱得不错吧 杰克马走过来 笑着说道 见人 企鹅马直接朝杰克马骂道 什么面子都不重要了 自己在台上脸丢的还不够大吗 在自己的地盘 还让杰克马给戏耍了 好气哦 杰克马笑了笑无所谓 反正自己爽了 马总 我们先走了 安布拉北比几人走了过来 向企鹅马说道 他们在这里融入不了大家 感觉跟透明人似的 很受打击 别 你们别走呀 明天中午请你们吃饭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夏琳见暗珠拉北比几人准备走 走过来邀请道 凌儿 你跳得很好 我们也是 做个点缀而已 暗珠拉北比看得出来 凌儿才是最重要的主角 毕竟双马都在围绕着他在转 这时夏丰等人走了下来 看向几人笑道 都不错 凌儿表现得很好 夏丰一来 企鹅马瞬间换了一副脸蛋 讨好的走向夏丰笑着说道 夏少 年纪大了 给凌儿拖后腿了 马叔叔 你跳得很好呀 哥 我今天跳得可开心了 夏临走到夏丰身边兴奋地说道 大家都挺努力 晚上都有奖励 辛苦了 夏丰笑着说道 夏丰一说到奖励 所有人精神一震 纷纷期待 这个奖励是什么 而暗珠拉北比几人看着夏丰 一脸的好奇 这个年轻男子 才是真正的背后大佬 企鹅马他们虽然很宠爱夏临 但是面对夏丰的时候 他们能感觉到 那种发自内心的尊敬 这种尊敬是装不出来的 他们都是戏精出身 这点 还是能够感受到 王少 李儿刚刚邀请我们明天中午吃饭 可是我们明天下午都有安排了 这可怎么办 暗珠拉北比 把国民小王拉到一旁说道 他跟国民小王早就认识了 还一起参加了节目 两人私下里经常互动 还挺熟的 所有的安排全部推了 留下来 只会让你们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国民小王小声地朝三人说道 这不是怕公司那边有意见吗 金小辰插了一嘴 都别去管 有意见 就把马叔叔的照片发过去 就说跟他们在一起 走不开 国民小王出了一个鬼主意 可以吗 只要你们跟林儿在一起 没人能把你们怎么样 这可是你们的一次机会 一般人根本触摸不到这个层次 在国民小王眼里 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明星 也只是普通人而已 好 几人对国民小王的话 深信不疑 这里结束后 夏琳特地加上了 暗珠拉北比几人的微信 还跟他们约好了 明天中午请他们吃饭 回到酒店后 夏丰召集所有人 在一个房间内 我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也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 感谢你们这么久 陪在我和林儿身边 给大家带来了快乐 从今天开始 你们得到了我的认可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每人都有一份奖励 夏丰说完 桌上瞬间出现十一盒丹药 就跟变戏法似的 大家都知道这是神仙手段 他们凭住呼吸 不敢喘气 喉咙咽口水的动作 出卖了他们此刻激动的心情 特别是国民小王最清楚 这是什么东西了 大家一人一份都分了吧 这东西对你们而言有大用 夏丰指着桌上的丹药说道 谢谢夏少 每个人排好队 一人拿了一份 好了 不早了 都回房休息吧 夏丰朝众人摆了摆手 示意大家不必客气 好 夏少你也早点休息 众人点头道 大家刚刚出房间 杰克马有些不明白 这是什么东西 拉着蒋泉水问道 夏少给我们的这个是什么 没什么 一颗醒酒药 你给我吧 蒋泉水说完 伸手去抢杰克马手中的丹药 滚 你当我杀笔呢 杰克马打开了蒋泉水的手 骂道 夏丰刚刚都说了 这东西对他们有大用 夏丰给的东西 岂会是醒酒药 真当老子喝醉了 马叔说 这是神药 能够起死回生 国民小王看着杰克马手中的丹药 说了一句 杰克马听后 瞬间愣在当场 死死地握紧手中的丹药 京都的某个高档小区 狐狸脸色阴沉地 坐在沙发喝着闷酒 蔡文坐在他对面 一句话都不敢说 连续被鞭策了一天一夜 他感觉自己被掏空了 就是你这个贱人惹出来的事情 别以为自己有点小名气 就眼高于顶 都看到了吧 他是你能得罪的 杰克马和企鹅马 都愿意为他站台 你算个什么玩意 狐狸说完 把手机扔在桌子上 今天早上一开盘 他公司的股票 瞬间跌停 同时经受三家的打压 他根本没有退路 可言 特别是张听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天下来 电话都打不通了 这让狐狸感到越来越慌张 如此下去 他就要面临破产了 蔡文现在也是肠子都毁清了 他哪里知道 在电梯里面 顺便遇见一个人 都是这妖牛逼的存在 你说你一个牛逼上天的人了 还住什么酒店 真是害死自己了 蔡文不敢吱声 到现在他才知道 这是都是因自己而起 过来伺候老子 狐狸见蔡文低着头 他一阵火热 蔡文无奈 拖着沉重的身子 向狐狸走了过去 哎没有那感觉 这张实在写得不满意 想打我的就打吧 别打脸 靠脸吃饭的 大家回到房间后 就迫不及待的 开始准备装闭了 特别是国民小王 房门都还没关上 也不管现在几点钟了 直接给老王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电话响了一会 老王才接通 爸 我又搞到一颗神药了 国民小王惊喜的喊道 哦 真的吗 老王声音中也透露出兴奋 这可是真神药啊 只要你没断气 就能生龙活虎 嗯 今天夏少说 大家都辛苦了 每人都有奖励 国民小王老实说道 都有 那企鹅马他们都有了 老王听后一愣 都有啊 国民小王答道 卧槽 企鹅马和蒋泉水 岂不是拿双份 真特么服了这两人 公司都不管了吗 老王听后一阵后悔 早知道他也跟过去了 呃 这个就不清楚了 国民小王哪里知道 他们公司怎么处理的 儿子啊 你也长大了 要不你回来管理公司 老爸也该退休了 老王听后感叹了一声 爸 你老当义壮 还能管理几十年 实在不行 把神药吃了 还能继续干 夏少叫我 先挂了 国民小王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回去管理公司 这不是扯淡吗 那还有好日子过吗 而另一个房间的捷克马 一直拉着蒋泉水 问东问西 这个要真的如你所说 真的能起死回生 捷克马紧紧地握住 手中的药 拉着蒋泉水问道 真的 我都说八百遍了 你不信问问企鹅马 我们亲眼所见 蒋泉水 简直烦不胜烦 不就是刚刚骗了你一次吗 怎么还不信了呢 别问我 我不知道 你若不想要 你开个架 企鹅马看着捷克马 手中的丹药说道 这东西不嫌多 当花生米吃都行 滚 你要点脸行吗 雨晴还有一颗 捷克马一脸气愤 还开个架 老子像缺钱的人 他从不在乎钱 钱对他来说 只是数字 行了 行了 你们两人能不能把一天消停一点 整天吵个没完 你知道这是神药就行了 蒋泉水劝了两人一句 这两人从见面开始 吵架就没停过 哼 两人冷哼了一声 谁也没理谁 第二天 夏琳准备请安卓拉北鼻 和金小辰 还有欧阳拉拉三人吃饭 饭局就安排在酒店内 包厢内 大家其乐融融 由于昨天得到了奖励的原因 大家此刻都非常的开心 特别是杰克马 还当着大家的面 吹起了牛逼 说自己当初创业 是多么的不容易 为了拉个投资 都没人理他 这时 蒋泉水看向夏琳说道 林儿 我们准备买下可力娱乐公司送给你 还请你别拒绝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心意 钱不钱的无所谓 只要你玩得开心就行 啊 蒋叔说 这个礼物太重了 不能要 夏琳摇头拒绝道 虽然他不知道 可力娱乐公司是多大的公司 但肯定能猜到不便宜 林儿 收下吧 这不是钱的问题了 昨天夏哨也说了 大家都是自己人 你让我们做点事情 我们也能心安理得 企鹅马也跟着劝道 林儿 你喜欢不喜欢他们三人 杰克马指着暗珠拉北逼三人问道 他准备换一个思维 来劝夏琳收下 喜欢啊 夏琳点了点头 你如果有了娱乐公司 他们三人就可以跳槽过来跟着你了 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他们以后不用看公司的脸色了 你也可以随心所欲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杰克马打了一个比方 至于暗珠拉北逼三人 愿不愿意来 这都不是个事 只要夏琳愿意收下公司 什么都好说 马叔说 真不能要 一会我哥来了 你问问他吧 夏琳还是摇头拒绝 一马归一马 夏琳不愿意接受 这么贵重的礼物 夏琳这么一说 几人顿时没了脾气 他们哪里敢跟夏峰提这个事情 随后 蒋泉水给企鹅马使了一个眼色 事宜他先买下再说 以后找机会再送 现在夏琳一时无法接受 只要公司买下来了 总有机会送出手的 杰克马会议 随后说道 林儿 既然你不愿意 那我们就不说这个事情了 夏琳虽然喜欢钱 但这种出手上意的公司 他还是不敢去接受 如果真的接受了 他心里会有些不安 做人本性不能变 而暗珠拉北逼几人 听得一愣一愣的 且不说夏琳不要公司 这年代 还有急着去送钱的人 真是活久见啊 同时 他们也对夏琳佩服至极 这么多钱送到眼前了 说不要就不要 他们在心里问了问自己 有人送这样一个大公司给自己 自己会拒绝 显然 不会 夏琳和龙澳天 在房间里还没有下来 原因是 龙澳天刚刚接到了黄老的电话 说跟米国的事情 又出问题了 黄老把现在的难处 跟老澳天提了一嘴 那意思差不多是说 能不能让夏琳出手帮忙 所以 龙澳天当场就把事情 给夏琳汇报了一遍 师父 还你请出手救救我那些部下 龙澳天跪在地上 一脸凝重的说道 你确定不是俗事 如果是俗事我不会管的 夏琳询问道 师父 我才从米国回来没多久 不是俗事 龙澳天肯定道 行吧 顺便去京都看看那几个老家伙 成天说想念我 也不见他们自己来 夏琳点了点头同意道 好了 师父 我现在马上回复黄老 龙澳天说完 兴奋地站了起来 当着夏琳的面 拨通了跟黄老单独连线的电话 黄老 我师父说 今天过来看看你们 龙澳天兴奋地向黄老禀告道 老澳天死皮赖脸地 跟在夏琳身边 黄老几人是知道的 还默默地为龙澳天点了一个赞 也只有夏琳这样的人 才能让一个木头开窍了 夏琳他人呢 我跟他说两句 黄老问道 黄老你稍等 龙澳天说完 拿着电话走到夏琳身边说道 师父 黄老跟你通话 夏琳很随意地接过电话 笑道 黄老 晚上要请我喝酒 哈哈 你来了 我们能够请你喝酒吗 我们等着你 黄老哈哈一笑 显然笑得很开心 那行 晚上见 夏琳说完挂断了电话 随后递给了龙澳天 走吧 下去吃饭吧 顺便带铃去京都玩玩 夏琳说完站了起来 是 师父 龙澳天连忙跑到门边去开门了 二合一 中午吃完饭 准备乘坐蒋泉水的私人飞机 直接前往京都 暗珠拉北鼻和金小晨 两人也要赶往京都 顺便就跟着一起了 而欧阳辣辣 飞往了魔都 别看暗珠拉北鼻也有 挺有钱 但这样豪华的私人飞机 她还是第一次做 自从昨天帮夏琳配舞以后 暗珠拉北鼻和金小晨 发现大佬们的世界也一样 不都是怕马匹吗 小的拍大的 大的拍老的而已 没啥区别啊 老蒋啊 你这飞机比我的好多了 还是你会享受一些 陪我进去唱两首歌 杰克马拖着蒋泉水 来到了小型KVT旁 你是不是真把自己当歌唱家了 你不知道 你唱得很一般吗 人不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那些说你唱得好的 哪个不是你的员工 不是我说你 你还没老王唱得好 老王唱的 还有乐趣一些 蒋泉水甩开了杰克马嘲笑道 老王那压工嗓 能跟我比 你怕不是在逗我玩吧 杰克马一脸不幸 得 晚上你们试试 蒋泉水笑了一声 试试就试试 论唱歌 杰克马谁都不服 京都 李嘉明接到了自家老爷子的电话 老爷子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让李长和去陪夏琳玩 大家都是年轻人 能玩在一块 不然 夏丰被他们这些老头子给叫走了 你总得让人给夏琳引引路吧 其实意思很明显 让李长和多跟夏琳接触接触 李嘉明深知这件事的重要性 连忙点头硬承了下来 李嘉明回家后 没发现李长和 便拨通了他的电话 你个小兔崽子 又去哪里浪了 爸 我跟几个兄弟在外面玩呢 怎么了 李长和问道 给老子滚回来 晚上有重要的任务 安排给你去做 李嘉明开口就骂 成天就知道吃吃喝喝 安排他去乡镇实习 锻炼锻炼也不去 说吃不了那个苦 这事情 在李嘉明心里 一直耿耿于怀 老子吃不了的苦 你就不能吃吃了 当初就是因为自己吃不了苦 所以 现在只能做生意 没有进入系统内 爸 今天不行啊 我两个朋友 从国外回来了 晚上都约好了 我不去 李长和拒绝道 李长和最了解 他爸是什么人了 屁大的事情 都可以说成天大的事 估计今天也是如此 老子不管你什么事情 今天马上回来 要不然 让你爷爷亲自给你打电话 李嘉明骂道 啊 爷爷交代的事情 爸 到底什么事情你说啊 李长和也是无语了 就说重要的事情 具体什么事情 不能电话里面说 你回来就知道了 反正你爷爷交代的 爱回不回 李嘉明说完 挂断了电话 当真以为 老子没本事拿捏你了 自从上次李嘉明 被老爷子吊着打了后 他现在什么事情 都学会了低调 声称 没事要装装臂 哪怕在自己的儿子面前 也要装个臂 不然不知道 能在谁面前装臂了 李长和一听 是老爷子吩咐的事情 他不敢大意 连忙告别了几个朋友 回家去了 家中老爷子的话 那就是死命令 必须要去执行的 李长和以最快的速度 回到家中后 发现李嘉明 在悠闲的喝着茶 李长和问道 爸 你这悠闲的样子 看起来也不像 有很重要的事情 你不会拿爷爷 来吓唬我吧 你看 老子我像有这个胆子的人 李嘉明郁闷了一声 没有 李长和很是配合的摇了摇头 面对爷爷的时候 耸得一臂 几十岁的人了 三天两头的挨打 实在可怜 你爷爷让你晚上 带着夏琳去玩玩 他哥今天来京都了 李嘉明最终说出了 今天的重大事情 啊 李长和一愣 带着夏琳去玩 这可是姑奶奶啊 自己去摩都才得罪了 你让我去 这不是找死吗 他恨不得离夏琳三公里以外 他哪里还敢去带着夏琳玩 啊什么啊 你爷爷吩咐的 你这件小事也做不好 夏琳刚刚来京都 有你陪着 大家都放心 李嘉明见李长和那怂样 真是有些生气 不该学的全学了 这怂样也跟自己有的一比 国民小王没来吗 他熟悉啊 李长和说道 国民小王是国民小王 你是你 人家知道去抱大腿 你不知道去吗 你不是天天对外吹牛 必说 你们京都的公子爷 比魔都四少强吗 你现在强给老子看看 别人国民小王多聪明 早早地抱上了大腿 你倒是好 大腿不知道去抱 还去得罪了 怎么有这么个儿子 行 李长和被说得无地自容 咬咬牙同意了 毕竟自己这次是带夏琳 在京都玩玩 又不是去得罪人的 那行 五点左右到 你去机场等着吧 李嘉明说完 继续倒了一杯茶 重重地缩了一口 下午五点左右 蒋泉水的私人飞机 降落在京都的国际机场 刚刚下飞机 就看见了一排排的汽车 在等候了 京都的机场 可不允许私家车进来接人 因为李老打了个招呼的原因 老王亲自带着车队在等候了 他也是第一次见夏丰 心里有些激动 夏大哥 这是我爸 国民小王率先开口 向夏丰介绍道 夏少 你好你好 老王恭恭敬敬 朝夏丰喊道 王叔啊 你好 夏丰笑着点了点头 夏少 凌儿 快上车 老王准备亲自领着他们上车 不用了 你帮我照看下凌儿 李老汇派车过来接我 夏丰说了一句 夏丰的话刚刚说完 前方就开过来两辆车 是一种国产车 有钱也买不到的国产车 前方插着两面小旗子 跟随开动的汽车迎风飘扬 看起来相当的惹眼 这 暗住拉北鼻和金小晨直接傻眼 愣在当场 啦啦啦啦啦 可爱的我又出现了凌凌 这可是国产不对外出售的车啊 还是那种插着旗子的 这车子一般在电视里面见过 现实中很少有人见到 这种车开在路上 就算不开路 路口的交警都会自觉尽力放行 除了暗住拉北鼻和金小晨两人 其他人还好 这些事情发生在夏丰身上 这都不是个事情了 小玩意 洒洒水 师父 请上车 龙傲天快步走向汽车 恭恭敬敬的把门给打开了 凌儿 你跟着他们去玩吧 我要去处理一些事情 夏丰看着夏临吩咐道 嗯 好 哥你去吧 夏临点了点头 随后夏丰钻进了汽车 等车子走远后 大家才开始陆续上车 夏美女 我爷爷要我来带你 在京都逛逛 接下来 你想去哪里 我都可以带你去 李长河见机跑了上来 一脸讨好的说道 我们也认识路 要你带啊 国民小王上前说道 王少 别这么说 毕竟我熟一点嘛 你们就把我当个拎包带路的就成了 李长河看着国民小王 尴尬的笑了笑 曾几何时 自己在国民小王面前 那是多么的自傲 曾经有多么的辉煌 现在就有多么的狼狈 年轻人 出来混迟早 都要还的 你要这样说的话 林儿 带上一个跑腿的 还真有点用 国民小王看向夏临说道 好吧 你们商量就好 夏临点了点头 林儿 快来薄薄这脸 老王朝夏临招了招手 把车门打开 等着夏临上车 夏临点了点头 一行人开始离开机场 朝市区而去 京都某座四合院 汽车经过层层的检查 才到了最深处 龙澳天快步地走了下来 帮夏临打开了车门 夏临一只脚 轻轻地踏了出来 夏临刚刚下车 李老就迎了上来 笑道 夏临 不给你打电话 你小子都不主动来找我们 酒准备好了吗 夏临笑道 那是肯定的 走 黄老他们在里面等着你 李老说完 带着夏临 朝四合院走了进去 哈哈 走吧 夏临哈哈笑道 跟在李老身旁 两人并肩行 夏临来到四合院内部后 黄老 周老 冯老都在等他了 还特地准备了一个地道的京都涮肉火锅 炉子中间放炭 周围包裹起来 用作锅底 桌上还放着四瓶茅台酒 一看就是那种上了年代的几瓶好酒 夏临仿佛不是来到了最神秘的权力中枢 而是来参加一个私人家宴 夏临 快过来坐 黄老看见夏临进来 率先开口喊道 黄老 周老 冯老好久不见 夏临笑着打了个招呼 从容不迫地坐了下去 夏临 你可算来了 我们这几个老家伙 早就想你来陪我们喝两杯了 现在的年轻人 太拘束了 没有意思 还是跟你在一起喝酒 有意思 周老看夏临坐下后打句道 不过周老说的也是实情 他们想找两个实在的人 喝酒都找不到 唯独夏临 才不会让着他们 喝起来才带劲 周老 我这不是来了吗 夏临说道 来 大家先吃菜 边喝边聊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黄老指着桌上热腾腾的火锅说道 龙傲天站在一旁 为大家倒酒 这细活 他做起来还是挺顺的 来 大家碰一杯 祝季老身体健康 夏丰端着酒杯说道 好 祝华夏越来越强 大家举杯碰在了一起 吃到一半的时候 夏丰看向黄老问道 黄老 跟我说说米国那边的事情吧 好 黄老听后 脸色一震 随后放下酒杯说道 我们跟米国在太平洋公海 共同发现了海底黑石巾 这个黑石巾 对现在的科技研究有着重大的突破 原本我们跟米国商量好了 大家一起分了 哪知道米国突然变脸 想独吞了黑石巾 米国人的嘴脸一直如此 为了独吞黑石巾 还出动了特异人 龙组的小组人员全部被扣押了 米国那边的意思很明显 要我们退出就放人 黄老把事情的大致经过 跟夏丰讲了一遍 夏丰虽然不问俗事 但是他骨子里 终究留着滑下的血液 如果两国的正常竞争 夏丰是不会管的 有竞争才有进步 现在米国如此不讲理 出动特异人 偷袭龙组的成员 这已经违背了俗事的原则 黄老 放心吧 犯我华夏者 虽远必诛 夏丰向黄老保证道 好 犯我华夏者 虽远必诛 就冲这句话 大家干了这杯酒 李老听后 激动地喊了一声 来 干 黄老帅先站了起来说道 夏丰在这边陪几位大佬 吃着火锅喝着酒 夏丰那边也开始了 夏丰没有跟老王他们一起 一群人被分开了两个队伍 老的在一起 小的在一起 捷克马晚上要跟老王PK唱歌的 所以他们选择了一处 吃饭唱歌一条龙服务的饭店 而夏丰跟着国民小王 他们去吃京都烤鸭了 来京都不吃烤鸭 那真是有些遗憾 全聚德烤鸭是中华老字号 老店位于京都商圈中心 李长河早早地订下了包厢 一般来这里 客人都比较多 包厢很难弄到 李长河 这位京都公子哥 弄个包厢的实力 还是不在话下的 订个包厢的这样的小事 只是一个电话而已 李少 你来了呀 门口的经理 看到李长河后 笑着打了个招呼 李长河是这里的常客 经常过来吃饭 经理也熟得很 关键李长河 还是顶级的公子爷 谁都想巴结一下 经理连忙地帮李长河拉开了门 而李长河当作没看见 小跑地走到门边 把另外一面也打开了 谄媚地说道 林儿 快点进来 外面热 经理 随后在经理惊讶的目光下 夏琳走了进去 国民小王刚刚想跟着后头进去 李长河快他一步跟了进去 这个舔狗还想跟我们抢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 三人中就属蒋星最为直爽 只要让他不爽的就开骂 当初李长河第一次得罪夏琳的时候 蒋星背后可没少骂李长河 还准备要揍他 不是一个级别的 你跟他叫什么劲 他牛逼上天 顶多也是舔狗四号 国民小王笑了笑 表示无所谓 一行人到包厢后 李长河主动地把菜单拿了过来 递给夏琳说道 林儿 你看你想吃什么 随便点 好的 谢谢 夏琳再也不是那个 有钱舍不得花的女孩了 自己喜欢吃的 还是愿意去点 再穷 也不能穷了吃货这张嘴 夏琳点了两份烤鸭 顺便还点了几个大家喜欢吃的菜 随后把菜单递给李长河说道 李少 你是常客 你知道这里的菜品 剩下的你来点吧 好的 李长河接过菜单 带着经理走到一旁点菜去了 魔都四少群 鱼尾 一张全聚得的图片 鱼尾 我到京都了 跟着几个大哨来吃烤鸭 哈哈 国民小王 我给你一个八戒我的机会 蒋星 鱼胖子 几天不见 混到京都去了 秦斗 快点 八戒一下我们 鱼尾 三位大哨 想要怎么八戒 我这方面做得很好 只要几位大哨给面子 分分钟舔得你们舒服 国民小王 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 隔音的慌呢 国民小王 呕吐的表情 秦斗 你去舔蒋星吧 他一般都不擦的 蒋星 真特么恶心 别扯上我 鱼尾 呃 别这样 你们什么时候回目多 国民小王 最新款的拉法出来了 我想要一辆 能做到没 国民小王 如果你能做到 我今天就带铃儿去京都玩 给你制造一个 当舔狗的机会 鱼尾 当真 国民小王 当真 卧槽 你坑这小子一台拉法 我们还怎么说出口 琴斗小声的朝国民小王说道 你特么脑子有病啊 我现在对那种车不感兴趣了 铃儿没车 送给他 就算他不开放 国民小王小声的解释道 原来如此 你不是最喜欢超跑了吗 怎么就没兴趣了 琴斗好奇的问道 国民小王听后 坐直了身子 一本正经的说道 自从认识下大哥以后 我感觉 我的人生 不应该荒废在那些享受上面 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等着我去做 装逼 琴斗恶心的看了一眼国民小王 都是几个自己人在场 还装个这么大的 逼 嘿嘿 国民小王笑了笑 鱼尾 那好 一言为定 大哥 你可别骗我 国民小王 老子从不骗杀笔 今天就给你制造机会 鱼尾 鱼尾 那好 我在京都等你们 国民小王 全剧得的照片 鱼尾 惊讶的表情 你们也在 国民小王 等着把车准备好吧 我跟琴儿说一下 反正都认识了 给老子跪下等着 鱼尾 好的 给贵了的动态图 琴儿 那个鱼胖子也在这里 我想给他叫过来 大家一起 国民小王放下手机后 看向夏琳说道 就是过生日表演跳江的那个吗 夏琳对鱼尾跳江的事情 现在还记忆犹新 明明很胖 还想表演一个后空翻 结果成了大家的笑料 对对对 就是那个胖子 傻傻的 琴斗附和道 那快叫他来啊 大家都认识 还是你们的好兄弟呢 夏琳想也没想的同意道 好 我这就叫他来 国民小王应了一句 国民小王 滚过来 六号包厢 鱼尾 好的 大哥 刘少 我不能陪你们吃饭了 我有几个朋友也在这里 我过去一趟 鱼尾说完 站起身来准备走 他要去做田狗 做他梦寐以求的田狗生活 做田狗 是不可能做田狗的 当初说过的狠话 就跟早晨几地铁放过的屁一样 放了就不会承认 鱼少 你那边几个朋友 要不一起吧 我们几个人 这么大的包厢 也坐得下 刘少喊道 不了 不了 我怕我朋友会不开心 鱼尾说完 开门就跑了出去 不过鱼尾无意中的一句话 让刘少很不爽 什么叫怕你的朋友不开心 老子在这京都一亩三分地 多少人得巴结给面子 王卓 你去看看鱼尾进了哪个包厢 我倒是好奇 什么人这么大排面了 刘少吩咐坐在门口的王卓说道 好的 刘少 王卓听后跟着出门了 片刻后 王卓走了进来 说道 刘少 鱼少进了六号包厢 好 刘少点了点头 随后按了一下呼叫服务 没一会 专门为包厢服务的经理走了进来 恭敬地问道 刘少 有什么需要吗 你们店里六号包厢 今天被谁订了 刘少直接问道 刘少 六号包厢不是我订出去的 我去帮你查查 那经理解释道 去吧 刘少朝他挥了挥手 刘少虽然在京都 也是一个顶级公子爷 但不是没有脑子的人 谁知道是不是哪位大佬订的包厢 毕竟 这里还是有很多的大佬 过来吃烤鸭的 有句话说得好 在京都一块板砖下去 都能拍死几个处长 这话恰恰说明了 京都卧虎藏龙 大佬多如牛毛 那经理出去没一会 就走了进来 恭敬地说道 刘少 六号包厢被李长河李少订走了 好 知道了 刘少挥了挥手 示意他出去 搞半天 原来是李长河这杀笔 把包厢订走了 还以为是谁这样牛逼呢 这鱼尾也是 把李长河抬得那么高 李长河确实也牛逼 不过 大家都是京都的顶级公子哥 鱼尾没有必要抬高李长河 而贬低他刘少 他们这些人的面子大于天 一点小事 都要争一个面子 现在鱼尾当着他的面说 怕他朋友不开心 不就是怕李长河不开心吗 正好 李长河不开心 就是自己想要的开心 走吧 一起去看看我们的李少 在跟谁装逼呢 刘少站了起来 带着几人 向六号包厢走去 刘少一说去六号包厢看看 李长河在跟谁装逼 几人就起哄道 走走走 看看李少那里怎么样 哈哈 你是想看看 有没有美女吧 有美女又如何 我还能跟李少抢不成 几人出了包厢 直接向六号包厢走了过去 鱼尾来到包厢后 直接无视了李长河 走到夏琳的面前 笑着说道 夏琳美女 不请自来 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今晚我请客 草谁让你请了 你这是明着抢老子的声音呢 李长河听后骂道 都来京都了 让老子买个单怎么了 这个还来抢 真是过分了 鱼尾尴尬的笑了笑 没有回答李长河的话 鱼少快坐下吧 一会都要上菜了 夏琳笑了笑说道 叫我鱼胖子就行了 他们都这么叫 鱼尾找了一个位置 坐下向夏琳说道 平常他最讨厌 国民小王等人 叫他鱼胖子了 现在自己还主动提了出来 舔得有些贱 鱼胖子 你怎么跑京都来了 秦斗看着鱼尾问道 过来玩玩 没想到还能碰见你们 真是缘分啊 鱼尾感叹了一声 随后继续说道 你们怎么也来京都了 不是在汉城吗 过来看你啊 国民小王打去了一声 别扯了 我何德何能 让你们来看我 鱼尾摆了摆手 示意国民小王 别胡说八道 几人趁着没上菜的时间 各聊各的 夏琳跟秦文和马雨晴 聊着女孩子喜欢的事情 而魔都 四少在吹牛逼 唯独李长河觉得自己是个多余人 无处插话 女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喜欢聊男人 吃的 买买买 男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喜欢吹牛逼 聊女人 而这时 包厢的门被推开了 刘少走进来笑道 李少 哥这里吃饭呢 对于突然闯进来的人 大家眉头皱了皱 这种行为 还是挺让人讨厌的 李长河站了起来 看着刘立伟说道 刘立伟 你跑进来干什么 别打扰了我的贵客 刘立伟这时 才抬眼看了一圈 有几个认识的 这不就是魔都四少吗 其他三个女孩子 都长得特别标致 刘立伟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贵客 什么时候金圈的公子爷 含金量这么低了 刘立伟吃笑了一声 他们金圈的公子爷 一般都看不起魔都四少 包括之前的李长河 也是如此 现在李长河把魔都四少 当成了贵客 这等于是 降低了大家的标准吗 杀别 蒋星一听就知道 这祸在嘲笑他们 他丝毫不客气地骂道 老子天天抱着大腿走路 还怕你一个脑残玩意 蒋星 你特么骂谁呢 你还以为 这是在魔都 有李长河给你们撑腰 你们是不是开始得意忘形了 刘立伟听后 眼睛突然瞪大 指着蒋星骂道 杀别说谁呢 国民小王看向刘立伟问道 说你们 刘立伟指着他们几人 刘立伟的话一出 全场接笑 就连刘立伟带进来的三人 都忍不住要笑场了 刘立伟此刻还没反应过来 有些莫名其妙 这群杀笔笑什么 刘立伟转身看向王卓问道 刘少 他们这是在骂你杀笔呢 王卓尴尬地回了一句 刘立伟听后 这才反应过来 搞半天 自己跟个傻子一样 站在这里 让别人嘲笑呢 一时间 刘立伟火冒三丈 指着国民小王骂道 王八蛋 你不是想死 王八蛋骂谁呢 国民小王站起来 指着刘立伟骂道 这下 刘立伟可不傻了 不会再接这句话 他看向国民小王几人说道 别特么以为有李长河给你们撑腰 老子就不能把你们怎么样了 今天不给老子一个交代 谁都别想走出全聚的 刘立伟下棋狠来 自己都怕 他可没少跟李长河较劲 刘立伟的话一落音 身后的艺人 直接把包厢门给关了 这是要准备干架 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 不会做这种小混混才干的事情吧 刘立伟 我劝你马上道个歉 现在还来得及 别吓着我的贵客了 李长河作为今天的东道主 也是金圈的公子哥 他站了起来 看向刘立伟说道 李长河 老子的事情你少管 今天这个梁子结下了 你老子说说 谁是你的贵客 刘立伟看向李长河呵斥道 李少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随他去吧 国民小王两手一摊 一副戏谑的神情 是人怎么这样 夏琳小声的跟秦文说道 平时嚣张惯了 一点不爽 就迁怒于人 秦文朝夏琳说道 请你出去 别打扰我们吃饭 夏琳有些不开心 站起身来朝刘立伟说道 哟 美女发话了 我就不要出去 你咬我呀 刘立伟看向夏琳 笑得有些猥琐 哈哈 刘少 咬还是别咬了 殷爱生恨咬断了咋办 王卓出言调戏道 哈哈 刘立伟听后 很是配合的哈哈大笑 夏琳听得面红耳赤 你特么什么东西 竟敢调戏铃 国民小王 直接抄起桌上的碗 砸了过去 蒋星等人见国民小王动手 直接上前准备开干 怎么说都行 夏琳是大家的逆琳 刘立伟没想到 这些人说打就打 还没来得及躲避 就挨了蒋星一拳 眼冒惊心 你特么 刘立伟的话 还没骂出口 于伟这个胖子 直接抱着他 摔倒在地 两人扭打在一起 刘立伟被于伟压着动弹不得 王卓等人 见状准备向前帮忙 李长河大喝一声 老子看你们谁敢动 谁动老子弄死谁 王卓等人是刘立伟的狗腿子 而李长河 同样是顶级公子哥 这一声吼 还真把他们三人给震住了 随后 国民小王 秦斗和蒋星三人 持续地加入了战斗 刘立伟被魔都四少 按在地上一顿暴打 刘立伟一个花花公子 就鱼尾一个人 他都搬不动 哪里受得起魔都 四少的同时挨打 梅姨会被打得皮青脸肿 虽然说 四人合力殴打刘立伟的样子 有些狼狈 但看起来不知为何 让人很是爽快 刘立伟被打得半死 几人打爽以后才放过他 刘立伟跟条狗一样 趴在地上 双手护住了自己的脸部 不然回去 爹妈都没法认他了 好 人多欺负 人少事吧 你们等着 刘立伟很是无赖地坐在地上 颤抖的手伸进口袋 准备打电话摇人 原本他们这些公子哥 平常都是呈呈口舌 谁真的会去动手打人 亲手打人 那才是掉身份 刘立伟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一群疯狗 刘立伟 先别急着打电话 你要打电话 我亲自帮你打一个 李常和制止了刘立伟的动作 马上拨通了自己爷爷的电话 李老正在跟夏丰猜着拳呢 他的秘书走了进来 小声地说了一句 我去接个电话 你们继续 李老说了一句 便起身离开了 他今天特地吩咐秘书了 若是家里有人打电话来 马上告诉他 因为他知道 夏临跟自己的孙子李常和在一起 万一真的遇见什么事好 及时处理 常和 什么事 李老出门后 接通电话问道 爷爷 刘立伟辱骂了铃 还出言不逊调戏了他 被国民小王几人 按在地上打了一顿 李常和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说道 好 你等会 李老说完后 看向秘书吩咐道 你进去把冯老叫出来 是 那秘书应了一声便进去了 没一会 冯老红着脸蛋走了出来 问道 什么事情 还要单独出来说 你的好外孙 对灵儿出言不逊 还调戏了他 现在已经被打得半死了 你看着办 李老说道 打半死 那就是没死 还能打 电话给我 冯老伸手要来了李老的电话 喂 我是冯老 冯老接过电话直接说道 冯老 你好 我是李常和 刘立伟他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 把电话给刘立伟 冯老打断了李常和的解释 刘立伟坐在地上 听着李常和在打电话 好像提到了自己的外公 他开始有些心虚 这时 李常和走了过来 说道 你外公要你接电话 这时 刘立伟有些慌张了 他成天这么嚣张 不就是站着他外公吗 他这辈子最怕的人 就是他外公了 刘立伟颤抖着手 接过李常和递过来的电话 拿着放在耳边小声地喊道 外公 是我 现在 立刻 马上跪下 冯老的怒火 仿佛从电话中掀了过来 刘立伟丝毫不敢耽搁 马上跪在了地上 用他颤抖的声音说道 跪跪下了 电话打开扩音 冯老无庸置疑的话 让刘立伟连反驳的声音都提不起来 打开了 刘立伟慌张地说道 一股不安涌上心头 常和 能听见我说话吗 冯老喊道 冯爷爷 可以 您说 李常和站在旁边喊道 现在当着夏林的面 狠狠地扇他耳光 扇到我满意为止 死活不论 冯老说道 死 李常和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活交给自己来做 真特么的爽 好 李常和差点笑出声 连忙硬道 现在开始 必须用最大的力气 他若敢躲 直接打死 冯老继续吩咐道 刘立伟愣住了 这不给当人啊 啪 一记重重的耳光响起 李常和不留余力 自己的手都痛了 刘立伟脸颊瞬间通红 嘴角都溢出了血丝 刘立伟还来不及思考 啪啪啪声接踵而至 打得他眼冒惊心 脑袋嗡嗡作响 连续打了十几耳光 李常和的手都打痛了 冯老还没有叫停 冯爷爷 要不换个人打 我打得没力了 李常和暂停了一下问道 刘立伟 好 冯老直接应道 国民小王 你们来试试 李常和朝国民小王喊道 国民小王二话不说上来 就是大耳光狠狠地抽了起来 先前早就打过了 现在奉命行事 打得更是欢快 刘立伟眼冒惊心 有些摇摇欲坠 眼看要摔倒在地 李常和眼急手快 连忙扶住了自己的好兄弟 你可别摔倒了 还没打完呢 刘立伟已经被打得麻木了 两边脸颊高高肿起 嘴中的血水 已经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真是可怜至极 最终在疼痛和屈辱的双重打击下 刘立伟晕了过去 彻底解放 冯爷爷 他晕过去了 要不要用水给他交醒 李常和朝电话里面说道 冯老 国民小王 众人 这特么够狠的 以前怎么没发现 算了吧 替我向林说声对不起 教导无方 冯老说道 好的 冯老 李常和应道 随后冯老挂断了电话 李常和看着已经晕死过去的刘立伟 朝王卓三人说道 跪下自己 扇自己石耳光 然后把刘立伟给抬走 王卓等人哪里敢反驳 二话不说 直接跪在地上 狠狠地扇起了耳光 那叫一个鸡鸡 生怕外面的人听不见 好不容易打完 脸也肿了起来 李少 打打完了 王卓忍住疼痛小声地说道 带着刘立伟滚吧 李常和朝三人挥了挥手 王卓三人如获大赦 三人上前 抬着刘立伟 就急急忙忙跑出了包厢 李常和看着出去的三人 在感受到手掌传来的麻痹感 他突然觉得抱大腿的感觉真好 太特么的爽了 难怪国民小王等人 死皮赖脸地去做舔狗 这样的舔狗 谁不想去做 他还不知道 企鹅马等人也是舔狗 也不知道 做舔狗偶尔还有奖励 若是知道真实情况 估计当场就给跪了 李常和今天可是爽透了 简直爽得没边 他早就想做刘立伟了 只是大家都一样的身份 奈何没有机会 哪知道 今天还有这样的好事 落在自己身上 李常和 没看出来 你还真特么够坏的 我喜欢 国民小王看向李常和笑道 嘿嘿 得罪链的下场就是如此 这已经算轻的了 李常和找准机会 赶紧舔一波 这种好听的话 谁都会说 机会摆在面前 不舔白不舔 只要有机会 李常和愿意天天舔 国民小王见李常和 如此装逼 也没有去多说 毕竟刚刚还跟他一同 删了刘立伟 影视过足了 没想到这次来京都 还能亲手删 京都的顶级公子哥 爽快 至于报复什么的 国民小王一点也不担心 刘立伟经过今天仪式 他根本没有这个胆子 再说 国民小王也不怕 无所谓 我去让服务员上菜 整着半天了还没上 你们先聊着 李常和说了一句 踏着轻舞的步子 走出了包厢 今天仪式 让他全身都舒爽 京圈兄弟情 李常和 所有人 老子今天爽翻了 刘立伟被我扇晕了 连续扇了十几耳光 手都扇疼了 李常和刚刚走出包厢 就开始了他的装毙 这个京圈兄弟情群聊 也是他们几个玩得 较好的哥们组建的 一般用来 方便大家吹牛逼 干上暗花 抱抱的表情 这哥们从小就有癫痫 大家再别在意 万人斩 大白天的 哥这里吹牛逼呢 红人舞 别借呀 让他继续吹会 我花生米都准备好了 男人好男 哈哈 刘少 你把这盘花生米拿给他 也不至于喝成这样 李常和 老子跟你们说真话还不信了 妈的 忘记拍张照片了 真的 你们现在可以去打听一下 刘立伟这货 肯定送医院了 李常和 被老子扇得不成人形 他妈都认不出来了 万人斩 别逗了 都兄弟几个还装这个臂 男人好男 李少 你们继续吹吧 我要陪妹子吃饭了 告辞的图片 红人舞 再见 李常和 现在你们对老子爱理不理 一会老子让你们高攀不起 都滚吧 万人斩 我还没走 我还可以继续听你吹 干上暗花 我也是 请开始你的表演 李常和 李常和见他们不信自己 他默默地退出了群聊 愚昧的人啊 李常和放下手机后 直接让服务员赶紧上菜 可别让夏琳九等了 呃 着了怎么办 不开心了怎么办 这可是大事 自己都要做好了 京都协和医院 刘立伟被紧急地送往了医院 其实也没多大的事情 还死不了 脸蛋肿得比较大 脸颊两边的牙齿 有些松动了 照了一个片 发现脑袋有些冲血 需要住院半个月 刘立伟的父母 得知这个消息后 什么话也没说 他们早就接到了冯老的警告 原来儿子被打成这猪样 是父亲所为 他们还能说什么 不过刘立伟送医院治疗的消息 很快在京都的圈子里传开了 这可是大新闻 平时他们这些公子哥 最喜欢吃瓜了 一传十 十传百 京圈很快被掀起了轩然大波 刘立伟 可是顶尖的公子哥之一 被人给打进医院了 这简直就是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面 投了一颗深水炸弹 把很久没有波动的鱼塘 炸了个底朝天 但具体是谁打的 怎么回事 没人知道 王卓几个当事人 也在医院 他们哪里敢说具体情况 现在脸颊还疼着呢 京圈兄弟情 万人斩 卧槽 刘立伟真被打了 肝上暗花 嗯 我刚刚也收到了消息 我在医院的朋友说了 他亲眼看见了 两边脸颊被打得肿起 不像个人样了 男人浩男 我刚刚还想跟你说这事 大吃一惊的表情 突然他们几人想到一个事情 刚刚李长和还跟他们说了 难道是真的 卧槽 如果是真的 那就牛逼大发了 关键跟李长和之前说的话 能对上 两边脸颊肿起 明显是被删的 就算不是李长和所为 李长和绝对知道内幕 万人斩 at李长和 兄弟 男人浩男 我尼玛 李少退群了 才发现 少了一个人 肝上暗花 还不是 你们惹的祸 李少跟你说实话 你们还不信 我这就给他拉进来 红人舞 吃瓜 李长和被杠上暗花 邀请加入群聊 万人斩 at李长和 李少 怎么回事 你之前说的是真的 李长和 没空 再陪我领导吃饭 没事别爱特我了 肝上暗花 别啊 说说啊 万人斩 人呢 红人舞 这下好了 之前对他爱理不理 现在我们高攀不起了 男人浩男 吴宇的表情 冯老丝毫没有因为自己外孙被打得半死 而影响心情 反而跟夏丰喝得更起劲了 四人轮流着跟夏丰猜拳 不管怎么猜 他们都赢不了 你小子是不是搞什么手段了 就不能让我们赢一把乐呵乐呵了 李老有些微醉 看向夏丰问道 怪事年年有 今天特别多 李老 你可别冤枉我 夏丰笑着摇了摇头 这猜拳能搞什么手段 只是自己拥有神识 可以辨别他们会出什么而已 不来了 不来了 没啥意思 黄老放下酒杯嚷嚷道 哈哈 好久没有看见黄老喝醉了 周老见后 哈哈大笑 他们五个人 在这里喝了将近两个小时 一边聊一边喝 确实很爽快 都吃饱了吧 吃饱 我也要去帮你们办事了 夏丰放下手中的筷子说道 这么晚了 还去吗 黄老眼神突然变得犀利了起来 完全看不出 刚刚喝的有些醉意 早点办完 早点让你们安心 夏丰笑着说道 好 那我让军机送你们过去 黄老点了点头 不用了 我就带上傲天义人吧 有个熟悉的人好办事 夏丰摆了摆手拒绝道 黄老见夏丰这样说 就不再抢球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 夏丰有着神仙手段 给你们四人醒醒酒 夏丰说完 桌上多了四盒丹药 我们都是老头子了 你自己留着用吧 黄老看后 眼神清澈 没有一丝波澜 夏丰 你留着吧 我们暂时不用 黎老也说道 不用 下次喝酒 用来当花生米吃都行 走了 夏丰说完 摆了白手走了出去 黄老 黎老 看着夏丰走了出去 几人连忙跟了出去 位置你知道吧 夏丰看向龙傲天问道 师父 我知道 龙傲天点了点头 走吧 夏丰说完 抓着龙傲天突然腾空而去 化作一道闪电 消失在四合院中 黄老等人 纵然知道夏丰的手段 此刻也是大眼瞪小眼 一脸震撼 这已经超出人类的认知了 特别是夏丰 抓着龙傲天的那幅场景 就跟抓小鸡仔一样 不知道会不会吹乱了发型 有辞子 实乃华夏之福 黄老看着消失 无影无踪的夏丰感叹道 是啊 别看了 进去吃花生米 醒醒酒 李老点了点头 率先跑了进去 李老 你慢点 给我们留着 你可别独吞了 冯老见后 也急忙跟了进去 黄老 太平洋攻海某处 夏丰突然出现了上空 手里还提着龙傲天 龙傲天一路被提着飞过来 已经震惊得无以复加 他知道夏丰非常的厉害 但是像这般直接遇空飞行 他可是头一次见 这种切身的体验 使他跳动的心脏已经麻木了 是夏丰那座岛屿吧 夏丰指着下面的岛屿问道 他已经感应到上面的人了 嗯 那里是米国的军事基地 天祖的成员就被扣押在此 龙傲天回答道 好 夏丰话音一落 两人出现在岛屿上 龙傲天突然踩在地面的感觉 这让他心里踏实了不少 师父 下面该怎么做 龙傲天问道 直接叫他们出来临死 夏丰吩咐道 好 龙傲天点了点头 一脸兴奋的朝基地喊道 米国的小崽们 你爷爷来了 速度出来临死 龙傲天的话一喊完 基地里面冲出来十几人 其中一个带头的人 看着龙傲天笑道 龙傲天 上次你回去的早 你还敢自动送上门来 怎么 还带了一个白面小子 一同来送死 龙傲天对于那人的话充耳不闻 看向夏丰说道 师父 这几个废物就让我练练手 出来的这群人不是特异人 凭龙傲天的实力 打他们绰绰有余 好 夏丰点了点头 龙傲天得到夏丰的认可后 整个人像只猛虎般冲了出去 两人瞬间交手在一起 米国那边的人 被龙傲天压着打 虽然暂时还能还手 但被拿下 就剩时间问题了 外面的打斗声 很快引起了基地里面的特异人注意 两个特异人 直接飞掠了出来 其中一人甩过一道锋刃 阻碍了龙傲天的进攻 这两个特异人 一个是觉醒风元素的特异人 另一个是觉醒电元素的特异人 刚刚出手的那人 音笑一声 说道 龙傲天 没想到 在这里还能钓到你这条大鱼 哦 是吗 龙傲天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对付他们其中一人 龙傲天还是有信心的 但同时对付他们两人 确实有些吃力 这也是龙傲天 往自己脸上贴金 两个人他根本打不过 嘿嘿 这个白面小子 第一次见 龙傲天 你这是带他过来 助兴的吗 觉醒电元素的那人 看着夏丰笑道 我不喜欢说废话 给你一次出手的机会吧 奥天退回来 夏丰双手环抱于胸 朝那人说道 吹牛 必果然是你们华夏人的风格 尝尝你爷爷电流的滋味 那人说完 双手在胸前合成一副阴爪的模样 双爪的中间 开始产生滋滋的电流声 受死吧 一道闪电般的电流 朝夏丰甩了过来 夏丰一动不动 米国那边的人 还以为夏丰吓傻了 纷纷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在这位店爷的面前 任何妖魔鬼怪无所遁形 夏丰看着飞过来的电流 眼神一鸣 电流在空中消散 随后夏丰伸出右手 就那么轻轻的一弹 那店爷突然暴毙 到死都带着胜利的微笑 嗯 那店爷死了半分钟 他们才反应过来 拧拧风爷见后 眼睛瞪得老大 拧了半天 说不出夏丰 仿佛喉咙被人捏住了一样 一股尿意涌上心头 救我 风爷终于喊出了口 恐惧使他退后了几十米 朝后面的基地喊道 风爷这一喊 基地后方风起云涌 突然内部飞出来一人 沉声道 何人敢来此地方散 这位叫子龙的人 人未到 声音先至 子龙大人 这人滑下的修真者 店爷已经被他杀了 风爷指着地上 已经凉透的店爷喊道 哼一个年轻的修真者 怕成这样 真是越活越回去 看我 子龙的话还没说完 夏丰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前 一只手掐住他的喉咙 记住我的话 犯我滑下者 虽远必诛 随后夏丰扭断了子龙的脖子 扔垃圾一样的扔在了地上 子龙从出场到身死 就装了个臂 说了两句大话 出手都不曾出过 风爷眼珠子都瞪了出来 这子龙是他们的首领 觉醒的力量 强他们三倍之多 现在已经跟死狗一样 躺在地上了 还请大人饶过我一会 风爷连忙跪在地上 磕头请求饶命 他连一丝反抗的心思都心不及 你看看那人 夏丰指着已经快要凉的殿爷说道 他他胆敢对大人出手 死有余辜 风爷不明白夏丰的意思 还以为要把殿爷刚刚出手的事情 怪罪到他的身上来 不不不 你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 你们同时出来 应该想有同样的死法 夏丰摇了摇头 殿爷到死都没想到 凉透了 还能被拉出来 做一次榜样 风爷听后 刚想爬起来准备逃 夏丰手指轻轻一指 风爷很快就步了殿爷的后尘 率先出来的十几人 已经吓傻了眼 脚上跟打了水泥似的 一动不能动 夏丰还不屑 对这些普通人出手 看向龙傲天说道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龙傲天听后 蹦得老高 浑身示尽 大喊一声冲了过去 是不是很尬 别打脸 顺便求两本都市修真打斗场面 写的好的书 我去学习学习 龙傲天解决剩下的人之后 直接跑去基地里面 解救其他天祖成员了 天祖成员 被扣押在这里的 有七人 五男两女 老大 你怎么来了 其中一个叫白鹤的人 看着龙傲天惊奇地问道 你国在这里有特异人看守 这个事情 他们最清楚了 正因为有特异人 他们才被全部给控制住了 还有脸说 几个特异人而已 龙傲天板着脸呵斥了一句 别看龙傲天板着一副脸蛋 心里却很关心他这几个手下的 大家听龙傲天吹了个牛逼后 天祖的另一个成员野狼问道 老大 特异人呢 他们离开了吗 是离开了 永远的离开了 龙傲天身子一震 很是装便 老大这是什么意思 天祖成员听后面面相觑 老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野狼继续问道 听不懂人话吗 全都死了 龙傲天解释了一句 啊 全部死了 天祖成员张大了嘴巴问道 老大 你有这个实力了 天祖成员黄傲问道 怎么说话的 你不相信老大吗 野狼看着黄傲质疑了一声 就是 老大出马 什么特异人都得干啪 什么特异人 在老大面前 就是一拳一个小朋友 老大威武 我被楷模 天祖成员你 一句我一句 快给龙傲天夸上天了 龙傲天听得有些害扫 面红耳赤 他倒是想一拳一个小朋友 奈何实力不允许啊 不是我杀的 是我师父杀的 龙傲天脸色一黑 有些不好意思解释道 不愧是老大 老大的师父就是牛逼 那是 有老大这样出色的徒弟 师父肯定牛逼了 老大 你师父还收徒吗 龙傲天 龙傲天被这群人说的 有些无地自容 实在没脸 自己这徒弟身份 还是厚着脸皮要来的 别废话了 大家跟我出去吧 龙傲天骂了一句 朝众人喊道 龙傲天带着几人出了基地 夏丰站在一处礁石上 双手放于背后 面朝大海 一副深不可测的模样 龙傲天朝身后的七人招了招手 示意他们停下 而他自己迈着步子 走到夏丰身后说道 师父 处理完了 天祖的七人 一脸好奇地盯着夏丰看 见他一头长发 和一身长袍 这身打扮 看起来像个七八十开外的老头 老大的师父 就是牛逼 发型看起来都很飘逸 这时夏丰转过头来 看着龙傲天说道 处理完了 你跟我一同回去 还是你们一起 嗯 天祖的成员愣住了 这么年轻 反老还童 师父 我跟他们一起吧 龙傲天恭敬地回答道 好 夏丰说完 身子一闪消失在岛屿上 卧槽 尼玛 奈何经过特殊训练的天祖成员 此刻不得不抱具粗口了 人呢 说走就走了 拍神话电视剧 龙傲天转过身 看着目瞪口袋的七人骂道 一群没见识的人 出现 米国四角大楼 刚刚发生的时候 已经被传了回来 米国军方用监控看到一个白面男子 随手杀了他们的特异人 很快这事情 就被上报了米国饭桶板凳 板凳临时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 一大早上班 就遇见这事 板凳心情有些烦躁 没想到 派过去的特异人都被弄死了 这无疑是打他们的脸 此事绝不会善罢甘休 时差问题 所以米国这个时候刚上班 最后 下封正面拍摄的照片 被抓取了出来 经过技术人员的比对 发现米国数据库 无法查询到此人 板凳来了以后 才开通特殊权限查询 一查到真实信息后 差点吓尿 有些眼熟 这不就是几年前的那个年轻人吗 板凳慌了神 了解情况的几个军方大佬 也慌了神 无关人员都出去 我们开个紧急会议 板凳慌张地说道 板凳范桶 现在该怎么办 其中一个军方大佬问道 我们的修斯王大人 还未出关 此次 我们根本无法去对付 现在只能认怂 板凳一脸凝重地说道 下封的能力 超出了人类的认知 高科技也拿它没办法 只有同事修炼者才能匹敌 而米国只有一人 可能有实力抵挡 那就是板凳口中的修斯王大人 黑金石只能让出去了 到时候 跟他们讨要一些一同研究 毕竟科学无国界嘛 其中一人说道 唉 现在不是这个问题 问题是 这个人会不会来米国 说不定已经来了 右翼军方大佬 起人忧天 说的有些吓人 板凳听后 心中一咯噔 真的找过来了 岂不是第一个找的是自己 板凳有些慌了 说道 那就跟他们去示好 饭桶 该怎么去示好 一人问道 还能怎么去示好 跟他们说之前有些误会 是我们做的不对 以后会慢慢改进 说的委婉一点 服软一点 态度温和一些 板凳提醒了一句 随后 米国最大的媒体 刊登了一则示好的消息 态度可以说非常的低下了 这则消息一发出 两国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开始转好了 具体情况如何 米国为何要发表 这样一份声明 大家就无从得知了 夏丰再次回到四合院的时候 黄老他们还在喝酒 也许是他们 算定了夏丰 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夏丰 快来 你们年轻人 最喜欢吃夜宵了 现在还早 接着喝 李老拉着夏丰 继续坐了下来 李老 看样子 你们今天的心情还不错呀 夏丰笑着问道 那不是 这不是你来吗 平常时候 我们几个老家伙 哪里有这个心思 喝酒吃火锅 李老笑了笑说道 晚上就住这里了 房间已经帮你收拾好了 黄老说道 能被叫进来 这个地方见面的人 那都是一方大佬 别说在这里睡下了 就连这里的那位 都是百里挑一 还要查他的祖宗十八代 有一丝瑕疵 都进不来这里当那位 好 夏丰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他对个人问题 不是很看重 睡不睡都无所谓 京都克里斯大酒店 老王带着杰克马等人 在这里开了一个大包间 又能吃饭 还能唱歌 老王还在这座酒店 定好了总统套房 老王 马老师说 要跟你切磋一下歌艺 你就当着大家的面 打打他的脸 讲泉水半躺在沙发上 看向老王说道 对 整天一副 老子是歌唱家的态度 我早就看他不爽了 老王我也支持你 企鹅马起哄道 老王也是一个爱唱歌的人 一听到两人的起哄 他也来了兴趣 看向杰克马说道 马老师要不要来两手 来啊 老王你先唱 我给雷总发个消息 他说吃完饭过来的 我发个位置给他 杰克马应道 唱歌比赛 他从不需任何人 老王听后 默默地点了一首 西海情歌 老王跟杰克马不一样 老王喜欢唱老歌 而且是那种带高音的老歌 他觉得 这样才能唱出自己的人生 而杰克马忠情于摇滚 他最喜欢唱的是 Beyond的歌曲 用他那散装粤语 唱得自我陶醉 随着音乐的响起 老王拿着麦克风 闭着眼睛左摇右晃 一只脚还在地上轻轻地抖动 自你离开以后 从此就丢了温柔 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 听寒风呼啸依旧 一眼望不到边 风似刀咬我的脸 好 企鹅马大喊了一声 站起来鼓掌道 你这么多动症又犯了 吓老子一跳 讲泉水被企鹅马突然的一声大喊 吓得一哆嗦 而坐在角落里的杜拉彼得 眼皮抬了一下 又继续闭眼休息了 老王用他那低沉的声音 唱出了这首歌的动情之处 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看着企鹅马的呐喊 老王唱得更是其境 到了歌曲的高潮部分 老王一只手捏成拳头状 低着头 踏着脚步 随时给自己家足了气 还记得你答应过 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 可你跟随那难归的候鸟 飞得那么远 爱像风筝断了线 啪啪啪 企鹅马奋力的鼓掌 仿佛这首歌是他自己唱的 老王表现得越好 企鹅马越高兴 哈哈 老王 你这是吊打杰克马呀 企鹅马哈哈笑道 很是兴奋 低调 低调 老王摆了白手示意着 老王 你这高音部分上不去 你不行啊 杰克马打击了一句 你请你来 企鹅马反驳道 不与小朋友争论 杰克马一脸随意 企鹅马 老王唱完杰克马唱 两人你来我往 乐此不比 愣是没有分出一个高下 两人喉咙都快唱冒烟的时候 雷鸣过来了 雷总 最近气色挺好啊 杰克马看着走进来的雷鸣打去道 各位老总好 雷鸣一脸笑意地打着招呼 雷鸣的性格 其实跟企鹅马最像 两人都是那种丝丝纹纹 不苟言笑的人 雷鸣出来完 还穿着一套西装 头发梳得很亮 他的头发略长 梳了一个三七分的发型 雷总 好久不见啊 蒋泉水站起来打招呼道 几位老总 怎么突然组队来京都了 是不是有什么大的活动 要参与 雷鸣笑着问道 雷鸣在京都漂泊多年 一步步创下现在的大米集团 也是狠人 他四十多岁 才开始创建自己的商业帝国 所以 成功跟年龄没多大关系 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 马老师说得好 人一定要有梦想 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过来找你玩啊 杰克马打拒道 马总别取消我了 你们都是大忙人 哪里有空找我玩 雷鸣笑起来很是和蔼 这时 雷鸣才把目光 看向一旁闭眼休息的杜拉比德 小声问道 这老外是谁啊 他呀 杜拉比德 你还得感谢一下人家 你们公司在阿三国的事情就是 他帮的忙 杰克马看了一眼杜拉比德说道 嘶 雷鸣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知道 能跟杰克马他们待在一起的人 肯定不烦 但是万万没想到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杜拉比德公爵 一个人躺那里是几个意思 被关罪了 由于刚刚杰克马和老王斗哥的原因 包厢的光线调得有些暗 再加上雷鸣很少关注杜拉比德 还真没认出来 雷鸣听后惊讶到 比德公爵被你们关罪了 灌个毛啊 再装死呢 老比德起来了 蒋泉水喊道 蒋泉水这说话的语气 又把雷鸣震撼了一把 现在咱们这要牛逼了吗 可以对这种人物大呼小叫了 杜拉比德这时才慢慢睁开眼睛 看着蒋泉水骂道 叫死啊 还让不让休息了 彼德公爵你好 我是雷鸣 大米公司的董事长 感谢你在阿三国的事情上 出手帮忙 雷鸣三步并坐两步 走向杜拉比德 伸出手跟他握在一起 杜拉比德跟雷鸣握了握手说道 小事情 不值得一提 虽然对杜拉比德来说是小事情 可对雷鸣来说 可是天大的事情 雷鸣笑着说道 明天我做局 请你吃个饭 还请彼得公爵赏个脸 你问他们吧 他们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杜拉比德 被这么热情的雷鸣给整猛了 他这是第一次感受到 华夏人对他的热情 之前 他们都是对自己大呼小叫的 雷鸣听后一愣 为何要跟着他们 好了 明天看情况吧 如果没事中午 就给你这个机会 杰克马出言道 那行吧 雷鸣二仗和尚 摸不着头脑 这彼得公爵什么情况 我怎么感觉有些对劲 像你们的小弟似的 雷鸣跟杰克马的关系好 走到他身边小声地问道 没有啊 大家都一样 杰克马说道 一样吗 自己怎么没有看出来 雷鸣心中充满了疑惑 其实杰克马说的一样 不是雷鸣所理解的一样 意思同事舔狗 谁也别命令谁 李儿来了 刚刚我家那小子 给我发消息了 现在到楼下了 不唱了 老王突然把话筒一扔 跑到门边 把灯光全部打开 而原本在角落里 坐着的杜拉比德 一个猛然起身 拍了拍衣服 弄得整整齐齐 其他人也放下手中的活 就像迎接大领导似的 雷鸣看傻眼了 李儿是谁 雷鸣看着大家的态度严谨 完全一副 接待重要领导的样子 给他整得也有些急了 他只是过来跟大家吹吹牛逼 联络一下感情 没有想到 要见重要领导啊 自己都没准备好 马老师 是不是还邀请了 什么重要的领导 雷鸣站在杰克马的身边 他小声地问道 没有 你看着就是了 杰克马说完 不再搭理雷鸣 雷鸣自讨没趣 只有跟着大家耐心地等 大约过了三分钟时间 雷鸣感觉 过了半个世纪那么长 这种忐忑的心理 让人比较的难受 率先进来的是 国民小王 这小子 雷鸣自然认识的 关键这小子还对过自己 有一次大米在国外的发布会上 雷鸣用不包准的英语 给大家介绍了大米寺 结果国民小王 还发了一条微博对他 说他英语不好 就别去国外丢人了 后来雷鸣知道后 特地打了个电话给老王 说你家那个小子 连我都要对了 老王知道后 可没少抽国民小王 你对对其他作风 不正派的明星就算了 连雷鸣你都敢对 结果不言而喻 国民小王被老王抽老时候 连忙删除了微博 还特地发了一条道歉信 整个那段时间 Are you okay 成了一个搞笑的梗 在雷鸣百般期待的眼神下 走进来两个女孩 一个是马雨晴她认识 还有一个她不认识 只是这女孩 长得确实挺漂亮 随后就是情斗他们几个人 林儿 今天晚上 你们去哪里吃饭了 有没有吃饱 这里的菜不错 林儿要不要吃点夜宵 林儿 你不是喜欢听马叔唱摇滚吧 马叔现在就唱给你听 夏林一进门 老王等人围了上去 嘘寒问暖 简直比自己的老母还要关心 嗯 他们口中的林儿 就是这个小女孩 这个比自己女儿还小的人 是自己心里所想的领导 Fuck me 雷鸣在心中震撼了一把 又惊又匪夷所思 关键杰马克笑起来的样子好衰 向得巴结别人的小老弟 若不是亲眼所见 雷鸣死也不信 世故 喝杯水解解渴 杜拉比德很会来世 提前准备好了一杯水 屁颠屁颠的递了过去 谢谢 夏林接过水礼貌的说了一句 这时夏林才看见 站在一旁的雷鸣 惊讶的喊出声 雷布斯 雷布斯这名字 是谁有门给他取的响亮名头 雷鸣也欣然接受 林儿 雷总你应该认识的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雷总 这是林儿 一名游戏主播 老王亲自给两人介绍道 游戏主播 雷鸣脑子有些迷糊 绝不可能是简单的游戏主播 搁这里糊弄鬼呢 游戏主播 你们轮流着去铁 还无下线的去铁 哪怕刚刚从精神病院 放出来的人都不会相信 就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主播 林儿你好 很高兴认识 明天我做冬 请你们吃饭怎么样 你们都来京都了 让我也尽敬地主之意 雷鸣面带微笑 很有礼貌的 向夏林邀请道 好吧 再说夏林打心里 很佩服雷鸣这样的企业家 夏林在包厢里面待了一会 就跟秦文还有马雨晴 上楼睡觉去了 他不会唱歌 简直开不了口的那种 等夏林他们一群人走后 雷鸣实在忍不住要问了 首先拉着杰克马问道 马老师 你就跟我透个底 到底什么情况 雷鸣不是一个 爱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奈何事情太过惊世害俗 他内心跟猫脑似的 不问清楚 心里不舒服 还记得前段时间 我跟你说在魔都吗 杰克马看向雷鸣问道 嗯 记得 就是阿三国那次的事情 你去魔都后 就没理我了 雷鸣点了点头 顺便还点出了杰克马的不是 杰克马白了一眼雷鸣 这货说话方式 怎么跟个女人似的 好像自己做了什么 对不起他的事一样 不就是没有打电话 跟你说明情况吗 这点小事 还一直记着 最后还不是自己 让杜拉比德帮的忙 那次我在魔都 找到了杜拉比德 我们那段时间 就是在林儿家里待着 杰克马说道 我问的是这个吗 我想知道 林儿到底是谁 你怎么说话 前言不搭后语的 雷鸣听后有些无语 我是问你在哪里待着的问题吗 我问的是 林儿到底是何方神圣 林儿就是林儿 他就是一名主播 杰克马笑道 我特么雷鸣这个斯文人 都要被杰克马说的爆粗口了 你不说 我问老王去 雷鸣说完 准备起身去找老王 别急啊 杰克马拉住了雷鸣 那你到底说不说 雷鸣问道 你坐下 我不知道 你猴急什么 杰克马示意雷鸣坐下 慢慢听讲 马老师讲课 你不耐心听 怎么能听得出来 其中的精髓 林儿确实是一名主播 可他哥哥 才是真正牛逼到顶天的大佬 杰克马小声的说道 嗯 他哥是谁 雷鸣见杰克马 开始说正题了 耐心的问道 这个我不能说 杰克马摇了摇头说道 滚你马的 雷鸣彻底怒了 从一开始 勾起自己的兴趣 然后一直拖拉的不讲重点 最后点出了要害人物 你告诉老子不能说 那你一开始装什么病 雷鸣突然发现 杰克马怎么如此的剑 隐藏的好啊 像雷鸣这种慢性子 出了鸣的脾气好 也被杰克马给气到了 确实有些过分啊 被杰克马如此调戏 雷鸣实在受不了 杰克马见雷鸣发飙 他瘫了瘫手 表示爱莫能助 有些话能说 有些话不能说 他只点名下铃 他哥牛逼就成了 雷鸣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又跑去问老王 老王摇了摇头 表示无可奉告 最后把目标锁定在 蒋泉水和企鹅马等人身上 无一例外 都是无可奉告 雷鸣 我他们心太崩了呀